在雨势逐渐增大的过程中,纪元青山舞剑,宽秀长袍,非但没能影响到初剑的灵动,反而使得飘逸净险,不过分阴柔,也不过分刚硬。仿佛没有任何招式,没有任何死板的身法,落下的雨滴就像是被无束无形的丝线牵引,翻转间随着剑势摇摆,身雨一合,剑随一转。每一滴雨都是剑,每一剑出,一化作雨。或许只是过去几个呼吸,或许足有一盏茶的功夫,纪元舞剑结束,甩袖转身副手而立。 这一刻,身旁身下的雨水随着纪元转身之势而化缘,在其脚下形成一个一丈宽的环形水波,随后缓缓消融在地面雨水中。而剑虽然停了,可落下的雨水却会主动避开纪元,顺着身侧落在脚边。纪元望向门厅内的左家众人。此为犹龙神异,无朝亦无事,可容天下五学于其中。能不能领悟?能领悟多少,就看你们自己了。言罢,纪元从雨中走来,重新跨入厅堂之时,脚下却无丝毫水。 身上同样片一步诗。既然这次要当这个仙道高人,那自然得把姿态做足了。左家人和阎老爷子像是还未能从刚刚的奥妙非常地仙人舞剑中回神,依然愣愣望着厅外。好似虚幻的身影依然在雨中见舞。 梁九,左不然第一个回神,随后左右天左右星等人也依次回神,两个孩子则一直有些呆呆地望着雨。而左家人一个都没说话,直到两孩子也回神依偎在娘亲身边,左家人和阎老爷子才敢喘大气。 纪元则只是坐在桌前喝茶,还提起茶壶给自己续杯。等到左家人终于全都回神,他才朝他们笑笑。 见阎老爷子面露尴尬,则连忙招呼他一下。阎老爷子无需介怀,你又不曾偷抢左家什么东西,我都不介意,你旁观,谁能有意见?坐下喝茶吧。 谢先生,容我关你舞剑了。阎老爷子舔着脸拱了拱手,踩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赶忙拿起茶掌喝了一口压压惊,其实他比左家人更清楚仙人舞剑的分量。 虽然严家铺子早已封了那口特殊的助剑炉,可言,老爷子这一生依然算得上半辈子都在助剑,对于剑法自然也有自己的见解。 只能在心里叹一句,先妙剑意,凡尘难寻。 左家人现在虽然回神,但却也依然在品味刚才语中的一幕幕,根本记不住纪元的动作,却不妨碍感觉那种意。 烧清后,左家人立于厅堂,在左不然的带领下一起朝着躬身九十度坐一,就连两孩子也在爹娘帮助下坐一。 先生之安,左侍莫齿难忘,我军天府左侍一门,愿勇士供奉先生先位。 左伯然依然中气十足的声音,既郑重又严肃。 这话也是听得纪元乐呵了一下,不过他可没有让人历生此膜拜的打算。 好了,对你们来说这事情算了啦,与我而言可还未结束呢,也不知这军天府城皇好不好说话。 纪元摇着头笑了笑,既然说过了,自然要去实现承诺。 其实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左家有他的赤鹰法令留存,九之魂清零明,更难出什么奸恶之徒,在广激得多行善。 本身就有不小概率,在死后成为城皇殷司的差异候选。 纪元去礼貌地拜访一下,甚至不需要见到城皇,只需见到判官之一,提一提同左侍的情分。 军天府城皇殷司还是有很大概率会卖一个人情给纪元的。 又不是犯原则性问题,让他们选奸恶之徒,同样是好鬼。 有纪元这个修仙之辈做背书,干嘛不卖个顺水人情呢? 在不触犯原则问题时候,殷司也是可以讲讲关系的。 这可不是纪元瞎白乎的猜测,而是《外道传》上清楚有写过的, 也是纪元接触过几次城皇体系的经验之谈, 当然肯定也有脾气不好的殷司主观或者城皇,如果撞上了,算纪元倒霉。 但此事纪元先不去想,而是略眯其眼,望向桌上字迹对左家人说道, 好了,来取走法令吧。 左博然作为一家之长,郑重向前,双手伸向桌面,想要拿起法令, 只是在这之前,纪元却伸手按在了上面。 纪某有言在先,若左家只想安稳生活,自是可以的, 法令虽好,也不是万能,俘获无门为人自兆,将来真的欲踏足江湖, 最好还是要秉承侠心正气,否则法令可是会自己跑的。 纪元的声音带着笑意,但屋内众人谁也不敢把这句令他们感觉到一股压力的话, 当成玩笑。 左侍自当遵从,不敢忘先生教会,绝不忘先生教会。 后面的左家人,在左博然说话后,也赶忙作一,表露决心。 纪某人才将手移开,让额头微微贱憾的左博然,双手取了法令, 右臂垂下的袖中,闪过一枚妻子虚影,让纪元不由心中暗道一句, 果然。 看着左博然拿着自贴小心地退回堂中,有一众左家人欣赏, 纪元也突然还想到一件事,看向一边抚恤的颜老爷子。 颜公,我的剑鞘呢? 啊? 颜老爷子莫名其妙地望向纪元,然后看了看立在桌边的青藤剑, 脑门立刻见汗,做剑鞘的事不是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颜公莫急,过几天,纪某再来买吧, 一个朴素剑鞘,花不去颜家铺子多少时间吧? 花不去多少?花不去多少? 定会备好,叫先生满意的。 颜老爷子赶忙保证,然后低头思量准备哪些款式何种木材, 反正他决定发动颜家人做他个十几二十种款式的剑鞘, 让仙人自己挑。 等颜老爷子抬头想向纪元说明这一点时, 却发现坐在另一边的纪先生已经消失了, 只余下一只喝干了茶水的茶盏。 而左家人依然在好奇地欣赏自贴,此刻依然毫无所觉。 纪元在雨中迈步离开,这还是第一次以避水之术在雨中前行, 不过也还是顺手在颜家铺子外面那间屋子里借了把伞。 急着离开,倒并非纪元真的这么着急去见军天府城皇寺的神道帝欧, 而是不想错过军天府城的美景。 待到进城之处,纪元就把伞撑开了, 以一个寻常百姓的姿态入了城中, 四处走四处逛,听遍着军天府的心中画卷。 游逛半天,纪元最后来到了军天府的庙司坊, 多数城会将城皇庙所在的坊命名为庙司坊, 是举办庙会和祭祀活动重要的城坊,军天府也不例外。 之前答应左家的时候,底气挺足, 自己想的时候也觉得没问题, 但真到了任城皇眼皮子底下,纪元还是稍显忐忑的。 一府城皇通常可比现城皇厉害多了, 就是下属城皇司也会多不少。 如军天府这等规模的府城,估计得有二十四司。 纪元也不是空手而来, 专门在庙司坊挑了几间铺子, 买了一时盒的糕点秘剑, 又打了两壶还算过得去的酒,才往城皇庙赶。 由于是雨天,城皇庙人并不是很多, 几个贩卖乡竹的摊贩将摊位车推到了庙廊内, 看到纪元跨过庙台门进来, 立刻有人热情兜售。 哎,这位大先生,来拜城皇爷,总得上几株香嘛。 我这有上好的檀香,两文前三柱。 香?不敢买不敢买。 纪元摇着婉拒,就顺着一侧庙廊往前方几个庙殿走。 先是到了主殿,也不像其他灵星的香客一样,上香祈福。 而是将石和上层的几叠点心供品拿出来, 和庙柱略意说明后,在供桌上摆正,并放上那壶酒。 随后纪元只是朝城皇像拱了拱手, 就退出主殿,前往城皇庙其中一间偏殿。 这片殿中,坐着一尊尊尼素神像, 在神像前方也有标明是哪一丝主观。 不过纪元不用看字,只凭感觉一尊尊找过去, 最后停在了闻判官的尼素神像前。 若说城皇殷司哪个主观最和气,最好说话,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闻判。 偏殿这里的香客就少了很多, 如这雨天更是一个也无, 听起来附近也没什么人。 纪元赶紧将石和里剩下的吃食供品一样样发出来, 摆在神像前的小供台上, 然后放下两个小酒杯,拿出酒壶倒上两杯。 做完这一切,纪元才面向闻判相正姿拱手, 以威运法力服以赤字阴于运,压低嗓音开口。 恭请君天府城皇功过斯文判官现身, 因此内,正在批阅文案的文判官漠然间听见, 有阵阵道音出现,入耳清晰无比。 而边上的武判和其他一众小鬼差异, 却毫无所觉,立刻知道,有高人作妖。 文判将手中判官笔收入秀中, 朝着边上的武判说了一句。 杨坚妙语中有修行之辈,邀我前去一见, 我先离开片刻。 武判停下笔,侧耳倾听了一会, 没听到什么声音,随后判官笔在身前须须一滑, 眼前荡漾开一片波纹,呈现出庙宇偏殿中的景象。 有一宽秀青山男子,正摆好贡品道好久, 冲着文判神像作一。 在武判提笔画景的同一时刻, 对方似是感受到什么, 抬头望向文判边上的另一尊判官神像, 眼神好似隔着阴阳同音寺的文武两判官交汇, 令两位判官皆是心头一礼。 文判自去便是, 我会再次留意庙中情况的。 文判官文言站起身来, 没多说什么, 同武判相互拱手过后就走出了工果司。 城隍庙偏殿中, 纪元在刚刚有所感应的时候, 撇向武判神像方向一眼, 隐约间能感受到某种视线, 心想应当是阴思中已经注意自己了。 果然,没过多久, 肉眼不可见的文判官法相自神像中一步跨出, 落到纪元身旁, 官袍官冒一身墨色, 黑须黑病, 却显沧桑。 纪元赶忙面向文判官拱手作一。 在下纪元, 有事叨扰文判, 忘文判海涵之鱼能抽空与我一序。 看到贡品酒水以及对方谦逊达理的态度, 文判自然态度也缓和, 加上看不清对方深浅, 自然同样拱手还礼。 先生严重了, 有什么话只管道来便是。 纪元展露笑颜, 觉得这判官应该是好说话的主, 左手引向共桌。 文判请用, 我们边吃边谈。 文判倒也洒脱, 文言直接端起一只酒杯秀了秀, 张嘴一饮而尽, 只是放下杯子的时候, 纪元明显看到 酒,但却毫无酒味了。 纪元笑了笑, 随手一挥, 文判酒杯中留存酒液就已消散, 边替对方蓄杯边开始讲述自己的来意。 想必文判还记得当初军天府有个名声显赫的左家吧? 嗯,自然有印象, 在凡俗武林中算是冠绝江湖, 称得上名声显赫。 那左家可曾有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令因此反感? 文判又吃了一块米糕后回答。 那倒也不曾有。 纪元心更宽了, 前人无大错自然会更合适一些。 说起来, 这左家同济谋也有些渊源, 此番前来算是私事, 纪元慢慢到来, 说的都是实诚话, 但却没有说全, 尽量道出一个成了左家勤奋的修仙之辈, 想要帮衬一把的心思。 一阴一阳一人一鬼神, 相互间在这雨天的城隍庙偏殿攀谈许久, 期间也无其他相克进来。 待到外头雨水停歇, 双方的交谈也自然而然结束了。 文判只是边听边频频点头, 不光听纪元将左家事, 偶尔也与之聊聊别的, 虽套不出纪元跟脚, 却在交谈中细心感受, 明白此人乃是学识渊博, 心思豁达之辈, 定是堂堂正道中人。 来人说的这些对于文判而言, 自然是举手之劳, 算不得什么大事, 加上一番攀谈下来, 对纪元印象很好, 在此番交谈结束之际, 也是满口答应。 纪先生放心, 君天府殷司, 定会对左家有所照应, 左侍侍者中的有德之辈, 也会优先考虑入职殷司, 今夜我会亲自去看看, 如今的左家门庭如何, 将之划入相应急策。 文判亲口保证, 纪元也是松了一大口气, 关键是不用去见城隍了, 赶忙再次拱手。 麻烦文判了, 那么纪某, 就到此了。 文判和纪元聊天这么久, 心情还不错, 甚至中间一些殷司判决的疑难杂事, 也被纪元以妙语点破关键, 这会也拱手回礼。 自当尽力。 目送纪元离开, 也恰好渐阴大雨以亭相克渐渐多了起来。 文判扫了一眼供桌, 再又取走了剩下一碟糕点和半壶酒之后, 这才重回殷司。 出了城隍庙, 纪元长舒一口气, 呼吸着雨后更清新的空气, 整个人都更轻松了。 终于把事情都给办妥了, 难得来一趟军天府, 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去了。 当夜子时, 军天府城外原子河畔, 严家一众聚聚的宅区早已家家西登, 人人入眠。 军天府城隍功过斯文武双判官, 旗帜此处。 再还没有接近这一片的时候, 文武判官就觉察觉出一些奇异之处了。 他们这种地欧鬼神在所属地界, 是能看出一些特殊东西的, 比如此刻望向炎家那一片, 整体呈现一种黑夜里的清晰感。 并非有什么事物在放光明, 却带给两位判官一种唐正透亮的感觉。 原本两判官同来看左家门庭, 只是好奇左家人同济原的关系, 现在则更好奇里头有什么。 走,过去一探究竟。 两位判官一起再度前行, 片刻已经接近炎家铺子外, 只是到了这里, 一道连判官也看不清的无形波纹迷茫而过, 只是令两者稍显法体有所感应。 一路行至左室主宅院内, 穿过门墙进入大堂, 一张还未来得及入成装表的字帖放在八仙桌上, 于判官眼中呈现一种运气厚重之感, 望之则黑夜通透,无光而正亮。 视线扫过字迹, 正是明太安康, 百邪不清,明智而奋, 苦心不负。 原赠于左室后人。 法令! 法令! 闻武判官的惊恶之词一口同声, 与其少有的失态。 武判妄向文判道, 白日里, 那与你饮酒相谈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觉出其法力高身户? 文判也是一边回忆一边回答。 根本毫无所觉, 若非其换神而出玉水泄酒, 简直文判说到这, 与其顿了一下, 妄向武判。 好似一个凡人。 嘶, 武判即便不用呼吸, 也略吸一口气。 同样回想到白日里, 那阴阳相隔的一片。 两判官面面相聚许久, 武判才好似突然想起一事。 前日里有夜巡游汇报一骑士, 说是那城中一文铺掌柜书生, 得了一神意自贴。 夜里于阴差而言, 都有不可直视之感。 莫非也是那性计的先生所留的法令? 想来是了。 文判在细细欣赏桌上自贴, 不由感慨。 好字啊, 这左家, 乐不得了。 高人留法令也是讲原法的, 关其自令义。 左家日后若争出个不识好歹的不孝子孙, 为了法令争议, 那是到时候的事了。 文判孝说着, 抚须而叹, 随后取出一本特殊章册, 用判官比喻其上勾勒字迹, 君天辅佐氏。 屋宅内, 左伯然夫妇两本已睡着。 不知为何, 此刻左伯然却是醒了过来, 并且感觉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 就好像是庙里的檀香味道。 法令所在, 竟是让左伯然一介凡夫俗子闻到了神道香火味。 左伯然觉得有些奇怪, 所以披了衣服想出去看看, 只是掀开布帘子到了一墙之隔的外厅, 无任何异常不说这檀香味反倒更重了。 怪是, 家中也无点香啊。 两判官看着左伯然这老官抽动鼻子的样子, 再次对视一眼。 莫非此人竟是能闻到? 当时法令影响。 武判突然笑了笑, 对着文判戏说了一句话, 令后者也笑容渐气。 共事多年, 难得武判有这性质。 好, 就这么办。 文武判官居然在话音落下之时, 主动献出法香。 两名身着墨色官袍官帽, 一红须一墨须, 更手持张策大笔之人, 忽然显现在眼前, 把左伯然吓了个够呛。 哎呦喂啊! 你们, 你们, 左伯然朝后跌倒, 伸手微微颤抖着, 说不清话。 尤其是眼前两人仿佛笼罩在阴影中, 端得是下人无比, 左伯然就是有武功在身, 也是被害得说不出话来。 哈哈哈哈, 左伯莫怕, 我等乃是军天府城皇, 下辖文武判官, 受高人之托, 特来此定策左家门眉。 老头子, 老头子你怎么? 礼物有声音传来, 文判也是笑着朝左伯然略意拱手。 此件事了, 我等告辞。 言罢, 文武两判官转身迈步, 穿门削行而去, 只留下一个面露虚汗, 喘着大气的左伯然半瘫在地上平复心情。 老头子, 你怎么不回话? 在干什么呢? 礼物声音传来, 随着哦哦哦哦的穿衣身和之后的脚步声, 里头的妇人也掀开布帘子走了出来, 看到自己相公满脸是汗的, 瘫倒在地上喘气。 妇人吓得赶忙蹲下来要扶人, 一夫发现左伯然身子都是僵的。 哎呀, 老头子你怎么了? 伸手一摸, 左伯然连头发都湿了, 再看左伯然略显苍白的脸色, 兴许是接触到自己那人手上的温度, 终于让左伯然缓过来一些, 运转体内蒸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哼, 刚刚, 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到底怎么了? 你的样子跟见了鬼一样。 噓, 左伯然立刻激动起来, 小心地看探大门。 你别瞎说, 我是见了神了。 君天府城隍下面的判官判官老爷, 文武判官都来了, 刚刚就在那。 左伯然心有余悸地, 指着八仙桌前的位置。 呼, 我还以为是我授数到了, 结果两位判官说, 是因为高人嘱托, 前来订门没的。 左伯然说话, 都依然带着颤音, 近距离亲身接触鬼神, 带来的心迹可不是随便能想象的, 更不是听说书先生说, 故事时候那么带劲, 除了怕还是怕。 不过到了这时候, 略微的兴奋感也在升起, 并且逐渐加强, 左伯然从脸色苍白到面色红润, 其实也没过去多久。 左伯然到底也算习武之人, 揉了揉腿, 从地上站起来, 走到八仙桌前, 看着桌上自贴, 想到了纪先生说过, 会去和军天府城隍那边打招呼, 果然当夜判官就到了。 那边左伯然的妻子, 本来听到相公说撞见判官, 还有些不幸, 可看看桌上自贴, 也觉得可能是真的, 毕竟是仙人的沉默。 直到过去小半个时辰, 两夫妇才再次回去睡觉。 第二天, 左伯然撞见文武判官登门的事情, 才在左侍后人中传开, 然后严家人也陆续知道了这件事, 只不过严家铺子这一片全是自己人, 从不会在外面乱传任何事。 时间到了左伯然业遇判官后的第四日, 严家铺子这两天有一个奇怪现象, 就是二三十个肌肉扎实的老中青铁匠, 全都没有正经打铁, 而是都在做剑鞘。 有合作从削行到打磨, 再到上游江一条龙, 也有自己单独完成整个流程的, 简直像是传统手工艺作坊, 一想到是在为一柄仙剑做鞘, 一群匠人就兴奋。 至于此事的始作俑者, 此刻则毫无所觉地在军天府城内游览。 行之初到军天府时打听消息去过的那个茶馆, 纪元本想将没听完的黄将军传给补全, 不过茶馆里说书人已经换了一个, 故事也不同了。 这位客官, 里边请啊, 里头羹饮, 生煎, 冲泡的茶饮, 样样有。 一个茶博士看纪元站在门口一小会了也不进来, 就走到门前招呼一声。 纪元只是笑着摇头, 没有说什么就转身离开了, 说书人换了, 故事也不再是黄将军传, 他也就显得有些兴致阑珊。 茶博士看着这位远去的大先生挠了挠头, 这人也不像是喝不起一壶茶的样子。 纪元并未动用任何术法身法, 仅以漫步而行, 直接出了城走向那原子河畔的阎家铺子。 这次纪元没打算多打扰人家了, 该了的事已了, 没必要再让阎家那边的人一惊一乍, 带到行至阎子河畔, 纪元直接以障眼法消行后, 才走入阎家铺子范围。 今天稍微有些怪, 阎家这边一点打铁的声音都没有, 倒是有很多木质摩擦声和议论声 从铁匠铺子后方传来。 纪元先将之前不告尔戒的一把伞放归原处, 随后循着声响和气味走向阎家铺子匠 遭左放后方。 撕, 难得纪元稍显夸张地吸了一口气。 到了现在, 樊晨中能经到纪元的事情虽然不少, 但也不会太多, 眼前这是算一件。 只见几个大棚子下, 二三十个赤膊铁匠全都在打磨制作剑鞘, 这还是他们手中未完工的身旁的架子上, 地上已经存放了起码几十个完成品。 从选料到款式, 从颜色到雕纹, 千奇百怪各不相同。 阎家人这是吃错药了? 纪元这念头一起, 顿时失笑地想到了原因, 根子还是出在了自己这个仙人身上。 只是看看这么多个剑鞘, 阎家人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原本纪元只是打算留下一百文, 当作买剑鞘钱, 然后留张便条告知一声就好了。 可现在这么多剑鞘, 纪某人可不想当这个冤大头, 全部买单。 实话说这么多剑鞘, 除去那些花哨的, 随便挑一把纪元都很重义, 他悄悄走到最边缘的一处木架旁, 伸手捏住一只朴素的淡青色木鞘, 剑鞘随之一起消形。 随后纪元稍稍犹豫一下, 还是有些哭笑不得地, 从怀里摸出两钉一两元银, 以柔镜朝着那边七老八十, 依然起劲打磨新剑鞘的阎老爷子丢去。 东东, 两钉银子, 居然以柔镜在阎老爷子的脑瓜上, 砸出两声脆响, 让以为有谁开玩笑的后者, 在下意识, 接触从头上落下的银子之余, 也莫名爆木。 谁? 哪个混账拿银子丢我? 而此刻, 纪元细血的声音悠悠从远方传来。 谁让你们做这么多剑鞘的? 我不过就一把剑, 剩下的公板, 你们自己卖尖鞘去回吧。 声音越来越远, 很显然已经离去。 阎老爷子立刻捂住自己的嘴, 脑门上的细汗也多了不少, 自己刚刚那是骂了仙人。 这一会, 所有匠人也都闻声停下了动作, 一时间铁匠铺银鸭无声, 不少人还偷偷瞥阎老爷子看他的反应。 十几个呼吸之后, 确认仙人应当是离开了, 并没有计较打算, 阎老爷子突然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 立刻扯开嗓门大吼。 谁的剑铺被选上了? 快看看, 是谁的剑铺被选上了? 少了哪一个剑铺? 大家都找找。 对对对, 快看看, 少了哪一个? 那我手上的还没做好呢? 还做个屁啊。 最好是我, 最好是我。 肯定是我呀。 一群匠人纷纷检查着自己身旁的架子 和地面上的剑铺, 期盼着能发现少去其一。 哈哈哈哈, 是我。 是我。 我的剑铺被选上了。 哈哈哈哈, 我最边上的青漆木翘不见了。 哈哈哈哈, 定是被仙人拿走了。 一名三十余岁的铁匠高兴地就差跳起来手舞足蹈了, 在那指着木架狂笑不止。 边上的很多铁匠仍不死心, 依然翻动自己的作品, 最终却只能得出一个没少的残酷事实。 到最后, 众人纷纷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铁匠撇撇叹气, 极其敷衍地恭喜一两句。 那汉子正得意呢, 却瞧见太爷朝祠堂方向离开了, 拍脑袋想到银子还没给自己呢, 赶忙追过去。 太爷, 太爷, 那银子, 银子该给我吧, 至少给一定吧, 仙人给的呢, 太爷。 哼, 你也知道仙人给的, 你懂个屁作用。 给你也是报典天物, 我拿去祠堂供起来, 和祖宗排位放一块, 上香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到。 阎老爷子头也不回, 脚步加快, 留下这句话将汉子打击的呆力当场。 纪元没急着回城内, 而是在城郊外, 找了一处无人的灵野, 上了一棵枝繁叶帽的大树, 再骑上盘腿而坐, 细看这个剑鞘。 这个剑鞘浑身呈现淡淡的青绿色, 应该是用了什么漆料, 而非木质本来颜色, 但渗透性很好, 也清新自然, 没有什么意味, 配色很搭青藤剑的剑笔。 木鞘没有任何雕纹, 和多余配饰, 乍一看, 简直就像是一根青绿色扁木棍, 但跃倒脚圆润触感极佳, 只是听青藤剑在背后微微的风鸣声就知道, 他也挺喜欢这个剑鞘。 稍安勿躁, 剑鞘还差点火候, 否则可经不起你折腾。 纪元将背后青藤剑抽出, 灵气输入伸手一影, 有一节细细的青藤心枝, 自剑柄上抽芽而出, 并自行脱落, 将细致安到剑鞘上, 立刻嵌入其中, 沿着剑鞘缓缓生长婉转盘旋, 大概一指长一个旋。 这速度并不快, 却也不慢, 两颗钟过后, 但青丝的剑鞘上多了一道盘旋的翠绿藤纹, 少数地方还留有嫩牙痕迹。 翁青藤剑再一次风鸣, 还差点还差点, 不结。 纪元像安抚一个极切渴望得到玩具的孩子一样拍拍青藤剑, 然后继续自己的操作。 右手运起剑指, 法力犹如细细剑盲, 青刺剑鞘之上, 随着手腕和指尖滑动, 两句刻纹显现。 灵运青藤, 藏风万丈。 自己光运一闪而逝, 整个剑鞘也微微震动了一下, 又回归自然。 呼, 好歹也是自己的东西嘛。 看看青藤剑在那风鸣不止, 纪元也是笑了。 去吧。 翁青藤剑带着风鸣, 蹭得一声滑剑入鞘, 然后就没任何响动了, 好似睡着一般。 纪元再次一笑, 将青藤剑重新用青布缠好背在背上, 标志着短期内一切心结已了, 开始细思自己的修行问题。 不同于其他那些道横不深的修仙之辈, 纪元甚至不须闭眼, 便可观现异景。 山河之中天地苍茫, 高峰之上丹炉鼎立。 一亩丹田烟波浩渺, 翻腾充赢着法力。 如今随着纪元, 自己那套横梁仙道的准则在德法, 心方面齐头并进, 道横也是日渐增长迅速, 单是法力边界已经不再是一亩丹田之地, 或许用一亩三分形容更合适。 田虽然还是小, 可架不住记, 某人丹炉大, 炉中内藏乾坤, 三昧真火生藤不息, 其中蕴藏着藤藤丹气, 随时都能转化补充为法力。 尤其奇特的是, 这介于虚实之间的丹氏, 通名册上形容是幽暗中一辆氏, 一景丹炉价荆桥。 而到了纪元这, 丹氏的一亩三分地周围并不暗, 是若隐若现的一景山河, 丹田之地的生藤法力, 则好似烟霞一般将丹田蕴藏, 也不知是山河隐于丹田外, 还是丹田隐于山河中。 纪元自觉修炼速度绝对是不慢的, 或许那些坐在仙府圣境之地的修仙之人, 也未必比得上他纪某人效率。 而其子对丹气的需求, 似乎也有自身限制, 偶尔量大, 偶尔己无, 凝时的大虚无的少, 总之正常情况下, 不影响纪元修行。 玉怀小炼这一基础炼气诀的运用, 也是如火纯青, 虽然还没有大炼之法, 但身内五行脏气所在, 本身已经孕育五行之气。 所谓大炼之法, 也不过根据自身特性, 选择一条更合适的修行道路, 比如主太白精气, 或主鬼水真音。 高级是高级的, 可没有又不会死。 纪元的自我安慰就是, 纪某人现在就是齐头并进全面发展。 除了法力和身气上面的炼法不落下, 持续以纯净灵气滋养生魂的倒气绝炼法纪元, 也从不间断, 尽可能在每天特定时辰参峡引幕。 纪元一边感悟身内情况, 一边再次摸出随身携带的通明册, 印证自身所学, 顺带也往后翻了翻修行相关的高大上内容。 据通明册所言, 除了法力深厚与否, 修行中还有两大关键标志, 对于修仙之辈的倒横深浅能有一定参考作用, 即武器朝圆和三华皈依。 前者是身内五行之气大成并且灵动十足的标志, 与个人修为法力深浅小天地勾连的星辰俏学多寡, 和新冠修行都有很大关系, 并非人人能成就此一项。 通明册尚曾言, 不知从何时开始, 修仙中人往往只要武器中有一气朝圆, 就敢堂而皇之自以美约朝圆之境, 算是有些可笑。 而后者三华皈依, 则真的是道庙真仙的象征, 寓意修仙者不但经其神会而合一, 天地人三才间也是完满皈依, 视为玄关大通, 非真道高人不能成就。 而往往此类高人法力同样深不可测, 不太可能有例外。 此外还有一堆对于道的理解, 和对于术法神通的理解等等从心境到修为的各种解读, 更有寇心观、修德性、 而清静等各类玄妙之术, 从各个方向各种角度力求接近大道。 修行仪式, 真可谓是千般大道万般法觉, 先门先府先动先山先道, 各家都有各家的理解, 又各自对奥妙处避肘自贞, 难以真正归纳统一。 甚至就是明面上的道理, 还存有许多相互间道争之处, 谁也不服谁。 同名册上讲到这一点只概括一句, 甚为伤思。 值得一提的是, 若是真正的先道高人, 对道会各有深刻理解, 往往能对万物规律动小玄机, 也是很多惊妖痴妹渴望问道的原因之一。 纪元细细品读一番, 时间就已经临近中午, 自觉如今心念豁达, 修行在这一阶段已经算得上纯粹, 才放心地跳下树去, 准备进城找地方吃饭。 在步行入城中的时刻, 就像是之前的印证在心中起作用一般, 又像是心境又拔高一层, 纪元身上的法力颇有种与外界天地灵气交融的感觉。 而纪元在心念移动间神入意境山河显化, 意境中的自身好似变得无穷大, 外界的肉身则仿佛自身融于天地一般, 步伐都显得虚灵神奇。 颇有种心思通透修仙小城的浑然质感。 这一刻, 意境中五颗棋子若隐若现, 好似星斗挂天, 一种黑子发杀鸡, 白子主化生的感觉, 第一次出现在纪元心中。 嗯? 让前行中的纪元又有疑惑见起, 而走着走着, 身子居然好似踢在水中, 感到阻力越来越大, 到最后纪元居然发现自己走不动路了。 什么情况? 有些不对劲啊。 纪元想要退出意境观想状态, 结果居然也不行了, 整个人就这么站定在了军天府大街上。 身旁经过的百姓, 身上一道道或红或黄或杂色的契机飘出生腾, 在纪元眼中是何等的清晰? 飘向哪里? 纪元下意识想得抬头, 艰难地转动脖子才能斜望天际。 刷刷刷刷? 眼前的光色好似在黑与白的底色中闪现转换, 在虚形与实质中不断变迁, 自己的身形好似于现实和虚幻之间无限拔高。 山河何其远, 天地何其广, 视线则好似没有尽头, 其中千道万道无穷道契机弥漫无穷。 白、黑、青、赤、黄等各色紧随显现, 心中明雾顿生, 仙灵之气, 磅礴妖气, 腾腾磨气, 阴气, 香火神气, 人道之气, 五行之气。 纪元在自觉身体在不断变大, 不断生腾过程中, 眼前世界已经大不相同。 惊恶, 震撼, 恐惧, 不知所措, 各种情绪交织中, 纪元看到天与地的磅礴浩秒之气, 正受到世间一切生灵的无穷契机迁移。 仙道, 鬼道, 神道, 魔道, 妖道, 人道, 灵道, 这无穷契机各自混合, 形成无数道或粗或细的契机绳索, 牢牢扎在天地浩秒之气上。 随着一道道契机绳索的欲念与纷争的沉浮, 随着向道之心与邪魔之舵交锋, 随着每一次王朝更替大势变迁, 每一次的仙魔之争妖邪霍乱, 每一次的山河天灾气数变动, 全都化为一股股源头静, 撕扯着天地浩秒之气。 纪元仿佛能看到, 一道道内藏幽红与紫气交融的裂纹浮现天地。 一种模模糊糊感应中的明雾在纪元心中生起, 天发杀鸡, 宜星亦秀, 地发杀鸡, 龙蛇起鹿, 人发杀鸡, 天地反复, 天人合发, 万化定基, 或许万年, 或许几千年, 或许更短, 天地间大变在即。 这种变化, 就将最终受到天地间充盈无穷的万物契机而显现, 届时是山河破碎天青地线, 还是匹吉泰来运化大千, 都是一个未知数。 可以肯定的是, 天地大变之际, 山河万里也好, 无穷生灵也罢, 萧行与灭者必然不可计数。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亏天到变迁之际, 怎能生生把人害死? 纪元已经激进生机全无, 浑身都动弹不得, 只能这么怀揣着无穷恐惧, 注视着天地苍穷, 心海也逐渐死寂。 只是在纪元以为自己就要死去的一刹那, 又一种隐藏契机在天地间显现。 意境与现实交融的天空, 五颗星斗大量, 正是五眉棋子。 原有的无穷变化中, 纪元又好似感受到, 一道道无形无质的虚线, 牵连万千契机, 将整个天地山河以难以形容的乾坤尾壁衔接, 玄黄之气贯穿其中。 纪元忽然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是一个界面有屈有直, 但无边界限制的棋盘。 轰隆无尽星海波涛渐起, 重新翻腾出心绪。 啊! 君天府的大街上, 原本僵立的纪元一个亮枪清醒过来, 双目惧痛之下, 忍不住右手无眼, 指缝间一道道鲜血一出。 纪元的惨叫一下, 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哎呀, 这人怎么了? 他眼睛流了好多血啊。 这得赶紧找大夫了吧。 是说啊, 这位先生, 你不要紧吧? 是否需要带你去找大夫啊? 周围见到这一幕的不少百姓, 有的惊艺, 也有的关切都在纪元周围议论纷纷。 不, 不需要, 谢谢。 哼, 纪元气息紊乱, 强烈的痛苦令他死死捂住右眼不松手, 左手朝着周围摆了摆, 亮亮呛呛地朝前走去。 即便身子东倒西歪, 纪元的步伐却逐渐加快。 结束, 结束, 心念翻腾间, 纪元左摇又晃东摇西摆的前行, 漫无目的好似游魂, 双目的剧痛, 毫无减轻的迹象, 本就模糊的视线更蒙上一层血色。 纪元右手只是死死压在双目之上, 好似不这么做, 双眼就会炸开。 身体状况很差, 可纪元脑海中却竭尽全力思索着两辈子的毕生学识, 渴望找到一个答案, 了解这天地棋盘和破解之法。 心中思绪乱窜, 身子则带着血红之色的目光, 无神的四处游夜。 纪元在这军天府街上摇晃着横冲直撞, 潜意识中只为找寻一件东西, 而找什么却连他自己也余力想清楚。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忽然, 在街边一处摊贩前发现了所售卖的一副围棋, 刹那间思绪清明, 纪元直接冲上前去抓起棋盘棋盒就走, 连赢钱也顾不上负。 哎哎, 你, 抢我的棋, 本来没什么精神的小贩, 见有人抢东西, 立刻要发作, 却被纪元苍木堂写的猙獰模样给吓住了, 话音从强到弱, 居然都不敢追出去, 抢回棋盘棋盒。 呼吸发颤, 有些神志不清地在心中不断念叨着一句话, 我是下棋人, 我是下棋人, 撞弱蜂魔的纪元一路踉跄着跑出了城, 明明重心摇摆不稳, 脚步却不断加快, 最后更是几乎化为残影, 直奔荒野山林。 一连狂奔一昼夜, 直接从军天府城直线奔出去三百余里, 冲上了荒无人烟的军园山, 一路不顾荆棘藤蔓野草丛生, 就是乃荒往哪赶。 纪元在大山中冲窜了许久, 一见到前方有一处不过两丈深的山壁石洞, 立刻好似找到救星一般, 抱着棋盘向其冲去。 踉跄着脚步进入洞壁内, 青藤剑随手解下之于洞边, 将棋盘棋盒放下, 纪元痴魔般盘坐棋内, 满脑子子之前的画面和恐惧感挥之不去。 打开棋盒, 取出黑子白子, 眼前的已经不再是凡尘棋盘, 而是随心意带入的天地大势, 随着趴搭一声棋子落下, 已经再次纵横天野, 纪元开始落子眼棋。 亏得天地大变之气, 纪元绝对不能或者也更不敢同任何人说。 他有种近乎能肯定的直觉, 自己这个义气人亏的是世界之变, 行的是偷天换日定顶乾坤之事, 一旦对人说出真意, 下场会原惨于当初的轻松道人无数倍, 怕是他既某人乃至听到此事之人都会顷刻间一起化为飞灰。 沉重的压力犹如山岳, 压得纪元喘不过气来, 他必须要自己找到一个答案, 无人可求。 曾经在宁安县的居安小阁院中, 纪元同颖赵仙下棋, 半天能下好多局, 可是此刻, 每一颗棋子落下, 都在异境山河的虚化气机中经过无数变迁, 将已经隐没的天地棋盘投射到眼前围棋盘上, 落一颗子, 就好似托举一座山。 异境丹炉, 一直真火熊熊, 身内法力疯狂运转不停一刻, 只为支撑完这一次演棋。 时间变化对此刻纪元的意识而言失去了意义, 却在身体上展露明显。 星斗挪移月升日降, 雷雨风云朝阳霞目。 即便此刻静和异的特殊, 已经很慢很慢, 可纪元却逐渐越来越消瘦。 一天夜里, 凹屋有悲凉的狼嚎声在不远处响起, 不久后, 一头被赶出狼群的苍老独狼, 在夜色中小心地接近山中石窟洞壁, 见到了一个僵在那里的人。 那人身体一动不动, 手保持着侄子的姿势悬于棋盘上方, 身上的衣衫有些蓝绿, 枯枝落叶堆满身旁。 吼喝, 老狼伏低身体, 小心地接近洞壁, 獠牙壁露之时有咸水滴落。 翁邪靠于洞壁外侧, 倾腾剑锋名字起, 剑刃划出剑鞘, 紧紧半寸不到, 剑锋寒光, 已使得老狼如入冰窟。 呜, 呜呜, 受到极大惊吓的老狼夹着尾巴仓皇逃窜。 大真元德十五年, 宁安县县学之内, 今日无读书生。 学堂上的学生中, 之前一小半年龄偏大的, 除了个别回归家宅生活之事, 剩下的那些居然都得到升学机会, 前往了德圣府的几个书院。 此刻堂内的学童们, 最小的七岁, 最大的十六岁, 全都带着崇敬和不舍的目光, 望着自己的夫子, 已经十五岁的尹青, 同样正经微作其中。 尹赵先没有说话, 只是在夫子暗桌前提笔书写文章, 两久之后写完一篇, 则将之轻轻吹几下, 使得墨汁更快变干, 然后放着桌前一边。 见桌上之前书就文章的一张纸上自己已经干了, 就拿过来小心折叠, 将之放入一个信封中, 随后提笔在信封上写下, 夫子赠度鸣。 写完后, 将信封闭合放到一旁, 叠加到暗桌那头已经起了厚厚一打的指锋之上。 做完这些, 尹赵先再次取笔, 沾沾墨水, 开始写下一篇。 今天, 宁安县县学的尹夫子要给每一位学生写一封信, 就像当初那些辍学归家的学生临走所收的那一封, 就像那些个升学去远方书院的学生临走时所收那一封。 整个学堂上鸦雀无声, 没有任何孩子打扰自己的夫子书写, 在下头也做得毕恭毕正, 无人交头接耳。 这种学堂纪律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敬重。 如今的尹赵先, 夫子威严是不需要戒齿的, 宁安县县学的戒齿也早就蒙灰已久。 大约又过去半个时辰, 尹赵先才将笔放回笔家山, 等待最后一张纸上墨迹干了后入封放好。 好了, 书信一共六十有七, 全都写完了, 一会学书课了, 字会一一发给你们。 这一首, 尹赵先仿照了自己那智有纪元, 自觉甚妙, 或多或少能让学生坚定兴气理想。 下面的学生们全都望着尹赵先, 看得尹赵先也是有些侧疑, 他站起身来笑了笑。 读圣贤书为何? 自是要回报天下。 当今世道, 想要推行圣贤之道, 却又不太容易, 非我一介不一所能成。 尹赵先将一本手书成册的《群鸟论》一篇, 拿在手上。 夫子我好歹也是曾经周界事上文章一等, 此番重考, 自是有心再进一步, 也好日后施展心中暴富, 夫子一世遇千百人, 为官致适于万万人。 夫子, 我听我爹说, 官场是很残酷的, 庙堂之争, 允命不见血, 课堂上靠前位置的一名13岁男童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了。 这是宁安县县令陈生的次子, 名叫陈玉, 也是尹赵先较为欣赏的学生之一。 其实这两年, 宁安县夫子尹赵先已经在附近县, 乃至两三个书院都有了一些名气, 盖因其教书于人很有手段, 经受学子多明经达义且独有见解, 那些年龄大的学子都能凭借自身才学见解, 入学书院。 导致时有外线人送孩子来宁安上学, 也导致现学的学生多了不少。 陈玉清听父亲陈生在去年年末评价过尹夫子, 称其人绝对大报复, 所作《群鸟论》和《未知义》, 虽然依旧在不断完善, 可就目前而言也均非简单书籍, 但这种人正气太盛, 罪易官场折戟。 这些话, 陈玉清有些害怕, 不知为何现在没敢说出来, 就怕说出来后自己的夫子就真的回不来了。 尹赵仙自然不清楚学生脑海中复杂的想法, 只是感受到学子们对自己的不舍和担忧, 心里暖暖的。 嗯, 夫子我虽只是一介书生, 却也和有人谈论过庙堂, 自是对其有一定了解。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 兴许夫子, 我学问不够, 被刷架绑来呢。 尹赵仙一句玩笑话, 也把下头的学生逗乐了, 不过当真的, 或许只有岁数最小的那些学生, 其他孩子在心中认为自家夫子绝对能考上。 尹赵仙卧书父辈, 望向学堂外援中翠竹, 时隔九年再次参考周解释, 如今的自己已经三十有六, 算不得多老, 却也不是个年轻书生了。 只是这一次, 心中的忐忑少了很多。 做出两本好文章之后, 尹赵仙越来越觉得教育育人重要, 可单单在这学术育人则立过单薄, 单薄道就是这两册书都难推出去。 又过去一会, 花白的老书生穿着儒生长袍, 在门口敲了两下门。 尹赵仙见人报书与之拱手, 并伸手引请对方进入学堂。 周夫子! 快快请见! 尹夫子! 周夫子也拱手回礼, 然后进来站到尹赵仙身边, 望向课堂内这六七十名学生, 这数量算是很可观了。 这一位是县中周夫子, 尹某离开后, 会在今后的日子暂代宪学夫子一职, 来,大家向周夫子行礼。 学堂内的学生们文言纷纷起立, 一起朝着周夫子作依, 口中也是其声诚心问好。 周夫子好! 周老夫子抚须点头, 对这些学生有了一个不错的初始印象。 时间到了学术下课, 学生们纷纷要回去了, 尹赵仙就站在学术院子里, 将属于学生的信一一亲自交到他们手中, 也会针对个人悉心叮嘱几句。 那种师生间的情谊, 看得周老夫子也是心中感慨。 他教了多年私塾, 同自己有深厚情感的学生, 又能有几个呢? 时尽傍晚, 尹赵仙和尹青父子俩一起回家, 尹青一直没说话, 直到走在天牛方的小道上, 远远能望见居安小阁的时候, 尹青才开口说了一句。 爹爹, 枣果成熟了呢? 抬头望去, 居安小阁的院中枣子已经挂满枝头, 差不多都成熟了。 是啊, 今年有果且已成熟。 尹赵仙笑了一下。 说来也怪, 自从季先生走后, 此枣树两年不开花不结果, 倒是今年又挂果了。 兴许是知道爹爹准备赶考, 特意今年结果呢? 反正, 我们又有口福了。 你这孩子! 父子俩有说有笑地朝前走去, 经过居安小阁, 望望那枝头诱人的枣子, 隐约间有果香流出。 或许是因为隐亲的话, 提醒了尹赵仙, 也或许是父子量起了兴致。 回家后, 匆匆吃完尹母早已准备好的晚餐, 父子俩就取了居安小阁的钥匙, 准备去摘枣子吃了。 晚间红侠挂在天边, 小阁门前, 隐赵仙用钥匙顶开铜锁, 慢慢推开院门。 支呀, 门书转动的声音响起, 两父子还没进门就愣住了, 因为院中居然有人。 这人自然不是纪元, 而是一位内着圆岭长山, 外套对京执赵山的年长者, 正抬头望着枣树, 见院门打开, 则转头望向隐家夫子。 老先生是何人? 为什么会在居安小阁的院中? 隐赵仙皱着眉头发问, 下意识望望小阁的围墙, 这高度也不是一个老者能翻进来的吧? 难道是个江湖客? 老者见隐家夫子只是略一思量, 就展颜一笑。 想必你就是纪先生口中的县中好友吧? 敢问夫子先生姓名? 您认识纪先生? 隐青仙父亲一不诧异地问道, 而隐赵仙听闻对方认识纪元, 也是不敢怠慢, 拱手作一回答道。 在下隐赵仙, 这是小儿隐青, 不知老先生姓名, 亦不知先生在何处遇上过纪先生? 老者细看了隐赵仙一回, 也是朝他拱手回礼。 老朽姓英明红, 曾经在临献雨中偶遇过纪先生, 也是纪先生的朋友。 看着老者举止从容, 外表更不像是切匪, 加上对方说自己是纪先生朋友, 隐家夫子稍显兴奋地走进原来。 原来是纪先生的朋友, 可惜纪先生已经出远门很久了, 来此时见不到他的。 隐赵仙笑着解释, 嗯,老朽知晓, 老人笑说间继续望向早数。 这两年都过来看过, 早数都没有结果, 今年可算是接上了。 当初纪先生只赠我两粒枣子, 实在是不够吃啊。 啊? 隐赵仙略显纳闷, 这人这两年都来过? 毫无印象, 难道每次都是像这样, 自己偷偷进来, 看没结果就走? 不过听到老人嘴馋仙枣, 也是十分理解。 吃过这枣子的, 哪个不是念念不忘的? 于是隐赵仙便笑道, 想必是纪先生出门, 所带枣子不多的缘故, 老先生今次来, 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这院中枣子, 您尽可吃到饱。 这枣子纪元, 本来就嘱托隐赵仙风果的, 有朋自远方来, 想多吃些, 更无妨了。 对面正望向枣树的老先生文言, 眼睛一亮, 院中枣子居然在这一刻, 有种稀锁发颤感, 好似正巧刮过一阵戏风一样。 哈哈, 隐夫子说笑了, 吃不饱的, 也不方便敞开了吃。 这样吧, 我只吃一口好了, 不知隐夫子是否同意啊。 一口, 隐赵仙诧异了, 同时心中也有些嘀咕着怀疑起来, 这位纪先生的朋友, 难不成也非凡俗之辈。 不错, 就一口。 隐夫子同意否? 老者抚须点头, 一副我只会浅尝折纸的样子。 哼, 有什么不同意的, 隐某不过替隐先生代管枣果, 即使纪先生有人, 老先生想吃多少吃多少。 亲儿, 我们替老先生摘果。 好嘞, 摘果了。 隐青早就耐不住了, 这回终于听到可以摘枣子了, 只是还没等他动, 那老先生又说话了。 不必不必, 无需麻烦。 说到这, 老者再次抬头, 嘴角裂开一个弧度, 也学着隐青的口气。 哈哈哈哈哈哈, 吃枣子喽, 昂吼滑呼呼吸不可闻的龙音声中, 院内狂风骤起, 整棵枣树摇摇晃晃, 无数枣子被狂风扫落之头, 随着狂风一起被卷入老者张开的乾坤之口中。 隐赵仙和隐青两人站立不稳, 举手挡在前面, 又惊又怕。 仅仅过去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短暂的狂风就停下了, 两父子骇然发现, 院中枣树上的果子已经去了至少半数, 而枝叶却并无多少损伤。 只是枣树随风摇曳的姿态, 怎么都感觉有些古怪。 咯吱, 咯吱咯吱, 边上老者的口中传来一阵阵咀嚼声, 大枣的鲜香也随之一出。 不错不错, 滋味甚佳, 滋味甚佳。 尹家夫子, 现在心脏还突突突地跳得厉害, 哪怕已经有了一丝心理准备, 可这与想象中的差别也太大了。 尹夫子, 老朽可只吃了一口, 绝无食言, 今日之事, 可不能随便向着季先生诬告, 哈哈哈哈。 尹赵仙尽管心脏有些抽搐, 可也还是竭力平复心情, 朝着老者拱手。 尹某有眼不识真人了, 老先生言必诺行必果, 确实只吃了一口, 倒是把尹某父子两下来得够呛, 要是还有下回, 可希望老先生先提醒一句话。 英红从刚刚相遇到吞噬枣子, 都在细心观察尹赵仙, 观其气也是唐正不凡, 此刻听到齐人虽然心有余悸, 却依然洒脱的话, 笑着点头道, 不愧是季先生献中唯一的友人, 是老朽吓到尹夫子了, 还望误怪。 不敢不敢。 一来一回, 虽然心有余悸, 但气氛却融洽起来, 摘下一盘枣子, 相互在石桌前坐下聊天, 说的主要是如何揭示纪元, 如何成为朋友。 在尹家父子相互补充着, 说到纪元救下赤壶, 又和尹卿一起将之放归的故事, 老者也是喜笑颜开。 虽然老者言语间有些事情, 明显有所隐瞒, 但尹赵仙也不问破, 更不随便问这明显不是凡人的老者跟酒, 只是听和说。 两人相谈甚欢, 名为英红的老者, 好似突然想到一事, 一拍脑袋叫了起来。 差点忘了。 说话间变戏法, 一般从背后取出一个细脖子, 瓷至酒壶和两个瓷碑, 放到了石桌上。 老朽欠纪先生一顿酒, 可惜纪先生神意, 找不着也算不到, 来此即是看枣子成熟与否, 也是看他回来没有。 既然与尹夫子一见如故, 就请夫子先替纪先生品鉴品鉴这酒的滋味, 如何? 有何不可? 尹赵仙也是洒脱, 虽然很少饮酒, 可心想, 不能给纪先生丢人啊, 不就喝个酒吗? 老者笑笑不说话, 亲自替他和自己都倒上一杯。 尹夫子请, 应老先生请。 两人各自举杯尹下, 一杯酒下肚, 尹赵仙只觉甜香醇厚, 酒味绵长, 一股热力在身内流窜, 脸颊升起红韵。 好, 一句话没说完, 趴在了石桌上没动静了。 在一旁只顾迟早的尹青就慌了, 看看老者又看看父亲, 明知老者应该不会害自己父亲, 可他还是担忧。 老先生, 我爹他, 他没事吧? 哈哈, 无妨无妨, 尹夫子不胜酒力, 醉了。 老者举杯饮了自己杯中之酒, 乐呵呵地大笑。 快回家去拿个毯子来替你爹盖上, 今晚就让他在院中睡吧。 快去快去。 尹青咽着口水点点头, 竟是不敢为了这老先生的意思, 赶忙奔出院子往家跑。 等尹青走后, 老者笑容微微收敛, 又倒上一杯酒, 提着酒杯站了起来。 眼神余光瞥向院中找树。 呵呵, 也请你一杯吧。 岩霸举杯往树根处一道, 酒水没入其中, 竟是连土都不湿。 等尹青急匆匆拿了毯子, 带着一脸担忧的尹母一起回来的时候, 院中除了一个趴在桌上睡着的尹赵仙, 已无他人。 尹母先是走进院内看看自己相公, 发现他脸颊红红的, 趴着睡得很踏实, 在瞧瞧院子里, 什么人都没有。 秦儿, 你不是说有个有点吓人的老先生把你爹灌醉了吗? 他走了? 尹青也是左右看看, 又跑到院门外瞧了瞧, 都没看到人。 兴许是走了吧? 尹母摸摸自己相公的脸, 发现有些烫, 却闻不到多少酒气。 秦儿, 快过来帮回娘一把, 我们把你爹架回家里睡去。 你爹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也没多少啊。 我看爹爹喝了一杯就到了。 尹青疼疼疼从院门处跑回来, 刚想同尹母一起把父亲掺起来, 却突然想到那老先生的话, 赶忙拦住了母亲。 不行不行, 那老先生说了, 让爹爹今晚就在这睡, 我们还是别动爹爹了, 让他睡吧。 尹青说话间, 已经将毯子盖在了自己父亲身上, 还小心地将毯子挂下来的部分, 往自己父亲胸前塞好, 并且达了个结。 尹母看得古怪, 这怎么使得, 你爹在这睡, 万一着凉了呢? 他可是, 马上要赶考去的, 别因病耽误了行程啊。 娘! 那老先生, 说到这尹青心虚地左右看看, 才走到自己母亲身边, 凑近其耳旁小声道。 那老先生是季先生的好友, 兴许, 不是凡人, 还是听他的为好。 尹母一听这话, 手上的动作也顿住了。 纪元是个奇人, 这话题在两三年前的宁安县中, 对于其他乡人邻里来说是个茶余饭后的疑问中, 带着夸张的闲聊话题, 对于尹家人来说, 则是肯定句。 到了三年后的今天, 宁安县还在提起季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 估计也就孙继面摊的孙老汉偶尔见到尹赵仙了, 还会念叨一句。 可尹家人是不会忘记纪元的, 所以听到儿子这么说, 尹母再一深思也就放弃了将自己相拱掺回家睡的打算。 那, 就这样让你爹在这睡一夜。 嗯, 娘亲你放心吧, 晚上我会多起夜几次来看看爹爹的。 尹母听到自己儿子这话, 伸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后, 双手插腰。 什么叫多起夜几次, 你爹醉酒。 难免晚上会难受, 前半夜你带了茶水在这看着你爹, 后半夜我来替你, 知道了吗? 尹青揉了揉额头, 弱弱地回答了句, 知道了。 心中总有种娘现在更疼爹了的感觉。 到了后半夜, 尹青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她睡了一小会, 听到打羹的敲三根帮子已经好一会了, 娘亲都没来。 虽然还没入秋, 天气算不得多凉, 可在这院中趴着睡总归是不舒服的, 尹青只好倒了杯茶喝了两口等娘亲过来, 结果知道, 四更天的帮子敲响的时候, 娘亲才一脸歉意地姗姗来迟。 第二日黎明。 哦哦哦哦哦, 天牛芳第一声鸡叫响起的时刻, 尹赵仙就自然而然睁开了眼睛, 感觉到身上盖了毯子, 在一侧头, 发现自己妻子也盖着毯子趴在自己身边, 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看周围, 发现还是居安小阁的院子, 石桌上还摆了茶壶茶杯。 齐了, 我怎么睡在这儿啊? 然后细细一想, 尹赵仙才想起来昨天的事, 有一个不类凡俗的老先生, 自称是季先生的朋友, 不但一口吞了半棵枣树的果子, 还请他喝了一杯酒, 然后就没中间的记忆了。 尹赵仙抬头看了看头顶, 枣树果然少了半树果子, 看起来不是做梦。 莫非我喝了一杯, 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正这么想着, 尹赵仙忽然发现枣树上有些不对。 咦? 这枣子怎么有一小部分红了? 只见枝头有菱心枣子已经变成整体的红色, 在满树绿色中极为惹眼, 不过也就看了看暂时不多想。 尹赵仙揉了揉额头, 也没觉得有什么宿醉头痛的感觉, 再看看自己夫人, 怕是在这陪了自己一晚, 心中既是感动又是温暖。 本想叫醒他, 可现在虽然已经鸡鸣声渐起, 但看看天还蒙蒙亮呢, 就又不忍心打扰自己夫人。 将自己身上的毯子取下, 放在石桌上, 尹赵仙站起身来活动腿脚, 做了整整一夜, 居然没有丝毫酸痛感, 反而感觉神清气爽。 明月就启程了, 又是一阵秋风来, 大地上已是稻田古米金灿灿, 山野云深处也是果挂之头枫叶红。 一周军天府地界, 军云山深处一矮风上, 有一个两丈余深的石窟, 其内有个衣衫褴驴骨兽如柴的人, 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眼神一直四开四合地望向眼前的棋盘。 啪哒, 一粒白瓷棋子才蜡下就在指尖化为碎瓷片, 人影身体一震, 终于清醒了过来。 嗡,嗡, 石窟外侧斜靠的青藤剑兴奋得风鸣不止, 整个剑身剑鞘都在咔咔咔咔, 抖个不停。 哼, 济缘张口却发不出声音, 甘哑的喉咙只能发出嘶哑的呼气声。 模糊的视线中能看到身旁的落叶枯枝, 能看到山间动物的粪便, 能听到秋风吹覆临间的声音, 能听到山间泉水的流淌, 也能闻到一阵阵成熟或青涩的果香。 清醒的一瞬间, 纪元就竭力排空大脑, 控制着自己不去想任何多余的事, 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那就是吃东西喝水。 哼, 扶着洞壁摇摇晃晃地从石窟中站起来, 纪元亮亮呛呛走出洞去, 而青藤剑则在风鸣声中悬浮而起, 紧跟在身后。 嗅着果香来到一棵野柿子树下, 抬头望去模模糊糊一片, 伸手想抓却够不到, 反而身体摇晃着, 差点摔倒。 蹭, 剑名长颖, 三年来青藤剑第一次出窍, 整座山头好似透出一层光亮, 皮炼闪过, 也柿子树上果实, 纷纷连枝如雨而下。 纪元跪倒在地, 颤抖着将地上的果实捡起来, 这叶柿子不过比枣子大不了多少, 黄中透红的样子也是分外诱人。 不过纪元根本顾不上什么, 一颗颗摘下来就往嘴里送, 不洗也不擦, 更不徒子, 粗一咀嚼就往肚里咽, 吃得速度越来越快, 满手满嘴都是枝叶。 过去一刻多钟, 落下的果实居然全都被吃完, 而纪元还不停下, 继续在山中风着, 只要是能吃的果子全都吃干净, 最后来到一条山西旁直接扑通一声, 踏倒在溪边。 纪元将头埋入溪流中,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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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水喝到肚子鼓起有收拢, 再鼓起再收拢, 一口气下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山泉水, 溪中有小鱼小虾山泻泥丘什么的也不放过, 一一生吞入肚。 哗啦啦, 劈头散发的纪元抬起头来, 任由身上湿答答地躺在山石上喘着粗气, 呼呼呼呼, 又躺了半个时辰, 恢复了一些的纪元才坐起身来。 抬手望望自己长脂, 原本瘦如枯骨, 现在多少好看一些了。 他不清楚在这半日中自己究竟吃了多少野果, 喝了多少水, 只知道之前自己的一切行为仅仅是竭力自保的本能。 这次演气花去的时间大大出乎纪元本人的预料, 虽然不清楚具体时间可绝对不短, 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深受震动, 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清醒理智状态。 和当初浑浑噩噩的执念中开始演气一样, 刚刚的纪元在清醒的一刹那就仿照那感觉, 以绝强的意志力排空一切其他思绪, 只留寻食的本能。 因为纪元也很清楚自己当初的道行有几斤几两, 几月不吃不喝没事, 但若是更久, 怕是会有生命危险。 上辈子才走出棋盘的那会, 遇见搜救队被点破时间则急死, 让纪元曾经不止一次联想到岁远线上河沟村的徐老汉说过的鸳鸯法。 刚醒的自己可能类似于笔杆挖心状态。 纪元不敢冒这个险, 不敢让自己猜测, 分析出过去了多长时间, 更不敢撞上别人被说破什么, 至少在身体得到补充之前不敢。 否则很可能鸳鸯法破, 一棒打醒该死之人, 导致自己生机全无。 不过到了现在, 已经没事了。 纪元缓和了一下呼吸, 自嘲的笑笑起初只是微痴, 后面笑容渐大, 最后则笑若疯狂。 吃! 龙龙龙龙, 笑声震动四叶, 山林中鸟兽惊逃。 笑了两久, 纪元才逐渐停歇下来, 舒缓气息深深呼吸。 似乎身子没动, 就这么仰面朝天望着天空, 余光中的树木之鸭, 还是那么模糊, 但至少没有完全瞎了。 当初双眼飙显那一刻, 纪元真的很怕从此完全失明。 还好现在至少还能看到东西, 至于有没有清楚多少, 反倒是次要的了, 反正也习惯了。 此刻纪元虽然看起来 披头散发衣衫蓝绿, 可实际上, 体表并没有多少污垢, 连头发也不过是 沾了水湿答答地贴着, 但实际上, 根根仙豪分明没有结块。 所以, 纪元身体并无任何意味, 至于衣服上的灰尘之类的, 则是难免的。 视线对着天空, 脑海中却在思索着 那一场夸张的演习过程, 起眼之梦中, 自己法天相的推算变迁, 虽然无法完全明晰天地大吉的关键, 却也得出不少结果。 唉。 纪元叹了一口气, 首先一点便是, 他既某人怕是无缘加入什么仙府名门了, 否则纪元自己 也将划入其中一股仙灵奇迹。 在不能确认一手定乾坤的情况下, 这么做就是自断其路, 极可能会妨碍一镜山河中 道化大吉的演义。 这就是所谓的, 虽身在局中, 却又要超然局外, 轻易不可入局太深。 可纪元又不能真的置身事外, 他毕竟也活在这天地中 更有自己的情感。 而想要一齐, 也需要一枚眉心的棋子。 洞壁内一起演齐数载, 纪元心中对齐招其路 已经有了一丝初步的名误。 窥见天地大劫之客 其实很说明了一句话, 天生天杀, 道之里也, 天地, 万物之道, 万物, 人之道, 人, 万物之道, 三道既宜, 三才既安。 正所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一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所有一一汇聚起来, 概括就是一个简单的词, 和谐。 纪元并没有什么, 以一己之力抗衡无量大劫的想法, 他没那么伟大的心和力量, 但却清楚, 自己可以落此牵引, 布局天下英势力道, 尝试汇聚众生之力来铺垫抗衡。 至少这样, 便是失败了, 纪元也问心无愧。 作为一个立志成仙之人, 得知对天地苍生而言, 如此恐怖地结束, 又知道自己确实有能力影响, 甚至改变结果后, 任谁也不会有几千年后的, 大结观我屁事的想法, 何况真成仙啊, 总是要面对的。 做不到得做, 做得到更得做。 提升修为是必须的, 否则其还没下完, 纪元自己就受受耗尽。 寻访天下有元人也是必须的, 这人带至天地间的人神鬼妖灵仙佛, 甚至是魔, 并且要尽可能将有元人约定成奇, 令其成长, 否则其下到一半, 无子可用。 北斗肃杀南斗化生, 黑白其子各有妙用。 缘分无大小, 便是凡尘一志同, 将来也未必不能影响人道契机, 但缘就是缘, 烂求不得, 义其人和其子都不可失却出心。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毅然消瘦的纪元稍显摇晃地站起身来, 双拳紧握在身侧, 抬手以模糊的视线望天空风云变幻。 阴阳相合两一线, 天地大同化无极, 这天地只有一次机会, 但时间还算充裕, 我纪元却还有的是机会, 恒星常在, 骑到阴阳, 我们走着瞧。 在山峰中站立许久, 纪元终于渐渐恢复了平常心, 脸上的皮肉也回来一些, 不再如之前, 那般可不。 伸手捋了吕湿漉漉的长发, 那根木簪子不知道跑哪去了, 再看看身上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还好不算衣不遮体, 但应该也经不住大力撕扯。 唉, 搞成这副鬼样子。 叹一口气, 纪元一挥手, 五眉棋子齐线, 山间灵气滚滚而来。 时隔三年, 纪元从心境到修为都已经不同以往, 变化最大的是心境, 可有好似没怎么变, 但再看却又有变化, 似是由仙向之而成, 真。 因天地契机, 虽然距离圆满, 还差了很长一段路, 无朝元之时, 却有朝元之向, 只是因为法力拖了后腿。 一番修炼过去两个日夜, 纪元已经恢复到精力充沛, 法力充盈的状态, 单氏之地已超十亩, 算不上道横浅薄之辈了。 而一进丹炉中, 熊熊真火更是壮观, 甚至让丹炉连通法力丹田的金桥上, 都弥漫起一层艳光。 但尤为神奇的一点是, 纪元发现自己现在真的算是污不染身, 他不会碧尘树, 也没刻意施展其他树法, 却仙尘不染。 风尘刮过, 却滑里几身, 哪怕是溪流中被搅浑的泥水, 方才被长发带起, 却只见污泥快速脱落, 而净水残留发烧。 这是一件让纪某人自己都纳闷的事情, 因为连《外道传》和《通明册》上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当然, 纪元可不会讨厌这种事情。 迈开步子在山中纵月, 迎手一招, 青藤剑就自行飞来落入纪元手中。 呵呵, 这么长时间辛苦你了。 翁长剑在纪元手中清明, 并无任何忧怨之意。 不消片刻, 纪元回到了之前盘坐三年的石窟, 发现那个木漆板质量倒是不错, 摸上去除了边角发幅, 整体依然完好, 倒是漆盘上有不少碎裂的陶瓷子, 两个漆盒已经空空如也。 在石窟中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自己的行囊和雨伞, 当初应当是还落在客栈中。 包袱里头倒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一套叶下开了到口子的衣服, 和一卷竹简奇金, 通名册, 和外道传, 连同钱袋一起都是随身带的, 也包括玉淮山的两枚小玉签和魏无味的玉佩。 倒是这棋盘子当初应该是抢来的吧, 纪元摸了摸脑袋, 这应当是除了上辈子小时候抢糖果之外, 两辈子以来头一次不给钱抢了东西就跑的。 随手一招, 地上一根枯枝就飞起落到纪元手上, 包去树皮折断多余之鸭, 一根六寸长短稍显弯曲的光洁之鸭就出现在纪元手中。 把头发一缕一盘, 顺手用木棍一插, 简单的计发就已成形, 看似如三年前一般散漫, 却更显自然。 走, 再去一趟军天府城吧。 纪元像是冲青藤剑说了一句, 也像是自言自语, 一步跨出游龙一随, 好似缩地而行。 在前往军天府城的路上, 纪元也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才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看不到天地大劫? 而是要等到演气之前的那个时候。 纪元在想不通的时候编定一个假设, 然后就发现, 如果是才到这个世界之时发生这件事, 那继某人死死无生。 而在之前那个关口, 刚好是纪元自觉修为水稻渠成的时刻, 是当时自觉一阶段完满的时间, 身心契合自然, 又有倾藤剑在身。 或许差不多刚好到了一个能够承受的点, 某种玄妙大法引发了纪元关节, 令他知晓了此前不明的诸多事。 事实证明, 算得上千军一发。 实际上纪元老早对此也引有感应, 棋局棋子两辈子的经历也让有过一点心理准备, 不过那回他认为很可能需要有棋子完全凝实成形才是契机, 没想到看的是自身承受力。 至于设立棋局的大能是谁, 为何当初牛头山的棋局如此萧索? 他们是死是活, 又为何需要他继某人一起, 就不是现在的纪元能搞清楚的了。 这到了入秋的季节, 军天府大街上卖的东西更加多样化起来。 因为石令关系, 此刻府城内的瓜果较为丰富, 纪元还未入军天府城, 里面热闹的叫卖声就已经传来。 几乎隔一段就能闻到果香听到叫卖, 石榴, 橘子, 柿子等等不易而足。 有过一回惊艳的纪元, 这次自然不会直接衣衫褴的现身, 而是掐了个障眼法模糊视线, 入城直奔衣料店。 纪某人会的竖法, 掰着手指头, 算就那么几个, 都差点给他, 玩出花来了。 尤其是此番眼齐带来的心境神意的提升, 对竖法的使用更是有致的影响。 纪元在城中寻生, 找到了一家重规重矩的衣料店就进去, 店内正好还有两个女子在看衣服, 让纪元还没进店, 就嗅到一股淡淡的胭脂水粉味道, 估计不是普通百姓, 毕竟寻常人家的女子, 谁会在平时喷洒这东西。 这位客官, 您是要看布料呢? 还是衣服? 还是要量身定做? 还是买现成呢? 我看您身材匀称, 店里头的好些个衣服都合适的。 店里伙计就掌柜一人, 看一身斯文朴素的纪元进来, 就立刻招呼上了。 不过虽然看不到纪元的蓝绿衣衫, 却瞥见了头顶那古怪的发簪, 怎么瞧都像是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 顿时眼神就稍显古怪了。 边上女子, 好似刚看到重异的东西, 呼唤着掌柜。 掌柜掌柜, 这桃花红色的绸缎真好, 多少钱一匹, 做衣服的话怎么算呢? 一张口不是几尺而是一匹, 掌柜顿时乐了。 嘿嘿, 两位姑娘真有眼光, 这几匹粉绸可是从晚舟大老远运来的, 蚕丝之旧。 你们摸摸, 多怀你, 做成衣物必然是既舒适又美艳。 哎呀, 问你怎么算价钱呢? 其中一个女子不耐烦了一句。 啊, 这毕竟是晚舟运来的上好绸缎, 价格自然会贵一些, 这一匹十两白银。 十两? 两女子还没说话, 纪元就稍有些惊恶了, 这丝绸果真是价比黄金, 一匹布也就做几身衣服而已, 却抵得上百姓家一两年消费, 难怪寻常人家根本消费不起。 好, 就要这一匹了, 给我包起来, 衣服我们自己会找人做的。 哎呀, 好好, 这就包起来。 掌柜的喜笑颜开, 这两姑娘居然连价都不还, 今天真是赚到了, 还在取仇呢, 就见到纪元也学着两姑娘刚才的样子, 伸手在挂起来的各种丝段上细摸。 这位客官, 挨客官, 这个, 本铺小本经营, 这边都是娟, 仇, 零, 那个, 掌柜的尽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担忧。 纪元把手缩回, 朝他笑了笑。 好的, 在下只是摸一摸, 看看如今的丝绸有何不同。 掌柜的, 帮在下挑两身, 不, 挑三身一物如何? 为了避免麻烦, 纪元说话的时候已经从怀里摸出一定银子, 立刻让掌柜的喜色更胜。 好好, 客官稍等, 我先替这两位姑娘将绸缎包好。 两位女子这会也在悄悄观察纪元, 毕竟店内就四人, 来人眼神就没落到过他们身上过, 或者看到也只是一眼扫过。 他们倒没有什么美貌被无视的气氛, 而是奇怪, 来人的视线好似根本看不清似的, 方才摸布也是只凭手感, 眼睛根本没看不, 而且衣着到罢了, 那技法好声散漫, 却又起不了厌恶之心, 一根树枝当发簪照理来说应该是十分滑稽的, 可看着却笑不出来。 纪元静殿就扫过两女子一眼, 琪琪还真说不上富贵, 倒是气血旺盛, 再听两人呼吸绵长, 八成是恋家子, 但也不想过多理会。 两位姑娘, 桃花筹包好了, 这银子, 不少你的? 哎呀好。 掌柜的赶忙到台前提起小乘称重, 确认过后才将筹缎交给两人, 等目送两个女子走后才立刻招待纪元。 客观久等了, 您要什么款式? 如衫长袍, 对襟长衣, 净装束身和长服, 本店全都有现成的。 嗯, 给我来一套青衫, 一套白衫, 一套灰衫, 全都要宽袖长袍, 对了, 内衬也要戴上, 衣裤都需要。 好嘞, 就是从内到外衣整身, 知晓了知晓了, 我先给您量一量身手长短。 掌柜的从柜台上去了墓尺, 来替纪元丈量, 客人身上衣物的触感有些怪, 但也没多想。 像是为了缓和自己之前言语的貌势, 在给纪元挑衣服的时候, 还和他攀谈闲聊。 刚刚那两个女客也真是奇怪, 明明不丑, 飞往自己脸上乱点花, 也不知道是真不懂妆容, 还是刻意如此。 哼, 兴许是真不懂吧? 不过掌柜的刚刚怎么不提醒她呢? 纪元文言也是笑一句, 反正她又看不清。 店掌柜瞅瞅外面。 这哪能啊? 富贵女客最是不可招惹, 尤其是样貌, 我那一说, 他们能使得好言还是恶语。 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掌柜的是个明白人。 纪元也是饿了, 将之前的压抑都扫去少许, 难得有种听到上辈子段子的感觉。 嘿嘿, 是吧? 客观您试试这几身, 绝对合身。 谈话间, 掌柜已经替纪元挑好了外衣。 等大约一刻多钟后, 纪元从衣料店铺出来, 已经换了一身崭性的白衫, 还提着一个购字店内的布包, 里头装着另外两身行头, 总共也就花去六百文钱, 和那匹桃花仇一个天一个地。 至于手中还拖着的一团破烂衣物, 纪元双手合掌一撮, 这些破旧衣物在两手之心化为碎末, 飘入街道沟曲板下。 纪元此刻所行进的方向, 正是前往当初抢气盘那条街的位置所在, 商贩如非必要一般, 也不太喜欢换地方卖东西, 很可能那小贩还在原处。 刚刚在衣料店和掌柜闲聊, 已经旁敲侧击地了解到已经是原德十五年, 和纪元原本隐约的估测相差并不算大。 中途还买换了鞋旅, 再走了大约不到两刻, 纪元就凭着感觉寻到了之前那条街, 果然又听到了那小贩的声音。 御事, 新到的御事, 御拙御配御戒指, 都是好御啊小贩吆喝的起劲, 但停下来在摊位上看的人并不多, 挣口渴, 拿起竹筒罐子喝口水的功夫, 发现摊位前已经占了的白山先生。 小贩精神一震, 赶忙招呼。 这位客官, 看您一定是个学问人, 买块玉吧? 读书人不是都说君子好玉, 君子如玉, 您瞧瞧, 我这边的这几款玉是多绿啊。 纪元虽然看不清这些玉器的具体样式, 但玉这种东西很特殊, 好玉自有气息, 如味无味送的那块玉, 摊位上的这些, 别说气息, 他伸手一摸, 灵气一叹, 就知道不但做公刹, 玉制也是劣等。 纪元掠过那些绿色的, 挑了一根颜色偏灰墨的簪子, 询问小贩。 这簪子多少钱? 小贩看了看, 这粗料玉簪在他这摊位中, 都算是最差的那类的, 看看纪元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报了一个价。 三十文? 哼, 一根玉簪才三十文啊。 我看不够, 不够的, 我觉得他, 值一两。 纪元自说自话, 拔掉头顶的树枝, 直接将玉簪插到发际上, 随后从怀中掏出一小把碎银, 只会比一两多, 不会比一两少。 诶, 这玉簪值这个价? 不用找了。 不错不错, 这玉簪真不错。 小贩呆呆地用手捧住纪元递过来的碎银, 有些发猛地望着, 这宽秀白山先生自说自话, 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人, 就这么走了。 等纪元快要走出二十步的时候, 小贩像是才回过神来, 望着手中的银子。 这得有两三个月的转头了吧。 小贩犹豫再三之后,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为那位客官, 客官, 那玉簪值不了这么多, 真不用。 纪元停住了, 脸上带着笑颜, 颇有深意地回头望向那边的小贩。 客官真不用这么多的小贩, 其实一喊出口的瞬间, 就有些后悔了。 可既然喊都喊了, 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悔是悔, 但心里还是有些畅快的。 不过, 小贩见那位白衣先生, 只是在二十步外, 远远地望向自己, 却没有回来, 只好同旁边一起摆摊卖柿子的老官说了一声。 陈叔, 您帮我看一下摊位, 我去追一下那位客官, 马上回来的。 哈哈, 去吧去吧。 这老官刚刚还有些羡慕嫉妒, 这可是白转一两多, 现在反倒有些佩服这年轻人了。 见老官答应, 小贩赶忙绕出摊位, 朝纪元追去。 因为刚刚那几声喊叫, 边上或驻足, 或慢走回头的看客也有一些, 纷纷议论着什么事, 也有见到始末的旁人小声讲解, 另有剑尾不见头的人一起猜测。 那一头, 纪元也不走, 像是就这么站着等小贩追来一样, 见其人真的出了摊位追来, 双目多微微睁开少许。 小贩三步并坐两步走, 很快到了纪元跟前, 将手中的银子递过去。 客官, 实话跟你说吧, 这墨玉簪子就是粗料雕的, 顶多就值个二三十文, 一两多, 我收着有些烫手。 您要是给个五十文, 我也就收了。 您要真喜欢, 还是给我铜钱吧, 大钱银两, 我也找不开。 一口气把这句话说完, 小贩气都通顺很多, 只是发现自己匆匆说完了, 对面的白衣先生, 却什么话都没说, 就盯着自己上下看看。 难不成我说话太快, 他没听清。 正这么想着呢, 纪元终于开口了, 但话题却和三子银子无关。 敢问小哥姓甚名谁啊? 啊? 小贩有些愣, 对方也不接银子, 而是问自己名字。 我叫林天, 一直在这块摆摊的, 就是把银子拿着呀, 要不这玉簪我不卖了, 还不成吗? 不急不急, 这玉簪我喜欢的锦, 今天是买定了, 不过, 我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想问一问林小哥, 若我这次给的是一两金子, 你还会追出来还我吗? 这问题问得着实莫名其妙, 但也引人遐想, 林天稍一纠结, 还是老实回答, 客官您说笑了,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一两金子呢, 也回答不上来啊, 不过这么多钱, 说不准我就拿钱跑了, 哈哈, 纪元眉头一盏, 这才伸手接过小贩手中的碎银子, 不错, 是我问得不好, 再去看看你的摊位, 对了, 据说军天府最香楼菜肴不错, 林小哥有没有去过啊? 啊? 小贩文言, 则越来越发猛了, 正午时分, 小贩林天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随着那位姓纪的白山先生, 一起到了最香楼, 现在的林天和纪元, 面对面坐在最香楼三楼, 看看左右和楼窗外的风光, 稍显拘谨, 我就是送您一根粗料玉簪, 听说这地儿死贵, 看着林天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样子, 纪元也乐了, 再贵还能顶得上三年饭钱, 纪元这又是一句让小贩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 这种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鱼头汤白斩鸡来喽会白菜蒸肉糕来喽客栈小二, 拖着长长的菜名尾音, 居然一手一个托盘, 拖着两个盘子一路小碎步到了纪元他们的靠窗桌前, 这平衡性也算是熟能生巧练出来的了, 林天和纪元不等小二说话, 就赶忙主动搭把手, 帮他把盘子放下, 将里头一共六个菜端出来, 这是煲头鱼汤, 这是白切鸡, 这是酱醋碟, 这是会白菜, 蒸肉糕和炒三鲜, 这是芙蓉羹, 给趁热喝, 这是自制焗糖水, 对了, 这盘柿子是附送的餐后果品, 客观, 你们的菜上齐了, 有事招呼一声便是, 店小二手脚麻利, 语速也不慢, 快速将菜都介绍了一遍, 而拱手致谢, 一旁林天有样学样的尴尬拱手, 哎, 您慢用, 您慢用, 见小二点着头离开, 纪元则招呼, 早已经垂涎欲滴的林天冻快, 并且率先夹着白斩鸡, 沾着料吃了起来, 林天一见纪先生开吃, 哪还抑制得住, 也吃了起来, 这种大酒楼的菜肴, 可是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林天已经吃得打饱格, 而纪元再又喝了一点鱼头汤之后停下, 看着在那顺肚子的林天问道, 林小哥, 这玉簪我是真喜欢, 一顿饭怕是还不够, 别别别, 大先生我怕了您了, 您到底是不是咱林家哪个发达的亲戚啊, 要不您先吃个柿子吧, 这柿子甜, 听到纪元又开始了, 林天这是真发出, 哈哈, 柿子啊, 暂时可不想再吃了, 林小哥, 容继某再多同你空谈几句, 嗯, 这柿子真甜, 先生您说, 纪元一只手在桌上以梁指打着拍子, 一边望向窗外, 市井中的嘈杂, 若是给林小哥一个选择, 你是选姬柳永静大富大贵, 还是小富即安平和度日啊, 纪元说完, 睁大双眼, 转头望向林天, 眼睛虽然失了障眼法, 却让林天顿下了手和嘴, 周围的嘈杂声都好似弱了不少, 林天没注意到这点, 却让他不由放下了半个柿子, 用手抹了抹嘴, 隐隐有种仿佛面临人生中重要关口的错觉, 纪先生, 我没啥学问, 也没啥志向, 想的就是, 娶个老婆生两个娃, 能安稳过这辈子, 能给父母养老送中, 也有人给我养老送中, 就很知足了, 文言, 纪元叹了口气, 双眼又微微闭上一些, 只是, 人事会变得得到越多, 渴望就越多, 当然若能知足常乐, 自然是好的, 好了林小哥, 你嗓门大, 劳烦喊一声小二, 就说这边结账, 好嘞, 林天又拿起那半个柿子, 腾腾腾跑到三楼楼梯口往下喊, 小二至三楼靠东窗结账来喽, 楼下的小二, 就像是同林田飙嗓门, 各自吆喝, 带着婉转感, 见林田跑开, 纪元右手沾了一点杯中糖水, 在桌上谁写一个碎字, 然后中指一敲桌面, 这个糖水痕迹组成的字, 就随着指尖一起引到空中, 中母两指向扣, 屈指一弹, 搜这个水字, 碎迅速飞往楼梯口, 林田恰巧此时转身, 一凉, 伸手摸了摸, 没感觉到什么东西, 下意识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之后, 也就回桌边来了, 那柿子比陈老官卖的还好吃, 得多吃几个, 纪元笑笑, 望向窗外天空, 耳中偶然听到, 楼下有几个读书人, 正带着些许兴奋感, 在议论着周府科举之事, 已经是贵榜, 将小织记了呀, 挥手间, 袖内白子已现, 比起三年前, 其凝实程度, 居然仅差近两百年道行的虎妖陆山军一筹, 鸡州春会府, 科举州届市的贡院所在, 一群或胸有成竹或焦虑慢慢的考生等候在外, 贡院是科举考试各级层都会有的一种考试专用场所, 只是根据级别不同规模也会有所不同, 在县市府市中取得资格的考生, 就会到一州州府所在, 参加州解释, 鸡州这边则是春会府, 春会府贡院延高屋深, 是一间占地面积相当大的碧河大屋, 内里有木门屏风等物, 隔成一个个简易小单间, 所有考生都要在此单独完成文章, 不过, 此时正是领考前的一段时间, 也是所有人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包括尹赵仙在内, 一群大大小小的书生共事, 已经在贡院外排成长长的两列, 前后不时交头接耳或翻阅书籍, 与纪元上辈子不同, 在这里后考的考生已成年人居多, 尹赵仙虽自嘲不再是年轻书生, 可实际上他的年龄在这里真算不上大, 队列中甚至不乏头发花白的考生, 尹赵仙倒没有临时抱佛脚, 只是颇有些感慨地望着这间贡院, 想当年的尹书生意气风发, 县世轻松夺魁, 俯视卫列甲等, 周介事却最终以三位之差无缘甲等, 失了前往直立荆棘府的资格, 科举失利让尹赵仙颇有些一蹶不振, 加上家中有长辈病逝, 其而需要生活上的依靠和照料, 在明安县就这么安顿下来, 有些书生可以靠着自己妻子供养, 一直坚持苦读不断参考, 而尹赵仙却不是这样的人, 也不希望让妻子受太多苦, 以他的学识, 县中父户多的是人请去当夫子, 安逸的生活虽好, 有时候却也会消磨锐气, 哪怕家里生活好了, 也有积蓄了, 尹赵仙却没动再次参加科举的念头, 直到三年前纪元离开时, 留书一封, 让他得以明智, 这会有州府官员从贡院检查完考场出来, 朝着一旁维持秩序的差役点头, 官差在胸肺鼓荡真气, 出口高喊, 本次州届是现在开始, 各位共事可携带笔墨艳态石河等物, 纸张清水由贡院提供, 入贡院前请自备报考信件官文等物, 并接受差役搜身, 现在开始入场此次参考者, 足有数百人, 绝大部分都是从鸡州各府各县, 凭借才学披荆斩棘考上来的, 位置排在前头的一些各共事考生耳朵都被拆一吼得嗡嗡指响, 由多名会武功的拆役逐个搜身, 并检查随身物品, 甚至会用筷子翻翻共事们试荷内的食物, 看有没有藏什么, 而边上作者的四位官员则逐一查看每个共事的官文, 确认来人的身份, 整个过程除了没有摄像头和偶尔存在关系户, 实际上比现代学生参考更为严格, 尹赵仙提着自己的备考盒, 里头除了文房用具就是购买自工院附近酒楼的共事餐, 他还在被搜身的时候, 边上的一个查看公文的州府官员突然朝他问道, 你就是尹赵仙? 尹赵仙愣了一下, 朝他拱手, 正是, 这位大人认得在下? 并不认得, 不过我去华丰书院的时候有看过学生所带, 《群鸟论》的童声片和寻回夜游片, 算是有些意思, 尹赵仙赶忙再次作医, 小声捉作, 不敢当大人夸赞之言, 嗯, 进去吧, 希望你能卫裂甲等, 学生自当尽力士, 这位官员提笔在部册上将尹赵仙的名字打勾, 并递给他牌号, 示意差役可以放行, 目送尹赵仙进入贡院, 这位官员抚恤过后, 才继续审查下一个共事, 贡院内部, 隔间同当初已经有了一些细微差别, 尹赵仙看了看牌号, 找到属于自己的丁27号, 大约等了两课钟, 所有学生都已经入内并找好位置后, 还有考官逐一检查官文和牌号, 确保无人做错, 考场前端, 也有考官站定高喊, 今日考试时间为两个时辰, 时辰一道即刻点收卷箱, 燃尽之前交卷, 否则作废, 现在, 亮考题, 随着话音落下, 考场四面位置均有差役挂起白布为底的大字牌, 其上书写了本次的考试内容, 考题有两个, 分别是论册, 致汉和玉丘诗词一篇, 同线式俯视不同, 周介事已经不再过于侧重墨写文章等基本功, 而是开始注重能力, 今年居然尤为罕见的在周介事上出了论册题目, 引得不少考生在下面议论, 肃静, 差异运气大吼, 考试开始, 陆刻开, 敲响罗一旁官差握紧目不锤, 重重打向铜锣, 当声音落下, 就像是在所有共识心头敲了一下, 人人赶忙名神做好, 有的苦苦思索, 有的则已经开始动笔, 诗词相信, 难不倒大多数有才学的人, 难的是论测, 尹赵仙倒是思路鲜明, 治汉这种事, 或许百人所写, 都千篇一律, 而真正能写出点有用东西的书生不多, 尹赵仙是例外之一, 天汉, 非一栽之或也, 所谓民以实为天, 汉起则人或智, 人或隐义并将, 智力不善则怨奋起, 以利生障则待也, 落笔如有神, 辉豪莫不停, 尹赵仙一开篇书写连贯旧, 不但思路清晰, 并且因为实时临摹纪元字帖, 书法也大为掌尽, 考后交卷自然到了紧张的批阅时间, 州府不少官员参与其中, 尹赵仙一篇《致汉论》, 最后甚至连知府兼知州都看过了, 虽然姬州几乎年年风调雨顺, 但官员不是定死一地的, 很多也曾经历过外州汉灾, 知道尹赵仙这一篇全方位考虑文章的分量, 知州里后甚至有言, 其文虽亦有少许空洞遐想之处, 却胜在全面细致, 财前力薄之官员, 已可据此侧之汉眼, 算是极高评价了, 英大真的州界市, 往往在秋季举行, 发榜之时, 多为桂花盛开时节, 随又称桂榜, 半月之后, 春会府公愿外桂榜揭晓, 尹赵仙没有同旁人一样, 拼命挤到最前头的去桥, 结果已经定下, 不是你在这挤破了头就能改变的, 不过榜单上有些位置, 不需要挤得太前, 也能在外围看得清楚, 积州桂榜最上端的名字最大, 第一列以大字书写, 一甲界缘, 尹赵仙尹赵仙是谁啊? 他是界缘? 谁认识尹赵仙? 不知道啊, 前方的诸多议论声逐渐传到后方, 尹赵仙虽然早就预料自己会取得贾等, 却从未奢望过界缘, 这回心脏都抽了两下, 赶紧自己揉了揉, 到了周界市开始, 一直到会市和电市第一名取缘字, 分别为界缘, 会员, 状元, 哪一个都是光宗耀祖的成就, 以后别人称呼尹赵仙, 很可能就会敬称一声尹界缘, 随着最后榜单身份的揭晓, 不管是否真心实意, 朝着上榜者恭贺是惯例, 尹赵仙自然属世瞩目的焦点, 当夜州府官方举办庆贺上榜共事, 和内外联关的陆明宴, 不可能在那种场合下不喝酒, 到最后被拆一掺服送到客栈的差不多, 已经不省人事了, 半夜, 自春会府城外, 有一红颖若隐若现地游夜而来, 到临近城边则犹如散步几下, 走上城墙跨入旗内, 城中还亮着灯火的地方不多, 红颖如梦如烟地走在街头, 忽然看到有阴丝巡游路过, 则笑嘻嘻地闪过一边街角, 等两位巡游带着阴风经过, 红颖笑着继续前进, 过街过方速度绝快, 好似有着自己的目的, 很快就来到了贡院附近的贵乡客栈外, 抬头望了望客栈, 红颖好似一根红丝带一样, 滑入客栈二楼, 客栈内偶有喉咙中嘶哑痛苦声传出, 哼哼哼, 片刻后, 红颖终于找到了尹兆仙所在的房间, 咔嚓之下房门自动解锁打开, 红颖走入屋内, 身后房门又自动关上, 眼神撇过桌面, 上头可见一甲戒员的观纹, 呵呵呵, 尹戒员, 红颖滑到床边, 一只红指甲长长的鲜白只手, 顺着俯过尹兆仙胸膛, 尹兆仙身上正气应激而发, 显现浩然之响, 红颖身子一震, 手臂居然被弹开, 而尹兆仙也立刻在此时清醒, 望着房中突然多出一个女人, 尹夫子下意识往里缩了缩, 显得有些惊慌, 看到陌生女人在房里, 你看到别的怪物更可怕, 你你你, 你是何人? 夜入男子房间, 成何体统? 呵呵, 尹戒员, 你可以叫我红夫人, 好多年没见到如你这般读书人了, 你看我美门女子坐在床头, 身裹青纱, 侧脸朝着尹兆仙回眸, 原本只是想吸吸阳气寿元, 现在则眼神深处已经透着森然, 只是尹兆仙现在却头皮发麻, 手脚冰凉, 浩然正气应激之下, 有那么一瞬间, 好似看到, 一具红色骷髅, 这是妖怪啊, 尹兆仙现在脑海中正, 急速思索着, 该怎么办, 第一个否决的, 就是大喊救命,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他确信刚刚不是错觉, 眼前的这个女子, 根本不是常人, 不同于曾经的好友纪元, 和当初, 业遇的老者那种先到其人之流, 眼前的这个, 明显是鬼妖一类, 他这一喊, 怕是会当场断送性命, 强迫自己, 装作没看出什么的样子, 尹兆仙拿出那股夫子气势, 这个姑娘, 男女授受不清, 尹某, 已经有家有事, 更无窃取之意, 你还是出去吧, 不要坏了我们双方的清白, 尽管心中惧怕, 但尹兆仙还是稳住心神流利地说出这番话, 他不点破, 期望眼前女子能自己退去, 这里毕竟是姬州州府所在, 说不定对方有所忌惮, 红夫人在那搔手弄姿一番, 却发现这个书生居然没中魅惑, 倒是略显惊异, 传闻, 身具浩然正气者, 不具邪魅之祸, 难道是真的? 先破了他浩然气, 念头一转间, 红夫人娇滴滴苏麻麻地开口, 尹介元, 你家中妻子, 可有我这番曼妙身姿, 可有我这般美貌啊, 红夫人站起身来扭动一下身段, 一手斧在小妇, 一手轻无嘴唇, 朝着尹兆仙笑笑, 一股肉眼不可见的粉气飘散, 尹兆仙只觉得, 小腹发烫呼吸有些急促, 明明头脑清醒, 却不由自主, 咬紧牙冠, 狠狠瞪了一眼红夫人, 你这女子, 好生不知好歹, 父母生你养你, 你却来此作践自己, 尹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这一鹤半是真怒, 半是宣泄恐惧, 声音一出, 身上浩然气突然盛起, 闪出一阵淡淡白光, 只是这白光, 虽然自有一股凌冽气势, 但毕竟还浅, 到红夫人身前, 却眯眼灰秀变散, 也红夫人的耐心也散去了, 哼, 有趣, 尹介缘, 实话告诉你, 红夫人说话间, 已经伸手一射, 尹赵仙发现自己居然浮空而起, 朝着对面红尹而去, 被一只指甲长长手掐死脖子, 手臂同浩然气碰撞, 摩擦出一阵阵细微的电流, 令红夫人危感刺痛, 但她却毫不在意, 而是将脸凑近窒息痛苦中的尹赵仙, 便是连这春会府城皇, 我都谈不上有多句, 你一个小小的凡人书生是逃不出我手心的, 娇笑声道, 最后都有些空洞嘶哑了, 尹赵仙脸色一阵苍白一阵青红, 死死抓着脖子上的手爪, 浩然气同妖气碰撞下, 亏得血色骷髅面貌, 被掐得窒息之下, 尹赵仙已经一时都有些模糊, 脑中浮现自己妻儿的画面, 也浮现侄子而已的奇人好友纪元, 妖,妖,妖怪, 纪先生,救我, 此时此刻, 远在军天府一间客栈内的纪元突然惊醒, 手中浮现一枚白子, 发现其上黑气缠绕明灭不定, 尹赵子, 通常而言, 纪元是感受不到奇子的日常变化的, 但在某些关键节点上, 却能得到一种天心感应, 而此刻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名神静气之下, 纪元甚至能从奇子上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凶恶妖气, 奇子上虽有浩然之气生疼, 却太过弱小, 尹赵子很危险, 作为纪元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此刻对方陷入危机, 而纪元却束手无策, 一时间交际非常, 纪元甚至不知道尹赵仙遇上了什么, 只清楚绝非凡俗, 得想想办法, 得想办法, 强行入定显化一进山河, 奇子收入山河中, 天空其他四枚奇子都安然无恙, 纪元好似一个虚幻的天地巨人, 守直星辰巨子, 骤眉苦思, 猛然间望到远方高山之巅的丹炉, 原本第一个念头想的是为奇子补充丹气, 而第二个念头则是三昧真火, 炉中真火有没有用是个未知数, 这白子能不能承受住炉中真火也是个未知数, 但尹赵仙显然已经危在旦夕, 根本容不得纪元多想, 只能照着灵溪一动的想法尝试, 恍若到荣天地随念而动, 一进山河中的纪元一瞬间就浮现在丹炉旁, 透过孔洞能看到其内燃烧的熊熊真火, 尹赵一缕丹气注入白子, 令其暂时稳固, 刚想将枝在丹炉里滚一滚, 却猛然顿住动作, 纪元口中含音而发, 赤随着道音落下, 丹炉周围浮现自演气之后就已经汇聚成云的玄黄云彩, 小心斟酌之后, 纪元引下一缕玄黄之气包裹白子, 尹赵子,挺重啊, 不再犹豫, 毅然将白子投入丹炉, 轰白子窜过炉中三昧真火, 几乎才一接触就被引燃, 同时, 燕光与玄黄之气摩擦出一道流光, 玄黄之气和其上冒出的浩然正气, 共同抵御亿万真火, 妻子发出咯吱咯吱不堪重负的危险声响, 纪元听得头皮发麻, 见识不妙, 赶忙在另一头摄取牵引, 让白子从另一边孔洞中飞出, 根本不敢令其在丹炉中久留, 仅这么一瞬, 妻子已然变得在意境中的显得滚烫无比, 表面更是出现细烈之纹, 只是还有一股淡淡酒香飘出, 使得妻子逐渐回归圆润, 将纪元提起的心又放下少许, 纪元这边在意境中电光火时间的一顿小操作, 投射到遥远激州春会府所在的, 就不是一点小动静了, 尹赵仙原本的感受是窒息的痛苦, 以及对妖欧的恐惧, 可是骤然间, 这一切都是毛毛雨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好似深入油锅, 又好似万箭穿星, 又如雷电劈凿, 又如烈火焚身, 那痛苦让他意识混沌, 在身体表现上则是尹赵仙整个人一刹那, 变得滚烫无比, 体表更是红如熟下, 滋滋, 红夫人刚要凑近脸, 强行摄取尹赵仙阳气和文气, 却在此时被烫得松手, 还没来得及诧异, 紧接着眼前黑夜景物已经化为灰红之光, 红一团充满虚无感的烈焰, 自尹赵仙身上窜天而起, 穿透衣物房室等实体, 同时也扫中一旁来不及惊恶的红夫人, 一道红灰艳光闪过, 啊, 女子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一鱼, 砰砰砰, 撞碎客栈房门, 撞穿对面客室, 撞碎客栈墙壁, 红夫人在被击飞途中已然半身焦黑, 直接一路砸出客栈外, 哼, 红夫人嘶哑的声音带着颤抖, 怒气和惧意皆是难以掩饰, 一时不察没反应过来, 居然让一个小书生算计了, 怒意中滔天妖气生疼, 二尹赵仙, 我要你死, 妖念放肆, 隆隆隆, 妙思方方向, 春慧府城隍的怒吼声仿若红中, 常人耳不能闻的声浪滚滚而来, 红夫人恨恨地望向客栈那边, 依然有虚幻热力和烟雾生疼的方向, 加上摸不清到底和方高人在助尹赵仙, 咬牙恨然之下, 最终一挥袖飞向城池外, 大胆妖念, 留下来, 两名夜巡游在路中间拔刀而起, 鬼气森森的刀光指赵红夫人, 后者避也不避, 直接徒手抓住阴刀, 提起两个阴差, 就一起飞走。 在中途松手后, 指甲瞬间哗啦数十下, 便将两名阴差致解, 随后红夫人口中一吸, 阴气全都汇入口中。 混账! 怒吼声中, 一道混合着香火之力的金光打来, 同红夫人猛烈的妖气碰撞, 爆发出一阵雷鸣。 轰红夫人闷哼一声, 承受这一下, 直接窜出城去, 请客间飞出石里, 顿入一座山包。 几乎就是下一刻, 春会府城隍写阴阳司公过司主官 由虚化石挪移而至, 却无法在山包处嗅到妖物顿去的气息。 孽障气煞我眼! 气煞我眼! 城隍虽然口中怒吼, 心中却也惊疑不定。 大臣向来太平, 激州更是明安之州, 今日却在自己辖区居然出现了如此诡异的妖物, 并且在被发现后还能从容退走。 这事才出现呢? 还是以前一直没发现? 春会府城隍面臣似水, 依然不愿就此离去。 法乡悬浮高空, 不断扫视这一片山丘, 供过司两位判官和阴阳司的主官 则位于身侧。 阴阳司主官双目浮现虚化二气扫视下方, 供过斯文武判官一手取出张侧, 一手持判官笔, 只要一有蛛丝马迹就会立刻定侧相锁。 这妖物已然成了气候, 也不知是什么来头, 警察这么片刻竟然找他不见。 阴阳司主官又是惊怒又是疑惑。 春会府城隍眯起眼看看山丘, 再看看府城方向。 怕只怕此妖已然在春会府作恶许久, 而不被我等发现, 也不知暗地里多少凡人着了道。 两位判官和阴阳司主官全都沉着脸不说话, 尤其是刚才还折了叶讯游左右从始, 说明这妖怪根本不把春会府阴司放在眼里, 简直是当面挑衅的耻辱。 城隍阴司监察侠境也是有诸多限制的, 有些妖物鬼物还是能一时躲过阴司监察, 道横深一些的就算是掩盖气息, 生活在凡人中也未必不可能。 只是对于一些明白阴司厉害的妖邪来说, 害人的手段不宜太激烈, 但因本地人出生时, 家中长辈多会静妙祈福以及家中祭祀祭祖, 生成和气机会在当地阴司入侧。 一旦妖邪以激烈手段加害凡人, 阴司定侧就会有光量变化, 会被执手鬼差发现, 在报告主观, 从而让阴司意识到有事发生。 可并非没有道横深或者精通诡异之术的妖邪能避过, 比如朝夕相处慢慢蚕食, 比如最常见的美色勾引, 让受害者心甘情愿。 此刻春慧府城隍有些气不过, 挥袖间一道泛金色的锁链朝下方山丘甩出, 虚幻般穿透山石泥土, 在底下一阵搅动, 但却无济于事。 大约一刻多钟之后, 城隍和其下属终于承认彻底失去了妖物踪迹, 只能回府城再做打算。 走先去瞧瞧府城那边, 方才那充其的火光也尤为奇异, 因此内也要尽量查一查侧部看一看。 哪怕心里早有准备, 两位判官听到这话也是暗自叫苦, 但职责所在也没有办法。 这所谓的尽量查一查侧部, 那可是二十万春慧府城的人口啊。 即便是对鬼神来说也是一件不小的工程了, 工过司乃至二十四司都得全力在这件事上忙几天了。 至于城隍大人, 自然是不用亲自参与这种对账本一般的事情的。 客栈这边, 尹赵仙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 身上那种强烈真实痛苦的源头虽然已经退去, 可那种感觉却依然有余波一阵阵地刺激着他。 而且尹赵仙现在体温其高, 浑身上下依然红红的, 刚流出的汗水立刻就被蒸干。 若非腹内始终有一股温和的力量, 抚平着身上的痛苦, 他早就支撑不住了。 片刻后, 痛苦终于全部离去, 尹赵仙的体温也缓缓下降到高烧水平, 在外界可能仅仅过去一小会, 可于他而言, 简直每一次呼吸都如年如月。 实际上, 也确实没过去多久, 因为刚刚洪夫人被反振着撞碎客栈墙壁的大动静到这回, 才有嘈杂的人声响起, 可见时间之短。 刚刚什么动静啊? 不知道啊, 好像打雷了。 哎呦, 你们没听到有女子惨叫声吗? 听到了, 好伤人啊, 客栈这边被砸出好几个洞啊, 莫不是雷打穿的? 哎呀, 这是尹介缘。 真是。 客栈两名小厮和几名房客终于发现了尹赵仙, 有人赶忙进来查看, 探探鼻息发现他还有呼吸, 再一摸额头发现滚烫。 快叫大夫, 快叫大夫。 对了, 还要报官。 客栈大晚上的几乎所有房客都被吵醒了, 有人出来查看, 也有人躺在醒了, 也躲在屋内。 当然, 还有几个事先已经被吸了阳气寿源的书生, 则依然昏迷在床上。 客栈里一阵手忙脚乱, 救人的救人报官的报官, 还有人提着灯笼到外面查看那些碎裂木板砖块, 随后又有官差赶来。 毕竟贵榜刚刚揭晓, 又有一周借员疑似玉席, 可绝对不是小事。 在肉眼之外, 客栈等建筑的高处屋顶上, 春会府城隍和夏侠主官牧师下方。 而诸多阴差同样如同阳氏官差一样在查案, 阴阳两氏的治安底子在其中一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相遇。 刚刚有一股火焰窜起, 将那妖物击退。 而此时客栈中却连一张帘子都没有胶痕, 甚是奇异。 城隍视线好似能穿透污面, 看到客栈内尹赵仙原本房间的情况, 随后视线一转, 望向早已经被转移在另一处的尹赵仙。 寻常读书人心念间有一丝浩然气已经难得, 且极易消散。 而此人浩然正气之盛, 竟一颗显化而出, 实属罕见。 大人说的是, 但其人也仅是一个凡人, 不可能有那种力量, 击退成了气候的妖物。 阴阳寺主官早就到近处看过尹赵仙的情况, 知晓此人亦没练武, 二无灵气。 当然, 尹赵仙本身才情卓绝, 文气不浅, 又深具浩然之相, 也不普通了。 此人浩然正气已成, 说不定真就见到了那妖物一些跟脚。 烧青之后, 我会亲自托梦于他, 问问他到底看是没看到。 城隍岩霸, 带着蜀官转身离开, 回归妙思坊。 托梦和修仙之辈的入梦, 虽然看似差不多, 却并不是同一种术法。 前者算得上是鬼神之流的天赋, 后者则是需要修仙之辈修炼的艺术。 客栈中, 大夫对于尹赵仙的诊断只是染了风鞋, 保证温暖, 吃点要出身汗, 此刻已转为低烧的症状就会退去。 并且, 尹赵仙在大夫来了之后, 也清醒了一段时间, 虽然很快又因为疲惫睡过去, 但也让一些差役和客栈掌柜松了一口气。 尹赵仙清醒那会, 只对官差檐有一个自称红夫人的红衣女子袭击, 却并未说什么自己看到的是妖怪, 她不想被当成一个封界员。 时间到了四更天, 打更地敲着帮子过去片刻之后, 尹赵仙的客房内刮起一阵香火阴风, 只是相较其他, 城隍清零并不会给人带来阴门感。 春会府城隍看了一眼守在尹赵仙屋内的客栈小丝, 其人正趴在桌上打瞌睡, 随后望向尹赵仙, 一挥袖, 身形模糊消失。 床上的正处于睡梦中的尹赵仙, 立刻皱起眉头。 梦中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四周昏暗的屋子内, 屁股下是一张床, 前方有一个半身笼罩在昏暗中, 看不清样子, 却好似朝廷大官一样的人坐在一张桌前的凳上。 尹赵仙越是想看清, 却越是感觉模糊, 并且对方散发着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息。 我这是在哪? 这位大人, 您是谁? 尹介缘不要害怕, 无奈是这春会府城隍, 此番特来向你询问一件事。 城隍声如红中, 既在前方响起, 又如在四周回荡, 这是在帮助尹赵仙定神。 人在梦中的思绪往往是不清明的, 情绪也会被放大, 有时候会做一些很蠢很没有逻辑的事情。 而听闻对方是城隍, 尹赵仙也是心头一惊, 赶忙拱手行礼。 尹赵仙见过城隍大人, 嗯,尹介缘, 我请问你, 此前客栈内袭击你的女子, 你可看清其面貌如何? 这种事对别人不好说, 对城隍肯定是要实说的。 而尹赵仙此刻认为, 刚刚很可能就是, 城隍在自己差点被妖怪弄死时, 救了自己。 多谢城隍大人在尹某危机之刻相救, 方才那女子并不是凡人, 我隐约间见其好似一具血色骷髅, 自称红夫人。 城隍皱起眉头, 红夫人? 正是, 其他的尹某也不知情了, 当时实在是头脑昏沉, 痛苦不已。 城隍一笑, 也能想象一个或许这辈子 连鬼都没见过的凡夫俗子 遇上妖怪的场景, 也幸亏是身具浩然正气。 不过城隍忽然想到之前的艳光, 这尹赵仙可能也另有奇遇。 对了, 还有一事, 尹戒缘, 那妖物要害你之时, 曾有奇异艳光出现, 将之击退, 然客栈内并无一物浇黑, 是否有高人赠送过, 你什么护身之物? 城隍这一问, 尹赵仙就清楚, 刚刚最危险的时刻并不是他救了自己, 而脑海中第一个念头就是纪缘, 随后是那碗一口吞吃半树枣的老者。 实不相瞒, 在下有幸结识亦有人, 拥有令鬼神妖物轻浮之能, 当不是凡俗之辈, 在与有人临别时, 曾授其赠书一封, 只是未经其同意, 不敢随意透露姓名, 城隍微微点头, 只要了解原因便好。 想必正是此人庇护于你, 定是当时就看出, 尹戒缘浩然气盛, 住了你一手, 城隍沉思片刻, 自觉尹赵仙应该是说不出什么线索了。 多谢尹戒缘解惑, 告辞了。 梦中城隍微微拱手, 尹赵仙赶忙回礼, 一个恍惚间梦也散了, 尹赵仙再次睡了过去。 君天府所在的纪元半夜未睡, 一直在一进山河中, 小心守着那没属于好友尹赵仙的白子, 一旦覆盖棋子表面覆盖的单气, 被吸收一丝, 纪元就立刻补上一点。 这么小心盖, 因为白子上的热度一直没有消退下去。 其实纪元知道自己就这么守着, 用处并不是很大。 而且, 只要自己不阻止, 棋子也会自行到单卢旁, 吸纳溢出的一丝丝丹气。 可毕竟是此事最好的朋友出世, 反正也是睡不着的, 索性就守候着, 自己也一直水魔功夫, 炼化五行之气和法力丹田。 虽然当年遇上的老龙名义上也算纪元的朋友, 可实际上交情还没那么深, 不过就是聊过一次而已。 直到天静黎明, 白子的温度终于消退下去, 不再反复, 也让纪元松了口气。 退出一进山河, 一直盘腿做的纪元向后躺到在床上, 然后回想之前令自己紧张大半夜的状况, 也是自嘲地笑了笑。 这三昧真火, 真狠啊。 自嘲过后, 纪元的脸色也严肃起来。 尹夫子啊尹夫子, 你究竟惹上了什么东西? 之前三昧真火的一丝厌光, 同红夫人碰撞的那一刻, 纪元也能感受到那股妖气, 甚至隐约能听到那一声怨愤的立笑。 对方显然是已经恨上尹赵仙了, 哪怕后来应该是引来了春会府城隍, 可之后, 纪元就不清楚城隍有没有拿下妖物了。 万一要是没拿下呢? 纪元也是眯起了眼睛, 原水解不了尽渴, 他和尹夫子相隔一周之地, 直线近两千里不止, 中途又有山鸾江河, 各种复杂地形相隔, 加上或许有那么丁点路痴, 一时间根本难以感到。 三昧真火, 这招能用一次, 却绝对不能用第二次, 否则妖怪没死, 尹夫子就可能先被炉内真火炼死了。 而且那妖物也一定会有防备了。 不过那妖物虽然成了气候, 就算纪元亲身在那都不敢与之对刚, 却也在猝不及防之下, 被三昧真火伤得不轻。 虽然只是被燕光扫了一下, 并未实质被烧着, 可那燕光可不是一撮小火苗的光, 而是直面丹炉中无穷真火的燕光, 绝不是好受的。 纪元不断思量着对策, 要想出一个能确保自己至有没事的办法, 最好能把那妖物斩了, 毕竟尹夫子不但是人道中的一颗重要白子, 也是纪元至有。 占安。 刚刚纪元自己的想法, 突然让他意识到了什么, 将视线投向床边。 如今纪元出行, 青藤仙剑一直悬浮隐匿在他背后。 却因为仙剑本身剑灵已成, 剑身自行隐匿之下, 别说常人看不到, 就是道横不到一定境界, 仙妖之辈也见不着, 颇有种天成书的那种感觉。 因为某种意义上天, 也算是一种仿照灵性的文字, 那么本身郁郁灵性的仙剑自然更容易做到这点。 而且主动性更强, 算是同飞顿一起成为了青藤剑剑灵刺成后的剑斧神通。 见纪元看向自己, 床边的青藤剑悬浮而起, 飞到纪元身边。 我虽然正面实力, 或许不够在仓促间直面那种妖物, 但我有青藤剑。 准备一番, 未必没有机会。 想到这里, 纪元再次坐起身来, 将青藤剑拔出剑翘, 不透出半分剑光。 这次靠你了。 温, 虽然不太明白主人的意思, 但青藤剑依然响应。 纪元深吸一口气, 赤字阴含在口中隐而不发, 一进山河中玄黄之气顺着金桥而出, 随着纪元的法力一起引导右手指尖。 手指好似重如千军, 指尖更是泛着烟红渗出血来。 纪元右手剑指点在剑身上, 玄黄气连着法力和血一起涌出, 撰文将一个字反复输写多次。 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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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字写完, 下一个字就会更难写, 消耗的法力也越大, 到后面已经将丹田法力消耗一空, 需要丹气转化一部分法力再写一个字, 再转化一部分又写一个字。 等全部写完, 剑身足足容纳49个斩字, 纪元已经有些脸色苍白, 头晕目眩, 外头天色更早已是53克。 最后一个斩字落下, 纪元强忍住晕眩, 侄子接应天一缕天地正阳之气, 封存剑身。 青藤剑上玄黄混血色的字迹 闪动中逐渐隐匿, 恢复原有的剑身样貌。 呼, 呼, 纪元则稍有些脱力地, 靠着床边的墙坐着, 用手摸摸有些麻痒的鼻子, 果然也有一丝血迹。 青藤剑三年运林藏风之事, 犹在, 之前山上砍野果那点, 自然是不算的, 纪元以玄黄之气施斩斥令, 连写7749个斩字, 是要结合青藤先剑的剑士, 将那受伤的妖物诛杀。 到底是化刑且成器后的妖怪, 纪元自己心里也没底, 就把压箱底的手段全用上。 不过虽然并不确定能不能行, 可在写的过程中纪元却心念必杀毫无波动, 以此为青藤剑叙事。 青藤剑现在悬浮在床前, 既不风鸣也不乱飞舞, 好似压着一股厚重气机, 令其风锐尽藏孩不发。 等纪元恢复少许, 随手招来剑鞘, 亲自将之缓缓合到青藤剑上, 随后走到客房床前将木窗撑起, 转头朝着青藤剑叮嘱道, 三昧真火的艳光没那么好销售的, 你速去尹夫子所在, 凭借真火气息寻那妖邪, 将之诛杀。 记住, 那是化形妖物。 你锋芒圣极之事仅有一剑, 之后便会下滑, 若一剑不成, 绝不可恋战。 嗡。 青藤剑风鸣细微, 却气势极盛, 一身内脸剑亦令剑身两寸之内, 空气略微模糊。 嗯, 去吧。 纪元有些疲惫的化音落下。 嗖。 青藤剑已经化为一道流光飞出木窗外, 随后冲天起, 十几期间, 以拔升至高空, 借刚风之力急速穿行, 气机, 咬指, 激州春会府, 速度之快, 其实超乎纪元想象。 陵南运, 陵南城, 其中原法, 如同修行得到一般玄妙, 就是整个修仙界有名有姓的仙器灵宝, 又有多少。 青藤剑之所以能让纪元这个向来衡量尺寸保守的人也定期为仙剑, 就是因为剑灵已成且灵动浑然。 纪元望着自家仙剑飞空而去除了思量能不能成, 嘴上也有喃喃着。 有点羡慕啊, 又一阵晕眩赶传来, 纪元甩了甩头, 回到床边开始盘腿坐下, 施展倒气绝影, 灵气汇聚。 随着一阵阵灵气汇聚滋润身体, 纪元的不适感也在一点点退去。 时间退回前一天半夜。 几周, 春慧府同杜明府交界处所在有一座瓦峰山, 山内有一条名为黑风沟的深邃山沟, 因难见日光且常年山风通贯而得名。 当地百姓哪怕进山也绝不会往那走, 因为要是不小心滑落到黑风沟就很难再爬出来了, 因此丧命的山客也不少了。 这一天夜里, 黑风沟底下隐晦黄运流转而过, 红夫人亮亮呛呛地冲出土层, 左手手中一张黄符则化为灰烬。 呵, 呵呵, 抬手颤抖地看看自己的右臂, 指甲已经完全焦黑全躯, 而在指甲后面连着的整条右臂也彻底焦黑, 已经有不少地方露出了血色的枯骨, 身上也有不少地方呈现焦黑色, 感受更是痛彻心扉。 红夫人, 你怎么了? 像是感受到紊乱妖气, 有人影出现, 惊恶地望着狼狈至极的红夫人。 呵, 不小心, 着了道, 快扶我进去, 来人不敢怠慢。 赶忙搀扶着红夫人进了黑风沟下方的一个洞内, 而入得洞中则另有玄机。 在一股血色弥漫中存了一个开阔的山府空间, 其内虽没有亭台楼阁, 但也有石桌石椅, 更有地毯扑就, 婉转洞进处, 也有各路避逝。 嗯? 红夫人? 怎么会这样? 那春慧府城隍竟然有如此手段? 难道是那条老娇出手了? 不可能, 若那老娇出手, 哼, 红夫人怕是回不来了。 感受到红夫人气机, 洞内有好几道惊异的声音响起, 都吃惊于她为何会有这样不算轻的伤势。 哼, 别瞎猜了, 这伤势有一部分来自春慧府城隍, 但主要还是猝不及防着了一个凡人书生的道。 凡人? 不错, 那书生浩然正气已成气象, 想必是得过什么仙道高人的护身手段, 我一时嘴瘫, 不察之下中了某种火伤, 回想那种火力, 红夫人也有些后怕。 不过这火虽然可怕, 却也不是不能抗衡, 即便自己猝不及防下, 中了全部威能, 可也就是, 受了不轻不重的伤, 就是这痛苦的灼烧感, 实在难忍, 一直挥之不去。 只是, 有那么一个瞬间, 红夫人隐约有种错觉, 好似自己中的, 不过是滔天火海外围的一丝艳光而已。 见周围几位妖气或内敛, 或张狂之辈, 在各自闭市口望着他。 那些谈不上多少情义的询问, 让红夫人一阵丢脸心烦, 朝着一旁搀扶自己的男子问道, 我先回闭市内疗伤, 洞中可还有血食。 此刻因为洞中微弱血光, 比外面的黑风沟稍显透亮, 那男子居然只有半张脸, 下半张脸, 是一个毛茸茸的半边面孔, 像是某种带着獠牙的野兽。 还有四个, 都是从定元府那边的江湖帮派里买来的, 其中两个是凡人舞者, 气血还算旺盛。 利用凡尘人自身的贪婪和无知, 也是避开地欧神灵等巡查的一种手段。 显然这些妖物, 早已不是山野苦修求道那种没见识的精怪, 干这种事,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嗯, 全都送到我闭市中来, 等我养一养伤, 会亲自去找寻新的谢氏。 红夫人听到还有四个, 也是心下烧安。 嘿嘿, 红夫人妖自然是可以的。 不堪的红夫人走到洞府深处, 目送他进入一间透着粉质气的洞室, 随后才离开。 腰洞的另一个岔道深处, 有一间石室, 隔着厚重石门的内部, 有几个满脸绝望的年轻男女, 正颓然地蜷缩在角落。 原本有二十人被一起关在这里, 短短半月过去, 就只剩下他们几个了。 没有食物, 每天只有两桶清水, 但饥饿已经是次要的了, 恐惧才是每天折磨他们的根源, 因为他们早已经知道自己是被妖怪抓来了, 那种原以为只存在于老一辈人口口相传中的, 吃人不眨眼的妖魔。 之前被带走的人再也没回来过, 同样也没任何声响传来, 可下场如何已经不用多想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死于妖怪, 还有三人是受不了恐惧感自杀的。 滴答,滴答,滴答, 石室上的钟乳渗出水一滴滴落下的声音, 反而让这昏暗的石室更显死寂。 远处有一阵脚步声逐渐接近, 石室那四人一下子都紧张起来, 呼吸都略微发颤。 妖,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呜,呜,我不想死, 那个半张人脸的妖怪走到石室外, 朝内望了望,能嗅到一股尿骚味, 不过石室封闭日常排泄本就无去处, 也未必是有人失禁。 哼哼,妖怪笑了一声, 伸手一推,石门缓缓被推开, 与地面石块伴随着一阵火星, 发出补等摩擦声。 不用再害怕了, 今天你们就解脱了, 眼神一扫两个舞者男子, 半脸妖怪又是裂开笑颜。 你们两个说不准死前还能享受一番厌福, 呜,今天看来不太可能了, 半脸妖怪想到红夫人那个状态, 今天怕是没有雅兴了。 没过多久, 四个已经昏迷的青壮男女 就到了红夫人的壁室内, 望着这四张年轻的脸, 红夫人只是等那半脸男子离开, 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 四,红夫人张嘴一吸, 且吸气声有小极大, 一阵血色雾气自男女四人蹊跷中飘出, 昏迷中的四人在地上手脚抽搐, 皮表逐渐干扁下来, 挣扎的动作也越来越弱。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已经完全成为四具干尸, 而红夫人的壁室内则弥漫起一股浓郁的血色雾气。 躺到一张覆盖了瘦皮的石床上, 红夫人开始缓缓吐纳, 黑风沟有一缕缕灵气缓缓汇聚洞府, 又飘至红夫人壁室之中。 灵气和血色雾气混合, 顺着红夫人再次吸气的烟红小口, 汇入其身体内, 焦黑的半侧身体上也开始弥漫肉眼可见的血光。 瓦峰山上到了天明时刻, 太阳的角度随着石沉的过去越升越高, 而在山沟深处却有妖邪之恶。 直到时间到了午后卫时, 红夫人才终于停止疗伤修炼, 洞中血色雾气已经消耗一空, 伤痛感,或者说勉强到了能忍受住那股痛感的程度。 只是不知为何, 心中却隐约间却升起一股极大的不安, 仿佛大难临头。 难道和这火焰之伤有关? 到底也是修行年久的骷髅血妖, 虽然力恶蒙蔽天心之灵, 但模糊的感觉还是有一点的。 那春慧府城隍看不破眼稀土顿服, 当不会带来这种感觉。 而那条江中老骄素来不管江河之外的事, 且虽有神位,好歹也是妖族。 再说了,那老骄现在都未必知情了。 高空刚风中, 飞越近一周之地的青藤仙剑, 其剑鞘上灵运青藤藏风万丈八字, 其中一个藏字已然在流光中隐秘下去, 一股汹涌剑意十字般弥漫整个剑身, 将周围十丈范围的刚风撕裂。 腰洞中, 心中生起的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已经到了让洪夫人坐立不安的程度, 想了下也顾不上脸面了, 离开避世就来到了听洞处的石桌前坐下。 都出来, 我有事问你们。 洪夫人喝了一声, 一会之后, 从洞府各个方向才有声音传来。 哼, 洪夫人这是恢复了呀? 我看也未必呢。 到底什么事? 三股妖气弥漫而来, 有三道人影也来到了洞厅, 眼神扫视, 看似已经恢复如初的洪夫人。 哼, 下一季的谢时, 我会负责弄来, 现在是想询问你们一件事。 说到这洪夫人边回忆边斟酌道, 你们可曾了解某种火焰, 不然捉以木床, 不然连不拾泥, 其色赤中泛着灰白。 旁边妖物之前, 也见过洪夫人的伤势, 只是没瞧个真切, 对方就躲自己避世内去了。 现在也有些好奇, 有这等火焰? 某种真火? 可是不伤实物? 三肴一个一句, 听到这里, 洪夫人讥笑着举起手臂, 丝绣滑落, 露出依然透着焦黑的右臂。 这也叫不伤实物吗? 一时间, 一众妖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另一名女性妖怪, 捂着口笑笑。 洪姐姐难不成是怕了, 以为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真心高人? 在这大真躲了这些年啊, 也就一个玉淮山, 尚能算得上仙服。 那, 真, 正是此刻。 恍若九天响银弦, 刀剑出翘声骤然响起, 穿过山壁, 直透洞府而来。 四妖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仿佛想起了, 当初还是小精小怪在雷雨天, 面对雷鸣瑟瑟发抖的恐怖。 头皮发麻电光火石之间, 几乎是凭着本能反应, 弥漫滔天妖气, 四妖分别朝洞听四个方向闪开。 刷在另外三妖看来, 下一个刹那就是满目荧光。 斩! 一道威严如天道平淡, 如泥南的声音随光而至。 几夕之后, 妖洞里已然不再昏暗, 因为上方石崖山壁已然被迫开一个石树杖长一杖宽的大口, 午后的阳光正照耀进来。 而洪夫人的妖气已然如雪消融。 三个画形妖物, 面色死灰地颤抖着抬头, 摆仗高空之上, 一柄出鞘仙剑, 遥遥指向黑风沟下方, 剑风之灵剑一只圣令骄阳也显逊色。 高空之上, 当时青藤剑穿过一周之地而来, 在契机锁定之下, 第一时间出鞘斩妖。 当万丈剑光闪过, 洪夫人根本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就以神形俱灭。 此刻剑鞘悬浮于青藤剑之旁, 而青藤仙剑依然高悬, 遥遥指向下方三个妖物, 不, 确切地说是四个, 在妖洞某处还心惊胆战地躲着一个半人脸妖怪。 虽然醉成一剑已出, 但青藤剑见气内敛之下, 无形剑翼依然渲染半边天空, 压得阳光失色, 令下方四妖仿若小金怪直面天雷, 却又根本不敢动弹。 好似心中有一个感觉, 若是敢妄动一分, 滔天杀鸡就会朝着自己而来, 红夫人的前车之剑可是历历在目。 高空中的青藤剑现在也有些疑惑, 主人只是让他诛杀被三昧真火灼伤的妖怪, 却没告诉他一剑开山诛妖之后, 居然还有好几个妖怪露出来了。 当然此刻青藤剑锐意无双的一剑已经展出, 也清楚记得主人那句不可恋战的话, 但下方的妖怪看着自己动都不敢动, 那他也没必要急着走, 怕的又不是自己。 不过下方妖物尽管惧怕, 这会也从下破胆状态稍稍定了定神了, 至少仙剑好似暂时并没有连他们一起斩了的打算, 也没有看到其主人在旁。 我们谁都别动, 那是一柄仙剑, 绝对是冲着红夫人来的, 除了斩杀红夫人, 其主人应当没有其他命令, 所以仙剑现在悬空不动, 有妖物到底还是念着一些同伴, 或者说怕同伴做蠢事牵连自己。 那, 我们怎么办? 要等到什么时候? 另一名女妖怪小声询问。 等。 等到仙剑失去耐心自己飞走, 或者蛇姬, 你可以试着逃一下, 我和魂和会感激不尽的。 蛇姬连发怒都不敢, 生怕怒意牵动自身妖气, 使得头顶仙剑误会了什么。 而另一边的汉子也是略带恨恨道, 这红夫人到底惹了什么存在? 难怪她方才招我们出来, 定是当时已经不安到无法独处。 糟糕, 这仙剑见识如此之盛, 怕是已经被城隍之流看到了。 我宁可和城隍鬼神之流打一场, 也不想不明不白死于剑下, 或许是因为三个妖怪说了几句话, 高空倾腾见剑锋转动, 指向了最后说话的那个妖怪。 三妖立刻好似中了定身法和哑巴咒, 毛发倒立之下, 连呼吸都不敢了。 而那个被剑锋锁止的魂和更是脸色僵硬, 表情比哭还难看。 春慧府府城内, 城隍金身依然悬于城隍庙高空, 望向杜明府方向的远方, 在那里刚有一股凌冽剑光闪耀, 更有不可忽视的妖气弥漫。 远方虽然是在春慧府边缘, 但身为府城隍, 即便那里是某个县城隍的侠境也不是不能进入, 虽然双方不算从属关系, 可一府城隍这点威严情面还是有的。 城隍庙内招魂灵已经响了有一会了, 二十四司中已有十六司主官已然汇聚, 更有日巡游和撑开阴闭散的勾魂史汇集。 走! 春慧府城隍大秀一挥, 香火之力和帝欧神通施展, 令下属一同挪移而去。 而杜明府城隍也不约而同地与春慧府城隍做了同样的选择, 更有梁府交界处几个大县城隍一同显出法香, 已然令各司下属现身于辖境边缘, 如若必要, 定会拼力冒险出现共同一搏。 本身瓦丰山属于梁府边界, 香蕉多县, 梁府各自一边有神光闪过, 杜明府城隍和春慧府城隍显出法香, 遥遥相望之后看向天空。 一柄剑一无双的仙剑悬于高空, 视线转向瓦丰山中的黑风沟处, 剑风咬指, 下方四个不敢动弹分毫的画形妖物。 刷刷, 又有三股神光闪过, 梁府此地三个大县的城隍也率各司下属挪移而至, 甚至附近还有三个县的城隍居然真的离开霞境撇下下属, 直接置身以法香飞来。 现在这情况突然就微妙起来了。 瓦丰山上鬼神汇聚, 黑风沟里四腰僵硬, 这几个妖怪此生想过无数种糟糕情况, 可眼下这种诡异情况显然不包含在内。 而青藤剑也不走, 更没有收剑入鞘, 同剑鞘一起悬于高空, 大有寒风待发的势头。 似乎鬼神和妖物都在等着青藤剑的动作, 一方盼其飞走, 一方望其斩落。 春慧府城隍看着黑风沟连同上方山体处那一道可怕裂口, 心想必是在此之前所感受到的仙剑威势。 难道仙剑奉主之命而来, 已然斩去目标, 此刻只是剑还有妖物, 却无有令在身, 故此特意镇腰于此。 春慧府城隍心中如此思量着, 不论如何, 这几个妖怪都不能让他们逃了去, 身为城隍, 一眼就能看出黑风沟下的怨念力气, 那是绝对是真正的凶邪之邀。 身为周府城隍, 春慧府城隍名面上还是威势最盛的, 此刻先朝空中先剑拱手, 后当机立断开口。 谢先剑有林阵要挟于此, 祝我等今日将其降服, 各位, 我等身为县府城隍, 自当缉拿恶徒诛灭妖险。 说话间, 今身神光闪耀, 香火之力混合法力生腾, 下属殷司主官更是早已将妖物描绘定策完成, 使之在狭境内无所遁形。 离当如此, 今日我等共同出药。 两府各县勾魂使, 助阵所魂。 一把把鹰闭散, 升起遮挡日光, 判官笔, 打魂鞭, 定斜策。 如一关, 殷司法器, 纷纷硬法而动。 诸多鬼神威势攀升, 纷纷运起法力和香火, 神光闪耀间呈现一种联合之势。 瓦丰山上黑风沟下山石树木摇摇晃晃, 下方的四腰再也忍耐不住, 浑身妖气生腾, 有妖怪的怒吼声响起。 各自奔逃。 炎霸便冲起妖光, 抵抗诸多阴丝鬼神的法光, 更有妖怪架起妖风, 拼着承受好几下法光响飞出瓦丰山。 只是在刚刚离开山头的刹那, 头顶仙剑就绽放剑光, 一副将要斩落的样子, 吓得妖风刹车般顿住。 哈哈哈哈, 留下来吧。 春慧府城隍秀中, 飞出一根淡金色锁链, 如灵蛇般射向妖风, 顷刻间缠住对方, 随后狠狠外山上一贯。 轰山上有山石, 炸裂树木倾倒。 四方锁魂, 震起。 瓦丰山四面一道道勾魂锁射向天空连成一片, 梁府境内诸多城隍邪下属勾魂使者通力合作, 一时间瓦丰山内肃杀阴风阵阵而起。 许久不见化形恶妖, 没想到一剑就是三个半, 今日定要将之恋魂化破。 春慧府城隍像是要把昨天受的恶气一起发泄出来, 运转法力和香火神光简直好似不要本钱, 每一次打出神光都威势无两。 大量勾魂锁在山中穿梭, 往往妖怪一个不留神就会遭到至少十几条锁链抽中, 使得神魂动荡, 然后吃中其他鬼神的神光。 但最最致命的还不是鬼神攻击, 而是在这种妖与神的较量中, 高空始终有一柄仙剑寒而不发, 并且谁都清楚没人能承受住其一剑之威。 如芒在背,分心而战。 下方四妖最先撑不住的就是那半脸妖怪, 竟直接被数十条勾魂锁将妖魂抽出体外。 蛇姬已经化为圆形, 朝着妖洞深处钻山而去, 想要借助地下水脉逃脱。 哪里走? 杜明府城隍这边, 法襄手臂连袖子一起不断伸长, 掌趾更是在不断变大, 几乎紧随蛇姬一同探入腰洞深处, 生生一把掐住舌头。 死, 哦, 红骷髅你这剑臂, 不得好死。 轰轰轰, 大蛇在洞府内疯狂颠簸, 引得瓦丰山这处山峰都为止震动不已。 靠近瓦丰山三个县的百姓, 望向瓦丰山方向也能见到山上笼罩一片阴云, 更有滚滚雷鸣不断传来。 时间已经逐渐接近傍晚, 山边村落的百姓家中升起了吹烟。 有百姓偶尔望向瓦丰山方向, 那边的阴云依旧不散, 雷鸣声倒是弱下去不少。 下午这天真怪, 那头太阳还挂着呢? 瓦丰山上说阴就阴, 打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雨有多大。 唉, 山里头的天不就这样吗? 有村落百姓在村头一边闲聊, 一边等着自家婆娘做好晚饭来叫自己。 今天晚上不会下雨吧? 说不准啊, 一会吃完晚饭如果云不散, 就把外头晾晒的衣服收进来。 嗯, 这边外头的村民还闲聊着呢, 对于山里头妖怪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祭拜脸妖怪被抽出妖魂之后, 第二个倒霉的就是蛇鸡, 因为惊慌间想要钻山而逃, 导致自己身体原形被杜明府城隍法乡死死按在洞中。 无数勾魂锁连番在后抽打, 使得蛇鸡妖魂不稳, 被晃得与肉身出现一丝脱离现象, 各司神官纷纷同勾魂使者一同牵索扯魂。 剩下两妖最后需要单独在大阵中面对梁府大城隍和其他各路鬼神, 根本挺不住多久。 日落前夕, 眺望地平线, 天边是一片红彤彤的晚霞。 瓦峰山深处, 近黑峰勾一片的山体到处都是青岛的树木和滚落的山石, 山中灰尘还扬在空中并未彻底散去。 这场激州梁府鬼神同妖邪之间的战斗算是已经落下了帷幕, 被抽魂缉拿的妖物两个, 另两个则最终被打得魂飞魄散, 但说不准死透了, 还是幸运的。 瓦峰山上空, 青藤剑此时于空中横剑入窍, 漫天剑意顿时收于窍中, 天空隐约可见的星空都更清晰了一点。 各路鬼神似是感受到剑意消失, 抬头望向天空仙剑。 不等鬼神有什么反应, 在轻微的风鸣声中, 仙剑直接化为一道流光冲向高空, 逐渐在鬼神视线中淡去消失, 入了天际刚风之中。 不知此仙剑是何方高人所有, 多亏此剑相助, 今日才能如此顺利降服妖念。 嗯, 剑光也不知顿去了何方? 想必定是遥远之处。 诸多城隍相聚的场景是极为难得的, 这会也就隔着山两边闲聊几句。 而下方有梁府鬼差和阴阳司主官探入妖洞中查看, 随后找到一处怨气源头, 发现了黑暗中的雷雷白骨, 足有数百之多, 将梁府各个城隍和蜀官都气得不轻。 只是这些死者很可能是从别府他周虏来的百姓, 否则这么多数量的凡人死于妖邪之口, 梁府阴司再怎么也不至于毫无所觉, 也侧面说明这伙妖怪很懂得钻阴司的空子。 等一切事了, 天色已经化为夜幕, 梁府各宪城隍, 以瓦丰山中线为轴, 各站两边, 相互拱手。 各位, 此件事了, 我等也该散去了。 这一伙妖孽, 同本府城内一起案件有关。 那蛇妖口中怒骂的红骷髅就是暗犯, 不如就由我春惠府因私带回去审讯, 然后告知诸位, 结果如何? 春惠府城隍朝着前方和左右城隍拱手。 赵城隍不必多礼, 春惠府本就是鸡州州府, 由你带去审讯最合适不过。 杜明府城隍也开口表态, 其他各线城隍自无不可。 多谢李城隍, 多谢诸位城隍, 我们后会有期了。 诸位城隍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这场面确实难得, 几方城隍相互告别之后, 各自或飞顿或挪移而去, 只于下瓦丰山深处的一片狼藉, 索性靠近黑风沟的位置, 也极少有山民会靠近, 更不用说探入黑风沟底, 否则看到那深处累累白骨, 怕是会被吓死。 在近山湘民看来, 瓦丰山方向的阴云在天黑后不久终于散去, 雷声也彻底消停了, 能看到山那边的星空了, 也就放心地继续将衣服在院中晾晒。 春惠府府城, 公园旁的桂乡客栈内, 尹赵仙已经稍退清醒了过来, 尽管现在是晚上, 他却还在房内有些心绪难安地以灯火照明看着书。 哎, 惹到了妖怪, 可怎么办呀? 不能一直待在春惠府吧? 家里怎么办? 功名怎么办? 昨夜城隍托梦的事情, 换做常人, 应该天明日光一照, 就会记忆模糊不清, 可尹赵仙却记得清清楚楚。 梦中春惠府城隍似乎也不太了解妖怪来路, 好不容易有了施展报复的可能, 要是不明不白的被妖怪吃了, 就太不甘了。 不知道去庙里求个护身符行不行? 下午的时候, 春惠府之州大人还派人来看过他, 询问病情。 当时尹赵仙也是一副神衰的样子, 旁人以为是因为生病, 其实都是愁的。 要是纪先生在这就好了。 望着眼前书籍上的文字, 尹赵仙依然集中不了精神, 似乎逐渐视线都恍惚起来, 打起了瞌睡, 不一会就靠在桌上睡着了。 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尹赵仙一下抬起了头, 发现屋内不知何时站了两个身穿黑色官袍的差翼, 样式略显古怪, 高耸的差翼帽上居然还有字。 一人帽上书写, 夜寻日不寻。 另一人帽上写的是, 管阴不管阳。 虽然感觉有些异常, 尹赵仙还是站起来拱手询问。 两位差爷是? 见尹赵仙询问, 两位差翼模样的人朝他拱了拱手。 尹介元, 春惠府城隍大人有请。 望介元行个方便, 随我们去一趟。 真是阴差。 尹赵仙心中一惊。 两位差爷, 难道我尹赵仙阳寿已尽? 呵, 尹介元莫怕, 并非你阳寿好尽, 而是城隍大人有事相邀。 不错, 事后我等会送你回来, 无须担心。 不是死了就好。 尹赵仙定了定神后, 答应了阴差, 随着他们一同离去, 并且很神奇地体验了一把穿门过的感觉。 出客栈, 穿街巷, 没多久, 尹赵仙就恍如穿行在雾气中, 一步步随着阴差踏入阴思。 对于一个凡人来说, 这绝对是特殊的体验, 虽然都如同雾里看花, 但却真的撇到了阴思的繁忙, 见到了诸多鬼差, 还看到过阴思那判官在批阅公文, 甚至听到一个方向传来鞭打声和惨叫声。 印象最深的惨叫, 似是来源于一女子, 妻力无比有些吓人。 尹介元, 那边惨叫的是一凶恶妖物, 此前残害之人甚多, 刑罚还远远未够。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边请。 尹赵仙也不敢多说, 更不敢多问, 随着英差到了一间大殿, 十分类似春会府城隍庙主殿, 一府城隍就坐于旗上。 尹赵仙不敢怠慢, 连忙朝着城隍拱手作医。 宁安尹赵仙, 见过城隍大人。 城隍从座位上下来, 尹骑前往一侧茶几座位。 尹介元不必多礼, 请这边坐。 看着一脸紧张的尹赵仙, 城隍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尹介元, 此前袭击你的妖孽已然神行俱灭, 其他妖孽也尽数缉拿猪灭, 无法再害人了。 尹赵仙一听, 刚刚忐忑着坐下的身体, 赶忙下了位置, 朝着城隍坐一行礼。 多谢城隍大人除了妖孽, 这样在下就能安心了。 尹介元不必多礼, 此番说不准我等, 还需要谢谢你呢。 城隍这么说了一句, 没等尹赵仙疑惑太久, 就自行说了下去。 尹介元, 你曾言杰是一名奇异友人, 昨夜妖物, 想害你的时候, 被他留下的手段击伤。 你那友人是否随身带剑? 一般运灵的仙气也会修行, 不太会, 也不喜欢被藏在乾坤之物内, 故尹赵仙可能会见过仙剑本体, 城隍才有此疑问。 剑? 尹赵仙想了想纪元的日常生活, 摇了摇头, 不曾见过, 不过, 小儿曾说, 见过仙剑五剑, 落叶风花都, 随剑而走, 剑之如剑名侠看朝阳, 又有花开花落流水婉转的感觉, 尹青天生灵明, 加上年少新纯, 剑纪元五剑, 更能感受清楚那股静道气息, 感受到的, 也不仅仅是纪元五剑的样子。 尹赵仙没见过, 也很难说清楚, 只能形容个大概。 不过城隍听闻, 却面色肃然不少, 心中原本六成的猜测, 差不多到了九成了。 尹介元, 虽然你那友人或许已经知道了一些事, 也或许在此等高人心中未必关心此事, 但若他日你再次遇上他, 请代为转交此物。 尹赵仙见成皇递过来一片小拇指大小的乌木牌, 上头还有一缕黑色绳碎, 两面都没图纹,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既然是成皇所给他, 自然也不敢怠慢, 双手接过小木牌, 恭敬回答。 若见到先生, 在下一定交给他。 好, 多谢尹介元了, 耽误你这么久, 也该送你回去了。 女子清晰尖锐而淒厉的惨叫, 又冷不丁把尹赵仙吓得抖了一下。 尹介元, 请勿停下, 随我等来。 阴差提醒之下, 尹赵仙赶忙随行。 好好好, 有劳了。 客栈房间内, 尹赵仙瞌睡得摇摇欲坠的头一点, 咚得一下砸到了桌面, 随后清醒过来。 左右看看, 还是客栈房间, 一只手中还拿着书。 我这是做了个梦。 尹赵仙这么疑惑着, 却是还未察觉右手上攥着一块清凉的乌木牌。 另一边的军天府的一处客栈里, 正在床上修行的纪元, 心头一动, 睁开眼来望向窗户的方向。 大约两个呼吸之后, 随着一道流光闪过, 青藤剑飞入室内, 悬浮在纪元身前, 兴奋的风鸣。 问, 看着青藤剑这个兴奋的状态, 纪元也是如释重负地笑了, 看样子是猪妖成功了。 嗯? 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 青藤剑同纪元心意相通, 但纪元毕竟也只是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能了解一个大概却不清楚其确切意思。 哦, 都解决了。 问, 青藤剑腰攻似地旋转了一下剑身。 行行行, 你最厉害。 纪元也是笑了, 具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但仙剑有灵, 事情有没有解决比常人感受得更清楚, 应当是没事了。 说到这, 纪元伸手握住青藤剑, 轻轻抽出剑刃定睛看去, 发现所留的无形斩刺只是暗淡了一些, 却依然有玄黄气隐隐缠绕剑中。 一剑没斩拳? 纪元问了一句, 然后感受到青藤剑上又是一阵骄傲的震动, 看来是真的没有将全部威势都展出去。 纪元想想也是的, 之前自己可能有点堆砌得太狠了, 搞得自己溢进山河中的玄黄之气都消耗不少。 不过这对于青藤剑也是大有好处的, 归根到底, 纪元也不亏。 到底上辈子熏陶了不少网络文化, 不论是锁剑还是猜测, 这疑似功德的玄黄气会与仙剑, 除了淬炼弥补了青藤剑原生材质的不足, 也更有一种玄妙变化蕴含其中。 纪元环剑入鞘, 将青藤剑斜置于床头, 纪元活动了一下筋骨, 看看窗外心斗挂天。 该睡觉了? 侧躺床前移手枕头, 呼吸间自有灵运之气吐纳, 身中五行气随气息流转。 常人呼吸到胸, 五人呼吸到腹, 而纪元每一次吐纳, 则灵运气息直达指尖而流转全身。 第二日机鸣升起, 纪元就自然而然地醒了过来, 因心中所牵挂之事得以解决, 昨夜睡眠特别安逸, 也饮有一丝修行收获。 呵呵, 行了, 该出门了。 站起身来披上外衣, 提起床头挂着的包袱, 纪元就朝着门口走去, 而一夜安静的青藤剑则悬浮而起, 斜着剑身追随纪元, 飞于他身后两拳之处。 枝呀, 一声打开客栈房门, 门外凳子上已经放了客栈小丝准备的柳枝, 和一小撮盐和一块擦脸不惊。 不过现在的纪元污垢不沾, 除了偶尔想要拍拍清水精神一下, 算是再也不用刷牙洗脸了。 走到楼下柜台, 退了房拿了押房钱, 纪元就出门了。 这家鸿安客栈正是当年纪元住过的客栈, 再次来此住宿也存了能不能找回当年遗失行李的念头。 不过都过去三年了, 那包袱和雨伞自然找不回来了, 别的没什么, 就是那部竹简迹经有点可惜, 好歹是宋老城皇送的, 搞不好早已被荡柴火烧了。 君天府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行走在城中, 纪元偶尔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 也不知是哪家院中的桂树开花。 顺着客栈门口, 一路走向府城西门而去, 中途买了十几个干饼, 和一桶用竹罐桶装的咸菜, 另又添置了一把伞, 就头也不回地跨出君天府, 朝着远方离去。 离开府城约六七里, 双目睁大回头看看, 府城方向尽是生疼的人气, 五颜六色于城上汇聚成云, 有情有欲有恨有怨, 也是世锦常态。 黑黑一笑, 纪元行进速度开始变化, 脚下仿若缩地, 口中更是四唱四吟地哼起了调子。 踏歌, 而行, 寻缘去, 天下, 兮兮, 接力网, 在经历演气之后, 纪元往往不自觉地, 就对着现实天地观想一进山河, 此刻意识如此, 行进中并无掐什么障眼法, 却身形飘渺如雾, 融合心进意境, 自有一种荣于天地的感觉。 原本纪元想过, 是不是先回一趟得胜府, 不过念头一转, 倒是另有想法了。 之前直白子时, 同妖物隔空交锋, 短暂的契机感应之下, 纪元已知尹赵仙心有文气盛起, 加上遥遥感应那城隍怒吼威士, 定然不在宁安老家。 时间段如此之巧, 又有心韵文气, 纪元用脚趾头都能推测出 尹夫子定是贵榜高中, 那么来年春肯定会去荆棘参加会试, 乃至电视。 尹赵仙科举上榜, 首先肯定得先回一趟宁安县, 然后以一个常人的速度, 即便中途可能会有船行车马 带步的一大段路, 想要从宁安去遥远的直立荆棘府, 说不得就得马上动身。 大真已然是纪元定下人到大事中的重要一步, 好友尹夫子也是那关键一子, 迟早得去一国皇城看看气象, 既然如此, 纪元也就决定来年春童尹夫子在荆棘府相会了。 而且, 正好可以顺路去游一游那通天江, 这辈子纪元第二个朋友也是认识的第一条龙就在那通天江, 也不知是江河政神还是锦家驻江中。 这一天已经是纪元离开军天府的第二天正午, 前方关道边有一个一旁停着好几辆马车的茶棚, 算是路人歇脚的好地方, 纪元远远看不真切, 却能关出有多少份人气, 也算变得出有多少人。 这回兴许是刚有很多客人到, 茶棚里一老一少两个店家有些忙不过来, 纪元到茶棚前的时候看到他们七茶的七茶收桌的收桌, 中途路过还得往灶中烧把火, 免得断了开水。 客官请先找个座位坐下, 马上就来招呼你。 正在七茶的老者朝着纪元吆喝一声, 不碍事不碍事, 你们忙? 纪元回了一句, 看看茶棚里八张桌子, 基本每一张都坐满了人, 相互聊天攀谈饮茶吃饼, 也就另一头角落还有两张桌子有空坐, 纪元就过去了。 两张桌子一边是两个女子带着一个小孩, 这孩子把一个茶盏倒置, 一根筷子帮帮帮, 不停地敲打着茶盏, 两女子则吃着卖相不太好的茶点喝着茶。 一边是一个魁梧的壮汉, 桌上还放着一个斗笠, 纪元想也没想就走到壮汉桌前。 这位兄台, 不知在下可否坐这边歇一歇。 壮汉早就看到纪元了, 见他居然真要坐这, 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请便,多谢了。 纪元朝着壮汉拱了拱手后坐下, 将雨伞靠在桌旁就等着店家过来招呼了。 先生若是不嫌弃, 可以先喝着。 壮汉将自己的茶壶往前推了推, 指着桌上茶盏朝纪元倒。 正好有些口渴,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面对这样常人看起来满脸横肉的汉子, 纪元自然是没什么压力的, 拿过一个茶盏提起茶壶就给自己倒上一杯。 先生倒是洒脱, 一点不像是寻常斯文人, 看你独自从关到远方走来, 也没个逮捕的牲畜, 就不觉累吗? 壮汉说话间语气虽然平淡, 但听在纪元耳中却有不同的味道了。 转头看看一旁另一桌, 桌上除了那孩子还在滋滋不倦地敲茶盏, 两个像是穿了静装的女子也正看向自己, 模糊中隐约有些熟悉感。 而且像是壮汉这句话牵动了什么, 纪元感觉茶棚中很多人的契机也有变化。 真是见了鬼了, 我记某人不过喝个茶, 还摊上湿了。 茶棚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 刚刚没有戏桥, 此刻纪元双目多睁开一丝后, 四过了一下, 发现从气象上看, 真正无辜地连自己和茶棚店家在内, 一共也就六七人。 其他人原本还算平常的气息, 此刻都有变化, 就气血上讲由以眼前这个壮汉为罪, 边上两个女子刺之。 这些人所有视线都若有若无地在观察纪元一人, 并不是争锋相对的, 也就是说算是一伙人。 纪元虽然无奈, 但还真谈不上怕, 毕竟不过都是寻常五人, 威胁不到自身安全部说, 他不想惹麻烦直接跑的话, 估计也根本不可能有人跟得上他。 所以, 只是拿起茶棚将茶水喝干, 才一脸无奈地看向对面的壮汉。 嗯, 这位兄台, 代不得牲畜太贵, 也不好伺候, 还是走路好, 累是累了点, 但胜在安逸。 纪元说了一句话, 又转头, 细看那个敲茶棚的七八岁小男孩, 虽然不是第一眼就清晰可见, 却越看越觉得奇特, 忍着酸痛将双目睁大一些, 骤然发现男孩身上居然有一层灰雾一般的东西。 正是这层雾阻碍了纪元刚刚第一时间发现这孩子的特殊, 而视线穿过雾气之后, 小男孩的样子清晰无比, 还透着一股灵动。 见纪元望向身边孩子, 边上两女子其中一人也眯起眼睛开口。 先生号面扇呐, 似乎日前就在军天府中相遇过, 此番却又在城外相遇了。 另一女子也接口道, 难不成先生当日见了我们姐妹两个就看上我们了? 纪元哭笑不得, 他连这两女的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过, 不过听声音的确是当日正主了。 本来对那男孩有些好奇, 可现在这样子感觉都要起冲突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稀奇纪元见得也不少了。 纪元叹了口气笑了笑, 得, 这世上还真有如此巧的事情, 不管两位姑娘信还是不信, 麻烦是在下是不想惹的。 既然这小茶棚不欢迎在下, 那别人只好走了, 纪元还不至于因为一个误会, 真的和这群人剑拔弩张, 没必要, 也觉得无趣。 喝完手中这杯茶水, 纪元就在壮汉死死盯住自己的视线中站了起来, 朝着正准备过来, 招呼自己的店家少年, 歉意地道了一句。 少年郎不用招呼了, 在下就不在此斜脚了。 言罢, 纪元提了提肩头包袱, 拿起雨伞, 再看了一眼, 那个大约七八岁大的孩子后, 离开长凳就走出了茶棚, 向西沿着官道继续前进, 丝毫没有留恋之意。 茶棚内, 壮汉和两名女子都望向纪元离去的背影, 身体略微紧绷, 做好了应付对方突然转身抱起发难的准备。 只是一盏茶的功夫过去, 纪元在视线中的背影都已经模糊了, 依然不见其有回头的意思。 实话说到了这么远的距离, 发难不发难, 毫无意义了, 太远了。 难道此人真就只是个路人? 壮汉疑惑了一句, 看向身旁两女子, 而其中一个女子则皱着眉头回答。 可我们的确见过她, 不会认错的。 当日在军天府的医疗店中, 也是这般洒脱随性的感觉, 另一个女子也道, 此人显然也不是常人。 正如莫同所说, 军天府据此, 路程不短。 前两日, 我们才在城中见过她, 一个人走路不行, 怎么可能今天就到了这里? 除非中途骑乘车马, 否则不会累死吗? 嗯, 方才我试探一句, 其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但语气倒是颇为无奈。 壮汉莫同说话间一直盯着道路远方, 纪元的身形已经越来越淡。 那个一直敲着茶盏底部的孩子, 这会终于停下了那邦邦邦的吵闹声响, 也看看纪元离去的方向。 小声朝着边上女子道, 我要吃煎酥肉。 只有饼子肉干, 要吃吗? 不吃。 饿死也不吃。 孩子降了一句, 又开始邦邦邦, 敲起来, 看得边上的女子也是白了白眼, 反正真饿了, 自然就吃了。 三天后的雨夜, 军天府同西陵府交界位置的郊叶山上, 纪元正撑着伞走在山道上。 郊叶山因在最高峰眺望整体山势仿若郊叶而得名, 其山巒规模并不算太大, 还不如当初遇上遇怀两童子的老花山, 在两府之间延绵三十多里, 所占方圆十几里而已。 纪大先生有个习惯, 一旦天下雨了, 走路总是喜欢慢下来, 因为雨天, 他能清晰地看见山水美景, 随与生一起触摸大地上的万物。 此刻也是如此, 一场雨从入夜前一直下个不停, 纪元也就慢悠悠走了这么久, 前方听到了一座房屋所在。 走近一看, 嗅着一丝丝檀香味, 再看看内里陈设, 果然是一座山神庙。 撑伞入盐, 收伞甩水, 推开庙门的纪元一脸放松地, 观察着这不大的小庙。 这山神庙不过几丈县坊的纵深, 虽然显得破旧, 也没有庙柱之类的人常住, 但应该算不得一座荒庙, 毕竟供桌还算整齐, 也有供品残留, 像是当地山边百姓节日, 或者有事会来祭祀一番。 当然了, 大部分时间还是无人的。 在戏看过山神像, 刻画的样子有别于常人, 虽然穿着衣袍, 但面部骨骼都较为突出, 额头上面更是有两个鼓鼓的包, 雕刻匠人在那两个包上, 画了几个回旋云纹, 让纪元吃不准, 这两代表的是鸡脚还是肿块。 山神像上并无金身法相的神光痕迹, 但确实有香火之力留存缠绕, 只是异常微弱, 一看便知并非正神, 结合那不似常人的模样, 应当是有天生地养的金怪, 想要借香火愿力, 辅助加速勾连地脉山脉, 成就山神之位。 依照天性, 此类金怪身的小神, 在庙中是待不住的, 只有感知到香人祭祀的时候, 才会回来取香火长贡品。 纪元双目法眼张开, 只不过几眼之间就透过神像, 看出这所谓山神, 道横还差得远呢。 而且郊叶山虽小, 但毕竟是一座山, 也有方圆十几里, 可不是小小庄园村落当土地那么简单。 以这小庙的薄弱香火, 今年累月之下, 收集并维持, 还要加上自身修炼不懈怠, 加上是金怪身, 白载以后, 历节才能有一定成果, 但也只是一定成果。 嗯, 不小心中途夭折的话, 则万事皆修。 修行难啊。 纪元感叹一句, 关上庙门后, 冲着神像告了一声罪, 托过一块蒲团到角落就坐下来休息了。 从怀里摸出, 外道转, 在这雨夜看写实小说,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山神庙内是有一个铁火盆的, 应当是烧纸之类所用, 边上还有柴之炭火, 似乎是能为临时歇脚的香仁相克行的方便, 但纪元根本不需要火光, 也不觉冷, 自然不需要生活。 看了小半个石神的书, 又换成通名册, 正巧翻到书上对于居神术的猜测和理解, 讲到了可能真正的居神野童高人法令有着共通之处, 显然成书作者并不了解居神术。 纪元下意识地就望了一眼妙中山神像, 此前玉淮山囚峰送过一篇居神残篇, 他也早就研究透了。 残篇经过囚峰十数年参悟, 有诸多心得技术, 完成度其实已经挺高, 但偏偏少了关键的神髓, 所以,除了作用自身帮助收神修行外其他没有太大意义。 可是实际上, 自从纪某人远法不浅地得到了斥令这个万金油的奇异神通, 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还原居神术的能力, 毕竟真正的斥令可比高人法令还高上一当。 但理论归理论, 可行星再高终究是没经过事实证明的。 当然纪元看归看, 可没有真的是一失的打算, 他又没什么事, 因此小神也是神, 不能随便仗着道行欺负神啊。 正想着事情呢, 纪元突然心中一动, 听到了一些特殊的响动。 没过多久, 庙门从外面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七个湿漉漉的身影冲入庙内, 匆忙间扫尸了一圈庙内, 居然没能看到在墙角夜色阴影下, 融于自然的纪元。 哼, 应该没追上来吧? 应该没有。 少主怎么样了? 还昏迷着呢? 莫童, 你的伤怎么样? 不碍事。 纪元看看那边湿漉漉一群狼狈男女, 还有一股血腥味飘来, 不论人数还是状态都差了不少, 正是之前在茶棚内遇上过的那群人。 纪元看着这群人喘着粗气手忙脚乱的样子, 在一瞧那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脸色苍白的昏迷在其中一女子怀中。 在纪元眼中看起来可不像是简单昏了过去, 竟是湿了魂, 但从肉身上时不时会抖动眼皮, 皱起眉头来看。 所湿之魂应当并未受到损伤, 且同肉体联系未断。 虽然纪元唯一见过的一次湿魂 正是在当初岁远线上河沟村对付完美女蛇的时候, 那会一个商客惊吓过度, 短时间被吓得魂魄离体, 但也认为现在这孩子的失魂状态似乎有些特殊。 有点意思啊, 好像是自己跑出去的。 纪元法眼张开之下, 没有在这孩子身上看见惊觉痕迹, 更没有中什么邪法的气息残留。 细想之下, 也就有了齐魂自己跑出体外的推测, 毕竟这孩子之前看确实也有些特殊。 人数少了一多半, 又是这种状态, 不知是遇到什么袭击了。 若是遭遇强人匪徒兄弟恶人追杀, 纪元觉得可以管一管, 可若是江湖世俗的恩怨情仇之类的, 说不准当个看客更合适。 不过比起好奇他们的遭遇, 纪元更好奇这孩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 然后想到一会,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又要起什么幺蛾子, 索性还是自己跳出来吧。 可, 轻轻咳嗽两人, 立刻让本就神经紧绷的几人, 条件反射般做出自卫反应。 蹭蹭蹭当即有三人抽刀。 谁? 谁在那? 纪元动了动, 摆摆手, 好让他们看到自己, 却也没有站起来, 省得刺激到这群惊弓之鸟。 纪某真是夺哪都不得清静, 这次可是你们打扰的我, 刀剑无眼, 可不要伤了好人啊。 是你? 你专门在这里等着我们? 那位名叫莫同的汉子, 又是精益, 又是戒备的贺问道。 纪元的声音正中有力, 也是有很高辨识度的, 所以, 一下被人认了出来。 被这样问纪元也早有预料, 摇摇头笑道。 哼, 我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 不想引起误会, 方才出声提醒, 若真心怀歹念, 偷偷动手岂不更好? 说罢纪元指了指边上的火盆, 和角落的柴探。 几位要不生火烤烤? 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当心染了风寒。 纪元几句话中正平缓温和有理, 且也有理有据, 算是让几人的戒备放下了一些。 那壮汉莫童犹豫片刻, 才歉意地朝着纪元拱拱手。 是我等误会先生了, 还望海寒。 不过此刻, 我等可是不方便生活的, 说不得一会还得离开。 几人收起冰刃离门边稍远一点, 走到山神向后纪元对角的位置, 也把剩下的两个铺团拖过去, 让那男孩躺在上面。 两名静庄女子照顾男孩, 其他人则各自处理伤口。 少主没有伤到, 更没有磕到碰到, 怎么会昏过去呢? 难道是被吓到了? 姐姐, 别多想了, 少主没受伤, 总会醒过来的。 能不急嘛, 怎么叫都叫不醒, 恰人中书真气都没用。 你叫我怎么能不急嘛? 唉, 稍安勿躁, 如今只能受我找大夫了。 莫童也只能这么说了一句, 一旁一个武人用身上撕下的布条 帮莫童将胸口的刀伤扎好, 后者看看纪元的方向, 又看看山神妙妙门处。 今夜这场与帮了我们大忙, 若非如此, 还不能轻易摆脱纠缠, 只可惜折了十几名弟兄。 莫童说这话的时候刻意望向纪元, 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不过似乎是因为所处阴影较为昏暗, 没能看出纪元对死人是否惊慌。 纪元注意力基本都在那男孩身上, 看着他眼皮细微跳动的特征, 此刻魂魄似乎是在到处跑, 并且距离肉身应当也不会太远。 奇了, 既然魂魄能动, 又距离肉身不远, 为何不回来? 纪元也有些纳闷, 魂魄在外面瞎逛可不是好玩的, 而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一旦回不来, 时间久了, 同肉身断了联系, 那肉身不是真死了, 就是痴呆了。 难道另有原因? 想到这, 纪元觉得还是先搭个话, 找机会, 开口问一问好了。 诸位应当是江湖客吧? 我们两次碰面也算是缘分一场, 可否告知纪某是遇上了什么贼人匪扣? 方才纪某听你们所言, 觉得这孩子怕是得了家乡老人口传的失魂症了。 失魂症? 女子中年龄大一点的人疑惑升起, 妄想纪元, 从字面意思上不难理解这病症是什么原因导致, 但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不错, 得了失魂症的人也是这样, 怎么都叫不醒, 或者整天魂恶疯癫, 要事无救。 那该怎么办? 关心则乱之下, 莫童也下意识问了一句。 在我家乡, 得了失魂症的人, 要么是家人去病患常去的地方喊魂归来, 要么就是去拜土地宫, 没有土地庙就去拜城隍, 恳请神灵帮助寻回病患魂魄。 纪元这说的可都是寻常百姓真的在用的土法, 且也算得上行之有效, 前提是那失魂症没有特殊因素。 那边几人听闻之后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当然, 求山神也是有用的土地山神等山水神灵之流 在自身管辖范围最善此道。 纪元这话说的就已经不像一个斯文先生和乡人老者 能口传出来的语气了。 只是这些五人也分辨不出来罢了。 几人听闻此言下意识地望向庙中神像, 在夜间, 这神像看起来反而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外头的大雨一直哗啦啦地下着, 山神庙内一时间陷入安静。 莫童刚想说什么, 却看到那边角落的先生突然站了起来, 并且伸出手势制止了自己, 仿佛知道自己马上要开口似的。 纪元吸气嗅了嗅, 眉头也在此刻皱起, 然后转头望向那边昏迷的男孩。 看起来倒确实非寻常江湖事, 那就得管一管了。 纪元这低雨细不可闻, 几人不知道他嘀咕什么, 还没问就见他朝前走了几步, 到了神像供桌前, 中正的声音淡淡地开口询问。 护住你们家少主, 我去回回外头的东西。 纪元话音刚落, 山神庙的大门却砰的一下, 自己让风雨给刮开了, 只是雨水吹进来, 却从纪元身边划过, 只是夜色昏暗中旁人看不清楚, 可外面的人却看得真切。 外面的雨中有三个人都是一副江湖静装打扮, 配刀带剑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但纪元却清楚这三个虽是人身, 却并非纯粹的人。 先生, 此事与你无关, 赶紧退回来。 他们一共四人, 各个武功齐高, 我们舍了好些兄弟了, 先生不要做傻事。 莫童和身边几个五人一下站了起来, 纷纷拔出武器。 只是令莫童等人奇怪的是, 外头三人居然没第一时间杀进来, 在昏暗中隐隐有种戒备感。 武功齐高? 呵呵呵, 纪元边笑边点头。 不错, 于舞者而言, 确实武功齐高, 纪元将眼睛多张开两分, 半是试探虚实, 半是真实感慨地继续说道。 人, 妖, 鬼, 神我倒是见多了, 可这魔还真是稀奇, 以几句凡人舞者的肉体为躯窍, 来夺这孩子, 有点意思。 这话令山神庙里的一众武人听得一头雾水, 但此情此景却心生奇异感觉。 呵呵, 今日倒是稀奇, 在这穷山恶水之地仍然碰上的修行人, 奉劝阁下扫这趟浑水, 否则我们可就要换一句修仙之人的去窍了。 纪元站在山神庙门前, 身上看不出任何立法神光, 却雨水自闭, 外头的三人也有些摸不清根脚。 魔分多种, 有滋生心魔, 有无形外魔, 有韵节阴魔, 更有那偏离修行根本之人, 堕入邪魔。 入魔一词, 被常人形容为疯狂的执念, 但其实, 真魔中大部分往往阴邪无比, 少有疯狂。 你们有四个, 那剩下一个应当去追着孩子魂魄了吧? 而你们则是来夺肉身? 庙里都五人看不到, 但在纪元眼中, 庙外的三个附魔者面旁已经散发黑气, 即便看不透纪元也打算一搏了。 你就是保下了这小童的肉身, 其魂魄也定会被我们抓去。 还不, 那可未变。 纪元以清朗之声笑着打断, 这情况事事新招完全情有可原吗? 口中赤灵阴起, 法力随心变幻, 纪元轻轻抬起右脚, 往地面一踏, 好似有一道奇异的连衣恍惚荡漾。 有请娇叶山山神来见。 一道风卷雾气仿佛应声而现, 在庙中地面旋转着升起。 外头三魔一瞬间, 瞳孔俱缩。 居神? 快跑! 外头三人以超出所处屈翘武艺极限的速度, 分别向着三个方向奔逃, 其中一个更是在跑出数十丈之后, 直接一下栽倒在地, 却不是被绊倒, 而是又一阵磨念魔气离体。 说溜就溜, 这么干脆。 纪元眉头一皱, 显然小瞧了居神术的震慑里, 他身形在同一颗异角跨出, 犹如缩地成寸, 追向其中一个身影。 虽然纪元已经发觉自身其实也并无什么手段可以生擒三魔, 不过多少还是能试一试。 那磨念附体五人身法虽快, 却也快不过纪元, 仅仅十几步就被追上。 前人逃跑, 好似撞碎一片片雨幕, 而纪元锥形则犹如雨滴从身前划过。 在还未同那人近身的时刻, 纪元身边已经有一滴滴雨水形成水线, 总共约有数十条, 形成一片螺旋线圈。 随着纪元挥袖一甩, 好似仙人指路, 这一圈雨水插那间在漫天雨幕中快速穿行, 从扇下照住了那个魔气生腾的五人。 刷一下水线收紧, 竟然如同钢索。 砰, 五人猝不及防之下失去重心, 摔倒在山路上, 整个身体在山道上因为惯性滚了好几圈, 溅起大量水花, 水线好似绳索捆绑, 使得他无法动弹。 见驱翘无法逃跑, 身上魔气顿时盛起, 存了顿出驱翘的念头。 纪元踏着雨幕赶来, 见此景一时间无法可想, 把心一横就将不成熟的想法作为竖法用了出来。 赤令法鹰喊了一丝丝玄黄气玉酿, 伸手王倒第五人方向一指。 给我定。 下一子, 五人身体纹身而僵, 好似一切技能失去反应, 腾腾魔气更是被锁死在驱翘肉身中, 只存恐惧的眼神望着纪元逐渐接近。 竟然真的能行? 纪元脑袋略微晕眩, 可即便是他如今的心境, 在心中还是极为兴奋的。 虽然怎么看定住的都是小角色, 可那又如何? 这可是定身法啊! 通明册和《外道传》中都没出现过这种术法的记载, 也就纪元上辈子看西游记电视剧见识过。 好吧, 其实纪元也清楚这不伦不类的术法, 记忆中的定身法还差得远, 此刻不过是赤灵法切了魔气对驱翘肉体的影响, 也封了魔气在其体内而已。 但架不住已经让纪元看到了可行性方向啊。 剩下两魔, 这回已经逃出去好长一节路, 尤其是那个魔气顿走的更是飞天而去, 这纪元就没法子了, 够不着。 不过只是没法子抓住, 想要朱厨倒是简单。 从目前情况看, 与其说是这三个是魔, 倒不如说只是三缕浓郁而特殊的魔念, 并且, 魔气好似同出一元, 留多留少, 意义差不多。 纪元没再多考虑, 侧头对着青藤剑轻声道, 去吧。 征剑峰出翘声, 伴随一道剑光响起, 几乎下一个刹那, 就追上了那阵魔气, 冷光一闪将之搅碎, 剑光又冲着另一个方向斩去, 在山中一转, 另一个正以轻弓身法狂奔的人, 也忽然由高速奔逃状态趴倒在了雨中, 擦着山石滑出去老远。 不一会, 纪元提着有水线缠绕的那个魔气入体者回来了。 山神庙门前那阵雾气早已经散去, 露出了一个穿着不伦不类的短挂子, 手脚都毛茸茸, 面部额头有凸起, 且勾搂着身子的精怪。 此刻精怪真战战兢兢地站在山神庙门口, 大气也不敢喘, 见纪元返回朝自己看来, 立刻屏住气息, 然后像是反应过来什么, 赶忙开口。 娇, 娇叶山山神公木华, 拜见仙长, 愿听仙长差遣。 边说还以有些滑稽的姿势, 学着人拱手作一。 已经把人家给吓到了, 也证明自己的居神确实有效。 纪元没得了便宜, 还不卖乖的想法, 随手将手中之人往庙中一抛, 也是赶忙朝着这山神拱手回礼。 宫山神不必多礼, 此番冒昧招你前来, 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说话间, 纪元指了指那边昏迷的男孩。 这孩子魂魄应当在郊夜山中奔逃, 其后说不准还有磨念附体者追逐, 将那孩子的魂魄带回, 至于染魔者, 自有他会解决。 纪元说完, 郑飞回的青藤剑已经显化而出。 郊夜山山神虽然看不见青藤剑, 但刚才也是听到剑民看到剑光的, 此刻更是看到仙剑在侧, 听闻纪元的命令更不敢怠慢。 领先长发指, 小神马上就去。 说完这句, 精怪身形化物一转, 顿入了前方山壁之中, 而青藤剑感应到山神契机一动, 也飞向空中追去。 山神庙内部, 莫童等人经便开始到现在都说不出话来, 呆呆地望着山神庙门口的变化。 纪先生, 我们, 莫童想说点什么, 却发现舌头都好似打结了,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刚那些对话什么的倒还是其次, 真正对庙内众人造成最重心灵震撼的 要属纪元召唤郊夜山山神前来的场景。 某种程度上说, 心理状态和那见到这一幕的三魔差不多。 就算是脑袋被驴踢过的, 这回也能想到今晚遇上神仙了, 激动之鱼居然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 纪元只是站在庙门口望着这鱼, 回头看看这几人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事情也就是他们看到的这样了, 就只是安慰了一句。 你们少主的魂魄, 自会有山神找回, 无需担忧, 等待片刻便是。 几人闻言再次下意识地望向庙中山神像, 那刚刚出现的山神虽然比之神像有一些差异, 但总体上而言确实相像。 这回莫童等人终于缓过些气来, 除了其中一女抱着孩子不能起身, 其他人纷纷站起来朝纪元拱手致谢。 郊叶山中, 一个七八岁男童的魂魄正在山中穿梭奔跑, 后方始终有一个身法敏捷的五人追着。 这五人全身笼罩着黑气, 连眼窝子里头都是一片漆黑, 比这黑夜的颜色更加深邃恐怖。 你这小玩儿这么会跑, 别以为就能一直逃下去, 你那肉身很快就被抓住。 到时候, 哪怕你愿意舍弃肉身当孤魂野鬼, 我们有法子牵魂扯你回去。 别追我, 别追我, 我不要当孤魂野鬼, 我不要当孤魂野鬼。 啊, 小男孩的魂魄边逃边哭喊, 最后一声尖叫, 则是看到前方突然从山壁旁 闪出一个妖怪模样的勾楼身影。 妖怪啊。 后面, 追得不人不鬼的东西虽然可怕, 但在小孩子眼中到底还有个人样。 眼前出现的东西, 完全就是个妖怪, 吓得不要不要的。 郊叶山山神, 看看另一边见光已然闪过, 那追逐魂魄的五人已经从轻功戒力的枝头坠落, 喉咙耸动一下赶忙去追那孩子魂魄。 那男童莫怕, 我是这郊叶山山神, 特来许你回去的。 你是妖怪。 孩童哭嚎间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男童的魂魄虽然十分特殊, 跑得也是飞快, 但公木华到底是一定程度上勾连了这一方山式地脉的山神, 在自己的地头上要抓住一个小孩子的魂魄还是没太大难度的, 这叫树叶有专攻。 山神庙中, 纪元和几个五人大约等待一盏茶的功夫, 就见有一团雾气旋转着从山神庙内的地板上升起, 正是之前的郊叶山山神。 另外几名五人虽然受限肉眼看不见其他, 可纪元却能看到这郊叶山山神手中真抓着一个一脸惊恐由自挣扎的小孩。 这山神的脸色在刚出现的时候明显不是很好, 只是面对纪元则立刻换了张脸。 啊, 回禀仙长, 小神信不辱命, 已经将这孩子的魂魄带回。 这回孩子突然看到庙里的情况, 不但见到这个妖怪像一个白衫长袍投计插墨玉簪的男子负命, 更看到了墨童等人, 心中的惧怕感一下子就低了不少, 也不再挣扎了。 嗯, 有劳工山神了。 纪元朝着山神拱了拱手, 随后朝着孩子的魂魄道, 去吧, 魂归肉身, 在外头久了不太好。 山神闻言也赶忙松开手, 当然还是做好某种预备, 似乎生怕这孩子又一次逃走。 这孩子看看纪元在往肉身走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纪元是谁了, 小声问了句, 您是那个茶棚里被墨童赶走的大先生吧? 纪元笑了笑, 他可没赶我, 是我自己走的, 去吧。 纪元言霸挥了挥袖, 孩子的魂魄就像是借风送礼, 一下子就朝着那边蒲团上的肉身飞去, 随后扑入其中。 原本昏迷中不断抖动着眼皮, 时不时皱起眉头的孩子, 这回神色安详下来, 好似正在熟睡。 墨童和两个女子以及其他几人就算看不见自家少主的魂魄, 但听到山神和纪元的话, 在结合自家少主的反应, 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纷纷兴奋不已地朝着纪元和山神公墓滑不断致谢。 多谢仙长元首, 多谢山神大人搭救我墨家少主。 多谢仙长和山神大人。 这边千恩万谢, 纪元却只是点头过后, 朝着山神招招手一起出了庙外, 留庙里几人查看自家少主。 山神亦不亦去在一旁, 不敢轻易离去, 到了外头庙岩处, 看着他这样子, 纪元与其略带歉意地说道, 今次多亏公山神相助了, 这山中寻魂, 还是山水神灵更擅长, 如今日一般多多积德行善, 想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乡人, 信奉公山神, 也能助你早日等成正位。 仙长教会自当铭记, 自当铭记。 像精怪多过像山神的公墓滑, 只是连连点头称是, 不过没有纪元同意, 也不敢贸然离开。 他极少能见到修仙之人, 没想到这次真就中大奖了。 公墓滑见识少, 不时的所谓居神是什么, 但不代表感受不出, 这种艺术的神奇和强大。 他此前窝在地底修行, 骤然间感觉到, 身体好似不受控制, 勾连山脉地脉的神通, 自己就发动了起来, 被强行迁往山神庙, 同时, 心中有清晰的另念显现, 告诉他是, 有人照山神而去。 这是什么法列? 这是什么神通? 完全超出了公墓滑理解能力之外。 当时心中除了怕还是怕, 生怕因自己的淫瓷淫际行为, 有哪个仙家高人看不惯, 把自己小命给一剑斩了去。 后来到了山神庙, 这仙家高人果然带了剑, 而且是真正的仙剑。 索性最后到现在, 终于证明是虚惊一场。 纪元看着山神, 明显是被自己给吓到了, 也是更绝过意不去, 不过到了公墓滑这个阶段, 送他寻常法令已经作用不大。 而且, 这山神的道横着实浅薄了一些, 若真以完整斥令下去, 玄黄气消耗得多不说对其修行, 也未必是好事, 毕竟这精怪属于正统山水神灵之流, 还是以自身修行为根基的, 但上柱香拜一拜吧, 似乎更不合适。 宫山神, 这次成情也没什么好回报, 不如这样吧, 只要你不懈怠自身修行, 又能秉承山神之则意, 并多多行善积德, 他日即某送你一场造化。 这种大神通仙长, 真要处置自己, 根本不用废话, 而且正道真修向来众末, 所以公木华明白这应当是真话, 连连作依道谢。 小神定不忘教会, 小神定会尽力去做。 但造化不造化的是其次, 现在公木华如芒在辈, 怎么都不自在, 就想快点离去。 纪元七代中的棋子并未出现, 看着精怪山神, 虽然应得热烈, 想必心中真正想的, 只是快点送走自己这温神, 也是让他心头一叹。 说到底, 这山神还是道横太浅太懵懂, 更没遇上瓶颈之苦, 不懂得珍惜原法, 换成当初春木将那老龟, 这回的反应绝对不同。 纪元有些失去了兴致, 语气也变得平淡了。 嗯, 若没什么事的话, 公山神可以回去修行了, 纪某这边已经无事了。 是是, 小神告退。 说完这句, 山神化为轻雾飘往雨中, 在山壁上, 闪就消失不见。 纪元转头望望庙内, 送走了山神, 庙里头还有一个抓住的俘虏呢? 他转身走回庙内, 那边那个孩子, 居然已经醒了过来, 真叽叽喳喳的和边上的人讲自己怎么在山中逃跑的事情。 见纪元进来, 庙内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纪元看到莫同和一个另一个男性武人正举着刀, 始终朝着那个邪魔的方向戒备, 当然视线也十分好奇地落在了那一根根缠绕的水线上。 一刻钟后, 一群人全都围坐在了点燃的铁盆边, 火自然是纪元生的。 自从丹炉内换成三昧真火, 纪元虽然只会小控火术, 但却能虚空引明火了, 这当然不可能是三昧真火, 充其量只能算是野火, 但用来点点柴火, 引圣火是什么的, 是足够了。 而既然今晚都出这么多事了, 纪元索性一挥手, 将一众男女一扇上的水器也一起带走, 使得众人恢复干燥。 现在纪元已经坐在火盆旁听了一众人叙述了好一会。 如此说来, 一等在军天府城实施保护墨小公子, 已有不短的时日, 是因为察觉到有人在宅底外鬼鬼祟祟又来去无踪, 报官又查不出什么, 甚至墨小公子开始频频做噩梦, 情况紧急之下, 所以选择离开军天府往家中跑。 正是, 墨童赶忙回答, 纪元略意思量才继续问道, 既然曾经有修仙之辈预收墨小公子为徒, 也施法帮墨小公子隐匿灵运气息, 更让墨小公子流于军天府等待他回来, 那么定是对墨小公子有过一些预估。 纪元说话间看着孩子盯着自己听得认真, 所以朝向他笑笑, 也保不准你那便宜师傅早先已经看出你的问题, 让你藏于军天府以一城人气掩盖, 自己有事需要暂时离开, 却没想到你差点着了邪魔的道。 名为墨宇的小男孩好奇道, 纪先生, 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是我那师傅惹了他们吗? 听到墨宇的问题, 纪元看了看另一边的尸体, 刚刚死活问不出什么之后, 侄子见指尝试了一下, 果然让左家那枚虚子吸走那片魔气化为虚黑之子。 由于这四个被附身的五人心性毅力太差, 魔时间也已久, 早就童话为魔, 魔气散则魂消, 肉身也立刻失去生机了。 确切地说是他, 而不是他们, 虽然四魔人各自行动各自思考, 但本质上不过是被一缕蕴含魔念的魔气侵蚀, 起到思考作用的, 依然是那个武者灵魂, 可勉强算是一魔之分身。 如墨小公子这般灵魂特殊的人计谋也是头一次见到, 甚至不经修炼, 自行脱魂而逃, 比之动物开智还要少见, 邪魔外道窥伺你的身魂并不奇怪, 或者吸魂或者雀巢纠占, 还有什么目的吗? 旁人就不知晓了。 这种事情纪元都不清楚, 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 于是火盆边陷入短暂安静。 纪先生, 您的本事大还是我未来师父本事大啊? 纪元看着孩子一脸期待的样子, 毫无心理负担地笑道。 想必还是你师父本事大一些的, 一夜过去, 庙中众人也不知道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 山中日头高照的时候, 方才有人醒来, 然后推醒其他人。 山神庙的门还闭着, 外头的雨则早已经停下。 莫童起身四处望了望, 没有发现纪元的身影。 纪先生呢? 纪先生走了? 有人打开庙门四处找了找, 也没有发现纪元的踪影, 明白那神仙人物应当是已经离开。 莫童, 纪先生昨晚留的仙法会有用吗? 万一要是在遇上邪魔妖怪什么的, 有女子担忧地询问, 头一次见到妖邪, 三观上的影响还是其次, 关键是自身生起的无力感。 但莫童还没说话, 小童莫语先嚷嚷起来。 肯定有用的, 昨天纪先生用水给我写了两个字之后, 我现在不心慌了。 肯定有用的。 莫童也是安慰地说道, 仙人行事, 哪是我等凡人可以揣测的? 实在不行, 就按纪先生的建议, 一旦少主察觉不对, 我们就赶紧往城隍庙躲。 只能如此了, 一行人收拾收拾, 离开前将三个葡团归位, 然后十分郑重地朝着山神像叩首。 若非庙内无坛乡, 肯定也得上一柱乡。 做完这一切, 才离开山神庙并和上庙门离去。 其实, 纪元直接走了, 既是因为留下法令逆去墨语灵运, 甚至改变其气息, 也是因为在昨夜纪元就已经观期看出, 墨语此节已过。 而昨天魂魄离体的惊心之事, 对方那便宜师傅定然也感知气机变动, 怎么也会迅速赶来的。 此番世界正统先道之流, 或清心寡欲, 或修行积善, 或日月山中, 或苦修悟道。 虽然性格各不相同, 但还是少有阴险之辈, 会算计一个普通孩子, 越是境界高越如此, 可以不借助寇心观悟道, 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纪元既没有和对方打照面的念头, 也不想一路上被当祖宗一般, 过分恭敬对待。 所以还是先行一步吧。 果然, 在墨家一行人, 才下了郊夜山大约小半个时辰之后, 天上就有人遇风而来, 只是墨家人在地上看不见。 来人一身紫色长袍, 只是寻着契机而来遇风半夜, 赶到时, 反而绝不出自己那位入门徒弟的气息了, 也是顿觉惊奇。 定睛往地上一瞧, 发现一个明显比家仆随从矮一大截的孩子 在路上奔奔跳跳地走, 确定是自己徒弟才松一口气。 皱眉间, 以自己徒儿生辰八字和昨夜契机起挂掐指一算, 除了转为为安挂相, 其他则一片空白。 想不通, 就只能问问当事人了。 驾风往下, 使得地面风势渐起, 遇风而来者随着大风吹过显现身形, 其他人才发现正前方多了一个人。 是谁? 保护少卓。 莫同的人是如灵大敌的戒备, 而莫宇则兴奋地大喊师父。 明明仅仅见过一两次, 却轻密地如同朝夕相处。 而莫宇的反应让文言的莫家人松了一口气, 赶忙行礼, 一连两次遇先倒是心定了不少。 来人小官玉簪子衫长袍, 黑须美然长约一尺, 对其他莫家人的问候只是点点头, 然后走到莫宇身前, 伸手想要以法力探一探这孩子, 却发现手才触碰到莫宇, 其身上那股灰色隐秘的气息就消融不见。 宇儿, 昨日你等可是遇到危急之事? 问到这个, 莫宇还有些后怕。 昨天有四个强盗要来抓我, 家仆都打不过, 然后再逃的过程中我心里慌得很, 不想被抓, 不知道怎么的魂就跑了出去。 莫宇激里呱啦一顿说, 大致交代清楚了自己怎么度过危险的, 也让其师父抚须思索。 你们遇上的那位道友信计? 这叫夜山山神又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主动来许你的魂魄? 正巧经过? 听莫宇说, 那山神像的妖怪不像人, 其实基本就能判断对方道横并不高, 否则, 除非是完全的石修山水神灵, 一般立妙的山神定是会接近人身, 像这种小神路过也不敢浑水吧。 莫宇之师听的都是莫宇的叙述, 自然少了一些过程, 而听到仙长询问, 边上的莫同则赶忙补充回答。 回禀仙长, 我等看得真切, 是昨夜那位纪姓仙长抬腿往地上踏了一下, 口中念叨有请交叶山山神来见。 莫同学着纪元的姿势和口吻, 身体力行的附属。 只是说完, 旁人明显发现, 这远比昨夜纪先生更先锋道骨的仙长, 表情僵了一下。 你们真见他是如此召唤山神呢? 千真万确。 这位仙长有些失神。 竟然是居神? 是哪位道庙高人游戏过此境? 姓记的, 师父师父, 我还问纪先生, 是他本事大还是您本事大? 纪先生说, 肯定是您本事大, 我想也是, 纪先生连飞都不会, 说山川流水都靠双腿, 肯定没您厉害的。 其实表情又是僵硬了一下, 有些哭笑不得。 鱼儿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那位纪先生不过是自谦之词, 有些高人是真的就喜欢慢慢走的, 算了你还不懂, 对了, 那位先生可曾告知你等全名? 没有啊, 我问了, 纪先生不说。 北亏了墨童等人, 并没有看到纪元追出去时, 用了纪式定身法。 否则同这位紫袍仙长一说, 还不知道其人会做何感想呢? 而此刻早已走出老远的纪元, 虽然没看到那紫袍修仙之人感到, 但留下特殊守法的雨水法令却化去了, 知晓应当时墨语师父到了。 可若是让纪元知道, 墨语的师父说他不喜欢飞, 估计纪某人肯定也是心情复杂的。 不知不觉, 时令已是冬至, 幽州以西的通天江段某处江畔上, 有一艘乌棚小舟停在水面, 小船上有一带着一个斗笠的, 披着缩衣的男子, 正抓着一根自己做的翠绿竹竿在钓鱼。 自从立东过后, 此人就一直坐在船头, 与这片江段钓鱼, 有时在江对岸, 有时在江这边。 此处江段的这边是幽州, 而过了江的另一边, 就是大臣的官僚权力中枢, 直立荆棘府所在。 这钓鱼人正是纪元, 乌棚小船则是同一位老翁租借的, 租期为半年, 包括斗笠缩衣船奖之类都算是随传一起租借。 距离纪元的小舟往南约十几里, 就是通天江上诸多百渡口中大名鼎鼎的状元渡。 相传从前那只是个小渡口, 但是在大臣建国历史中, 曾经有六名国境以东的参考共事, 在那个渡口百渡去荆棘府, 上帝乡人自己想出来的致富点子, 纪元是不想深究, 但不可否认, 很多从东边赶讨的共事, 大部分都会顺路来状元度讨个彩头, 顺便拜一拜江神娘娘。 想必尹赵仙也会从这走, 倒是有纪元打算亲自替有人摆渡一番。 外道传不可能面面俱到, 一般只记述有故事性趣味性的内容, 比如春暮江老骄化龙不成之类的, 就被写上去了。 而通天江虽然是大江, 但可能是因为一直平稳无事, 外道传连提都没提, 纪元也是, 到了才知道, 这通天江江神是一名女性。 纪元早就去过江神庙, 也询问过乡客和当地乡人, 得知江神娘娘名叫本名殷若丽, 想必和老龙殷红是有亲戚关系的。 纪元也不急着找老龙喝酒, 他都在江畔晃悠这么久了, 这老龙肯定没在家, 否则早就该发现自己了。 而直接拜庙传因江神, 则更不可能, 万一老龙没和家人提过他计某人呢, 多尴尬。 索性就这么边享受渔翁之乐, 一边静后一帆一龙两位好友, 看先遇上谁, 想想也是挺有趣的。 通天江是大真境内数得上的大江, 延绵穿越半个国境, 往南拐国大真南部边境后, 折通大真东海, 除了少数地方江段略窄, 大部分江段都十分宽广。 纪元所处之地, 也算得上两岁居伦间不变牛马, 不过江水之势倒是平缓, 不见多大的波浪。 鱼飘随江水上下浮动, 似乎根本没有鱼儿上钩的迹象。 纪先生纪先生岸上有人在呼唤纪元, 正式将乌鹏船租给他的那个老翁, 此时老翁正提着一个小桃壶和包好的干荷叶团子站在岸边, 还朝着纪元招手。 纪元收起鱼杆, 拿起船桨, 慢慢朝岸边滑进一些。 哈哈, 纪先生, 这是两斤自酿土酒, 老汉我特地给您送来的, 这天寒了, 要不您晚上还是去我们村中留宿吧。 船靠近岸边, 纪元站起来接过老汉的酒和吃食。 多谢陈老伯了, 不过我这人天生抗动, 再说这乌鹏船上可挡雨, 前后也可封闭, 里头又有被褥, 其实动不着的。 陈老汉摇了摇头, 乌鹏船动不动人, 他还能不清楚。 这纪大先生温和有礼也有学问, 但就是喜欢自个儿找罪受, 大冷天地在这乌鹏船上住了这么久。 先生今天没钓到鱼啊? 老汉瞅了一眼船头鱼篓, 是空的。 是啊, 今天江底下有两条蛟龙经过, 把鱼都给吓跑了, 各处躲着呢, 哪敢来咬钩啊? 纪元笑着回答一句。 哈哈, 纪先生您又说笑了, 那您慢用, 老汉我就先走了, 要是晚上扛不住, 就请到下沙头村来。 老汉家里还是有客舍的, 随时候着。 纪元将酒食放下, 朝着老汉拱了拱手。 好, 若有必要一定会前往, 陈老伯走好。 老汉也拱了拱手, 再紧了紧衣服转身离开。 这纪大先生看起来是真的不怕动, 不过人倒真的是个好人, 租钱给的足, 还帮他写过一封家书, 寄给远嫁别府的大女儿。 纪元目送陈老汉离开之后, 坐回了乌棚船上。 看看这通天江的江面, 与春会府外楼船画坊, 游人如知不同。 通天江上少有花船, 当然也可能是季节原因。 先拔开桃壶的塞口秀了秀, 再抿了一口酒, 有些浑浊, 但滋味还行。 解开干荷叶包上的麻绳, 就知道是三个菜线和一个肉线的。 就这么盘坐在船头, 啃着包子喝着酒, 视线望着看通天江的江面, 也就这么一会, 居然又有一条模糊的黑影, 自远方游来, 足有十几丈深长, 在江底游业时, 无数水族仓皇必让。 今天这江底下, 发生什么事了? 通天江的蛟龙也太多了点, 或者并非全是通天江的。 浅水难出蛟龙, 可即便是大江中也不见得有, 就算有也不会多, 而且常年懒散不愿动弹, 通天江算得上异类了。 不过好奇归好奇, 纪元可不敢拦下一条蛟龙询问, 以他这点道横, 不拔剑拼命可不够人家一口闷的。 外道传, 虽然对妖类有极大成见, 但有一点纪元还是信的, 那就是, 蛟龙之属, 脾气可都不太好。 通天江地下, 一条蛟龙四爪贴着肚皮, 扭动着身躯在水中游动, 一双焦目光色如琥珀大灯, 除了看清水底的一切, 余光也能瞥见水面上在波浪荡漾中的那些凡人船只。 只是在游近前方某处时, 这蛟龙忽然觉得有一艘小舟上的人在看自己, 随着他越游越近, 发现对方的面部也始终朝向自己身躯所在。 从小舟底下游过去大约几里水路之后, 这蛟龙再次转头望去, 发现小舟上的人自顾自喝着酒并未在望向自己。 此人并无任何立法神光显现, 难不成是错觉。 甩去脑海中的想法, 蛟龙继续向前游去, 不日便是甄龙千岁大寿, 四方水族只要能搭上点关系的, 都渴望来此喝寿, 但有这资格的却不多, 他恰好是其中之一。 纪元将口中吐酒咽下, 还咀嚼了一下酒中渣子, 刚刚又是一条蛟龙, 并且直觉还挺敏锐, 他既某人不过多盯了一回, 好似就被对方察觉到了。 距离纪元, 小舟以南150里的通天江段, 江面之宽超十数里, 有山环绕有林香衣, 江水之深更是难以估测。 在这水底一层附着了水草的静置掩盖之下, 有一片灰红如宫殿的建筑群立于此处, 这里既是通天江江神水府, 也算是一处龙宫。 此刻龙宫内热闹非凡, 水族金怪匆匆忙忙穿梭其中, 有的钢顶, 有的台平, 有的铺设水晶路, 有的忙于清理水草, 更有无数采鱼来回穿梭。 只是正殿内正有一男一女在那哀声叹气, 同外头的活力和喜庆感形成鲜明对比。 哎, 爹还没回来, 都这结果眼上了, 他这个寿星不在。 说话的是一个财魁云衬, 样貌俊美的男子, 穿着水云般的丝段长衫, 带着金玉小冠, 正懒懒散散地靠坐在一张软椅上。 边上站立的是一女子, 衣衫样式同男子相差不大, 面容精致温婉, 盘发如花, 长长的绣发和鬓发都要拖到地上了, 也是愁眉不展。 说是要去找什么朋友, 寿臣不能少了他, 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现在倒好, 爹找不到朋友, 我们找不到店。 哎, 两人相互诉苦间, 有夜叉踏入店内, 禀告江神娘娘, 天水湖高爷到了。 女子点了点头, 挥了挥秀。 知道了, 安排去公社休息, 对了, 嘱咐她, 尽量不要显现龙身, 帮忙的水族, 有很多道横不高, 龙气会让大家不适的。 是, 属下倒退。 夜叉行礼过后, 退出宫殿远去。 等夜叉走了, 那个懒散靠走男子才到。 你说爹不会大寿, 那天都不回来吧? 怎么可能? 爹还是有分寸的。 女子立刻反驳他, 然后想了下犹豫着补充了一句。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变成爹的样子, 你说大家会识破不? 可, 小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不? 你这是把我往大逆不道的火坑上推啊。 女子尴尬地笑了下。 说说而已嘛, 店内沉默了一会, 男子开始喝酒了, 女子也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实则是神念覆盖水府, 查看沿袭各种事物的筹备情况。 期间又有夜叉 或者其他水族精怪前来报告, 都是关于哪一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 此时此刻, 春会府边缘的瓦峰山上, 老龙英红正站在黑风沟上部的山崖上, 望着下方那一道开山剑痕。 哪怕已经过去这么久, 可是以老龙的道横看来, 依然有一股虽然淡薄, 却锐不可挡的惊天剑异弥漫。 尹赵仙跪绑高中回乡的时候, 县里由县令牵头大摆宴席, 那会老龙就再次去过宁安县, 想着可能纪元会回去祝贺, 但是并没有。 私底下又找了一次尹赵仙, 见他居然已耗聚久力, 细问之下才得知其人差点被要挟所害, 再一起聊, 了解到城隍和尹赵仙对话的老龙 也推测出一些其他情况。 于春会府上空盘旋许久, 最后查到了瓦峰山, 看到这一件的风采, 也难怪春会府城隍会追问尹赵仙所示高人是否用剑了。 纪元啊纪元, 找你三年都找不到人, 你究竟是跑哪儿去了? 老龙有些哭笑不得, 寻常都是人寻他, 哪有如今他寻人? 而且还寻不到, 可就太真实了。 四个包子应该是陈老汉家里头自己包的, 馅料挺实在, 就是菜包咸了点。 吃完后, 纪元将干荷叶揉成团, 往岸上的草丛里一丢, 交给大自然去分解, 麻绳则留在船上等下次还给陈老汉。 抿了口酒, 看看边上翠绿翠绿的鱼竿, 今天这情况似乎是不太适合钓鱼了。 就在吃完包子这么一会, 又有几条大鱼从江底游过, 黑游游的背影, 看去虽然没蛟龙那么夸张, 但也比他身下的乌棚船大。 纪元视线望向南方, 这么多水族惊妖都往那边赶, 肯定是通天江某处处大事了。 只是看路过水族都是不紧不慢的样子, 应当不是什么紧急事件也谈不上多坏的事。 反正这事情应该也爱不着通天江外的凡人, 更爱不着纪元, 水族精怪汇聚之所, 好奇心再旺盛也还是不要去深究的为好。 不知不觉间,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这一天, 纪元有些无奈地将鱼竿提起来, 看看完好无损的鱼儿, 一旁鱼篓依然空空如也。 唉, 这鱼没法钓了。 连着过去多少天了, 一直都钓不上来鱼, 想必这些天通天江畔的渔民日子也不好过。 但说到底, 现在不是补鱼时节, 估计也没多少渔民出传。 只是纪某人挺想喝鱼汤的, 最近脱陈老汉买鲜鱼也是买不着。 隔断时间就有水族精妖游过, 纪元随便算了算, 光他留意到的已经过去数十波了。 整个大针都没多少妖怪, 更不用说道横不低的了, 所以纪元十分怀疑是不是连国境外的水族妖类都过来了不少。 这还没过年呢, 水族不兴这一套吧。 正这么想着, 岸边有马蹄声和车轮声从远方传来, 纪元顺着声音望向岸上, 发现那头路远处有车马队朝这边行来。 随着车马接近, 纪元观望一阵, 几辆马车中都有文气流转, 应该也是入京赶考的共识, 水平也不会太低, 看着阵仗家里的钱财更不会少。 这时候, 天空开始飘下雪花, 把纪元的注意力也引向着自天而降的美景。 算起来,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也是纪元这辈子看到的第一场雪。 伸手接住一朵, 雪花立刻被手掌的温度所融化, 提起边上的酒壶拔开木塞, 纪元同心大起之下, 犹如一个孩子一般, 用瓶口接着身边的雪花。 路边车马行来, 有书生掀开马车连步望向江边, 看到天空落雪江面苍茫, 也见到孤舟之上, 缩立于翁。 到底是天子脚下, 锦好意更深啊。 哼, 师兄兴致倒是好, 我都快被冻死了。 边上的另一个书生紧了紧裹着的毛毯, 手中开提着一个炭火暖炉。 车马队中有披着毛绒大厂大汉子纵马, 走出队列靠近岸边, 冲着纪元大喊。 传家可知, 状元度还有多少路程啊? 听到对方喊自己, 纪元也就放下酒壶面向他们, 也是吆喝着回答。 沿江边往南, 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了坐在马上的汉子, 朝着乌鹏船方向拱了拱手, 然后引马归队。 看着这些对人安逸的样子, 纪元不禁想着自己的好友尹夫子会怎么来。 尹家不是富户, 但也不算多穷, 天寒地冻的包个马车的钱还是有的吧。 而且, 宁安县难得闻取新高照, 县里肯定也是会大力相助的。 纪元目送车队离开, 喝了一口即是泡血酒, 心理作用之下, 觉得酒更好喝了一点。 同时在一镜山河中, 纪元也照常一面, 从丹炉引出一缕缕丹气点向棋子, 每隔三天, 他就会这么做一次。 如今棋子中凝食程度最高的, 依然是陆山军的那颗黑子, 但纪元估计得陆山军真正修行大镜成功画形, 才能彻底凝成黑子。 可是妖物修行, 画形为人乃是最大的考验之一, 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 便是有纪元在时不时地喂丹, 也尚不清楚需要多久。 对比纪元这边的不焦不燥, 通天江水府中目前的两个掌视者心态就不太好了。 江神英若里在殿中坐镇, 看着水族们开始布置主殿, 还有水族从海中取来珊瑚布置庄点, 看似一脸淡然的江神心里急得不行。 又过一会, 有荣影刘光入了江神府, 在殿前化为一名锦衣男子, 正是其兄殷峰。 见殷峰走进来, 殷若里赶忙站起来。 怎么样? 殷峰摇了摇头, 还是没找着。 说完这句, 殷峰走近一些, 看看左右, 有些鬼祟的小声说道, 你上回那个建议, 可能真的需要考虑一下了。 说完, 兄妹两对视一眼, 均是一脸无奈。 堂堂通天江一江正神, 和堂堂龙子, 被逼成这样, 也是少见。 只是前一刻还愁眉不展的兄妹两, 突然间表情一愣, 随后望向北方, 脸上喜色顿声。 通天江盼, 刚刚路过纪元身旁没多久的车马队上, 披着大场的壮汉, 替车上公子的暖炉加了炭火, 才赶紧又骑上马随行。 只是无意间, 转头望了望身后, 却发现, 数十丈开外的江岸边小舟旁, 居然占了一个衣着华丽的人。 奇怪, 刚刚那边有这个人吗? 同伴听到他的疑惑, 也转头望去。 我们才过去的, 刚刚好像没看到吧? 不过两人也没想那么多, 兴许自己没注意从别处有人走来呢。 另一边, 纪元原本还在喝酒, 冷不丁地心头一领, 放下酒壶的时候, 才发现江边已经占了一个人。 还是那套对精植照衫, 还是那副模样, 正是老龙英红。 呵呵呵, 纪先生的雅性还是这般好, 所以斗笠乌棚小舟, 江面看雪而独隐。 纪元赶忙站起身来, 朝着老者拱手作衣。 原来是应老先生, 莫怪纪元在老先生家门口, 而不去拜访啊。 老龙也向纪元回礼, 口中爽朗大笑。 哈哈哈哈, 先生早知我并不在家, 自然就不会去拜访了。 原以为此番纪先生要缺席了, 不成想你倒是早在这里等着我了, 先生可又被什么贺礼啊。 贺礼? 什么贺礼? 纪元有些发猛, 不过不等他尴尬地问出来, 老龙自己就笑嘻嘻地说了。 玩笑话玩笑话, 纪先生能专程来为我这水族妖物贺寿, 已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随老夫前往通天江水府吧。 寿臣? 纪元第一反应是, 难怪这么多水族金妖过境, 原来是真龙寿宴, 这么看来过境水妖都算少的了。 而且参加真龙寿宴, 哪怕陆经一些神灵管辖之地, 八成也都会行个方便, 不会多加阻拦。 不过, 殷老先生请自己去参加寿宴。 乖乖, 这不是把我纪某人往妖窝里引啊? 想象一下那场景, 画面有些太美了。 嗯, 殷老先生, 不如咱们就在这小舟上对饮一番, 纪某提前恭贺您大寿之喜。 水下嘛, 我一修行之人去, 是不是不太方便? 再说, 这乌鹏小舟也是纪元借的, 留着也不好, 殷红找了纪元三年多, 到底也是有些郁闷的, 这回哪会给纪元任何找借口的机会。 哈哈, 先生多虑了, 都是好酒之人, 先生肯定要去尝尝四方水族搜罗的美酒。 至于这小舟, 先生就更不用担心了。 言罢, 老龙跃入小舟之上, 手一挥, 小船一震, 就直接往水面下沉去。 哗啦啦, 水涛升起。 纪元差点没坐稳, 反应过来的时候, 乌鹏船已经没入水下, 于江底朝着南方行驶而去。 前方车马对上, 那名汉子还是觉得有些怪, 所以走出一大段路时再次回头。 只是这一回头就愣住了, 赶忙揉了揉眼睛, 在看时原本问路的江畔水面还是空无一物, 扫视江面其他方向也见不到什么。 船呢? 整条乌鹏船沉入了水底, 周围有无穷流水滑过, 甚至有水流水花在船边飞溅, 船上却没有进水。 纪元那双眼睛永远是没有变化的, 但实际上现在这一幕对他而言是十分震撼的, 某种程度上说不比一条小舟在天上飞的感官刺激差了。 看着小舟在水底穿梭, 见到水中诸多水族从旁边游过, 抬头能在昏暗中看到上方泛白的水面光色, 所带给纪元的兴起感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这念头也就是脑海中一转, 随后纪元就有些无奈地看看身旁站在船头的老者。 鹰老先生, 您这是寝人啊, 还是硬把我绑了去啊。 银红嘿嘿一笑。 向纪先生告声醉了, 韦石氏先生行踪太过飘忽, 这顿酒请不上, 心里一直惦记着。 到了这会, 老龙银红心里已经舒坦不守, 能戏弄一把纪元也算是出了一口三年寻人的恶气。 纪先生请放心吧, 老朽寿宴所能附会者, 多少还都算得上安生修行之辈, 不会令先生觉得太爱眼的。 老龙余光看看船舱那些靠在棚子上的青藤剑, 尽管毫无建议剑气流出, 简直如同繁冰, 但老龙就是从直觉层面上联想到瓦峰山上的剑痕。 一艘乌鹏船在通天江底快速航行, 在水底自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尤其是月接近通天江水府更是引来了寻江夜叉。 只是看到站在船头的老龙英红, 别说祖兰, 敢出声问一问的都没有。 乌鹏船就这么开入了通天江水府, 直接开往水府宫殿主店, 而龙子英峰和龙女英若璃早就已经恭候在主店门前。 实话说, 随着船入水府, 就是以纪元如今的心境也免不了有些紧张。 主要这边妖气太盛了, 尤其是有一股股龙气压抑其中, 索性戾气倒是不重, 但也不是针灸没有。 见到乌鹏船慢慢停下来, 店前两人赶忙行李问候。 拜见爹爹, 拜见爹爹。 说完这句, 英若璃苦笑着抬头。 爹您可算回来了, 不然场面可就撑不住了。 是啊爹, 您要再不回来, 我们都快要出婚招了。 说话间, 英峰和英若璃都将视线投向船上的另外一人。 此人戴着个斗笠, 披着件缩衣, 缩衣下应该是一件普通的宽袍白衫, 关键是, 周身上下并无立法神光显现, 也无其他神意之处。 可是出返长必有妖, 换其他场合, 估计也就被当成一个凡人, 这场合可能吗? 这就是爹口中必须要寻到的有人。 此人是何方神圣? 在自己儿子女儿胡思乱想的时候, 老龙已经跳下了船, 入了这水府清澈如空气的水中。 纪缘无法, 总不能一直赖在乌棚船上, 伸手摸了摸船外的清水, 解下缩衣摘下斗笠, 也就一步跨了出去。 这水府内的水质显然极为特殊, 虽然确实有碧水树在身, 但感受不到多少水中阻力也是齐了, 也就感觉是行于微风之中的样子。 老龙抬手引向龙子龙女。 纪先生, 这是小女英若理, 上是蛟龙之身, 也试着通天江正神。 不过神位只是辅助, 石修正道并未拉下。 纪缘早就在观察这两人了, 女的那个, 确实同江神娘娘庙里的塑像有些相像。 这是小儿英风, 亦是蛟龙之身。 在老龙做介绍的时候, 纪缘没说话, 也没什么动作, 想的是, 等他介绍完了, 在行李问候。 不过老龙前两句话才说完, 接下来就直接冲着龙子龙女道, 快向你们纪叔叔行礼。 纪叔叔, 如今也算是有点见识的纪缘, 又被老龙给弄猛了, 结果看到龙子龙女真就恭恭敬敬地行大礼作一。 拜见纪叔叔, 见他们异口同声的样子, 纪缘心中爆汗之鱼, 赶忙拱手回礼。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叫我纪缘便好。 老龙在边上又是黑黑笑了一下。 纪先生, 这乌棚小船就暂时搁在宫殿院中了, 等严席之后再送回去。 老龙一挥手, 小船便自己驶向一边, 那层笼罩的气泡却始终不散, 使得船舱内的被褥等杂物滴水不沾。 不过在那之前, 青藤剑隐秘灵运一闪, 已经自行悬浮而起, 飞到纪缘身后。 老龙只是笑嘻嘻地瞥了一眼青藤剑, 龙子龙女一开始竟并未看到什么, 才发现这位纪叔叔背后还有一把剑。 纪先生请吧,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今晚便是寿宴, 上次老朽承诺会让先生喝个痛快, 这次绝不会食言的。 老龙伸手影像主垫, 里头已经装点完毕, 看起来一阵璀璨耀眼, 净显龙宫奢华。 都已经这样了, 纪缘就是无奈, 也没用, 只好洒脱着一笑。 因老先生先请, 胆丫子上架, 只能硬着头走吧。 真龙千岁寿宴, 够资格来祝贺的水族虽然不多, 但也不少。 至少这间水浮主垫是容不下全部的, 所以宴席涉及四个大殿依据身份地位排序入席。 纪缘不清楚这种场面有什么讲究, 但反正似乎老龙是不打算讲究什么的。 他一个外人, 居然直接被安排在了正殿主座右手, 往下排的边上则是龙女鹰若脸, 主座左手则是鹰峰。 每当有宾客入席, 第一件事是向真龙贺寿, 第二件事就是盯着纪缘戏桥, 带着疑惑入座。 所以,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大约是当天晚间有时, 众水族汇聚之的宴会开始前夕, 场内视线有大半都聚焦在了纪缘身上。 虽然就妖族道行而言, 在座的都不低, 但论到妙灵明程度, 还真就没几个能看到纪缘的青藤剑, 在众水妖杆关中, 若非身形避水, 纪缘就和一个凡人没两样。 所幸, 这极度尴尬的时刻也就那么一小会, 等各店宾客全都入席, 主店外, 由夜叉举起钢锤砸向一口水中铜钟。 咚的一声, 随着一阵阵细密的水波荡漾开去。 开宴在纪缘眼中, 甚为新奇的一幕出现来, 无数水族拖着一盘盘美食, 一壶壶美酒游向个店。 纪缘眼前游过一条大乌鱼, 背上摆了四五盘菜, 身子一抖, 菜肴就顺着水势落到了桌面。 有趣的是, 居然还有热菜, 每一道菜上似乎都有薄薄的一层气泡, 防止水流影响菜品的口感, 桌上的筷子上也镀上了一层气泡, 显然也是专门为吃这种菜准备的。 各种青鱼、 鲾鱼、 泥丘、 乌鱼等大鱼拖菜穿梭, 见货夹杂着更接近人形的一些水族帮忙, 以及夜叉的调度指挥。 厂上宾客也是, 虽然主店内大多是人形, 但也有些或是鸡脚或是灵爪的痕迹, 偏见那些更是有不少半腰身的水族, 简直千奇百怪。 并且, 因为都是金怪和特殊器皿, 所有这一切纪元都看得十分清晰, 让他诞生一种这水族馆真神奇的新奇感觉。 老龙到底还是知道自己是寿星的, 此刻举杯面向所有人, 口中发音声如红中, 扩散整个水府。 多谢主委前来祝贺, 我等水族共聚的机会不多, 老朽寿臣也是交流之所, 供饮慈碑便无需拘谨, 窜桌攀谈三五成群的兜客。 哈哈哈哈。 说完, 老龙就喝干的杯中酒, 所有宾客也自觉饮酒, 只是在纪元饮酒的时候, 却有老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纪先生少喝点, 好酒老朽藏着呢, 等宴散我两毒瘾。 随后, 有水族舞姬入场, 多为半人半鱼, 也有话形美姬领舞, 宴会气氛也热烈起来, 纪元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受关注度降低不少。 纪叔说, 冒昧问一句, 您背后的那把剑, 是仙剑吗? 龙女殷若礼朝一旁纪元, 小声问了一句。 正研究研究筷子上的静置纹路的, 纪元还没说话, 背后青藤剑居然就自己转了一个剑身, 令龙女产生一种对方好似在看自己的感觉。 殷若礼问的这个问题, 似乎已经不需要纪元解答了, 青藤剑的自主反应足以说明这点。 纪元看看这位江神娘娘, 还是礼貌信回了一句, 确实算是仙剑。 纪元倒也不奇怪, 龙女有此疑问, 妖族极少注重外物, 况且, 仙气之灵郁郁太难, 有灵性和成灵更是两个概念, 在真正有道真修身边, 时时有机会接触道理都极为困难, 何况其他, 即便是龙女也没这儿八经地见过几回真正的仙气。 纪叔叔和我爹是怎么认识的? 难得他毫不避讳地硬要请你来这儿, 这么多水族惊妖, 以叔叔修仙之人的身份, 怕是有些不是吧? 龙女不比一般妖族, 作为通天江正神, 到底是有香火神位在的,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才安排他坐于纪元旁桌。 纪元听龙女这话, 也看看青梅若有若无留意自己的视线, 深以为然地点头道, 确实有些不是, 但并非厌恶, 而是压力啊。 我这一来, 自觉就分去了你爹这寿星宫近伴的注目里, 吃饭一堆人盯着你, 能不别扭吗? 注目里这词蛮新颖的, 但不难理解, 纪叔叔这大实话说的风趣, 龙女一想, 确实是这情况, 也是觉得有些好笑。 至于认识, 也就与中巧遇闲聊了几句, 分食了几粒枣子而已。 就这么简单, 龙女诧异地望向纪元, 后者也是笑了笑。 就这么简单, 说完纪元就专心对付佳肴了, 在水中吃菜, 还是纪元两辈子以来头一遭, 筷子才碰到一粒飘向的肉丸, 顿时有气泡裹在上头。 夹起来送到口中时, 气泡则脱离, 顺着水流升起, 看起来好似纪元在水中吐泡, 肉丸本身咀嚼起来, 只觉热力腾腾绵软入味, 加上场景加分, 算是又好吃又好玩。 再倒一杯壶中酒, 则差不多也是如此, 细品之下, 虽有一丝丝灵气蕴含其内, 但纪元还是觉得, 纯一酒的本质, 味道上来论, 不如千日春好喝, 当然肯定比寻常酒要强。 宫殿内奏乐, 则都是水中奏鸣, 叮咚叮咚的悠扬乐曲, 配合场中间歌舞翩翩, 妖际的舞蹈, 极具艺术观赏性, 那种舞动的美感, 极富韵律。 其中几段舞曲, 带给纪元相当程度的震撼, 犹如上辈子, 原本对古典舞不感兴趣的自己, 首次在网上看到《御人舞》之时, 那会计员第一次认识到, 古典舞能经验到这种程度。 也正是这种力, 柔, 每等因素结合, 舞姿每一下都踩在点上的舞曲, 让宴会不至于无聊, 在欣赏之余, 前后左右也是各有水族交杯换展, 相互攀谈。 也有人壮着胆子, 举杯前来主作, 单独向老龙敬酒祝贺。 老龙来者不惧, 谁敬酒都喝, 谁拍龙屁都笑。 而龙女则在一旁小声向纪缘介绍, 每一位前去敬酒之人, 有大真境内各水则胡神和伯, 也有他国境内水则金腰。 期间还有各种大鱼游动着, 穿梭在舞姬周围, 运送一道道新菜或者空盘。 龙子英风则代替自己父亲, 下场去向各路水族敬酒调节气氛, 走到天水湖蛟龙那桌边上时, 已经有四五个水族画形金腰, 聚集在那边喝边聊, 见到英风则赶紧招呼其过来。 英风殿下来得正好, 来来来, 快快过来。 化为一个中年美然男子的天水湖蛟龙, 拉着英风坐下, 几名妖族就着两张拼起来的桌子围成半圈。 殿下, 龙君那里我们不敢问。 您赶紧和我们说说, 那位坐在江神娘娘身边的人是谁? 英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远处自古喝酒家菜的纪元, 仿佛同店内英哥厌武格格不入, 也就偶尔自家妹妹同她说话才回一句。 英风再看看自己父亲, 正盯着中央武纪漫武点头欣赏, 然后才回头和这几位关系相熟一些的有人说道, 此人名叫纪元, 不清楚是在何方修行, 算是我父亲近年来新结石的至交, 只是行踪极其飘忽, 家父为了寻他赋宴, 整整找了三年。 一种惊妖面面相去, 有些不可置信。 龙君亲自找他三年才找到的。 天水湖蛟龙名为高绝, 看看纪元那边又问了一句, 殿下可知, 此人修为如何道横深浅。 英风看了看身边这六七张脸, 将杯中九亿饮而尽。 我爹让我和小妹叫他寄叔说, 你们说呢? 这下再做几个, 真说不出话来了。 在一瞧那边的纪元, 虽然依然感觉完全像个凡俗先生, 可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 英风估计, 今天喝的也有些多, 又朝着几人悄悄招手示意敷而过来。 你们啊, 集中注意力, 保持灵台清明, 然后仔细瞧那人的背后。 听到龙子如此提醒, 几位水族金妖也就沉下心来再次细心注视纪元深厚方向。 细桥之下, 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轮廓悬浮, 多看几夕, 则显现出一把青色连翘长剑。 尤为奇特的是, 长剑剑柄如同青藤缠绕, 苍翠欲滴。 关键此剑同纪元本身没有任何法力和灵气上的联系, 却还时不时会自行转一转动一动, 好似也在观察这千奇百怪的寿宴。 这是... 仙剑? 英风点了点头道, 开宴入席前夕, 父亲私下说过一句, 此剑一旦出窍, 必威是惊天。 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名唯一不是妖族的宾客, 是什么道横, 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过多解释了。 而且能和龙君相交莫逆, 并请来赴宴, 定然也是不欺视妖族的有道真修, 这就让在座其中几名妖族动起了别的念头。 看其中几人眼神闪烁, 龙子英风像是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 几位莫不是想求一求那仙人指路? 所谓仙人指路, 乃是指妖鬼人神等修行之类, 遇上真正意义上的道妙, 真仙之时, 能问道, 一番, 并得到指点的代称, 若能成, 则对今后修行大多会受益匪浅。 实际上, 越是此类高人, 就往往越属于好说话的范畴, 心情好的话, 指点一句也不是不可能, 最大问题是遇不上。 话形不是妖物终点, 确切地说, 只是一个开端, 算是有了一个更好的修行基础, 却不代表之后是坦途。 所以, 哪怕道横高的妖类, 有机会且若没冲突的情况写, 也是希望问一问道的。 只不过, 妖类道横深浅不同, 眼中的仙人, 自然也有三六九等之分, 为话形精怪眼中的仙人, 对于一些大妖, 则可能屁都不是。 阴风见几位都不说话, 也是略带严肃之意地说道, 劝诸位先消了这个念头, 以后你们有缘法遇上, 那是你们的事, 现在毕竟是我爹受咽, 却并不合适呢。 殿下说的是, 对对, 阴风殿下说的是, 我等怎会如此唐突哈哈哈哈, 喝酒喝酒, 看舞看舞, 这舞鸡还是美艳啊。 寿烟过去这么久, 纪元也早已放松下来, 总算是没哪个不开眼的, 突然跳出问这人组有什么资格作纳之类的话, 真龙威士可不是开玩笑的。 只是这么久却没见到龙母, 让纪元略有好奇, 但这种事, 人家不说, 他也不会问。 纪元的注意力, 除了欣赏歌舞和吃东西, 有大半其实落在主殿角落的一个人身上, 其人神色孤僻地坐在那, 只是自己饮酒, 既不吃菜, 也不和旁人攀谈, 就算有人与他说话, 也不见他有多大反应, 顶多应付一句。 看他不是因为他独特, 而是纪元认的这人, 他便是春暮江江神白旗。 这老骄道横在主殿中, 绝对是除了真龙之外, 数一数二的了。 两次画龙失败的抑郁之情, 在真龙寿宴上估计尤为明显, 直接就自闭了。 结合《外道传》的内容, 和之前春会府中遇上的那一幕, 纪元对着老骄也是有自己的评价的。 身旁龙女今天的任务, 就是照看着点纪元, 自然是十分留意这位纪叔叔, 顺着纪元的眼神, 就搜到了那白骄之作。 纪先生认识那春暮江江神? 龙女这么问了句, 纪元想了想, 也春暮江也算大江, 有塑像的江神庙也不少, 说认识好像也没啥问题, 也就毫无负担地点了点头。 画龙艰险, 此白骄就是我等骄龙之属的前车之剑, 真要到了如他这般田地, 我肯定比死了还难受。 龙女这是有感而发, 随着道横加深, 甚至有种恐惧画龙的感觉。 纪元发眼睁大, 能看到龙女气急的变化, 这心境可不太对, 到底是友人之女, 鼓励一句还是要的。 哼, 皆知画龙艰险, 皆贪真龙自在, 世间是两难全。 凡尘如此修仙一如是, 若无激流永静破釜沉舟之心, 谈什么贪恋真龙之躯, 纪元说话间看向白骄。 这白骄心气是圣的, 只是用错了方法, 在纪某看来, 便是现在也并非无药可制。 江神娘娘若是连挑战之心也无, 又怎配做真龙之女。 龙女阴若里略带诧异的妄想纪元, 不是因为她这番话的大道理多震撼, 而是因为这纪叔叔似乎认为那老白骄还有机会。 纪叔叔, 您是说, 那春暮江的白骄还有画龙的机会。 龙女对此事极其关心, 不但声音大了些, 连语气都急错了不少, 并非是白骄多重要, 而是关乎自身。 纪元看了看她, 大致能明白这龙女的内心想法, 说出了一句这方世界修行生灵从未接触过的一句话。 大道五十, 天眼四九, 人顿其一。 这句话哪怕纪元的口吻在平淡, 但仅仅是字面意思上都净显高深, 甚至龙女都自觉有些听不懂, 却明白绝对不会是纪叔叔胡周的。 龙女苦思明想了一会, 隐约有所感触, 抬头一双明眸再次对上纪元那双始终半开仓墓。 纪叔叔, 您说, 我以后能不能成功画龙? 纪元心中叹了一句, 你要自己都没信心, 还画什么龙? 刚刚好好说话, 这龙女似乎并不是很感冒, 看来还是得拿出点叔叔的威严。 面向龙女将眼睛睁开大半, 纪元恍若无神的仓墓, 令龙女感觉那好似根本不是在看自己此刻的身躯, 而是在看自己画龙之道。 那老白骄道横虽身, 可两次画龙不成灵甲静落, 可若再给她一次机会, 你猜她敢不敢画第三次? 纪元这一问将龙女阴若丽给问住了, 她下意识旺旺坐在殿堂角落独隐的白旗, 虽然孤僻, 却难掩那股不甘和无奈。 怕是绝对会去试的吧? 不光心中有这个答案, 龙女还知道若真有再一次机会, 并且还是不成, 这老白骄下场就肯定是一个死了。 哼, 想必江神娘娘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那么纪某就这么说吧。 你距离画龙所差的, 除了道横之外, 唯独差着心气, 两样齐全画龙之势, 也就成了大半。 龙女心跳, 砰砰加快。 那还有小半呢? 这问题问的纪元都有些哭笑不得了。 你还有个真龙老爹呢? 这种优势, 是别的蛟龙之属能比的。 但到了这份上, 纪元也品出未来了, 这龙女, 未必真的是怕死怕削了道横, 才有些畏惧画龙, 很可能是父辈威势太盛, 又是诸多资源堆砌, 压力太大太久了。 很像上辈子的某些有钱有势家庭的孩子, 明明自己其实很优秀, 再怎么拼, 却始终活在父辈阴影之下。 纪元脸上的表情淡了一些, 却更显自然, 嘴角似乎若有若无带着笑意, 语气比刚刚轻缓很多。 阴若脸, 真龙之女不好当吗? 长久以来, 有可能连龙女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点, 此刻被纪元点破, 有种直击心灵的共鸣感, 使得龙女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 下意识地妄向自己父亲, 却发现老龙似乎也在留意这点。 承受重压之下, 难免气喘吁吁, 纪元忽然想到, 上辈子某个不知道从哪看来的诀窍, 无关道经, 无关点击。 这样吧, 你叫我这么多声叔叔, 我也不妨教你一点小东西。 以龙女这情况, 完全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 熟人说, 一千到一万或许都没用, 又或许连龙女和身边的人都没发现这问题, 但纪元这回却注意到了。 身有仙剑在侧, 又令真龙找寻三年, 这样的人说叫你一点东西, 恐怕没谁会认为会多一半。 当然了, 纪元并不清楚, 老龙找了他三年多, 也没有把自己摆得很高的想法。 他想做的, 不过是帮龙女做一次心理暗示。 用更准确的修行术语来说, 可以理解为一次道音扣心, 纪元道横虽然没有到达能助人扣心的程度, 但赤灵鹰在, 理论上效果只会更强。 此刻感受龙女心思动荡的契机, 虽然从没试过, 但纪某莫名就是觉得这时机极为合适。 放开心壁, 闭目入镜, 扫清灵台。 旁人不绝, 可在龙女耳中却清晰无比, 自然而然就扫去杂念, 闭目之后只见灵台一片光明。 这也是纪元身份摆在这, 有在父亲身边才让龙女有这份信任, 否则是扣不进心关的。 你看那前方, 稻田, 湖泊, 江河, 山川, 城池, 那纵横交错的水路, 纪元知晓, 修行人意境冥想是极其迅速的, 作为江神, 鹰若莉也不会差, 加上道音辅助, 在鹰若莉心中仿若真有一片山河画出, 甚至自己也成了一条, 折服某处水泽中的蛟龙。 数百年修行只为此时, 你道横已成, 天降大于水漫半远, 鹰若莉, 此刻正是走水之机, 还不速速动身。 鹰若莉心境中, 一切都显得更加真实起来, 身边水位不断上涨, 天空暴雨雷鸣不断。 不行! 前面有城池, 我不能走这边。 龙女下意识地这么喃喃一句, 让纪元眼睛一亮, 发眼完全睁开, 道阴寒赤, 一丝丝玄黄之气孕育。 既然你已知晓, 该走什么道路? 还不快速速动身? 心境中的龙女, 只觉一切景物已经完全化为真实, 甚至能看受到风雨雷电的力度和温度, 能见到暴雨滂沱对生灵的影响。 纪元速速动身几个字, 好似同雷霆一起响起, 比起城池边的江河水道, 此刻的吃礁断然向一侧高耸山巒之地行去, 那里也有水路。 纪元气机感应之下, 仿佛能看到龙女心中所见,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这份异境冥想居然有这种效果。 此刻异境中吃礁动作, 纪元口中道阴难难, 眼前山巒仿佛带入龙女心中的无穷压力, 有真龙之父威视和期盼, 有龙母的从不相见, 有自身的种种担忧压抑, 使得山巒愈发为巍峨, 山间水道更似一条小溪。 吃礁几次欲退缩, 甚至动了改道的念头, 但每当这一刻, 天空雷霆仿佛更盛, 大雨仿佛更凶, 那些成锅本就已经大水漫骑, 无数生灵在哀嚎。 一旦蛟龙改道, 无数生灵会溺毙, 那种夸张化的惨烈, 那种对生的渴望, 形成一股浓浓的哀怨之气, 会于天空, 让龙女甚至能感同身受。 撞山而行不过画龙更艰难一些, 本就已经如天欠, 加上这点又如何? 无数生灵的挣扎求存的怨气, 好似远超龙女自身的恐惧。 事情有些朝着机缘失控的方向走了, 或许是今天聊了白胶的惨状, 龙女自身居然开始带入白旗的状况, 吃胶还在走水叙事, 身上却已无灵甲, 不知道是不是赤灵鹰结合玄黄气的效果太强, 龙女突然因为自身身重的执念, 这么拐了拐意境的程度, 让纪元隐隐有种感觉, 若是龙女在心境之观中失利, 怕是会锐意重挫。 若非身体控制力已然极强, 纪元都快要流冷汗了。 不光是责任心, 还有的就是来参加朋友寿宴, 把人家女儿心境搞崩, 便是好朋友肯定也轻饶, 自己不得。 玄黄之气调度更多, 纪元也是下了死力气, 既然你带入白旗, 那就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镜中, 无灵痴骄越是接近山巒, 心中恐惧就越胜。 你敢三次化龙, 就已抱了绝死之心, 临阵退缩, 如何对得起你数百年修行? 如何对得起落灵之苦? 抉择时的死观都已过去, 心气信念如化龙, 只能静不能退, 心气若退则龙身不静, 阴若离, 你既不贪生也不怕死, 就给我破山。 一镜中, 痴骄双目明眸泛起白芒, 鼻尖赤气弥漫, 龙气更是节节攀升, 洪水更是不断上涨, 朝山涌去。 比起三次化龙不成的羞辱, 死又何惧? 天际道音, 好似钟鸣隆隆作响, 不断在耳边回荡。 死又何惧? 洪风暴涨, 雷霆缠身, 痴骄卷起洪水, 轰击而去。 轰隆意境中, 坚不可摧的黑山, 为洪风所炸, 开出一道贯穿山脉的大江, 一条吃胶浴江而行, 直通大海。 虽然画龙不只是骄龙入海那么简单, 可在这一镜新观中, 龙女却仿佛已经成功了。 昂, 轻微龙音声, 自纪元身旁响起, 即便声音低不可闻, 但那龙族威势却弥漫开来, 吓得正在起舞的妖姬和精怪, 纷纷身体僵硬发颤。 殷若丽已经清醒过来, 看似没任何变化, 但她却有了画龙必成的信心。 纪书说, 纪元一只手撑着桌子, 表面上看起来还好, 其实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龙女的动静已经让殿堂内都静了下来, 显然她不可能是发神经了, 宾客们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 也有个别存在, 有种很奇特的感受, 却说不上来。 整个过程对于龙女来说十分漫长, 但实则在外界, 不过是龙女毕了会演纪元, 讲了几句话的功夫, 甚至都没引起什么主意, 直到龙威弥漫。 老龙英红面向纪元, 郑重地拱手做了一衣。 纪先生, 这鹤里有些重了, 殿堂角落的春木江江神, 原本注意力也在龙女身上, 此刻听到老龙智谢的话, 却猛然意识到什么, 望向其旁那个修行人。 老龙行礼本来纪元是十分想要回礼的, 但是实在有些晕呼, 也提不起力气, 若非卯足了进意志强压, 保不准七窍中某几窍, 还得冒点写出来, 所以也根本没法还礼。 在外人看来, 就是这个上兵居然胆敢这么协作者, 生生受了龙君毅力, 仿佛这里在他看来理所应当。 更奇特的是, 龙君见此居然表情欣喜, 毫无怒意。 不过对于场内绝大多数的水族经妖而言, 根本连主作龙君, 为什么突然向右手兵客行礼致谢的原因都不清楚, 只能在心中猜测。 如春木江江神白旗之类少数有所明误的, 则震惊之于各有心情, 只是龙君在说话, 谁也不敢问。 见自己女儿有些压抑不住, 老龙瞪了她一眼道, 若莉, 收住龙气, 莫要惊了我的寿宴。 女儿知道了。 其实, 现在阴若莉很想化为蛟龙之身, 在通天江上游一圈, 但场合不合适, 只能努力收束自己的气势, 几个呼吸之后, 那股令舞姬和宋菜精怪们颤塑的气息终于消失。 老龙笑容满面地朝向众多宾客。 都怪小女巫里, 惊扰了各位的雅兴, 五月起, 宴会继续。 随着老龙下令, 重新收拾心情的精怪们又恢复工作, 宴会几个大殿内也再次歌舞升平, 交杯换盏。 只是不少水族妖物的心思, 其实已经不在宴会上了。 英风刚刚看自己妹妹的表现, 看得瞠目结舌, 这回歌舞再起, 觉得做不下去, 朝着边上这些关系好的水族告罪一声。 各位见谅,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没有去禁忌, 叔叔喝酒, 我得赶紧去一趟。 说着, 英风拿起自己的酒壶酒杯, 就想站起来, 天水湖蛟龙高绝一把抓住英风的手, 死活不让他走。 殿下, 您一定得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江神娘娘的龙身得了什么好处? 哎呀高绝, 你就放开我吧, 我这回也不知道呢, 心里比你还痒痒, 你让我先去弄清楚啊。 好好好, 殿下弄清楚了, 可别忘了告诉我们啊。 是啊, 殿下。 英风含糊着应付了一句, 赶忙提着酒壶酒杯站了起来, 绕过舞池一侧, 朝纪元方向走去。 这回龙女正在凝神平复气息, 见自己哥哥从远处走了来, 下意识瞥了一眼纪元, 发现这位纪叔叔大概是暂时对宴会失去了兴趣, 又开始研究水府的餐具了。 殿峰提着酒壶酒杯, 进了纪元桌前就放慢脚步, 望了望高台主座, 自己父亲在赏舞之余, 似乎错觉般瞥了自己一眼。 看到纪元似乎对宴会没什么兴致的样子, 殿峰迈着小碎不靠近, 脸上尽量露出亲切一点的笑容。 纪叔叔, 我这忙得满堂宾客进来进去, 终于差不多都应付完了, 这回可以来陪陪更亲近一些的自家人了。 自家人? 纪元就是浑身酸痛, 也抬起头看了看这位龙子。 刚刚在那不是纪元前纪元后, 叫得满欢时的吗? 这回就是自家纪叔叔了。 来来来, 纪叔叔, 我给你买上。 殷峰很是自来熟地给纪元倒上一杯酒, 纪元这回和殷峰说实话了。 殿下, 殷老先生刚刚已经嘱咐, 少喝点了, 所以, 喝了这杯我就不喝了。 至于方才的事情, 你去问江神娘娘会更合适些。 是是是, 纪叔叔说的是。 殷峰给纪元倒了酒, 自己也饮了一杯, 这回根本不敢在纪元面前拖大。 点头秤势之后, 悄悄溜到了龙女边上同桌坐下。 小妹, 刚刚发生了什么? 殷峰说话很小声, 龙女则自顾调整并没有理会她。 小妹, 你这是要急死我呀, 你肯定得了纪叔叔什么好处吧? 到底是什么? 让爹都顾不上场合行礼致谢。 其实殷峰还想补上一句 为什么我没有。 龙女没好气地看看她, 小声冲她嘀咕一句。 你该一开始就先来这边敬酒的, 别想那好处了。 爹都说, 这里太重了, 我得一次已经是天大的圆法。 你还想要就过了。 这话说的殷峰简直要抓狂, 也就是说, 小妹真的得了了不得的好处, 而她没份。 纪元自然知道这龙子殿下想的什么, 不过龙女能成功扣心并达到目前这般匪夷所思的效果, 完全就是因为她自身心境的契合, 所谓原法正应了此处, 同样禁欲新冠给龙子演化一次, 结果可能就是成了败了, 都不痛不痒。 大殿角落里, 春暮江江神白旗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份孤僻, 在座位上已经坐不住了, 这会正提着酒以不太习惯的方式, 找着有点身份的水族到处问。 至于问的事情, 自然是纪元的身份, 结果认识的那些水族妖怪, 就没人知道那位上兵是谁, 只知道龙君非常重视那人, 不过这都是废话, 坐于右手又让龙女旁桌陪从, 谁看不出来啊? 一场主宴持续整整一晚, 随后重兵退席, 在此后三天内水府依然会有沿袭, 但寿星龙君就未必会出席了, 实际上寿宴的主要部分已经过去, 很多水族即便此刻提前离开也没问题了。 大约已经是第三日的正午时分, 水府深处某个珊瑚花园内, 纪元同老龙对坐石桌前。 这里的水虽然依旧清澈无比, 但据说是取得东海海水, 就为了养好这一圆色彩斑斓的珊瑚。 周围就像上辈子电视上看到的海底珊瑚一样美丽, 甚至还有一些细小的彩色由于, 并且光线明亮, 环境也更干净, 水文清晰通透地如同空气。 哈哈哈哈, 纪先生, 老朽又赢了, 这次赢你久不半。 老龙开怀大笑着, 任由一旁妖姬收拾棋盘, 自己则亲自替纪元倒上酒, 纪元则在一旁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明明棋局到大半的时候, 基本胜负已定, 纪元都想头子了, 但老龙死活不让认输, 每一局都一定要下完。 这老龙, 完全和尹夫子, 不是一个段位的啊。 纪元本以为经过演祺自己的围棋齐力, 也应该大涨了, 不过显然, 在老龙面前还不够看。 而且, 演祺各格局是两子相符, 围棋正统格局则是两子相争。 虽然纪元已经有看穿齐路的眼力, 却还不够。 再来一局, 纪元不断纠正自己心中演祺和正统棋局的偏差, 寻找契合点, 也算是从新的角度补充演祺的不足。 眼前的水晶棋盘仿佛同一镜轻度重合。 不论相争还是相生, 都是要占据棋地。 新局开始, 老龙发现赢了这么多局, 纪元的棋路开始变了, 开局不再一板一眼地照着书斑, 反而有种跟随粘连的古怪感。 仿佛不是要封死自己的黑子, 更像是邪从落子一同化阁, 完全一副小孩子学下棋随便乱点的架势。 吓着吓着老龙发现自己的棋路被带歪了, 冷不丁被纪元一刺, 发现自己居然有一片棋, 没法粘起来。 爹, 那春暮江的白棋还没走, 又想见你。 这时候, 龙女匆匆从花园外走来, 老龙文言立刻站起来。 这白棋, 好歹也是一将正神, 老这么靓着他, 确实不好。 纪先生, 老龙我去见见他。 纪元, 好不容易见到迎面了。 这老龙就溜了, 想了下干脆准备告辞。 英老先生, 我已再次讨扰许久, 再不回去。 那租借传之的渔夫就该报关了, 且那白棋醉翁之意不在酒, 麻烦是纪, 某可不想招了。 老龙顿住脚步, 回头望了望纪元, 念头一转, 也是露出笑意。 纪先生说的是, 况且你还要等尹夫子入京, 确实不宜久留, 只是那白棋, 想要再寻着你, 就不容易了。 最后一句, 真是老龙有感而发, 找纪元是真不容易。 白棋不清楚的情况下, 哪怕纪元就在通天江上垂掉, 也是找不到的。 纪元笑了下又道, 因老先生此去, 可带给那春暮江江神一句话, 就说, 苦求非远法, 正修才是真, 为龙行有道, 为神护一方, 心面无所缺, 自有镜相识。 这几句话, 老龙, 听得老龙眉头一皱, 也不多问, 也就点头离去。 而纪元则由龙女带领, 外府偏殿中, 春暮江江神白棋坐在白鹅卵石铸就的客椅上静静等候。 白棋也不急躁, 反正这次他是打定主意要等下去了。 喝了一杯水斧清茶, 有一鸣脸上长着鱼腮, 下半身还是鱼尾的水斧扑从游来。 白夜, 龙军马上就到。 白棋精神一震, 将覆盖着气泡的茶盏放下看向来者。 当真? 那纪先生, 是不是和龙军一起来? 虽然理论上今晚还有宴席, 但第二夜一过, 各方水族就都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两天多时间过去, 白棋已经打听到那位龙军的上兵名叫纪元, 即可能是一个身份神秘的道庙高人。 并且能和龙军成为至交, 对妖族应该也没多少成见。 见白棋这么盯着自己, 小小的精怪顿时被对方无意间流露出来的龙气射斗,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这, 这小人就不清楚了。 白棋也是意识到自己失态, 赶忙收敛气息。 知道了, 我在这候着龙军。 蒲从水妖赶紧告退。 没过一会, 老龙就慢悠悠地来到了这处偏殿, 白棋赶忙站起身来拱手。 见过龙军? 问礼的时候, 白棋还看看老龙身后有没有人一起来, 结果自然是失望的。 白将神不必多礼了, 不知白将神久候于此, 找老朽何事啊。 见老龙不紧不慢的样子, 白棋也不和他兜圈子。 不瞒龙军, 白棋困对于春暮江多年, 此生求到化龙姬无奢望之心, 然前日应将神的事, 白某就直说了, 望龙军能带为引剑, 让白某见一见季先生。 当初在春会府的白棋看起来年过半百, 不过此刻的白棋则更如一个中年男子。 老龙看看他, 心知对方在想什么? 白将神啊, 我知晓你心中所想, 也不妨告诉你。 前日小女确实原知德法, 因季先生相助得了莫大好处, 虽为化龙却一具龙心。 这话听得白棋呼吸水气都抑制不住地, 显得气粗了一些。 只是, 季先生早已明言, 那次不过是小女自身心静, 格外加时机难得。 遂施展高深道英, 助小女来了一次凶险的寇心观, 修仙之人常言的寇心。 白棋不由师生问道, 修仙之人同妖类之间交流并不多, 但相互之间还是知道不少事的。 而且, 也有一些妖类天生就修习合适宪法, 好似某些先府先寿。 但了解, 不代表真的懂行。 寇心,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能耐, 少有妖族能掌握, 只知道, 寇心也分好几种, 有的就如龙女那种, 实际恰当且有高人护道, 有的则可谓是寇心节。 并且, 寇心往往也需要身体力行, 有些时候还需往尘世中求。 不错。 季先生说, 那次寇心其实凶险无比, 当然成了之后, 小女也是收获颇丰, 直接助救龙信。 老龙英红有些骄傲地说着, 随后再次看向白棋。 而白江神这种情况, 和小女显然大有不同。 我那朋友道行虽高, 可毕竟不能逆天而行, 在老朽前来见你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 白棋身子僵住了好一会, 最后就像是被抽走了全身力气, 顿时颓然下去。 已经离开了, 白棋喃喃自语, 早听说了龙君清寻纪元三年的事情, 这样的人一旦自己走了, 他白棋想要找到, 恐怕是不容易的。 话都说到这份伤, 白棋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低落地朝着老龙拱了拱手。 多谢龙君相告了, 白某告辞, 看他立刻要走, 老龙赶忙叫住了他。 白将神捎带, 季先生走前留下几句话, 让老朽带给你。 白棋以为, 大概是一些让他不要去寻人的劝解, 尽管心情不佳, 可听还是要听的, 顿住脚步等待龙君说下去。 季先生有言, 苦求非远法, 正修才是真, 为龙行有道, 为神护一方, 心念无所缺, 自有静相识。 老龙才说完, 就发现对面的白棋就这么愣在了那里。 下一刻, 骤然气势大变, 连一身龙气都差点抑制不住, 整个人情绪也决然不同了。 心念无所缺, 自有静相识, 心念无所缺, 自有静相识。 是他? 是他? 白棋神精致般喃喃自语, 随后抬头看看老龙, 眼神里神采飞扬, 弯腰折背而作音。 多谢龙君转告, 多谢季先生赐教, 白棋定当谨遵先生教会。 白棋这反应有些出乎老龙的预料, 老龙甚至能看到白棋其中一只手居然都捏紧了长袍一脚, 这反应对于他这种身份的妖族来说简直匪夷所思。 难道纪元这话里藏话的意思, 以后会去帮白棋重塑画龙道? 也不对啊, 前两句明明叫他别苦求啊, 整句话意思不该是让他好好当这个江神, 引得万民尽乡, 是往神道这路子延续吗? 不管老龙怎么纠结, 明面上还是还了一礼。 白江神, 季先生, 这话究竟何意? 你怎么就如此? 白棋现在心情极佳, 笑容满面, 看着老龙的疑惑就更爽了。 哈哈哈哈, 龙君勿怪, 此事既然季先生没说明, 那白某也不好明言, 总之多谢龙君了, 再次祝龙君受负勇响, 白某告辞了, 告辞了。 哈哈哈哈, 白棋昂首阔步而去, 才出了偏殿, 就化为一条无灵白胶, 游窜入江。 通天江某处江面上, 纪元立于乌棚小舟船头, 面上露出一丝笑意, 就在刚才, 秀中已有一枚棋子闪过。 于异境山河中观想, 却是一枚完全凝实的棋子, 只是还未分黑白, 所以此刻呈现淡灰色。 在异境中探守侄子, 只觉棋子分量不轻, 引有白胶龙吟。 船边有龙女半身立于江中, 看纪元突然面朝远方而笑, 只觉自有一种道法自然之感, 竟是呆了一下, 等纪元回神才敢打扰。 纪叔说, 洛璃就送到这里了。 龙女说完, 文言的纪元朝他拱了拱手。 江神娘娘请回吧, 令尊寿宴才过, 府中定然繁忙。 龙女在江面浪涛中, 朝着纪元施了一个万福, 笑着道了一声若离告退, 便沉下江去。 纪元见龙女入水, 这才在这一侧船头坐下。 戴上斗笠抓起船桨, 就这么如同一个普通渔翁那样, 划着乌棚船远去。 水面底下, 龙女其实依然在透过荡漾的水波, 看着上头的小船, 发现纪元也没施展什么妙法, 就如同凡人船家一般, 慢慢划奖行船。 若非他早知那小船上是纪元, 根本便别不出这船有什么特殊的。 纪元上辈子其实不会划船, 不过和老渔翁学过之后, 也划得四模四样, 得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枚凝食棋子, 此刻的他自然心情极佳。 除此之外, 还有两件令纪元高兴的事情。 一是向老龙讨了几杯特殊的龙咸香, 当然了, 这就不是龙的口水酿造的, 但却有些关系, 乃是老龙以真身打瞌睡时, 所留龙咸催生出的水澡为主才所酿, 并加入了多种珍品和吸附灵气的仙草, 成酒极为不易, 数量也不多。 老龙请饮照先喝的就是这酒, 而纪元多讨要几杯走, 自然不只是他摊着酒味, 而是想到了某个作死盗人, 龙咸香算是能补充一下轻松盗人损耗的元气, 不至于过早受尽。 第二件事是, 纪元从老龙的书库中飘飘简简借了好几本书出来, 确切地说能称为书的只有一本, 其他的几样都是以物传神的遇签或遇捡, 很是有一些纪元感兴趣又缺少的内容。 纪元觉得, 就算一直钓不上鱼也不错, 可以边看书边等影夫子, 来年春科举结束之后, 则正好去找轻松盗人, 替这管不住嘴的家伙, 蓄一蓄命。 所以现在的纪元起, 华讲来也很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惬意, 随波荡漾地潇洒, 甚至想起当初在包船去春会府时, 那老船家的歌谣, 心境环境都契合之下, 乐而出口。 鱼舟又, 其讲又, 鱼人又乐悠悠悠声音中正有力又平和悠扬, 比之那老船家更服欲耳韵律。 龙女在水下倾听了好一会, 见小船滑走了, 才返回水府, 她并未化为龙区, 只是这么扭动着身躯往水下游去, 流云绣袍和长发在身后波浪一样拖行。 当初爹爹和纪叔叔遇上的时候, 又是怎么一番光景呢? 显然龙女并不清楚自己老爹是从什么地方将纪元送到水府的, 所以将乌鹏船和纪元送到江面的位置, 也不过是水府外以北十几里。 当纪元滑着滑着, 以模糊的视线看看周围的山巒, 见到岩浆腹雪的农田和白雪矮矮的树林时, 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还需要划好长一段水路, 才能到之前钓鱼的位置了。 再不清楚具体路有多长的情况下, 纪元也慢慢加快地滑奖的速度, 净力加大之下传速就快了很多。 其实一般老渔民也能达到纪元现在的速度, 并且能持续好一会, 只是不能同纪元一样几乎不损耗什么气力地一直持续下去。 泛舟而行的时候, 纪元也尽量观察着沿岸的景色, 看那一片白色, 就知道三天前那第一场雪应该下了挺久的。 此刻小舟前进的速度大约等于常人小跑, 已经重新披上缩力的纪元也不急于再次提速, 反正在水府吃了这么多好东西, 还喝了龙咸香, 感觉能维持速度, 划船到通天江尽头。 而且, 或许是因为棋子的存在, 纪元就是有种感觉, 尹夫子应该还到不了状元度。 划船到傍晚, 估摸着都足足行船, 有七八十里水路了, 依然没看到状元度, 倒是看到了前方一艘缓缓前行的楼船。 这么冷的天出船,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来沿江赏雪的。 楼船船尾上的巨型船鲁正在左右摇摆, 估计里面的踏板船夫, 现在踏板并不是很快。 此时天色还未完全黑下来, 楼船上已经有下人开始挂起灯笼, 透过那火光, 纪元能看到每一个灯笼上都有字, 只是模模糊糊, 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只知道字都是同一个。 这么看来, 这艘楼船想必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私产, 那灯笼上的字就是姓氏。 纪元反正也无聊, 也就一边划船追赶, 一边猜测那个姓氏是什么字, 并且以距离衡量难度等级。 划奖两百下, 接近不少, 字体至少在视线中不是模糊成一团了, 但还是看不清。 幼华两百下, 开始有点轮廓了, 方方正正看来比划不少。 幼华江三百下, 纪元终于有了猜测, 姓氏大致就那么些, 从头顶的偏旁和下中方的规格来看, 可能是一个萧字。 这回乌鹏船已经距离楼船不远, 哪怕随着天色渐完有寒风呼啸, 也可以清晰听到船上有悠扬的奏乐和一些交谈声。 楼船顶层家板后方, 有几人货站或趴在船栏边, 一位披着厚实大厂头带方官的男子, 一个年轻一些裹着披风带着球皮帽的公子, 还有两个穿的也挺厚实的仆人。 年长的男子手上还端着一杯酒, 此刻望着远处滑奖而来的乌棚小船, 将酒水引进, 立刻有仆人剃其针灸。 众楼, 有些事情, 并不是你想要如何就能如何的。 你从小锦衣玉食, 在为父和你娘的呵护下长大, 虽然学闻习武, 可真正的苦头终究没吃过几次。 一边公子听了有些不乐意。 爹, 习武的时候可是要吃不少苦头的。 您没练过就这么说合适吗? 这老爷笑了笑, 伸出手指向船后方江面的乌棚船。 冰冻时节, 寒江之上, 鱼翁为生计而赶, 或数日无所得, 腹中饥苦, 遍体生粮, 饥寒交迫之下, 却不敢休息。 这种苦你受过吗? 这公子顺着父亲的手望向江面小舟, 那船家一直奋力划着江, 好似在逐渐暗下来的江中, 无力地追逐这艘楼船的灯火。 不知为何, 那句反驳的话, 就没能说出口。 这位公子此前就听自家下人说过, 集市上已经有多日, 没有鲜鱼, 即便有鱼也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 传闻通天江上好些日子都捕不到, 也钓不到鱼了, 这固然很邪乎, 可还影响不到他们这些达官贵人, 但对于江面讨生活的人呢? 想必这渔家定是赶了很远的江段, 想要有所欲货吧。 众楼, 你我裹着皮草上绝寒了, 你看那渔夫, 梭立之下衣物单薄, 他现在只能不断滑桨, 停下来, 或许身上的汗水都能要了他的命, 嗯, 他滑船倒是挺快的, 这老爷正在说叫呢, 忽然发现, 这乌棚小舟居然已经离大楼船很近了, 并且就速度上, 看大有要滑着小江赶超楼船的意思。 纪园在江面的乌棚小船上, 看看上头的几人, 头顶有官器生腾, 应该是个在经济府有权柄的人家。 耳中听的, 则是这种达官贵人才有的烦恼八卦。 那公子也是看了一块纪园的乌棚船, 终于还是转头反驳自己父亲。 可是我也没有, 想要让红袖当正妻, 只是娶妾也不成吗? 那父亲再次喝下一杯酒暖身, 才冷笑着说道, 你是什么身份? 他又是什么人? 一昌级女子进了我萧家门, 你让你娘怎么给你安排婚事? 你让朝中如何看待我萧家? 你以后的仕途也难免受到影响。 爹! 我大真律法哪条规定了, 官宦之家不能娶青楼女子。 而且, 红袖是卖意不卖身的。 这公子显然有些生气了, 连语气的高了几分。 哼, 亦不过区区见急。 况且, 卖意不卖身也只是传言, 对你, 他不就敞开罗群了吗? 你, 爹你简直强词夺脸。 这老爷也只是冷笑几声, 顿了一下才说话。 让你出来这寒江上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头脑。 若你选择了这一步, 将来你受的苦未必, 比这乌鹏小船上的愚人更少, 或者说会更苦闷, 爹可从不骗你。 纪元的乌鹏船在划过的时候, 甚至能听到那公子捏紧拳头的歌之声, 可见心里是多气愤多不甘。 哼, 有权有钱人家的烦恼, 摇了摇头, 纪元再次微微加厉, 乌鹏小船更快了几分, 已经赶过楼船半个船身。 楼船上的公子哥双掌手指在木栏杆上扣出浅浅的纸痕, 视线则随着乌鹏船移动, 看着这小船好似挣扎般就是要超过大船, 心中仿佛有突所雾, 指尖的力气也顿时减弱。 这一刻, 纪元心有所感, 斜向上方转头而望, 看向那名公子, 后者视线本就盯着小船, 突然见到一只埋头划船的愚人转头往来, 好似就是在看自己, 也是微微愣了一下。 纪元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笑了笑, 回头继续划讲, 口中喃喃自语着,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但也就是有点意思而已, 这萧公子一时的气象变化并不能代表一事, 或许以后, 他继某人会有兴趣知道一个结果。 乌鹏船好似再次提速, 虽看着不明显, 却很快超过楼船, 将只甩在身后。 萧家的大楼船上, 那公子皱着眉头, 看了那乌鹏船很久。 众楼, 有何想说的? 爹, 我说不过你, 就先将状元之位拿到手吧。 那老爷终于露出笑容, 左手抚须, 右手拍拍儿子的肩膀。 回京之后, 我会去找你留伯伯喝喝茶的。 其实以萧家的诠释, 那公子想要出事, 即便不参加科举, 也是能当官的, 不过科举不但是读书人和普通的高升之路, 也是官宦子弟证明自己好方式, 只要不是真的纹酷。 杰出的家学资源, 加上一些关系, 往往能在科举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纪元华船离去时, 自然也听到了背后那句, 找谁谁谁喝茶。 这种明显是拉科举考试关系的言辞, 那公子也未反对, 只能说, 算是封建王朝高层, 某种约定成俗的东西了。 当然了, 这些人其实也不敢太过分, 顶多得到某个指点方向去下苦工, 太过的话, 皇帝威严也不是开玩笑的。 大臣历史上因为泄露考题被处以极刑的官员也是有的。 只能说尹夫子啊, 你科举的对手可强者如云呢。 乌鹏船越滑越远, 彻底脱离了大船的视线范围。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 纪元干脆再一次提进, 往往船桨在水中重重一滑, 就能让小船窜出老远。 而木桨在微弱法力附着保护下也显得坚韧无比, 不会因为这种明显超出负荷的距离而折断。 还没到半夜, 乌鹏小船已经路过了状元堵, 那边码头有灯有火, 有酒家也有客栈, 不远处的通天江江神庙也是灯笼高挂, 且还有香火缭绕。 不过这回寒冬之夜, 倒是没有渡船行走江面。 没过一会, 纪元就将小舟滑到了原先那些日子, 常常停泊之处, 也算是微微松了口气, 不知道那陈老汉这几天寻不着自己, 会不会着急地报官。 纪元也不管这么多了, 在岸边拴好船绳, 走到屋棚下降两侧竹边门峰上, 就在里头盖上被子睡去。 第二日清晨, 有熟悉的呼喊声从岸上传来。 纪先生? 纪先生是你吗? 纪先生, 纪元其实在听到脚步声有远极近就睁开了眼, 这回自然就钻出了屋棚舱。 看到纪元出来, 岸上的老头也松了一口。 哎呦, 喂纪先生, 您这几天划船去了哪呀? 这大冷天的, 您也不打声招呼, 就这么消失了这么多天, 我都怕您, 陈老汉话到这边就止住了。 不过纪元也知道什么意思, 十分歉意地朝着陈老汉拱手。 是纪某的不是, 确实没考虑周全, 望陈老伯见谅, 前几日一直钓不到鱼, 又遇上一好友说划船远些可以钓到, 也想泛舟赏雪, 所以就一同去了, 忘了给陈老伯留话了。 陈老汉摇着头, 伸手点摆着纪元。 您这么一走多日, 可把老汉, 陈老汉才算调整了心态, 也是纪元好说话, 也相熟了, 他才敢这般喋喋不休。 这回, 陈老汉也是习惯性, 忘了忘靠船头方的鱼楼, 果然里面还是空的。 纪先生, 您和您的朋友, 又没逮着鱼吧? 是啊, 没钓着, 人家都扫兴走了。 也是, 最近可真邪乎, 村子里的人也逮不到什么鱼, 鱼群都不冒头, 顶多不过找些小鱼小虾, 钓鱼更是从不上钩。 纪先生, 您说不会到了开春后还这样吧? 老汉一边说, 一边靠近岸边, 将手里的一团荷叶包向纪元递过去, 上头还冒着丝丝热气。 纪元鼻子动了动, 高兴地接过荷叶包, 也随口说道。 去求过江神娘娘们? 求了, 怎么可能没求? 那没事, 我估摸着, 马上就会好了。 唉, 但愿如此吧。 哦, 对了, 纪先生可想饮酒, 若是想的话, 我午后给您打点土酒过来。 纪元想了下, 好像上次的还没喝完就被老龙连人带船一起卷走了。 不用不用, 我这还有些酒, 等需要了, 自会向老汉提的。 好好, 纪先生您慢用, 老汉我就先走了。 好, 陈老伯慢走。 陈老汉放宽了心, 走起路来也轻快很多, 关心纪元自然是有一些的, 但更多的, 还是怕真出了什么命案。 等陈老汉走远, 纪元也解开岸上栓桩的船绳, 拿起船桨在岸边一撑, 将小舟荡开去。 这外来水族惊妖, 尤其是过于扎堆的蛟龙之鼠, 逐渐离开, 被惊扰的江中水生物, 应该会很快恢复正常。 和往常一样, 到了合适的位置, 坐在船头小凳上, 一边以虫肝荡耳抛肝钓鱼, 一边解开荷叶吃包子, 膝盖上则放了一本从老龙那边借来的新书。 此书名为《玉论》, 并非天书, 但的确不是凡书, 所以, 纪元看得清清楚楚, 并且, 甚至产生幻觉。 这书和之前纪元得到的几本一样, 都没有成书作者署名。 纪元曾经有些恶趣味地想过, 是不是因为终究是处于妖魔仙道的世界? 那些作者, 其实也有些怕血的东西, 让某个高人, 胸腰看不过眼, 直接找来论道, 或者干脆打一顿, 所以才一个个都不署名。 《玉论》并非一本法诀书, 准确地说是一本帮助你理解法诀中玉法类的书。 一般这种厚不头的书, 大多都是这种杂书, 如《外道传》和《通明册》。 关键是, 这种杂书好看, 趣味性作。 所谓法不清传, 真正法诀往往内容都不会这么杂这么多, 也大多用类似以物传神的物件保存。 纪元手头另外几个借来的遇签遇简就是了。 不过纪元认为, 这些杂书中都是有大学问的, 一些天马行空的设想都值得推敲。 这《玉论》从基础到高深, 讲了成书者对于《玉水》、《玉火》、《玉风》、《玉雷》等玉法的研究, 不谈正法, 只讲心得和猜测。 根据各种玉法、中心得和猜测的占比, 纪元能很轻易分析出成书者自身的道横和所会的竖法。 比如《玉雷》, 这成书者八成是不会的, 此部分内容基本全是听闻和假设或者推敲和戴论。 叼着包子翻动书册, 文质精彩处, 正讲的是《玉水可柔可刚》的细节变化, 同纪元自身的印证不谋而合, 这种骚到自身仰触的感觉让纪元都眉开眼笑。 左手处鱼杆顶端细不可绝地微微一颤, 使鱼飘有所起伏。 纪元右手将小半个叼着的包子整个塞进嘴里, 望向鱼飘所在。 这是上鱼了? 朝着水面下看了一会, 咧嘴微笑的纪元又转头望向岸边关到远方, 有两个背着书香的书生正结伴行。 英雄,都怪我连来了你。 我早该知道, 那就是个骗局,偏偏不听你劝告。 这下好了, 我们俩的盘缠都陪进去了, 其中一书生一直哀声叹气。 尹赵仙固然也是有点欲气的, 但比同伴洒脱多了。 好了, 使兄, 别再自责了, 此事就当吃一欠掌一智吧。 话是这么说, 可这等苟且之人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 若非尹兄姬州借员身份, 差点就让我们下了大狱, 真是想想都咽不下这口气。 尹赵仙紧了锦书香的背带, 挫着洞江的手哈着热气, 看看身旁之人。 既如此, 我等更要考取功名, 将来为官断清此类案件。 今日之祸, 未必不是他日之福。 有理有理, 尹兄说的是。 两人边说边走, 好一会才终于接近了, 接近了通天江江边, 期间也谈到了剩余一点钱财, 是否构成做渡船, 也谈到了还有几月才会是开口, 中间这段日子该如何度过等种种担忧。 即便是尹赵仙也是有些愁眉不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边有个船家, 我们去问问状元度还有多远吧? 也好, 走过去问问。 两个书生虽然疲惫, 但还是加快了脚步。 江面底下, 有叶叉满心疑惑, 为何这鱼人还不提干? 难道是瞎子不成, 不知道自己上鱼了吗? 或者再换条更大的? 龙子殿下突然令他在此处找到一钓鱼翁, 时不时弄条大鱼给他挂钩, 夜叉虽然不解, 但也不会多问, 只是按命令行事而已。 正打算在换条鱼的时候, 水面小舟上的渔夫猛然提干起。 尹赵仙和史信书生刚刚到岸边, 还没来得及冲屋捧船吆喝, 就见到船上鱼人提干引起, 一条看起来足足有二三十斤的白花花大鱼鱼拍打的江面水花四箭。 这么大一条鱼? 尹赵仙和史信书生一时间也被惊到了, 愣愣地看着那鱼人提干。 一条二十多斤的大鱼鱼足有常人大半条腿长, 那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有的。 哗啦哗, 拉哗啦, 纪元根本没溜鱼, 乌棚船边水花荡漾的厉害, 一根翠绿竹竿更是弯得如同半远。 呵呵, 正直大鱼上钩, 又有棚自远方来, 甚乐甚乐。 大鱼虽然拍水拍得厉害, 可那弯弯的鱼竿在纪元手中极其平稳, 左手一抖就将鱼整条提出水面, 送入了船头鱼篓中。 开口小身子粗的鱼篓好悬, 才装进这条鱼, 那拥鱼的胖头, 差点卡住鱼篓口子, 就是现在装进去了, 也有一半身子在外晃动。 于岸上的尹赵仙和史信书生而言, 听到那鱼人中正清朗的嗓音, 后者还没什么, 前者则洗窜眉梢。 是纪先生。 纪先生, 尹赵仙在此啊, 尹赵仙激动地朝着江岸边树章外的乌棚船方向挥手呼喊, 这人这么激动过。 纪元此刻, 手腕一抖, 已经使得鱼篓从鱼嘴拖出, 将鱼竿放下, 又再下斗力, 转身冲着岸上的尹赵仙拱手问礼。 尹夫子, 一别惊眠, 夫子一切可好啊。 真的看到纪元那张毫无变化的脸, 尹赵仙激动之情更胜, 赶忙向着纪元回礼, 旁边的史信书生也下意识跟着一起拱手。 尹某家中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先生小院, 我们也是有打扫。 纪先生, 快靠岸过来吧。 纪元也朝着史信书生略意拱手, 笑着吆喝道, 来了。 鱼篓中大鱼还在扑腾, 纪元坐于船头, 拿起船桨挡了个弯, 划船靠近岸边。 看着尹赵仙激动的样子, 边上史信书生不由好奇地问, 尹兄, 你认识这鱼人? 何止认识, 纪先生既是尹某家乡邻里, 也是我的至交好友, 一别多年, 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小船没几下就靠岸, 纪元也一步从船上跨了下来。 要是换成纪元上辈子, 遇上多年未见的真正至交好友, 铁定是相互见一个雄豹。 不过这一世的人有人之间大多比较含蓄, 尹赵仙只是激动的同纪元相互掺手, 不过手机用得不小。 几期之后, 双方才松开手, 尹赵仙才为纪元介绍旁人, 伸手一引对纪元道, 纪先生, 这是尹某在静京路上结伴行的鸡州同乡。 史信书生再次朝着纪元拱手后自曝大名, 在下史玉生, 乃是春会辅人。 纪元也再次礼貌性拱手回敬。 李仁纪元和尹夫子是算同乡旧时。 介绍过后, 这也算认识了, 纪元笑着指向乌鹏船头的鱼篓。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正好有大鱼上钩。 今天中午就以此于招待尹夫子和史公子吧。 上船上船, 我们一起去陈家村。 纪元盛情邀请之下, 尹赵仙和史玉生都上了乌鹏船, 随后他也重新跨了上去。 提起船桨后, 纪元冲着踩在船上坐下的两人笑着提醒一句, 坐稳了。 随后, 船桨在岸边猛力一撑, 小舟滑开岸边的时候, 在波涛上一阵荡漾, 晃得两个心上船的书生左摇右摆地赶紧抓紧扶住船船, 更不敢随便站起来。 这乌鹏船既然是从陈老汉那租界的, 陈家村自然也是临水的, 只要往北划船两里路拐进一条小河道, 再划个半里就能到陈家村, 路不远, 便是站在岸上眺望也能看到村子轮廓的。 小船在江上行驶, 尹赵仙和史玉生适应了一会, 也就不再因为小船的颠簸而惊慌。 季先生这些年都去哪里游览了, 亲儿可是一直惦记着您呢, 说以后, 见着了, 一定要你讲讲外头的见闻。 还有那院中枣树, 三年才又结了一次果, 还来了个厉害的老先生, 吃起枣子来可生猛得很, 纪元一边划船, 一边听尹赵仙或清楚或含糊地讲着, 等他讲差不多了, 才笑着开口。 小尹青怕是更惦记那小红湖吧, 哈哈哈哈, 史玉生在一旁也是笑着倾听, 他从没见过话这么多的尹赵仙, 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两人都是步行走了很长时间, 早已疲惫, 此刻坐在乌棚小舟上, 欣赏着岩浆美景, 既是解乏, 又是惬意。 对了, 纪先生, 你还没说说这些年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可有什么奇异美景和有趣经历, 同营某分享分享啊?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一个河道入江口, 纪元拐动船桨使小船转弯, 又换边划船, 同时嘴上也笑着同营赵仙以玩笑的口吻说道, 这些年纪某斩过腰, 除过魔, 见过殷司判官和地方土地, 会过仙府高门, 也参过龙军寿宴, 精彩分城, 精彩分城啊, 呵呵呵呵, 纪元心情开阔, 说这些话也是颇有豪情, 这些话听得隐隐觉得, 极可能是真是的尹赵仙, 心潮澎湃, 也听得边上的史玉生乐乐呵呵, 全当笑话。 陈家村本就没多少路, 很快小船就在村边靠了岸, 拴好船绳, 纪元同一两个认出他的村民打了招呼, 就领了尹赵仙和史玉生往陈老汉家走。 见到纪元过来, 陈老汉一家都极为热情, 尤其是于楼里还有一条这么大的拥鱼, 看得陈老汉也是嘖嘖赞叹。 时尽正午, 史玉生, 尹赵仙和纪元三人在一张四仙桌前坐儿相谈, 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碟, 而厨房那边阵阵鱼肉鲜香已经飘来。 两三天没吃炖好的了, 尹赵仙和史玉生纷纷被饮得咽口水, 纪元则在一旁看得好笑。 这回尹赵仙才突然后知后觉地注意到, 纪元的眼睛居然不是灰白, 有些惊喜地问道。 纪先生, 您的眼睛好了? 纪元一愣, 才笑了一句, 障眼法, 障眼法而已。 并抬手示意尹夫子不要大惊小怪, 尹赵仙虽然不懂什么是障眼法, 但是字面意义理解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鱼头好喽, 陈老汉是用抹布抬着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脸盆上来了, 纪元赶紧上前帮忙, 一起将这一盆鱼头汤放到四仙桌上, 一下占去不小的空间。 嘿嘿, 还是纪先生会吃, 咱们通天江大庸鲜美非常, 尤其是这鱼头更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么一条快三十斤的大庸可是少见, 这一个鱼头差点连盆子都装不下, 就是去荆棘府的大酒楼都未必吃得到呢。 陈老汉笑呵呵地说着, 随后又回厨房端出来一点其他小菜, 有咸菜也有一些酱肉, 更提出来一壶土酒。 纪先生还有两位书胜, 你们慢用, 老汉一家就在厨房吃了。 好, 有劳陈老伯了。 多谢陈老伯, 多谢招待了。 纪元等人一起道谢之后, 喝喝喝地回厨房吃饭, 这么一条大庸纪元只要鱼头, 剩下的自然就送给陈家了。 鱼香肆意之下, 一顿饭吃得酣畅淋漓, 这鱼头肉后饱满且没多少鱼骨, 关键是汤汁醇厚鲜美非常, 两个饭量不大的书生都吃个不停。 饭桌上, 纪元也讲了一些各地的风土人情, 比之尹赵仙等人一路舟车劳顿紧赶慢赶来说, 要细节的多也更勤意绵长。 那种陌路相逢却入席新婚家, 提比宋贺莲又赢得满堂财的喜庆与融洽, 那种同舟共计同传而时的惬意, 那种虽然纪元没说姓氏, 却也感受到世交之下在对方遭难时倾尽全力相互数十载的恩义。 一件件事情从纪元口中到来都有血有肉, 听得尹赵仙和史玉生又是感叹又是艳羡。 在聊到最后的时候, 纪元也顺时建议两个书生就坐他的乌鹏船去对岸荆基府, 至于要讨状元度的采头也行, 只要将乌鹏船划到状元度再让两人上船即可。 对于两个书生来说, 自然是欣然同意。 一顿饭吃了半下午, 餐桌上的吃食大半多入了两个书生的堵。 反正看那架势, 纪元觉得晚饭是不用给他们准备了。 当夜两名书生在陈老汉家供诉一试, 而纪元第二日会早起先行划船到状元度等候, 所以另诉一试。 晚上熄灯后, 同尹赵仙共握一塌头枕两端的屎玉生还在想着白天的事。 尹兄, 这纪先生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怎么能经历这么多事呢? 尹赵仙笑了笑了。 听过就算了, 还是想想科举的事情吧。 纪先生这种游戏红尘之人哪是我等庸人可想的? 对对对, 游戏红尘一词尹兄用得甚妙。 若非接触了一天, 还真有种洒脱神仙课的感觉, 也难怪尹兄引其为挚友。 呵呵, 睡吧睡吧。 尹赵仙紧了紧被子, 不再说话。 第二日, 尹赵仙和史玉生起床洗漱的时候, 被陈老汉告知纪元早已划船离去, 说会在状元度等着他们。 相比载着他们划船去状元度, 然后再去对岸, 在状元度相会, 然后上船百度去对岸, 肯定有意义多了。 在陈家吃完早饭, 由陈老汉的儿子陈景洪带着两名书生前往状元度, 本来想赶牛车, 但那速度还不如走路快。 陈景洪本就是村汉, 两个书生则经过了赶考远途的锻炼, 所以, 三人脚程都不慢, 十几里地一个多时辰就走完了。 越是接近状元度, 人流就越多, 像是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 都有人慢慢会流到这里, 倒不是说全是共识队伍, 更多的则是来这里的江神庙拜江神娘娘。 还没到状元度, 陈家汉子就停下了脚步, 指着前方的两处对两位书生道, 那边白墙黑瓦的建筑, 就是通天江江神庙, 虽然不是整条江上最大的那个庙, 但香火却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是不少读书人都在那流刺流失, 而这边就是状元度, 季先生肯定在靠北小码头, 你们找找就好了。 陈景洪说完这些, 就准备离开了, 他又没什么事去那边, 没必要跟到底。 多谢陈大哥相送了。 是啊, 多谢陈哥, 将来我史玉生当了官, 肯定会报答你们的。 嘿嘿, 那好, 祝两位高中, 我就先走了, 保重。 陈景洪笑了笑, 见两人拱手也冲着两人回礼后, 才转身离开。 这样的书生他见多了, 一个个都冲紧着过了状元度, 自己就是下一个状元。 尹赵仙和史玉生等陈景洪走了, 才各自紧了紧书香, 微微寒风中朝着状元度走去, 两人并非不想去看看江神庙, 不过不想让纪元久等。 尹赵仙和史玉生都是见过春会府码头的, 这状元度对于在他们眼中, 自然远比春会府码头逊色, 但再看看对岸隐约可见的码头, 那边是荆棘府的水运枢纽, 就比春会府的外港更恢红。 只不过和春会府游船众多不同, 那个是真正的货运枢纽, 很少有花船, 加上此时正值严东, 货运船只也并不多, 偶尔才有一艘靠岸。 乌鹏小舟就停在靠北的一个小码头旁, 边上的船虽然对比码头其他地方都小, 可与乌鹏船一比都算大船了。 纪元坐在船头自顾自看着, 卫论, 耳中也听着这港口的渡船码头的嘈杂。 似乎是因为这渡口, 名字叫状元渡, 也带上了一股文气, 在这边有卖文房四宝也有卖字卖画的, 纪元看书之余偶一抬头, 居然被他发现, 众多气象混杂, 之中有一道浅浅的紫微之气, 在众多混杂的气象犹如鹤里鸡群。 难不成有个什么得宠的皇子, 在这状元渡里? 这紫微气虽然很浅, 却显得纯正非常, 也无太多杂色混入, 说明其人心性至少还没怎么被朝堂臣服, 和奢靡之气轻染。 此时, 紫微气生者算得上一个名字。 纪元皱眉思量一下, 再看看入码头的方向。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尹赵仙的浩然正气同样显眼, 并且, 两气在生腾之余似乎有所牵引。 看来, 外道传, 所说不差, 紫微气名者, 尹贤臣。 纪元从船头跃上码头, 准备去看看是否会有一场有趣的相遇。 状元度的一家文房四宝摊位旁, 一名三十多岁, 算得上神风俊朗的男子身跟着多名随从, 正走走停停地观察四周。 其中一个仆从看到男子搓手哈气, 立刻关切地出声。 三公子, 你要是觉得冷, 我们就去船上, 里头有暖炉有熔球。 哎, 你又来了, 扫兴。 男子挥手制止住下人多嘴, 又再次往前游荡, 今日本是来江神庙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精妙题词, 不过并无所获, 也就顺带来看看这状元度。 那些入京赶考的书生, 这个时节汇聚的书生最多都是各州凭借财学考上来的人, 看这些各州所谓财子面对状元度一副潮胜的表情也是特别好玩。 若是能发现一两个有趣之人就更有意思了。 正在这时, 男子看到了背着书香刚好走入码头的尹赵仙和史玉生, 看他们动得手脸泛红的样子, 看起来竟是完全自己走来的。 距离这状元度最近的集市得有三十里地, 附近村落最近的也得二十里。 这大清早的顶着寒风走这么远路的书生, 至少今天是头两位。 男子指着那两个书生为旁人道, 你们说, 这两人是走路来的, 还是坐车马来的? 旁边仆人定睛细桥不远处的书生, 片刻后开口回答, 回禀三公子。 这两人脚步虽然还算平稳, 却下踏绵软, 定是走了不短的路途, 疲态已显。 男子才呕了一声, 发现两人也正朝着这边走来, 顺道也看看边上摊位所列的字画等物, 不过脚步倒是没停。 也就是在要经过男子身旁时, 尹赵仙突然停了下来看向他, 然后进轨神神拆搬, 往前走了几步, 到了一个危险范围, 尹得男子身边几名下人, 纷纷眯起了眼。 好几个凶巴巴的人, 视线集中到这, 瞧得史玉生一阵心慌, 赶忙去拉尹赵仙。 这位先生, 我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 男子询问着尹赵仙, 再加上史玉生拉扯, 才令他仿佛如梦初醒, 连声致歉。 诸位请见谅, 刚刚尹某失神了, 见这位公子, 觉得非常面善, 却肯定从无见过, 只觉甚是奇异。 尹赵仙说话声音小了下去, 发现对方居然已经有两个仆从, 站在自己和史玉生身后, 另有两人突然抓住了他们的手臂, 后头的人更是直接打开书箱, 在其中翻炒。 你们干什么? 住手! 住手啊! 史玉生惊慌中大喊, 尹赵仙镇定点, 但脸色也不好看, 自己这多瞧了人几眼, 还惹是非了, 眼神不断在码头游夜寻找, 他知道季先生肯定就在附近, 所以也丝毫不慌。 周围的摊贩, 显然和旁人, 显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猜测两书生定是惹到什么有权势的人了, 这种事情, 再状元度不算少见。 搜完两个书箱又搜身, 没发现什么凶器, 有仆人将两份官府文碟交给那三公子, 后者打开看了看, 面向两人问道, 谁是尹赵仙? 我是。 尹赵仙应了一声后, 那三公子就饶有兴趣地上下看看他, 居然是鸡舟戒员? 有意思, 放开他们。 仆人文言松开锁住两人的手, 两名书生第一件事是赶紧揉揉手臂, 第二件事就是放下书箱去捡刚刚被从翻落地面的书籍。 三公子视线撇到地上其中有几本书名挺奇怪, 也好奇着一同蹲下来。 这是什么名家书籍? 我倒是没见过。 尹赵仙见他所指之处, 便开口回答, 群鸟论和未知义, 乃是在下捉作, 不是什么名家书籍。 那三公子直接从地上捡了一本, 封面用漂亮的书法写着, 群鸟论, 同声答约, 再看看其他还有三本事则, 群鸟论, 寻回夜游, 群鸟论, 若冠书对, 和群鸟论, 凤鸣无童, 看起来还是一个系列。 随便翻动几页手上的书, 第一感觉是字迹清晰, 书法精美, 然后再看内容, 则很是兴起有趣。 鸡舟的影介缘, 这几册书不如就卖于我如何? 三公子很是认真地对尹赵仙道, 也听得后者和史玉生愣了一下。 呃, 您打算出多少铜钱? 这书尹赵仙随时可以自己再写几本出来, 现在两人正好拆盘缠, 若是能卖出去, 自然是好的。 三公子冲着仆人勾了勾手, 后者立刻从怀中钱代礼, 取出两定银两, 看那大小, 应该是每一定最少能有四五两。 这些够不够? 这些有些太多, 够了够了, 够了的。 尹赵仙还没说完, 就被史玉生抢着回答, 那男子一笑, 从仆人手中取过银子, 放到尹赵仙的书箱上, 随后向其伸手, 后者反应过来连忙将另外三册, 群鸟论, 和一册, 未知义, 交给对方。 等那些人错边离开的时候, 尹赵仙和史玉生依然有种不真实感, 这几本书居然卖了可能有十两银子, 京城的冬天就很好过了。 纪元就好似其他远远看热闹的人一般, 站在远处人流中, 只是别人见冲突没起来就散去了。 而他却一直看着那个皇子离去的方向。 在那三公子, 接过尹夫子手书书册的时刻, 头顶紫微气微微翻腾, 虽变化并不明显, 却又有后劲。 尹赵仙和史玉生, 缓和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边上的文房四宝摊主呵呵笑着对他们说道, 两位算是运气好, 在这状元度还敢摆刚刚那种架势的, 绝对是常人惹不起的, 我连出声提醒都不敢, 赶紧走吧, 或者要不要看看文房四宝。 心有余悸的尹赵仙和史玉生, 都连声对摊主说多谢不用, 然后整理好书箱往北侧走。 到了最边上的小码头, 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乌鹏船, 纪元没穿缩衣, 没带斗笠, 安坐于船头看书的样子, 简直比来往的书生还文雅。 见到纪元尹赵仙这才安心, 带着史玉生背着书箱挤过人流, 匆匆走到码头, 纪元也适时放下了书册。 纪先生, 刚刚我们纪元伸手制止了尹赵仙。 好了, 此事, 你二人物要多一论, 先上船吧, 我们渡江。 听到这话, 尹赵仙反应过来, 纪先生肯定是知道前后事的, 也就不再多言, 和史玉生先后上船。 有了昨天的经验, 今天两人在座乌棚就适应了很多。 小船离港, 回看状元度上那一艘艘大渡船还在等客, 估计最快的一艘也得在一个时辰才能到开船的时候。 随着小船的前进视线也越来越远, 两人总觉得这状元度模糊得有些快。 纪元在船头滑桨, 看着两人频频回头望那状元度, 笑着说道, 尹夫子, 史公子, 我们船小, 但是仙渡, 已经占了仙机了, 别往回看了, 瞧前头, 前头就是荆棘府了。 两人闻眼转头, 顿时惊恶地发现, 居然已经快到对岸了。 物鹏船没在大码头登岸, 而是在侧边一个较小的台阶口停下, 等两名书生踩着略微晃荡的船头上了岸, 纪元才拱手向两人道别。 尹夫子, 史公子, 此去往昔不过时数里, 就是荆棘府, 驻两位会视电视都榜上有名了。 尹赵仙和史玉生回礼告别的时候, 前者突然想起一事, 从怀中摸索出一块黑色小木牌。 纪先生, 这事, 话音一顿, 尹赵仙看了看史玉生, 又重新跨到乌棚船上, 凑近了纪元小声说。 纪先生, 这是春会府城隍大人, 托我转交给你的东西。 纪元皱起眉头正中结果, 或许是浩然正气的原因, 这一点点小小的阴气木牌在尹赵仙怀里, 居然让他都没能察觉。 等纪元拿过木牌后, 尹赵仙才重新上岸。 三人再次告别之后, 马车前往荆棘府城, 而纪元则站在乌棚船上细瞧着小木牌。 这是以误传神之法济世的鹰幕, 从老龙那借来的几个御迁中就有此法。 这春会府城隍, 找我有什么事? 纪元思量着坐下, 宁神引动木牌信息, 一片片地府的画面, 其中有个一条蛇魂 被死死绑附在一间暗红色的处刑室内。 一种泛着红黑色的行边, 由法厄司主官亲自一下下甩到蛇魂上, 每一下都让蛇魂发出痛苦至极的惨叫, 其间更有鬼差以刀寡灵片, 也有释放一种能让密集恐惧症崩溃的虫子, 是要失去魂灵的蛇魂。 就是纪元此刻看了, 也不免有些头皮发紧, 那蛇魂的惨叫就没停下过, 偏偏却无法结束痛苦。 法厄司主官冷笑着告诉蛇妖, 上须刑罚百二十道, 只有招供才可减刑给个痛快。 最惨的是, 那蛇妖已经把能说的全都说了, 最后只减刑二十道, 剩下的刑法足足要持续半年, 直到最后一刑完成, 其妖魂才会只撑不住而消散, 全部化为阴灵器补充阴丝。 但妖魂兽刑还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这妖物在兽刑中招供的事。 以物传神奇特处之一, 是能将挺长时间的事情, 令观看者在短时间阅玩。 纪元看完荫幕上的内容, 外界也不过就是去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唉, 大真之外的事情, 我现在也是有心无力。 赵承皇你, 把牧牌塞入怀中, 然后取江撑岸而走, 划着船回陈家村去了。 第二日第三日, 通天江水府内, 龙子英峰接连两天都得到夜叉汇报, 说再也找不到江面那个特殊的渔人, 急得英峰安耐不住亲自在那一片江段油叶百里, 果真寻不到父亲的好友。 经济府纪元又怎么可能不来逛逛, 不过与尹赵仙和史玉生到处找百姓屋设租住备考不同, 他没什么既定目标, 也不是非要有床才能睡, 只是凭着感觉在城中闲逛。 大街小巷都井然有序, 商铺民居也临次至比, 道路宽敞商贸繁荣是纪元的第一印象。 城中纵横交错的几条主道是最为喧闹的地方, 混杂着车马行进木轮滚地等杂音, 叫卖声吆喝声也是此起彼伏, 天南海北的各处商谷游人等汇聚于此, 连春会府都完全无法与这边相比。 京畿府总计81个大方, 居住着近40万人口, 是当之无愧的大臣首府。 闹事之中,本来也只是闲逛的纪元, 突然被一件事,吸引了注意力。 商铺遍布的街道上, 有日寻游巡视而过, 而其身后还有带着高帽的撑伞, 勾魂史相随,并未从一条街走到尾, 而是拐入一条巷子。 纪元心中一动, 这应当是有阴寿淫余之人将要去世, 因此前来勾魂了。 这种是属于他纪某人都没见过的, 好奇之下想去一看究竟, 也就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 避过街上人流, 闪过街道车马, 纪元很快也拐入了那条巷子, 虽然已经看不到阴寺之人, 但且不论法眼, 鼻子嗅一嗅就能闻到阴气的痕迹, 找对地方也就不算费力。 这一方名为金安芳, 虽不如王公贵族般的沿街大府, 但锁住人家也算是非富即贵, 至少纪元一路跟来周围的宅院都不小, 这可是在寸土寸金的荆棘府。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纪元跟上了阴寺鬼差, 他们正站在一处府底外, 上头写的是周府。 匾额这么大的字, 即便模糊纪元也还是能辨别的。 阴寺差异像是在等待什么, 而纪元则远远睁大一些眼睛, 注视着府底内部, 隐约能看府底中众人生疼之气。 嗯? 纪元突然微微察觉一丝异常, 忍住酸痛再次将眼睛睁得更大一些, 周府之气顿时更加生动清晰, 在一道道人气之中, 居然还隐藏了一丝淡淡的特殊气息, 有点说不上是妖气还是什么。 这时候, 阴寺的差异大概是察觉时候差不多了, 纷纷穿门而入。 阴寺不测虽能感应到记录之人的状况, 但那可不是什么生死步, 根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知道你具体什么时候死, 只是能感受到人寿源的减守, 能感受记录之人的福禄得业的变化。 在适当的时候, 令阴寺察觉此人将要去世, 同模糊的算命有些相似, 只是更直观。 纪元想了下运起障眼法, 也轻轻跃入了周府。 周府后院一处大卧房内, 一名脸色苍白大约六十多模样的男子躺在床上, 周围男男女女围了一圈人, 气氛十分沉闷。 大夫说, 也就, 也就这两天了, 我死后, 就有, 有长子, 管, 管理, 家业, 记住家训, 不可对, 跪在床边红中眼的长子, 这时候突然站起来, 朝着房门外走去。 父亲, 定是那件人害了你, 你好心收留他多年, 他这般恩将仇报, 我绝饶不了他。 一清, 可可嗨, 床榻上行将旧母之人突然激动起来, 喝住了他儿子。 你, 你如此做, 恩将仇报的, 旧, 旧是我们周家。 此时房门打开, 一名头蝉白绒花的白衣女子走了进来, 直径走向床榻, 看也没看那名那个周家长子。 周家长子前一刻还一脸愤怒, 这一刻立刻退缩几步, 有些不敢直视女子。 这女子走到周老爷床榻边坐下, 面露一丝哀伤, 伸出手温柔地, 抚过床榻老者的面庞。 今日我本不该来这的, 一会阴丝来人撞见, 定不会轻饶我。 你苦恋我三十多载, 今日就陪你最后一程吗? 女子口中说出三十载, 可面庞却美貌年轻, 丝毫没有老态。 原本行将旧母的老者, 此时好似回光返照般, 脸色也红润了少许, 神色更是激动不已。 房间内其他人似乎早就知道此事, 纷纷带着些许惧怕地躲开一些, 更不敢说话。 正是此刻, 阴丝勾魂使架着一阵阴风行至此处, 竟是没能发现床边女子的异常。 两名勾魂使者上前对周家老爷道, 周念生, 你阳寿已尽, 随我们走吧。 若真的这样勾魂而走, 倒也无事了。 可惜此时房门外还有两个日游神, 在勾魂使者履行职责之时, 日寻游在惯例巡视一次周府后, 也进入房间, 随后心头一惊, 第一时间就将视线集中到了床边女子身上, 后者也坦然地看向两名日游神。 两位日游神是荆棘府阴丝的日寻游左右傅使, 在阴丝当差的百年里, 还是头一次碰到今日这般诡异的情况, 这妖物面对他们居然不闪不躲。 愣神片刻之后, 又傅使朝着女子贺问。 妖孽, 竟敢藏于荆棘府百姓家中。 眼前这女子妖气很淡, 在日寻游看来, 更像是被某种擅长变化的精魅, 而飞化了形的妖怪, 这两者之间的实力有本质区别。 两名日寻游当即手握刀柄, 两个勾魂使也抓住腰间勾魂锁, 面向女子。 周念生之魂先不及, 第一要务是拿下这孽障。 日寻游下令并且拔刀出鞘, 勾魂使已经牵出腰间勾魂锁, 四名阴差阴气大胜。 那女子神色有些稀晚, 本来坐在床边没什么动作, 这回轻缓地站起来, 冲着几个阴差失了一个万福利。 几位阴差大人, 我知晓你们容不下我, 今日周郎阳寿已尽, 我与周郎勤练多年, 只求你们能容我送他一起前往殷司, 此后我自当领罚, 不敢抵抗。 房间内的其他周家亲属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到老爷气喘得厉害, 而房间内阴气盛起, 也让一众活人感到有些阴冷。 可这回听到女子的话, 纷纷脸色苍白左右看看, 吓得缩成一堆。 阴差? 阴差来了? 是来带走老爷的? 哎呦喂, 怪不得这么阴冷。 嘘, 别说话, 日寻游听闻女子之言后, 相互看了一眼, 又眯起眼睛, 上下扫视他。 你一个小小精魅, 也敢同阴司官差讨价还价。 别以为你身上并无力气, 我等就会相信你。 要挟害人, 有的是办法掩耳目。 另一名日寻游也冷笑道, 你若不抵抗, 让我等负了你魂魄, 别说让你送他一程, 就是供入阴府又何妨。 女子有些决然地, 抬头望向两名日游神, 再看看勾魂使。 那就请勾魂使动手吧。 这番发言, 令两名日寻游和两名勾魂使皆是一愣, 从没见过有妖物, 真的束手就擒的, 这入了阴司的妖物, 还能奢望再出来吗? 难道其中有诈? 动手! 日寻游一声爆喝, 身上阴气一震, 化为两道虚幻白影, 出现在女子一左一右, 电光火石一般, 各自挥一刀斩下。 两名勾魂使更是甩出勾魂锁, 如同长鞭一般打向女子。 左右使者身形交错而过, 两刀都砍中女子之魂, 勾魂使的锁链, 更是打得女子一阵站立不稳, 魂魄都微微抖动。 痘大的汗水从女子脸上渗出, 顺着下巴一滴滴落到地面, 身体依然保持座衣姿势一动不动, 生生受了这四击。 你, 两名日寻游面面相去, 握住刀柄的手, 没有回出第二刀。 纪元此刻就站在院中, 张开了苍色双目, 注视着屋内的一切, 好似房门等屋都虚化了一般。 这妖物同舟念生的情感固然令人感动, 就连阴丝鬼叉也一定程度上受到震动, 可并非表示鬼叉会放过她, 若真的到了阴丝门口, 各司之神都会拿下她。 只是宋一成就选择赔了性命, 想必是另有后手。 纪元思考的这么一会功夫, 屋内勾魂使已经用其中一根副魂锁绑住了女子魂魄, 并且在女子配合下毫不费力地将其牵魂而出。 嗯? 纪元似乎瞧出点门道来了。 这女子的魂魄被扯出来时还是人形, 贴着魂魄的衣物也成了一件好似白绒球衣, 虽然妖物精怪也可维持人形魂魄, 但这衣服会变却是稍有异常。 片刻之后, 屋内传出一阵或真诚或用力过猛的哭声。 老爷爹! 老爷啊, 你怎么就去了呀? 是孩儿不孝啊? 显然那周年生也已经去世。 果然, 两名因私日巡游, 一前一后握刀压阵, 两个勾魂使者一左一右牵着两个魂魄, 从那间屋子里出来了。 似乎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网开一面, 两名勾魂使在外侧, 使得两个被锁链锁牵的灵魂能依靠在一起。 纪元靠在院中一棵树的树荫处, 障眼法之下, 看过去同阴影融为一体。 似鬼两魂就这么从其身边经过, 竟是没有谁能发现。 看着被锁的两魂, 那周年生的一副苍老的样子, 和那年轻美貌的女子, 依偎着走在一起, 居然没能让纪元产生一种妇女感, 反而真的有种依恋爱慕的情愫在里头。 头顶着鹰壁伞, 鬼拆千魂在荆棘府街道上穿行, 与两个魂魄眼中, 街道上开始弥漫浓浓的雾气, 街道上的行人在眼中, 也不过是一片不太真实的人影。 随着雾气越来越重, 算是越来越接近因私。 周年生同女子, 只是紧紧, 牵着对方的手, 两肩相依着前进, 前者面露忧愁, 后者则脸色坦然。 当差这么多年, 人鬼情未了见过, 人妖之恋倒真是第一次见。 哼, 妖邪终归是害人的, 这周年生也不知同妖共情多久, 哪怕这妖物再克制, 元气怎么也会被侵蚀的。 周年生, 你倒是好福气, 有这么一段厌情相随一路, 不过对你身旁这妖物, 就没你这么好运了。 事情奇特之下, 前后阴差也是忍不住谈聊了几句, 令周年生握着女子的手越抓越紧。 最近这些年, 周年生握病以来, 身体日渐虚弱, 今日死了, 倒是久违地感受到了力气充沛, 能如此大力地紧握女子的手, 对于双方来说都弥足珍贵。 女子侧脸冲着周年生, 笑笑。 周郎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只可惜, 我只是孤苦妖精, 只懂怎么害人, 不懂怎么救人, 没有仙道之法, 也没有奇珍妙药, 找遍千山万水, 也只能延续你二十年寿命, 若娘, 有你, 陪我这么多年, 我周年生已经比全天下的男子, 都要幸运了。 两魂此刻还情愫相依, 但鬼差牵引之下, 魂一速度飞快, 很快就已经到庙四方, 城隍庙在一片香火缭绕中正, 隐隐泛着金光, 而庙宇下方雾气浓重处, 已经隐约显现阴丝内景。 望着前方阴气加重, 透过阴丝内景, 能看到鬼差游夜, 周年生能感觉到, 女子握住自己的尽力加大了不少。 距离阴丝近的不能再近了, 周年生听到一阵带着哭腔的声音, 若有若无地从边上传来。 周郎, 保重, 我不能再送你了。 说完这句, 女子之魂竟然在扭动中划出勾魂锁, 只有一件白色绒衣被锁链捆绑, 而妖魂本体则迅速朝着远方飞去。 四名阴差此刻顿觉不妙。 蹭蹭两明日寻游当即拔刀, 身形化为白色虚影直追妖魂。 大胆妖念。 到了阴丝门口还妄图逃脱。 另一名勾魂时也松开绑住白色绒衣的锁链, 延伸着朝女子身上甩去, 却发现锁链疾魂却如同打中一阵白雾。 而此刻两明日寻游刀光一闪, 也从白雾上劈卡而过, 同样须不受力。 不好, 上当了。 此刻那件白色绒衣居然已经飞逃出去老远, 并且重新从内化出女子模样。 周郎保重! 后来,更是让几名一时不察的鬼差怒不可遏。 日寻游从妖间摘下招魂灵狠狠甩向空中, 自己则化为白影追向妖魂。 叮铃铃,叮铃铃铃铃铃铃。 招魂灵大作之下, 阴丝之中已然收到警讯。 阴阳丝主观直接一步跨出阴丝, 双目闪动之下, 扫了一眼招魂灵后望向日寻游所追方向。 妖物竟敢在我荆棘府城隍庙前嬉戏, 简直岂有此理。 此刻更有公过司、赏善司、 法厄司等几司主观一起出现, 运其法光朝妖物方向追去。 被两个勾魂使看管住的周念生此时既是担忧, 又有些失魂落魄。 荆棘府城隍下辖的各司大神追出去好几个, 尤其是阴阳司主观的存在, 一双眼睛追踪阴阳, 往往令诸多邪魅难以遁形。 纪元就站在庙司方城隍庙邪对角的酒楼旁边, 看着那边显得没落的周念生被勾魂使带入城隍庙的范围消失, 再看看那白容女子逃走的方向。 很多时候, 凡人都是容易被要挟魅惑的, 往往中了蛊惑而不自觉, 白白损耗了自身的元气。 纪元最开始, 其实也不敢断定周念生和其口中的弱娘是个什么情况, 毕竟真情实义的人妖恋实在太罕见了, 上辈子的白蛇传, 最开始白娘子不也是骗许仙的吗? 只是到了殷丝门口, 真正打动纪元的是那女子带着哭腔的一声告别, 真情流露之下令纪元十分动容, 也愿意相信那份人妖情。 荆棘府城隍殷司有些惹不起啊, 自嘲地笑了笑, 纪元已经一步踏出身形虚化, 好似缩地一般朝着金玉芳方方向游龙而去。 一静存心, 身法全开之下, 不一快纪元就重新回到了周府。 周府内部现在依然一片哭声, 周家上下大大小小全都围在周念生的床榻旁倾诉哀伤, 两个下人正趁着这回尸体没将之前再给周念生换兽衣。 而那个女子的肉身暂时放在了一张铺设于地面的草席上, 倒是也没有被过分对待。 没想到我纪元一世英名, 居然会干出偷尸这种事情来。 脑子里面念头一过, 纪元也顾不上那么多, 障眼法眼去身形后, 冲入屋内, 冲着女子肉身隔空挥袖一射。 肉身悬浮而起的时候, 纪元就感觉有些不对, 虽然份量看似还是一个女子的份量, 却透着一种诡异的虚假感。 一双法眼张大一看, 好家伙, 手中肉身竟然只是一条白尾琐化。 也就是说, 刚刚看似被牵魂绑走的妖魂, 其实并不仅仅是魂。 这手连纪元都给骗过去了, 虽然刚才纪元眼睛不过半开, 虽然可能因为对方并无恶意, 可至少没能让纪元察觉过来, 戏巧也算是能耐了, 绝非寻常障眼法, 可比的。 尽管心头吃惊, 但纪元却管不了那么多, 立刻带着这具肉身离开。 等纪元再次离开的时候, 女子肉身已经悬浮在身侧, 随她一起消失在屋内。 周家人还在啼哭, 有下人突然发觉女子身体不见了, 顿时惊地大叫起来。 白若夫人的尸身不见了, 刚刚还在这的, 一下就不见了。 本来就是妖精, 自己跑了吧。 今天太矮人了, 随我去找找。 说话间, 周家长子和两个家丁还出了屋子, 在院子外面四处找了找, 当然也是没什么发现。 周家人小小地乱了一阵子才平静下去。 而纪元得知, 女子叫白若之后, 赶紧则带着她的肉身离开, 穿梭城中, 犹如青烟一般, 远离妙私方, 一直往皇城方向前进。 人多就避开人多, 嘈杂就避开嘈杂。 担忧会被鬼神发现的纪元, 也不敢高跃高跳。 也就是纪元, 带着女子肉身离开之后, 一展查不到的功夫, 就有阴丝游神, 和一位主官赶到周家, 毕竟妖物逃脱, 虽然很大程度不敢往回走, 可也要提防其回来取肉身。 只是到了周家才发现, 妖物肉身居然也不见了。 纪元心中此刻的念头, 很是有些复杂。 带着人家相好的肉身逃跑, 这叫什么事儿啊? 但没办法, 虽然严格意义上说, 有先见在侧, 拼手段纪元, 还真就未必怕了这荆棘府城隍。 而且, 通天江可是不远的。 可自己不站立啊, 也实在是不想和殷私起冲突。 不过仔细一想, 真要让殷私卖自己一个面子, 似乎也行, 但那样就太麻烦了。 能简单解决, 就简单解决得好, 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大约一刻钟之后, 纪元才入了一座城中某个高门大府后院的一座阁楼中, 直接上第三层, 才挥秀将这女子的肉身放下。 这座阁楼是个书格, 但应该少有人质, 并无多少人气残留。 第三层卷帘外的走廊上, 也已经有了一层灰, 看清这府邸下人也是偶尔才清早。 才过去这么一会, 既然你敢送你那秦郎到城隍庙门口, 应该还没有被抓住吧? 难难了一句, 纪元也不再想那么多, 虚膝半顿于女子身旁, 左手点住其额头, 右手成剑指虚空画圈, 喉咙深处赤灵阴起。 令白若速速前来, 令白若速速前来。 右手剑指一收, 轻轻往方才所画的虚圈中一拍, 一阵晦涩光运, 好似波浪一般在空气中荡漾开去。 居神, 也可以这么用。 俯称中, 女子之魂居然令殷斯几位主观都追不上, 不但速度奇怪并且气息诡异, 时不时就能出现一次类似金蝉脱鞘的把戏。 若非阴阳斯主观始终追击不放, 还真的早就让他跑了。 现在情况也很危急, 后方判官的判官比一直就没停下过, 不断在描绘女子外形, 一旦被判官定侧, 只要没能逃出城隍庙管辖范围, 就根本无所遁形。 可只要荆棘府城隍没有亲自来抓他, 白若就有把握逃掉, 代价当然也不小, 除了魂体会伤到元气, 那条尾巴恐怕也要不回来了。 不过, 那条尾巴所化的肉身能同周念生葬在一处也是值得的。 周家长子脾气虽然差, 但至少是真的孝顺, 肯定会让自己和周念生死后同学的。 荆棘府待不下去了, 逃了这么久, 京城的城墙就在眼前, 白若妖气腾起运转法力, 冲着前方城墙撞去。 刷得一下, 直接穿墙而过, 心下顿时一松, 出了府城城池范围, 就不用不用顾忌荆棘府城隍的力量可以用脸稀顿服了。 只是这放松的似乎太早了, 才穿出城墙, 眼前居然就是一片浓郁金光, 是一张藤蔓之城的金色大网。 荆棘府土地? 荆棘府不但有城隍, 而且有真正的一方土地神, 掌管荆棘府一府之地的真正土地正神。 妖孽找死! 土地神贺骂之声传来, 白若已经形如死灰, 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惊动了土地神, 那是真的连一丝机会也无了, 即便有脸稀顿服, 又如何能在土地神眼皮底下逃走? 或许去陪周郎也好吧。 但在土地公眼中藤网照过, 却扑了个空, 那妖物直接在藤网收拢之前, 消失在眼前。 嗯? 荆棘府土地虽是一老者, 却身高九尺, 身着法袍, 手持一根粗大藤杖, 满面疑惑地望着妖物消失的方向。 回望向城池内部又扫视城池外侧, 都无法察觉到妖物去向。 城墙后, 有城隍各司主官飞跃而来, 追到外面看到土地神立于城外, 纷纷拱手行礼问候。 见过土地公? 请问土地公可否见到一妖物逃出来? 阴阳司主官询问时, 眼神还望向土地公手中藤网, 里面空无一物。 土地公此刻也纳闷至极。 此前恰好有人在庙中祭祀, 我想用供品实践城中喧闹, 引有妖气和法光闪现, 便追出来一探究竟, 在此本就快将那妖物抓住。 不成想, 那妖物竟是直接消失了。 消失了? 阴司主官和鬼差全都面面相去, 土地公在此。 那妖物还能逃脱, 可真就邪乎了。 若是自身有这般法力和神通, 还用得着跑。 那府邸内的书阁三楼, 白若真身就像是被强力磁铁吸过来的铁片, 直接从空气波纹中被拽了出来, 砰个一下摔到了地上原本的肉身之上。 头脑略微昏沉的他, 有些茫然地看看自己的肉身, 发现身体外侧三角位置都围绕着一个逆字。 这些字, 全是由地上的灰尘汇聚堆积而成, 稳稳沾于地面三处, 一股灰色隐秘的力量在其中浮现。 再看看四周, 这才发现坐于一旁眺望妙丝方方向的一个白衣男子, 其人长衫宽秀, 看着衣着单薄, 即发散漫头插墨簪。 白弱左看右看都只能得出这人是一个凡人的结论, 可他却知道这人绝对不是凡人。 哎, 麻烦是啊, 还好我的能耐比那土地功似乎更强那么一点。 那人自嘲似地叹了一句, 才看向白弱, 另后者见到那一双苍色无波的眼睛。 纪元这话, 当然有些选择性地夸大气词在里头, 大真首辅的土地具体还有什么能耐他, 当然不算太清楚, 所指的也不过是从其手里抢人罢了。 之所以故意这么一说, 纪元也是为了提醒这女子一句, 表明确实是自己将她救回来的, 并且自己能从土地手里抢人, 别和我起不必要的冲突。 到底还是妖物, 又连连被追杀, 如果一时失去冷静, 以为纪元也是敌人, 然后抱起拼命, 铁定就会被城隍和土地发现, 那搞不好, 他既某人也要被牵连了。 纪元转头看那位名为白弱的女妖的时候, 阁楼上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白弱, 地上的那个尾巴肉身重新与正身融为一体。 而白弱在愣神一下之后, 立刻面朝纪元贵服在地。 多谢仙长相救, 仙长大恩白弱一定致死不忘, 若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便是做牛做马, 也但凭拆遣。 在大真这里贵拜礼是很少用的大礼, 便是剑官, 除非是定罪的犯人, 否则也不用贵。 庙宇中虽然在神像前有蒲团, 但上香也多是站着拜, 只有求真正大事, 偶尔才贵。 真正一定会用贵拜礼的, 也就是成婚之时, 拜天地拜高堂等时候。 此刻, 纪元救了白弱的命, 这等大恩后者直接跪拜扣谢, 倒也打理, 说出来的话也语气诚恳。 纪元在他扣拜谢恩之时, 短暂地将双目全部睁开了一瞬间, 看穿其朦胧身形下, 隐约呈现一头白鹿。 哼, 怪不得这尾巴这么短, 我还在想, 到底是什么腰泪? 原来是一位白鹿姑娘。 刚刚看那一截白尾, 纪元还真不清楚是什么动物的, 松鼠黄鼠狼什么的都有猜测, 毕竟两辈子也没自己研究过鹿尾, 直到此刻才真相大白。 白弱文言身子一抖, 一直扶着身子不敢起来, 其实他并不清楚, 这位仙长救他的目的, 很可能是才出虎穴又入龙潭。 起来吧, 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好了。 白弱直起身子跪坐在原处, 略有忐忑地等候纪元询问, 倒是看到对方笑了笑。 白姑娘, 讲讲你的来历, 再说说, 你和那周念生是怎么认识的, 又是如何相爱相守的, 我也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 白弱看看纪元, 见他一脸认真。 沉默一小会, 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略做回忆, 才缓缓开口。 寒冬的风吹过这处阁楼, 透入敞开的阁门, 将里头的帘子吹得随风摇摆, 也吹动了白弱的病发。 六十多年前南荒大山有大妖, 不知用何种手段, 偷取了天机阁一炉道玄丹, 被天机阁仙人算到之后, 驾云追至南荒, 当时还有长剑山两名剑仙在场, 加上天机阁仙人掐算, 那大妖当然逃脱不得, 最终被擒回天机阁, 也不知最后被斩杀, 还是关于索妖塔, 白弱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 只是数年后, 依然会有天机阁仙人来南荒找寻, 随后那道玄丹并未被找到的传言不进而走, 便是南荒妖乱的起因, 真有少数妖泪吃了那丹妖道横大镜刺封妖王, 随后二十多年愈演愈烈, 妖气魔艳猖獗之下, 甚至有群妖作乱南荒小国, 发生诸多惨事的情况, 最终引来苦果, 横山山神震怒, 几处仙府出手, 佛门明王也显化, 群妖战速, 出逃者不知反己, 随着白弱的徐徐道来, 纪元眉头紧皱, 白弱的描述很全面, 法眼和异境山河之景重叠之下, 仿佛在眼前还原出南荒十数万里大山妖魔气焰翻卷的景象, 那从前各自修炼的妖魔因为一炉道玄丹而沸腾, 腾腾妖气魔艳遮天蔽日, 而随后的四散逃逸就像是腾腾凶器散一个处, 也不知究竟是好是坏, 纪元想到了自己的那片小木牌, 其中内容显然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我因十分惧怕被牵连太深, 穿越千山万水逃到大增, 当时我已经受伤不清, 元气大损, 可经过那次之后, 也不敢随意走动, 更不敢害人, 然后我遇上了当时进京赶考的周郎, 掠施美人计, 就混入了他的车马队中, 即使为币国大增各地神灵, 也存了一丝邪念, 前面都是白若将讲自身的来历, 这一边才到了与周念生的恋情阶段, 当时那周书生甚是有趣, 明明对我垂涎三尺, 却总不碰我, 说是一定要将我明媚正取, 白若脸上也露出温情, 他对我真的极好, 作为妖, 我从来没感受过那种关怀和那种真挚的爱, 也轻财为我寻够各种奇珍药草, 我有些迷离, 在一天不小心露出马脚, 说到这白若脸上表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纪元则好奇心大起, 本以为肯定吓到周郎了, 但那时我已经对他吓不了杀手, 想着就离开吧, 不成想那呆子, 只是惊了一下, 居然连喊都没喊, 就问了我妖精的话, 一张脸竟是有些红红的, 纪元则是感觉匪夷所思, 看不出那老太龙中的周念生当年居然有这份胆量, 这是胆大, 还是呆傻呀, 那怕是比许仙大哥还猛上一个级别了吧, 当时那个问题让我傻愣了好半天, 当夜我才知晓, 我们朝夕相处了大半年, 周郎早就察觉我有些异常, 起初也曾怕过, 但发觉我不会害他, 反而带他温柔, 便渐渐不怕了, 到了那晚, 其实也就惊了一下而已, 在得知我原是一头白鹿后, 周郎更是意外地有些欣喜, 说在他家乡, 白鹿是祥瑞动物, 还有山中迷途者见到白鹿走出困境的故事, 就这么彻底不怕我了, 白弱脸上好像依然带着一丝当年的疑惑, 搞不清为什么仅仅自己是白鹿周郎就不怕了, 倒是纪元却想到了一些, 那周念生或许只是给自己找个心安的借口吧, 此后周郎并未科举高中, 我们倒是在成婚并定居京城, 这回白弱脸上既有幸福的神色, 又有些哀伤, 他不知我也不懂, 新婚后我们不知节制, 其实已经伤了周郎元气, 纪元事实问了一句, 是后来察觉到了, 他才娶了其他妻前, 白弱一愣, 摇了摇头, 那倒不是, 因为我是妖身, 无法为周郎诞下一子, 所以他才娶了其他凡臣女子, 常言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不希望周家香火断绝, 便也同意了, 好吗? 原来是这个原因, 果然是封建社会, 这就是社会现实, 大约是七八年后, 我终于察觉到不对了, 哪怕我此前从未做任何对周郎不利的事情, 交欢之时也尽量保护他, 更掩饰妖气, 从不让他染上一丝, 可他还是元气大谢受缘不稳, 那会我比身处南荒大山还要心慌, 开始到处寻找能救治他的方法, 故事算不得太长, 整个故事可以说很平淡, 也就结尾送魂入阴司那段, 算是最大的起伏, 但纪元却听得很舒服, 整个饱含白若情感的故事, 是一段真正的人妖相恋嘛, 甚至都不能算是悲情, 有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即便是凡尘中, 又有多少对恋人夫妻能同白若和周念生相比, 白若讲完之后, 就一直愣愣地望着妙思方的方向, 不知为何故事讲完了, 反倒有种失落, 想着如果当时不逃, 会不会更好, 越是这么想, 心中越是难受, 不失为一个好故事啊, 我觉得, 这个故事不应该只有我知道, 更不应该消失在历史中, 纪元有些感触地这么说了一句, 或许改改细节, 让尹夫子写本若娘传, 只是, 才这么想着, 回过神来后纪元发现, 白若居然又贵妇在自己身前了, 姿势毕恭毕敬, 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白若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白若以头颗目作响, 就是不起身, 先生, 白若知道, 您是有大神通大法力的人, 我这一世, 修行不要了, 我不想得到了, 女子抬起头, 脸上挂了两行青泪, 我想去荆棘府城隍殷司, 求您送我过去吧, 我此前出逃, 现在若是自去, 定会被当场打得魂飞魄散, 求您送我过去吧, 恳求您同城隍大人谈谈, 让我在殷司陪周郎到殷寿好境, 到时候是练了我这妖魂, 还是别的, 都听评殷司处置, 东东东, 女子再次磕头, 脑门砸在阁楼木板上, 响声不断, 白若知道这要求很过, 但小女子无处可求, 只能求仙尝宁了, 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东东东, 纪元有些愣神, 一时间竟是不知该如何回应眼前女子, 她首先想到的, 不是同不同城隍打交道之类的麻烦事, 而是难语一句, 对月行单望相互, 只限鸳鸯不限仙, 尽管白若再怎么求得恳切, 这终究不是她自己一句话的事情, 纪元感叹过后, 立刻就感觉到了其中的棘手, 你先起来平稳一下动荡的元气, 这事情容我想想, 见她依然跪着, 纪元声音故意冷了一分, 怎么, 我不帮你, 还不起来了, 眼前仙长的声音变化, 果然让白若不敢造次, 连忙起身, 也不敢出了周围三个逆字的圈, 就这么就地坐下, 稳定本元锡收束妖气, 稳定刚刚同本体, 重连的断尾, 虽然这尾巴, 是用妖法分离, 而不是破坏性断裂, 但如果长时间不稳定, 也是会变成真的断尾之伤的, 对于白若而言, 现在完全就是, 出于一种忐忑的期待状态, 可对于纪元而言, 就有种麻烦事, 最后全到自己身上了的感觉, 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下场, 可这闲事, 让他再选一次, 八成还是会管, 纪某人只恨自己管得到的时候太晚了点, 如果能早个十年乃至五年就好了, 可这也是伪命题, 且不说时间不能倒退, 那会自己都还没来这个事件呢? 直接带着白若女去城隍庙这种事, 纪元是绝对不会做的, 这白若刚刚才弄得阴丝鸡飞狗跳的, 现在纪元就领着他上阴丝, 这也太出眉头了, 平心而论, 尼素神像也有三分火气, 何况是大真首辅的神灵, 哪怕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 却绝对脸上都不好看的。 苦思之下, 纪元的眉头都皱成了穿字, 不光是思考白若本身的请求, 也是在想着如何能善了。 在纪元心中, 如白若这般的妖精, 已经拥有了真情, 在潜移默化中对友情众生的看法, 也已经不再是寻常妖的看法, 纪元反而是希望他能得到的。 突然间, 纪元心头灵光一闪, 看向正在小心而缓慢地吸纳周围灵气的白鹿女。 你便是去了殷司, 荆棘府城皇也未必就真能碎了你的怨。 我的面子也并不值钱, 为此葬送修行太过冒险, 也太过不值。 白若听着纪元的话, 满面忧愁说不出话来, 但纪元的话还有转机。 照你的想法肯定不妥, 我倒是另有妙招, 或许让你能进殷司见一见周念生, 兴许还能一起待上一段时间之后再从殷司出来。 有这种办法? 白若听得愣神, 有些不敢相信。 仙长, 还能有这样的办法吗? 当然有, 不过就真要委屈白若姑娘做一回牛马了。 嗯, 我们也得圆个谎, 把你这样的身份给抹去咯。 说到这纪元冲他笑了下, 也亏了你从头到尾沉得住气, 没在神灵面前陷过原形。 我那是怕被判官定策, 白若犹豫着回答一句, 虽然一头雾水, 可看着纪元认真的样子, 心中也隐隐有了期待。 两天后的夜晚, 大约是三更裁过四更刚制, 承袭土地庙附近有庚夫敲着帮子经过。 帮子声一慢三快, 在庚夫的击打节奏下, 发出声响。 咚咚咚咚咚。 庚夫口中喊着, 天寒地洞楼咚咚咚咚咚咚。 天寒地洞楼喊完几轮, 庚夫搓着手臂赶紧快步前进, 提着的灯笼因为手臂的搓动而微微晃荡。 嘶, 这天真冷啊, 赶紧打完更回去睡觉。 等庚夫路过之后, 大约没有一盏茶的功夫, 幽静的土地庙外传来一整清脆的踏地声响。 这声音类似马蹄触地, 却又有所不同, 显得更加清幽空明。 一头壮如剑马的巨鹿, 在城中道路上踏提而行, 此路无角且通体雪白, 龙毛在寒风中微微扬动, 身上更泛着微弱的银白之光, 一条路尾时不时随着步伐的节奏摆动一下。 纪元手持, 御论, 背悬仙剑, 坐在路侧身, 坐在路背上, 细细品读手中书册。 随着白鹿前行, 纪元身子也偶有摇晃, 也不知是阴书的内容而起伏, 还是因为白鹿踏题的颠簸。 片刻后, 白鹿一步步走到了土地庙外园门前。 这个时间段, 香客肯定是没有的, 庙柱和庙宫也早已经睡下, 庙门自然也是紧闭的。 在白鹿停在庙门前的那一刻, 纪元才放下书册, 从路背上下来, 卧书拱手朝着土地庙行礼。 游方修饰纪元, 前来拜会荆棘府土地宫, 望土地宫现身一剑。 道鹰徐徐传递入地, 大约四五个呼吸之后, 地面有青灰奇卷微风, 一名身高体魄都极为魁萎的锦衣男子, 出现在纪元眼前。 来人手持一根巨大藤杖, 胡须轻末饭卷, 身高估计就算没戴官帽都比纪元要高一个头, 从其双目清末之色看, 绝对不是寻常鬼神, 而是正统实修的山水神灵兼顾了香火。 乖乖, 这外形和土地宫的形象可相去甚远啊。 纪元第一次亲眼见到荆棘府土地宫, 感官上的冲击巨大。 土地宫也在观察纪元, 来人衣着朴素头插莫簪, 看不出什么立法神光, 但绝对道横不浅, 一双仓木古井无波, 好似能看穿春秋, 便是坐骑白鹿也显不凡, 有仙灵之运自生。 见纪元依然维持行礼, 土地宫便也向纪元还礼。 不知这位修仙道友找我何事? 纪元面带歉意, 看了看身后白鹿才向土地回答道。 纪某也是来向土地宫告罪的, 此事说来话长, 可否在庙中寻个僻静之所容在下徐徐道来? 土地宫再次细细打量他们一番, 随后微微点头, 伸手引向庙墙一侧, 自有法光弥漫地面。 请,去我府上一序。 跟随土地宫一起前行, 穿过地面法光来到土层深处的土地府, 短暂地兴起于土盾之后, 纪元在土地宫面前展开了自己的嘴盾。 一个自己坐骑时常听自己读《外道传》上的一些凄美情爱故事, 而心生悸动, 趁自己不注意, 悄悄离开在凡尘寻找真情的故事, 从纪元口中生情并茂地演绎出来。 故事不过是改了其中一些细节, 但大体上的情节却是不变的, 人妖恋转换成人与仙鹿之恋, 真情动人丝毫不减, 一些厌迹之处却是大减, 更关键的是, 这是仙鹿且上面有人。 语句或快或慢, 纪元讲了足足一个时辰, 才将这个改编过的故事讲完。 期间, 白鹿几次有感落泪, 土地宫也是看在眼里。 实不相瞒, 我也是, 才寻到白鹿踪迹。 数十年来他也算是修行荒废, 乃至滋生浅薄妖气, 但本心在此, 却是没有祸害过凡人, 纪某不忍白鹿就此断绝求道之路, 虽在土地宫阻拦之客, 施法将之救回, 只是如今他却私服心重, 纪元叹息着, 将白鹿此后所求, 也一一道来。 土地宫听完久久不语, 望向白鹿见其泪痕犹在。 哎, 也就是说, 这白鹿姑娘甘愿被当作要挟, 也想要入殷司陪那周念生到殷寿耗尽, 随后被炼魂也在所不惜。 正是。 纪元苦笑着摇头, 口中却称事, 随后失去顺口而出, 对月行单望相护, 只献鸳鸯不献仙, 哎, 坐在府底树根大椅上的土地宫, 喝了一口桌上清茶。 凡人间的情爱我见得多了, 可这么多年来, 能比得上鲜鹿白鹿的却没多少, 纪先生也是不想白鹿就此道允吧。 纪元苦笑, 若非如此, 纪某又是何苦来此厚颜相求呢? 道远难得, 真情亦难得, 还望土地宫能陪季某一起走一遭城皇庙, 同是金城神殴, 那边应该会卖土地宫一个面子。 土地宫此类神灵勾连山水, 也心系山水, 对山水生灵都更为包容, 即便对于妖类也少些偏见, 更何况此时是仙鹿。 从土地宫几次叹息着望向白鹿的脸色上, 纪元就看得出这次成了。 纪元的两句诗也是让土地宫心声类似感慨, 还在看着白鹿呢, 却见白鹿居然屈起两只前腿, 跪倒在土地宫面前。 哎, 使不得使不得, 白鹿姑娘快快请起, 我答应你便是, 可老夫也有言在先, 便是你主人和老夫一同前往, 那荆棘城皇也未必卖账的。 土地宫抓起藤杖往白鹿身前一拖, 就将其拖起, 不让其再下跪, 到底是仙鹿, 主人还在边上呢, 这可太不妥了。 白鹿虽然跪不下去了, 但听闻土地宫的话更是喜不自胜。 多谢土地宫愿意帮我, 罪妾如今只希望能再见周郎一面, 若城皇大人真的不愿法外开恩, 便是将罪妾当场炼魂, 也是罪妾也是心甘情愿, 不会埋怨土地宫分好。 白鹿死死记住之前纪元的话, 小小地跪一下可以, 但一定不能对土地宫有任何逼迫, 就是要一种, 你愿意帮我, 就是天大的恩, 只存感激不会埋怨的诚心。 白鹿说得恳切, 土地宫文言也是点头, 在看看一旁纪元和其背后悬浮的仙剑后, 又对白鹿宽慰道。 小白鹿也且安心, 便是那城皇真的铁石心肠, 有我和你主人在此, 要保你出来, 问题还是不大的。 动物成道不易, 有机缘追随有道真修一师一主般, 修行的动物则更是少之又少。 白鹿这般心境, 虽少了一份道运, 却多了百分真情, 是真正有情众生中的真智者。 土地宫对此感应由深, 可谓比机缘更甚, 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最不愿意见到白鹿断绝到鸡的天地神灵。 土地宫再看看一旁的纪元, 相信作为其主的纪元, 肯不会对白鹿置之不理。 此人道横莫测, 却如此打理, 性情洒脱之下, 也难怪能交出这样位奇异路女。 见到土地宫表态, 白鹿惊喜谢过之后, 纪元这个主人自然也不能醒, 也从座位上站起来, 朝着土地宫拱手致谢。 多谢土地宫大意, 纪元此番前来多少, 也算是用了点苦肉计, 也望土地宫海寒了。 纪先生不必多脸, 我也算是听了个真情实义的好故事, 算不得亏, 不就是一点脸面吗? 我又不稀罕那东西。 走, 我们现在就去阴私。 如此最好, 我们此刻便动身。 纪元立刻答应, 白鹿更是激动不已。 土地宫所说的动身, 当然不是从这个到处是黄土树根的府邸, 走出去前往城皇庙, 而是随着他腾胀处得轻轻一点。 于纪元和白鹿而言, 就是轻微晕眩一下, 好似失中了片刻之后, 就已经黄光一闪, 出现在了庙四方城皇庙外。 城皇庙位于庙四方, 而土地庙位于城西, 两端之间相隔七八个方, 土地宫这一手挪移, 就是同为帝欧的城皇, 运转香火之力, 都没这火候, 也不愧是山水神灵。 到了城皇庙外, 纪元看看土地宫, 对方也是对着他笑了笑。 纪先生, 就由我来说话吧。 那再好不过了。 这确实比纪元开口好多了。 夜间也是阴丝活跃之时, 说话间已经有鬼差现出身来, 土地宫他自然认识, 边上这位能和土地宫谈笑自若, 肯定也不简单。 见过土地宫, 见过这位仙长, 请问两位来此有何贵干? 土地宫腾胀一饮, 只向那头泛着荧光, 自有灵运流转的白鹿。 也不是什么大事, 前两日逃脱之贩带来了, 不过却并非要挟之辈。 而是这位仙长遗失的坐骑仙鹿, 此番我与这位仙长一同陪其领罪来了, 还望差异通报一声城隍大人。 这名鬼差当即一惊, 之前那是殷私都知道了, 他当然也清楚, 再一看这白鹿, 哪有半分要挟气息, 反而灵运非常, 一看就是闲家一寿。 请土地宫和这位仙长捎蛋, 我立刻去通报城隍大人。 这是, 小鬼都不敢说是通报判官大人, 显然得城隍大人亲自出马了, 但这小鬼嘴上这么说他能见的, 也就是判官。 城隍殷私内部, 文武判官都诧异地看向来通报的鬼差。 土地宫和一个仙长一起来的, 那仙鹿就是前几日的犯人。 土地宫是这么说的, 文武判官对视一眼, 难怪日巡游说那妖物生生受他们攻击, 却不还手, 逃的时候也不还击, 想来是仙修之时就有所约束。 先去通报城隍大人, 此事我等不好定夺。 不错。 两名判官起身前往殷私主殿, 片刻之后, 土地宫和纪元以及白鹿一起都被迎进了殷私内部。 荆棘府城隍、 协文武判官和此前的两个日游神一起在殷私入口处等候他们, 随后又一同去了殷私中的城隍主殿, 并无对待犯人的那种架势。 主殿建筑和之前影诏先形容得差不多, 荆棘府这里也和外头庙中差别不大, 就是摆设不同。 这是纪元第一次进入传说中的殷私, 殷器森森之余也能感觉到各种怨气利器在某些地方盘旋, 而白鹿也明显紧张起来。 没过一会, 二十四四大神来了, 起码近二十四。 城隍落座主位, 土地公和纪元坐于一旁, 其他的则全部站立。 这架势令白鹿更加促暇不安, 频频望向纪元和土地公, 而后两者一个劲的实眼色让他安心。 纪元和土地公早就交换眼神多次, 两人都明白, 他就怕被一口回绝, 越是现在这样, 机会越大。 荆棘府城隍看起来是一个玉面高官儒雅非凡的中年人, 先后和土地公与纪元客气问理之后, 才郑重询问案件。 土地公和纪元再次对视一眼后, 由他先行开口。 事情还得从之前我让妖物逃脱开始说起, 当时索林网照下妖物消失, 我就知道定有高人在助他, 直到遇上纪先生, 土地公叙述的时候, 纪元也不时从旁补充, 两人一唱一鹤将前因后果叙叙道来。 城隍各司主官时不时也细声讨论交换眼神, 而城隍则一直时而皱眉时而沉思, 等纪元和土地说完了, 大殿内一下子安静下来, 焦头接耳的声音也没了。 你们以为呢? 沉默两久之后, 城隍开口询问各司主官。 法不能悦, 该成还是得逞, 让我因私也非绝情之所, 情有可原之处, 也当考虑。 不错, 法恶须尽赏善无缓。 是极是极, 那周念生此生向善, 定也与仙路结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是, 此路那日如此倾机关头, 尚且不伤我因私差一分毫, 也足见心性。 嗯, 心向夫君宁受恋魂之苦, 也是可贵。 因私从赏善司法恶司到阴阳司公过司, 各司主官发现一口一个法度森严, 但却一直流露出法外容情的态度。 白鹿又不傻, 每每有各司主官开口隐晦地替他求情, 就会入手冲对方低头行礼。 城隍看看各司下属都几乎一边倒得同情着白鹿, 嘴角也是浮现笑容, 看来是他平常威严太盛, 让这些下属以为他城隍的心真是石头做得不成。 好了, 我又断绝。 城隍一说话, 所有议论声全都消失, 纪元和土地公也略显紧张地坐正了身子, 白鹿更是低着, 不敢看向城隍。 翠魂编二百六十记, 当作责罚, 撑住子容你去周念生殷宅陪他。 城隍话音一落, 周围一片惊恶骇然。 二百六十下, 城隍大人, 这太重了吧? 是啊, 城隍大人, 会打得这白鹿魂飞魄散的。 因此各个主管纷纷求情, 纪元和土地公虽然不懂, 却也知道这刑法绝对很重。 不过城隍笑着抬手制止了喧闹, 看向前方白鹿。 关你道哄也算不错, 妖魂想必也凝实, 但我可以明言, 你的妖魂最多能撑住翠魂边两百下, 此后每多一边都是九死一生, 还要不要见那周念生? 城隍站起身来, 走进这白鹿。 若你现在反悔, 看在土地公和纪先生的面子上, 我可既往不就容你离开。 白鹿, 告诉我, 还要不要见周念生? 心道不妙, 想要起身说话, 却把纪元按住了手臂, 朝他摇摇头。 果然, 白鹿眼中泛泪开口却决然。 哟! 哈哈哈哈哈哈! 那周念生应寿二十六载, 你每年寿十边, 撑不过去的话就离开如何? 城隍大笑之后, 如此说道。 场中所有鬼神一时间都呆了一下, 还是纪元和土地公最先露出笑意, 见白鹿还在愣神, 纪元赶忙冲白鹿倒。 还不叩谢城隍大人法外开恩。 闻言反映过来的白鹿, 直接屈膝叩首, 更是化成白衣女子的人形, 不断冲着城隍叩拜。 随后又先后向纪元和土地公, 以及各司主官诚心谢礼, 喜悦感激之下, 灵台清澈, 更显一股灵运。 城隍庙虽然宏伟, 但毕竟也就是在庙司方里面的一座庙, 占地有限。 可殷司的面积, 却着实不小。 实际上, 殷司内部, 除了二十四司各有的管辖行政之所外, 还存在了各种牢狱分区和死者殷宅之所。 这件殷缘奇案在殷司里都算是极为罕见的, 城隍作出判决之后, 土地公和纪元在殷司两位判官的陪同下, 送白鹿女前往周念生暂居之所。 殷宅并非是在殷司给你安排住所, 而是根据死者阳间坟墓和家人所烧物件而定, 指人指前坟墓大小和完整度都会影响死者殷司之说, 并且殷宅一定程度上贯通坟墓和家中排位, 能享受后人祭祀。 这回周念生尸体都还没下葬, 自然就没有殷宅, 所以被置在殷司赏善私堂所。 夫妻两相见的时候, 那个激动场面也引来不少鬼差鬼异等的围观, 再由判官宣读城隍判决, 敲定了此事的结局, 不能说皆大欢喜, 至少也算圆满。 等纪元和土地公一起从殷司出来的时候, 身边则悬浮了一头好似昏睡的大白鹿。 这回遥望东方, 天边已经翻起白肚皮, 时尽黎明, 殷司里面度过的那段时间好似做梦。 能当上鬼神, 到底还都是德行高尚的人。 我与这荆棘府城隍共事近两百年, 也是才见到其这一面。 土地公和纪元一起走在这黎明前最咸昏暗的荆棘府街道上, 口中有感而发。 纪元也是笑道, 不然为何会有德中则鬼神轻之言呢? 不正是因鬼神中德亦有德吗? 呵呵呵, 纪先生说得有理。 经历了这件事, 纪元同土地公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 尤其是在殷司那段, 两人默契非常, 也是算是有了交情, 聊起天来也再无声疏。 一路走到土地面前, 里头已经有轻微的声响传出, 想必是住在庙里的庙住庙宫等, 准备起床了。 城中隐约能听到各处的公鸡打鸣声。 纪元再次向土地公拱手致谢。 今日多谢土地公相助, 这白鹿肉身也劳烦土地公代为保管照料, 让白鹿能定期归回肉身稳固, 不至于令肉身坏死。 土地公已腾胀往地面一点, 白鹿肉身就自动陷入地面消失, 随后才向纪元环礼。 纪先生无需担忧, 定不会断了你这弟子的道鸡。 如白鹿这般女子, 何该他得到, 做一段时间的护道人亦是去世。 这是之前在鹰丝里就商量好的事情, 纪元不能一直待在荆基, 且带着这么大一头白鹿肉身也不方便, 放鹰丝更是不妥, 最合适的也就是土地公的府邸, 还能得到土地照看。 在土地眼中, 仙鹿虽然是纪元做旗, 但已算是半个徒弟。 而纪元为白鹿做的事情, 真算是尽到师父之责了, 所以对纪元时以其弟子代称白鹿。 既如此, 纪元先行告辞了。 纪先生走好, 欢迎随时来找老夫婿聊。 两人相互告别, 虽无成有之言, 却已有成有之识, 都算得上心情不错。 目送玄剑的纪元洒脱得步行而走, 那仙剑时不时还会自行转动, 好似回望自己, 土地公也是嘿嘿一笑。 这纪先生找到了坐骑, 却还是得自己双脚走路。 师父主人当到这份上更像的爹, 可真当有趣, 也是你这小鹿运气好原法庙啊。 最后一句, 对着刚刚白鹿陷落的地面嘀咕, 随后, 土地公身形也消失在土地庙前。 白鹿的事情能做到这个份上, 又没有起什么冲突, 纪元自觉也算是做到了极限了, 和荆棘府土地公成了朋友, 则是意外之喜。 而纪元真正的收获, 则是一枚代表了白鹿的白子, 明明是在殷司这种殷器深重之地成子, 却在成齐之客即为白子, 也不只是夫妻殷勤所系, 还是白鹿自身原因。 走在这条名为永明街的大道上, 纪元思绪飘到成齐之客。 当时他并未对白鹿女有多少嘱托, 见白鹿女和妻夫相会而拥, 便打算和土地公一起离开了。 只是在纪元和土地公已经离开了殷司之后, 手中白子却突然形成, 并且透过白子隐约能看到白鹿女跪于殷司中, 朝手中刻自玉牌起誓, 主上之恩, 白若生时不忘。 那玉牌是纪元借给他的, 实际上是老龙的东西。 算是一篇特殊的妖恋之法, 纪元借来参详一下的, 没想到会派上大用场。 老龙靠着自己琢磨推敲, 模拟仙斧中对于仙兽的修炼法诀, 虽不算仙道正统, 却十分接近。 而纪元则用新学的以物传神之法, 对其稍加修饰。 纪元双目全开之下, 观器极准, 又有三年演器经验, 若直接让他从无到游, 鼓到一个妖族恋法出来, 是千难万难。 可在老龙较为丰富的基础上, 修整细节, 并且契合已经化形的陆女之道, 则并不是那么难, 更是结合了之前为龙女扣心, 和正德宝公陆妹的一丝内容。 不说能比仙斧正宗的仙兽练法, 更加仙气盎然, 但至少敢说到行精进也算稳健, 做个顺水人情, 借白陆女修行, 省得她自己那套妖法练起来, 令仙陆着身份, 给川帮了, 搞得事情大条。 当然, 狱中传神之处也有纪元期许, 也是希望白陆能得到的。 而在阴丝中, 白陆心中的理解则全然不同。 季先生介遇传法, 即使他的纪元也是一份考验, 他希望自己能通过, 不敢奢望成为先生真传弟子, 却甘心奉妻为主。 大多妖族虽羡慕仙兽道员, 却也对此有极大抵触, 认为仙兽算是失去自由, 为奴为仆, 虽然大部分有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 却也代表了妖物的一种主流观点, 但白陆此刻却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此时此刻的激州得胜浮腐城, 高门深宅的魏府却是人人一片焦急。 天还没放亮, 魏府后院的下人们全都行色匆匆。 轰隆隆阴沉的天空骤然响起雷声, 几个拎着热水桶的下人被吓得差点摔倒。 快点快点, 产房还等着用呢。 油管师的催促, 下人赶忙提着桶, 小心翼翼地往前赶, 穿过后院门廊, 那边凄厉的痛呼声就传来了过来。 啊, 饿呀, 用力呀夫人, 再十点进。 不行, 我没力气了, 啊, 夫人, 夫人我求你了, 再十点进, 产房内产扑的声音带着惊慌, 魏家几个男人在室外一声不吭, 魏无畏钻色拳头左右来回踱步, 实在忍不住就冲到院中砰的一掌打在一棵树上, 使得树身上留下深深的掌印, 然后再次回到室外廊前交集等候。 产房门打开, 一个女婢脸色苍白地端着一盆血水出来倒到院中, 又将新送到的热水桶提进屋内。 看着这一盆血色之水倾倒, 魏无畏更是脸色铁青。 室内的已经好一会没传来女子的痛呼声了。 这回, 产房门再次打开, 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产婆脸色发白地出来, 迎上魏无畏焦急的眼神。 魏老爷, 夫人晕过去了, 您是要保大还是保小? 产婆问得战战兢兢, 魏无畏则称目欲裂。 你说什么? 魏, 魏老爷, 您别为难老奴, 再不做决定就来不及了呀。 魏无畏胖乎乎的手一把提起产婆, 一张脸面形如恶鬼, 吼声盖过了此事响起的雷声。 两个都要保, 谁出事了你就一起陪葬, 听见没? 两个都要保。 产婆被吓得浑身僵硬, 说不出话来。 哎, 没用的东西, 和我进去。 魏无畏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提着产婆就往产房里冲。 家主, 你不能进产房? 家主, 面对拦在前面的两个护卫, 魏无畏不管不顾地往里冲。 给我滚开, 这种时候了, 还管他娘什么阴房不阴房, 我去给夫人度真切。 边上魏无畏的两个长辈张了张口, 也说不出劝阻的话, 任由他进了产房。 哗啦啦啦, 一刻钟后, 大雨在天明十分落下, 产房内也传来哇, 哇, 哇, 的哭声。 魏无畏靠在自己正妻身边, 也是浑身湿透如释重负, 接生的产婆, 更是连连对着门外方向作败, 就连边上的婢女, 也是狠狠松了口气。 恭喜魏老爷, 贺喜魏老爷, 夫人生了个男孩。 人没事就好, 魏无畏带着些许感叹, 加上原本的和几名妻妾三年来所生, 她一共有六个女儿, 这次正妻终于生了个男孩, 可看着妻子, 这次在鬼门关滚了一圈, 却也觉得, 生男生女已经无所谓了。 孩子一切事物暂且由乳娘代劳。 魏无畏的正妻, 自然是立刻由大夫查看病情, 并由下人细心照料。 等到天色大亮, 原本慌张忙乱的魏府, 现在已经笼罩了一片喜庆氛围, 就连魏家祖宅那边也是放弃了鞭炮。 家主担子在重男轻女思想极重的这个时代, 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尤其是家族中一些亲信高层, 可是知道其中还有深意的。 当天一早, 魏无畏就跑去魏家祖宅见老太爷了。 祖宅比起魏无畏现在的府邸可就要小了许多, 老太爷喜欢清静, 在里头种了大量的花草树木, 也有流水驰鱼。 老太爷的房间此刻门窗大开, 他坐在一张躺椅上, 脚下垫着暖炉身上裹着虎皮, 听着外头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 一旁下人帮他清早茶, 也准备了各色糕点吃食。 不一会, 外面就有脚步声匆匆而至, 听那个份量就知道是魏无畏来了。 太爷, 太爷, 无畏来了。 魏无畏略带兴奋的声音传来, 没多久就跨入了老太爷的房间。 呵呵, 终于生了个儿子。 嘿嘿, 您老都知道了呀。 魏无畏进门之后, 脚步就轻了很多, 挥退下人亲自伺候老太爷喝茶。 哎呦, 你这大家主的还伺候我老头子, 当不起啊。 老太爷玩笑了一句, 魏无畏脸皮厚就当没听到。 反正他确实是有事才来, 这没事从不治。 太爷, 不是我说您, 祖宅这边您搞得和野地林子里一样, 蚊子太多了。 你这小子, 小时候你在这块玩得可是欢食, 现在嫌弃蚊子多了。 魏无畏傻笑几下, 将茶盏小心地递给老太爷, 后者单手接过, 茶盏水面当都不当一下。 老太爷无病无痛, 又练了几十年舞, 哪怕此刻年事已高, 伸手还是矫健的。 自溜一口清茶, 老太爷满是皱纹的老脸, 笑如老菊。 你总不至于, 就想去仙府吧。 看您说的, 哪能啊? 要是真沉不住气, 我那些个女儿也能去啊。 我这不是来恳请太爷, 您给孩子起个名字吗? 魏无畏陪笑着, 自顾自拿起桌上的糕点, 往嘴里塞。 一般孩子, 其实可能倒会走路了, 还只有个乳名。 不过魏家向来是出生就定名。 这算是正事, 老太爷喝着茶, 也在细细思索。 可惜了, 若是那宁安县的季先生还在, 此番去求他起名, 是再好不过了。 纪元的事, 魏家老太爷自然知道了, 不过那种神仙人物不是凡人能随便揣测的。 这样吧, 此子应运而生, 关系到我魏家未来, 不如就叫做魏元生吧。 魏无畏嘴中反复念到了两遍, 也觉得这名字甚妙, 赶忙给老太爷拍上一记马屁。 还是太爷您厉害, 您给我起这名就合适, 从小到大, 我没怕过什么, 我儿子这名更好, 一定现元极佳。 老太爷被魏无畏气笑了。 就你最怂, 还无畏呢? 老头我对你这名也是毁了不知多少次了。 魏家财力雄厚, 商贸遍布天南海北, 在德胜府这一块, 少有家族能在金钱上与之匹敌, 加上刻意同一些江湖势力和朝廷官员交好, 他们家孩子要半满月酒, 宴席准备阶段, 那送请帖的仆人是一堆堆往外跑。 自魏家小少爷诞生之日起, 每天魏家所属的马场马就等处, 都有人牵马出行, 然后在一段时间后, 风尘仆仆地归来。 与魏家交好的权贵世家和武林势力, 纷纷受到了乡了金丝县的情帖。 为了不撞上一年中最重要的春节, 魏家刻意将小少爷的满月宴提前到腊月二十六。 尽管如此, 时间正好卡在新年前夕, 基本上除了在德胜府府城或者附近的, 其他参演者或许只会随便拍两个代表参加一下就行了。 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新春之意也逐渐浓郁起来, 德胜府接连两场大雪给一切渡上一层营装的同时, 也令张灯结彩的魏府内外更显色彩艳丽。 洛霞山庄在江湖上也算有名, 是德胜府属的上的武林势力, 和魏家自然关系也很好, 离得又比较近, 不需要提前太久出发, 所以, 在拉月二十六一早, 才踏着点入了府城。 来人分量不轻, 是哪位江湖上人称撬面郎君的三庄主, 并且带了两个后辈, 分别是十九岁的洛天成和已经在去年同仁定下婚约的洛宁霜。 两辆马车行进入府城, 三庄主独自在前车, 而洛宁霜和洛天成坐在后车。 掀开马车一侧的布连, 洛宁霜看看周围银庄宿果的屋檐露出笑容。 二姐, 当年和你一起去打虎的那些家伙, 现在是不是有好几个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堂来了? 那个剑客燕妃, 据说挺厉害的, 还有那个陆成锋, 都有个云阁小君子的称号了, 他们俩都是德胜府人, 这次会来吗? 魏家也一定给他们家族送过情帖吧。 而当初九人中有一些并非德胜府人, 不太可能来, 但只要是德胜府的, 就没有魏家不交好的江湖势力, 多多少少都有些情面来往。 洛天成好奇地询问, 到了洛宁霜这里, 就只是摇头笑一下。 那就不清楚了, 但过两天就过年了, 顶多派个无足轻重的子弟或者管事来祝贺一声。 你想见的那几个, 可能都不会到的。 两人聊着天, 马车也逐渐接近魏家府邸, 此刻时间极早, 魏家外车马还不多, 外头三庄主和迎上来的魏家管事一阵寒暄, 后面洛家姐弟则自己跳下马车。 天月府度假, 前来恭贺魏家少爷满月之喜。 一个令洛宁霜略微觉得熟悉的声音在另一边响起, 有魏家管事也迎上去寒暄。 洛宁霜走上前去看看, 几乎认不出那人, 但一条断臂空袖, 还是让他想起了那正向魏家管事递交请柬的人是谁? 杜恒。 你的手臂, 当初杜恒右手虽然伤重, 但手臂犹在, 如今却袖内空空。 刀刻杜恒半脸的胡子, 一把长刀斜背在后, 穿着蓝色布衫, 听到洛宁霜的声音转过头来。 你是, 洛师妹? 杜恒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却并没有再多寒暄地打算, 点了点头, 就和同来的两人一起随着魏家家仆进了魏府。 这杜家的小子, 倒是还没放弃武道啊。 三庄主洛峰不知何时站在洛宁霜身旁, 瞧着杜恒走进魏府, 边上魏府老管家也略感慨着回答。 这杜恒这辈子是废了, 方才也并无什么争容锐气。 洛峰看看边上的洛宁霜, 笑了笑道, 过去和他叙叙旧。 洛宁霜犹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 看他也不想后说话。 外头逐渐有更多车马汇聚, 洛家人也就进了魏府内部, 马车自有魏家下人会迁走。 到了临近中午, 魏府内院外院近百桌酒席, 高棚满座, 请了城中几处有名酒楼的厨子掌勺, 菜箱远远地就飘了过来。 魏武魏八面玲珑, 将每一波宾客都照顾到位, 就连杜恒都曾亲自过去问候。 期间有云阁小君子之称的陆成峰, 专程赶来祝贺, 也令这位江湖新秀收获不少赞誉, 酒宴未开前也是四处和人攀聊, 更不忘向洛峰敬酒, 顺带和洛宁双叙旭旧。 在和洛家这边聊天过后, 得知杜恒也在, 陆成峰特意在人群中寻找了一番, 然后在燕桌范围外的一处花园走廊中, 找到一人带酒, 独饮的杜恒。 陆成峰还是那么自来熟, 以一句终于找到你了为开局, 热情无比的, 同有些尴尬的杜恒攀谈。 在起初的生疏过去, 两人也算找到了当初那种一拍即合的一丝感觉, 就在这花园廊道中, 一人用杯一人用酒壶盖子, 这么对应。 其实你也不用太灰心, 当初季先生说过, 你能扛过来的话, 前途不可限量, 即便五道一是真的无转机, 另寻他图也定能有一番成就。 常言道, 行行出状元吗? 杜恒刚想说自己如今不过三流, 听到陆成峰的后半句, 就生生咬死牙冠, 把自己想说得咽到肚里。 谢露兄急言了。 杜恒左手用力掐着大腿, 才不至于让自己失态, 这几年他已常遍冷暖, 怎么就在曾经的伙伴面前沉不住气了呢? 前面都是询问杜恒的境遇, 后面的话题则是陆成峰自己描述近况, 也讲了怎么在江湖上混起了名号, 如何在武学上逐渐登堂入室。 硬撑着和陆成峰续完旧, 等陆成峰离开之后, 杜恒的裤内的左腿皮肉已经被自己掐死了。 哼, 行行出状元啊, 杜恒有些悲苦地笑笑, 闭起眼以后脑触碰背后刀柄。 杜少侠, 你们认识纪先生? 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让杜恒微微一愣, 转头看去, 一张胖呼呼笑嘻嘻的脸看着他, 正是魏无畏。 魏家主, 您这, 哈哈, 刚刚路过, 刚刚路过, 听到一些有趣的, 就没舍得走。 毕竟没想到, 当初从明安县买的白虎皮, 竟然是出自己卫之手, 着实惊异。 说完这句, 魏无畏凑近一些, 在狼凳上坐下, 笑嘻嘻嘻道。 刚刚听你和陆少侠叙旧交谈, 提到一个纪先生, 嘿嘿, 不知方不方便和魏某说道说道。 杜恒心绪有些复杂, 勉强笑了笑。 魏家主, 这事确实不太方便, 当初先生, 让我们尽量不要在外人面前提起他的。 哎, 杜少侠此言诧异, 纪先生说的是外人, 我魏无畏又不是, 我可是认识纪先生的, 还给他送过糕点送过酒, 吃过他院里的枣子, 怎么能是外人呢?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魏无畏几乎立刻断定那先生就是纪元。 杜恒皱起眉头, 左右看了看, 这处廊道距离宴席位置, 还有一段距离, 边上就是一个花园, 陆成风能找来是问了同来的两个杜家人的。 这位家主今天, 一个大忙人, 就是路过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吧。 杜恒可是记得, 陆成风提到纪先生之后, 还谈论了老长时间才走的。 不过听到魏无畏说, 认识纪先生, 杜恒也是略微吃惊。 实际上再才离开宁安县的那回, 他们九人的联系还算紧密, 当然都知道纪元在宁安县主, 以及院中的枣树, 魏无畏的话应该是真的。 魏家主,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纪先生呢? 当初离开后, 到了年关路成风还回去找过先生, 说是那会早就人去无空了的。 嘿嘿, 这路成风倒是会做人, 自己去找了事后才告诉你们。 魏无畏嘿嘿笑了笑, 看看廊道那边方向, 然后在杜恒身边坐下。 我魏无畏自然是在宁安县中认识的先生, 当初是去买虎皮的, 后来抓住了一些匪类, 就在县中耽搁了一段时间, 也就结识了先生, 很是受了他一番教诲。 杜恒不是得胜辅人, 否则肯定会想到当初轰动一时的燕帝十三道 和幕后黑手扶诸事件, 那次可是让魏无畏名声大噪, 让人明白原来魏家新家主不会武功 一直都是装的, 非但会武功, 而且武艺高绝。 那次之后, 魏无畏笑面虎这个江湖称号就传了出去, 魏无畏笑嘻嘻地在杜恒身边坐下, 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当初季先生真的对你说过, 撑过这一节前途不可限量。 啊, 当时我们下山中途休息的时候, 先生是这么说过一句, 但也不过是宽慰我的话而已, 现在杜某也算是半个废人了, 对其他人季先生可曾这么说过, 比如那风光无两的陆成风。 魏无畏追问一句, 杜恒想了下犹豫道, 好像, 嘖嘖嘖嘖嘖, 魏无畏始终是笑嘻嘻的, 哪怕他现在还不知道, 九少侠是如何同季先生认识的, 是打完虎之后还是之前, 又是如何送季先生到宁安县的。 但三言两语间, 魏无畏可以肯定, 这当初的九少侠虽然认识季先生比较早, 却根本不清楚, 季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春会府外春暮将盼, 那老龟悲叹的画面, 可是令魏无畏毕生难忘的。 我也不觉得, 那陆成风多了不得, 反倒是杜少侠你, 嘿嘿嘿, 竟然连先生都留了这么一句话给你,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啊。 杜恒无奈笑了笑, 多谢魏家主劝魏了, 几年来我也看开了一些, 刚撑过断臂之痛的时候, 也曾有过雄心壮志, 可现在, 就连本族中人都对我不再抱有希望了, 看开了, 嘿嘿, 我看魏必吧。 魏无畏可是很清楚, 刚刚杜恒的不甘, 他躲在一旁, 可是偷听偷窥了不短时间的。 而且, 季先生所谓的那一劫, 你当你已经撑过去了? 杜恒心中微震, 妄向魏无畏这张始终带着微笑的脸, 下意识地伸手摸向右臂空荡荡的衣袖。 魏无畏悄悄凑近杜恒耳边小声道, 我也算是研究过一些古籍神仙传, 如季先生这般神人, 所谓结束可不光是肉体痛苦, 你真当断臂之伤好了, 你就撑过去了。 嘿, 结束结束, 现在岂不是更像? 杜恒面对着有些神神叨叨的魏无畏, 一时间竟是有种生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看着这个面色沧桑的年轻人愣神, 魏无畏暂时不打扰他, 等他露出一些恍然表情才继续说话。 好了, 现在可以和我说说你们是如何认识季先生的了。 季先生与我也有大恩, 我也想多了解一些恩人的事。 魏无畏将双手左右相互插在袖子里, 配合胖乎乎笑眯眯的样子, 乃像个江湖人, 倒是如一个乡身老财, 但这画面却让杜恒想起对方那个很少被人提及的江湖名号, 笑面虎。 实际上, 宁安县所谓的打虎英雄称呼我们受之有愧, 那次要不是季先生, 杜恒没有在做犹豫, 慢慢将当初之事到来。 九少侠年轻气盛, 山上除虎, 遇上其人提醒却不以为意, 结果遇上虎妖, 差点丧命。 故事比魏无畏想象的更为曲折, 他没想到那张白虎皮居然仅仅是虎妖吐出来送给九少侠的, 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季先生也会有邋遢的时候, 不过转念想着高人选择以什么方式露面都不奇怪。 别说去除食人恶虎了, 这九人能保住一条性命都是天大的幸运了。 听完整个故事, 直到九少侠离开宁安县, 魏无畏终于确定, 这九人对季元的了解也不多, 或者说实在太少了, 比他为某人了解的还要少得多。 甚至于那个童虎妖的约定, 听杜恒提及的时候, 情绪并未怎么波动, 语气也是平缓, 以魏无畏为人处事的经验看, 这些人可能以为当初是季先生为了让他们保命, 故意搪塞虎妖的一种说辞。 那陆成峰既然年关去过宁安县, 有没有告诉你们早述结果宋先生的典故? 听魏无畏又这么问了句, 杜恒皱起眉头。 什么典故, 不曾听过。 哦哈, 可能陆少侠他也没来得及听闻吧,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们, 哈哈哈哈, 魏无畏笑了笑解释一句。 外头的声音热闹起来, 想必是已经要开宴了。 走吧杜少侠, 我儿的满月宴要开始了, 我这当爹的可不能缺席, 你也一样缺不得, 可别独自再次买醉啊。 魏无畏拍拍屁股站起来先行一步, 大腹翩翩的身子走起路来, 好似在扭动, 只是走了几步突然转过头, 再次望向也刚站起来的杜恒。 杜少侠, 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那虎妖之约, 八成是真的会要命的, 三年你们就淡忘了, 三十年呢? 我同你一见如故, 方才多嘴一句, 魏无畏才大步离开, 出了花园到了宴席园中, 簇拥着一片恭喜之声, 而他也礼数周全地, 同所有人回礼问候。 杜恒回到同族, 两人身边的时候, 宴席已经开始了, 魏家的下人轮流上菜, 甚至每一桌都准备了三个炭火加热的同制火锅, 给这顿宴席增添一些温度。 对于鸡州这个地方而言, 这种吃法非常新鲜, 满座宾客都对涮火锅赞不绝口, 杜恒更是一改往日的颓废, 酒也不怎么喝, 就是一个劲的左手吃快, 不停涮肉吃。 恒哥今天怎么了? 不知道啊, 不过真好久没看到, 恒哥这么好胃口了。 我们也吃, 不然都给恒哥吃完了。 对对对, 回去路上还得耽搁那么久, 都赶不上过年, 可得在这吃回来。 两人算是杜恒同族中关系较劲的庞戏足地, 交流几句也赶紧吃起来。 杜恒到底也曾经是杜家寄予厚望的天才人物, 哪怕如今折了翅膀, 家中其实还是有一部分长辈在意他的, 也想过让他器武掌管一些家族其他产业, 只是他一直不甘又有些颓废, 才弄得今天这样里外不受待见。 但今天魏巫那番话, 不能说振奋鼓舞了杜恒, 却让他不想再颓废下去。 既然再次来了得胜府, 既然赶不上回家过年, 那吃完这顿满月宴, 不妨再去一次宁安县。 魏家小少爷的满月酒又不是比武招亲什么的, 除了送礼恭喝吃饭之外, 自然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节目, 大冷天的也不能让一个婴儿露面, 所以大多数吃完午宴晚宴的人也都纷纷告辞。 当然, 若有人想在得胜府玩一玩, 不管是酒楼茶馆还是青楼牌坊, 一切开销都会由魏家负责, 甚至于城中最好的那些商铺, 除了不涉足赌方青楼, 其实相当一部分都是魏家产业。 杜恒和两个足弟在第二日一早就从魏家安排的客栈出来, 准备到马厩中去签马, 没想到还有一个马夫在等着他们。 见到断臂的杜恒领着人从客栈后门出来, 那个瘦瘦小小裹着厚厚棉袄的马夫顿时眼睛一亮, 从马厩里窜出来。 这位是杜大侠吧? 杜恒略微诧异, 一般都是给客栈预存签号让马夫签三人来时的马匹, 但对方应该不至于认识自己吧。 马夫搓着手哈了口气, 赶忙伸手引向右侧那片马厩。 准是您没错了, 家主之前吩咐过, 说您来时的那吉皮马不小心被人签错了, 特意另赔了吉皮马, 那边还有马车, 若是要去德胜府内的一些个县镇之地, 我也可以赶车送你们去, 这大冷天的, 还是马车舒服。 右侧马厩里, 有三匹枣红剑马, 从那毫无杂色的光亮毛发和灵动眼神, 匀称肌肉肥镖以及高大的体魄上看, 绝对是三匹好马, 至少绝对比杜家人之前那三匹好很多。 嘿嘿,杜少侠, 这三匹胭脂马就是家主赔给你们的, 耐力好发力快。 脾气是对主人温顺对野兽, 那是一脚能踢死一头狼, 就是吃得多。 马夫搓着手, 又指向边上马车。 这马车内部铺了皮草, 还有暖炉, 坐起来又舒服又暖和, 等险两三百里低下来一点都不累。 嘿嘿,杜少侠, 您看要不要我替你们赶车? 杜横眉头一皱, 看向这个精密的马夫, 忽然发觉他虽然矮矮小小, 手指头也被动得通红, 却指节粗大, 手勾如肘, 显然是个武功不俗的好手。 魏家主知道, 我要去哪? 嘿嘿, 看您说的, 魏家主哪能知道这些啊? 就是觉得您可能用得上。 杜横身后两个杜家子弟早就看着几匹胭脂马, 双眼放光了。 就和纪元上辈子男人爱车一样, 这里的男子, 尤其是江湖儿女, 哪有不爱好马的? 尤其是胭脂马这种好马。 多谢魏家主美意了, 我们骑马去, 用不着坐马车。 杜横实在不习惯有这么一个外人为他们赶车, 估计也迫不及待想要骑马。 哎, 好的, 我给您把马按上, 一切弄好。 三匹胭脂马已经被牵出马就, 杜横三人也准备上马离开。 这时候, 那个马夫有搓着手笑嘻嘻说话了, 神太像极了他主人为无畏。 嘿嘿, 杜少侠, 家主也小小地提过一嘴, 说, 如果您是要去宁安县, 杜横眼神一鸣, 这家伙果然知道。 像是没看到杜横的眼神, 马夫自顾自说着。 那个, 家主说, 先生院里的枣树, 今年挂了一些红果, 至今依然不辣。 看园子的少年不摘也不卖, 以杜少侠童先生旧式的身份, 想必那少年会送几粒给您。 嘿嘿, 家主说, 魏家愿意重金向您购买几粒。 买枣子? 杜横更是诧异了, 以魏家财力, 想吃枣子, 怎么可能弄不到? 难道季先生院中的枣树有什么特殊? 此事等杜某回来再说, 先行别过了, 带我谢谢魏家主。 杜横告辞, 边上两个杜家人带其行礼, 马夫也连忙回礼。 随后三个杜家狼策马奔出了这一客栈后场。 胭脂马的确是好马, 速度快也听话, 驰骋的感觉令三个杜家狼极其畅快, 尤其是出城之后不用顾忌行人, 更是有种风斥电掣之感。 只是这种畅快在持续了小半个时辰之后就迅速衰减, 被扑面而来的寒风所带走。 马儿跑得越快, 身体失温也就越快, 即便有武功在身, 三人也是被动的不行, 尤其这两天, 鸡州的温度更低了。 德胜府府城距离宁安县直线距离大约百五十里, 但道路蜿蜒绕来绕去之下, 走了得有近三百里, 沿途或是留宿民居或是入住客栈, 到了第三天才抵达宁安县。 哼, 早知道, 就坐那马车了, 其中一个杜家人坐在马背上抓着缰绳搓着手, 身下剑马鼻头喷出的白气的有一尺多长。 好了, 别抱怨了, 回去我后者脸找魏家主借个铜锅, 我们再吃一次那火锅。 嘿嘿, 横哥这可是你说的。 对, 不许反悔。 三人牵着高头大马进了宁安县, 也引来县中一些人的注目里, 这十节外人来宁安县的可不多。 稍稍打听了一番, 就了解到了季先生的居所, 毕竟那小阁当初只有鹿城峰去过, 其他人只知道名字和大带方位。 乡人热心, 只是戴戈禄并不收杜恒的钱, 到了天牛坊深处小阁外摆布。 这位同是天牛坊人的棉袄汉子, 指着那边依然枝叶翠绿, 并带着点点烟红的位置道。 那边是居安小阁, 以前季先生就住那边, 你们自己过去吧。 杜恒等人谢过之后, 就牵着马走向小院方向。 之前来的时候, 就听那汉子说, 这棵枣树奇特, 现在结冰的季节, 满树翠绿, 夜脉间零星红点, 更是好似红花一般艳丽, 很难想象这是严冬的景色。 院门开着, 院子的后门也开着, 透过后门, 可以看到院后空地那里, 有一个少年正在搭架子晒被子, 里头有季先生留下的被子, 也有尹家自己的, 那少年正是尹青。 听到马蹄声和脚步声的尹青, 也转头看向前头院门外, 发现了三个陌生人, 尤其是杜恒断臂的空袖, 让他愣了一下, 再看他们都配刀, 应该是江湖人。 你们是谁? 来这干嘛? 杜恒赶忙回答。 在下杜恒, 是季先生救时, 路过宁安县特来拜访一下。 杜恒? 尹青打量一下, 结合这段手突然想到了什么。 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打虎英雄, 季先生说起过你们。 快进来快进来。 杜恒这段臂太有辨识度了, 尹青放下手中的是, 从后院荒地窜到前头小院, 将三人迎进院子, 也对那三匹烟纸马十分好奇。 马里的从小隔厨房多拿出几个杯子, 然后用石桌上原本就有的水壶倒水。 河水, 这水还热着呢, 茶叶就没有了, 你们来得不巧。 先生出游后, 就一直没回来过呢。 他不在的时候, 我们家就帮他看院子。 现在我爹也赶好去了, 就我看着, 早来几个月, 院子里枣子也多呢。 现在少了, 尹青带着股兴奋劲, 喋喋不休地同杜恒说着, 然后又询问当初九人怎么打老虎。 实际上, 所谓打虎过程完全是被虎妖一边倒的虐。 杜恒根本讲不出什么, 只能尽量说一说那些准备和简单的交手过程, 然后用一通围攻搪塞过去, 但尹青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等杜恒讲完, 也就顺势向尹青询问一些纪元的情况。 之前带路的乡人也说过纪先生是个奇人, 但真正情况还是问尹家人更合适。 除了鬼神之事, 以及魏无为寻先生看欲那事, 被叮嘱不能说, 其他的尹青讲起来也是带尽, 从旧胡放胡到剑先生舞剑花叶如龙, 还讲到了魏宋先生远行, 早数一夜间结果成熟的奇事。 这些连杜恒都听得惊异不已, 两个杜家族弟听到后来则有些不幸了, 感觉是小孩子在吹牛。 不过尹青倒是没注意到两个杜家子弟的撇嘴, 反而越讲越兴奋。 对了, 你等着, 我回家一趟, 我有东西给你看。 尹青说话间就腾腾腾跑出了院子回家去了, 刘三人在院中面面相去, 这枣子红得和火一样,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恒哥, 我们摘两个尝尝, 别乱动。 杜恒瞪了足地一眼, 不一会, 尹青又兴冲冲地带着一本书跑了回来。 我回来了尹青进了院子, 略微气喘地将书放到了石桌上, 因为手竿不好翻, 就舔了点口水翻页, 翻到了中段部分。 嘿嘿, 这是我自己写的, 季先生讲过的一些有趣的事, 我有时候怕忘了就写下来。 尹青翻到这一页, 而且上头有杜恒的名字和简单介绍, 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和事, 小小年纪字迹却也工整。 嘿嘿, 你看, 季先生只和我说过两个独臂大侠, 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杨过的。 杨过? 这是何人? 这你就不知道吧? 嗯, 不是我大真人, 或者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应该是个古人, 你先别管他是谁, 反正他很厉害, 连季先生都说他厉害的那种。 尹青翻着书将自己记述的一些不完全的内容给杜恒看。 从小寄人篱下, 被欺负, 被看不起, 被伯父的孩子砍手, 独自出逃, 众其独受凌辱。 中间内容看得杜恒和两个足地头皮发麻, 这人这样还没死, 还能升起抗争心。 到后面, 以雕为由, 苦练数十载, 更难得的是, 始终心胸开阔, 武功高绝也, 不失狭义之心, 人称神雕大侠杨过。 因为考虑当当初隐青年纪小, 纪元讲这故事的时候, 和谐了一部分成年人的情爱, 所以更加突出了杨过武学心路历程和天下大意。 真曾经有这样的人, 不会是那个季先生编的吧? 隐青一听这杜家子弟的话, 就很不乐意了。 编? 你当季先生是说书的吗? 季先生的故事还用编? 你要是知道他连城, 说到这隐青立刻捂住了嘴, 差点说漏了。 总之, 这肯定是真的, 你爱信不信? 说到这, 隐青又很兴奋地对杜恒道。 杜大侠, 季先生总共就和我说了, 这么两个独臂大侠, 前一个厉害的没编了, 你就是第二个。 一句你就是第二个让杜恒愣神了好一会, 有哑然有失笑, 有些哭笑不得。 对了, 既然是杜大侠过来, 这活枣我摘几个给你, 大枣树一定会同意的, 我也可以在场地先哈哈哈哈。 隐青又兴奋起来, 兴冲冲就往枣树下跑。 大枣树同意, 这又是一句让杜恒等人纳闷的话, 只是杜恒和两个杜家子弟都没有深思, 只是看着隐青伸手矫健的三两下, 爬上了树。 隐青自然不管十桌前的三个杜家子弟, 现在想的是什么, 反正这次摘火枣的机会绝佳。 枣树枝叶茂盛, 火红色的枣子隐藏在翠绿之中, 多处于高处。 这枣子块头比一般枣子更大, 真比较起来, 其实得有正常青枣三倍大小, 只是现在没个对照。 三两下攀登到较高处, 隐青带着兴奋感将手伸向最近的一颗, 一只手抱住枣子都显得充实, 到了这回杜家三人发现, 这少年动作突然轻柔了下来。 随后听到这少年开始说话, 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 还是更荒谬地对着枣树发言。 大枣树, 下面那个杜大侠可是季先生旧时, 和先生认识得可枣了, 他三年才来了这一回, 吃个枣子不过分吧。 隐青看看下面一脸好奇的杜家三人, 说完这话, 小心地一扯。 啪的一声, 大红枣就被扯了下来。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让摘的, 真的让摘的。 要不是身在树上, 隐青都要手舞足蹈了, 现在只能拍手扭动几下, 表示兴奋。 这画面可把杜恒给吓了一跳, 这少年要是摔个好歹可怎么办? 我们去树下看着点, 如果他摔下来, 就接住他。 嗯, 好。 杜恒吩咐下, 三人也不坐石桌上了, 胆忙站起来走近一点, 生怕隐青在枣树上动作太大掉下来。 隐青不以为意, 嗅了嗅枣子的香味, 咽了口口水, 然后抛给杜恒。 杜大侠接着, 别摔地上了。 杜恒见一抹火色抛来, 伸出左手轻柔的阶下, 下意识看看这枣子, 圆润饱满, 色泽烟红, 一看就极有食欲。 隐青摘了一个之后, 胆子也大起来, 又伸手抓住另一个。 总不至于才给杜大侠一个枣子对吧? 说话间再次一扯, 啪的一声, 又摘下了枣子。 嘿嘿, 一口吃一个, 味道都尝不出来的, 他们来了三个人呢。 而且我摘枣子很辛苦的, 隐青嘴巴激励呱啦不停, 连连伸手往红枣上抓,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一共扯下来七个, 当刚刚抓住第八个的时候, 就感觉到树枝轻微扭动了一下。 糟糕, 大枣树不让了。 再一个, 再一个嘛, 就一个了。 隐青不停恳求, 手上力气不减, 就是死扯。 沙沙沙, 沙沙, 好似威风吹拂一样, 枣枝扭动, 并且不管隐青用多大劲, 手中红枣就是不落, 随即一根树枝扫过隐青脖子。 哎哎哎哎。 隐青脖子一仰, 身子一下, 失去了重心, 从树上掉了下来, 下面其中一个度家子的 赶忙伸手去接, 将少年接入怀中。 不过隐青摔下来的时候, 一点也不能, 只是看着树上那颗 没能摘下来的枣子, 唉声叹气, 小剑, 杜衡等人面面相去, 这少年爬树摘果 也太貌似了点, 自言自语的也不抓稳了, 刚刚要不是他们在, 指定就摔伤了。 尹小哥, 你这样爬树可太不稳当了, 今日也就是我们在这, 下次其又如此貌似了。 其中一个度家子弟劝了一句, 但隐青显然全然不在意, 没事的, 你们在我才会摔下来, 不然肯定摔不了。 这听着让度家人感觉奇怪, 难不成还是我们的不是了?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嘿嘿, 看看这火枣, 往日你们别说吃了, 见都见不着的。 隐青扯开自己一兜, 露出里面的六个大枣, 连上杜衡手中的那个, 就是七个火红的枣子, 个个都有幼儿拳头那么大。 几人重新坐回石桌上, 七个枣子也被排成一列, 隐青当即抓走一个。 这个是我的报酬。 解释一句后, 看看另外两个度家子弟, 然后对着杜衡说, 剩下六个, 你拿四个, 他们俩运气好, 一人一个。 说这话的时候, 隐青俨然一副小大人口气, 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 其中一个度家子弟愣愣争辩了一句, 你有一个已经很走运了, 没看, 我都只有一个吗? 要不是因为你和杜大侠一起来的, 一个也无。 隐青两句话顶了回去, 你都只有一个? 你想吃, 还不是随便摘? 度家子弟也不过比隐青大了三四岁, 明知和少年争辩没意思, 可还是多嘴一句。 隐青气呼呼看看枣树, 你给我去随便摘个看看, 你能摘下, 算你厉害。 摘就摘。 两人还顶上了, 杜恒则看不过去了。 可, 杜月, 这是人家的地方, 要你多嘴。 教训一句后, 杜恒也向隐青致谢, 这枣子一看就不普通, 拿来招待他们, 算是很客气了。 嘿, 还是杜大侠名理, 别愣着了, 快吃吧。 这枣子, 皇上见了都馋的。 隐青玩笑一句, 就赶忙啃起自己那个, 咯吱咯吱的脆响间, 芳香四溢, 让闻到的三个杜家人, 食指大动。 也不再犹豫, 纷纷拿起枣子吃了起来。 搁吱一口咬到嘴里, 三个杜家人就瞪大了眼, 那股鲜香在舌尖炸裂, 让人忍不住不停咀嚼, 不停啃食。 枣汁枣肉咽下肚, 居然如同喝了烈酒, 肚里暖洋洋的, 甚至有一股暖流在身上游走。 这枣子, 难道是什么天才地宝? 杜恒心中一惊, 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将手中的枣子 啃了个干净。 另外两个杜家人都咽着口水, 看着桌上的剩下的三个枣子。 杜恒哪怕极度不舍, 也在推出两个分给足地。 还没说话呢, 隐清就伸手把那两个枣子拨回来了。 不行, 这枣子只能你吃。 杨过大侠有奇异舌胆, 那杜大侠就有活枣, 他们不能再动了。 另一个杜家子爹还想说话, 隐清就像是看穿了它, 指着头顶枣树之鸭。 想吃? 自己摘去, 我同意你摘, 去吧。 摘就摘。 吃过这枣子之后, 哪里还安耐得住, 这杜家子爹一个纵月就跳上了枣树, 伸手就抓住了最近的一棵大红枣。 轻轻一拉, 枣子居然好似粘在树枝上一样不下来, 猛然用力, 整条枣子都弯了, 果子还是纹丝不动。 给我下来。 哼, 杜家子爹运进行气, 结果枣子越来越弯, 反弹的力道也越来越大, 然后突然间手上牵扯的力道猛增, 整个人如同被弹弓弹出。 啊, 杜家子爹居然被一根枣枝弹飞到了空中, 无处借力之下, 在空中乱挥乱舞, 然后再失众落下。 也幸好是个舞者, 掉下来的时候又抓住一根树枝借了力, 结果那树枝居然比泥丘还滑溜, 直接带着它顿了一顿后, 滑出了手, 然后砰的一声, 杜家子的摔在了地上。 哎呦, 我明明已经缓和了落实, 那树枝又把我重心带歪了, 杜家子爹呲牙咧嘴地站起来, 刚刚落下来抓树枝, 本来应该能站直了落地的。 杀杀杀, 杀杀杀杀, 整个大枣树的树枝树叶, 无风自动, 左右颤动间发出杀杀杀的声音, 令三个杜家子爹下意识抬头看去。 树枝的颤动却越来越剧烈, 甚至有种阴影连成一片将阳光都挡住的感觉, 显得十分诡异, 看得三人有些头皮发麻, 好似枝树在嘲笑他们。 这一幕持续了得有好几个呼吸, 而周围明明就没有什么风。 哼哼, 怎么样, 摘下来了吗? 影轻哼唧一声, 打破了三人心中的那份淡淡的恐惧感。 再看那树, 已经渐渐风平浪静, 但没谁觉得刚刚的是幻觉。 杜恒猛然间想起当初牛魁山上的猛虎惊, 妖这个词出现在心头, 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对, 看着桌上的枣子, 一种面对鲜果的心态就升了起来。 马上就要过年, 宁安县内的过年气氛已经起来, 影轻不但要帮助家里胆臣, 也得兼顾居安小阁。 杜家三人帮助影轻一起对小阁稍稍打扫一番后, 就告辞离去了, 不想麻烦影母做饭招待, 他们也没有在宁安县多留的打算。 影轻说到底, 还年纪不大, 当初纪元的描述也不全, 记下的神雕大侠的故事没多少字, 顶多是一段概述, 开局和中间都一笔带过, 结果才是重彩浓墨。 没有引清自己那种脑补, 杜家人也就是惊讶于此人如此多灾多难, 又有如此成就, 却无多少代入感。 但在经历了早述事件后, 至少杜恒对神雕大侠本身的历史存在性 已经少了许多怀疑。 他比起两个足地, 到底还是多些代入感的, 尤其是断臂之痛。 当初回家后大半年, 手臂最终坏死不得不截之时, 那种绝望和悲哀在多少次夜里, 将杜恒惊醒。 但为家满月艳童未无畏的一番谈话, 到居安小阁中的那件文, 让杜恒哭泣的心隐隐燃起火焰。 三人骑着马披着大肠, 同样的寒风中, 却因为火藻的缘故, 身上暖暖的, 而直接吃了三粒的杜恒, 更是觉得有热力浑身流窜, 好似有始不完的力气, 每一次呼吸吐纳, 就随着真气运行到周深大学。 前一个厉害的没编了, 你就是第二个。 隐清的清脆的话音还在杜恒心中回荡, 配合火藻的力量让他心头火热。 那简短补全的故事中, 杨过当初连个帮他的都没, 而他杜恒至少还有杜甲。 没有左手刀法又如何, 我杜甲狂刀的右手刀法,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杜恒突然低声这么一句, 一种不吐不快的心情在胸中酝酿, 下一刻, 他突然在马背上一拍左手背后抽刀, 身体纵越而起, 在空中旋转, 然后狠狠朝着前方甩臂挥刀。 刷刀锋割裂寒风, 在杜恒周围洒出一个半月。 随后杜恒身体落下, 再次与马背上一点, 腾空而起, 从另一个方向挥刀斩落。 身子接连起伏, 将练了无数遍的狂刀十二世, 以左手刀使出, 力一次比一次大, 试一次比一次猛, 每一次运进就有热流生腾充盈经脉。 到最后一世翻云塌浪使出, 杜恒张嘴狂吼, 此劫自刺而破。 刷刀锋锐气, 席卷而前撕裂北风, 使得前方短暂无风。 空中提气轻飘飘落下, 收刀重作于马背, 微微喘着粗气的杜恒, 心情激荡。 这是三年多来他第一次完整的使出十二世, 却远比当初右臂健全之时还要流畅, 而且还是在马背上用出来的。 这一番演武带给杜恒巨大的信心鼓舞, 就连本已经退步的内功境界都如火生疼。 似乎,似乎, 寒风随着大口呼吸入腹, 却在腹内化为热流。 刚刚在假想中, 杜恒已经将那个颓废的自己一刀刀斩碎。 两名足弟在后面微微张着嘴, 心情有些难以形容, 从开始出刀地彷徨到最后收刀的张狂, 足兄好似变了个人一样。 别磨蹭了, 赶紧回得圣府, 将剩下一粒枣子给了魏家主我们就回家。 赶不上年三十, 这年还是要回家过的。 心境变化之下, 杜恒的话音也产生了某种变化, 更简洁, 也更灵力了。 金基辅某处旗馆, 正看着两个老手下棋的纪元突然神色一愣, 低头看看手中引线之子, 隐约能看到杜恒独臂挥刀斩破风雪。 只是, 这棋子出现的有些莫名其妙啊。 不过手中其子自然是越多越好, 杜恒能成子是再好不过了, 但纪元也没有刻意去寻另外八人的打算。 成棋抢求不得, 能成棋者本身也都有特殊之处, 说白了, 还是讲原法的。 当初陆山君与九少侠的侠义之约, 又何尝不是原法之一呢? 唉唉, 落子无悔, 落子无悔。 别啊, 我刚刚走神了, 那一步不算, 不算哪。 边上两个老头开始争论起来, 也把纪元的思绪牵扯回来, 这两老头又开始了。 一个要悔棋, 一个不让悔, 只是常态。 但纪元这两天, 特别喜欢看两老头下棋, 该因为这两老手, 确实都是棋道高手, 放眼整个棋馆都没对手的那种, 只是这棋品嘛, 就不好说了。 一旦到了一方, 要悔棋一方不让悔的时候, 这两人也会有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 好了好了, 不和你吵, 按老规矩来。 来就来。 于是乎, 一下子两人就不吵了, 直接按照现在的局势, 一直下下去。 对于高手来说, 到了后面一步子落下, 所耗费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有时候一天就能下几盘棋, 现在的情况也是。 两人这一盘棋下到结束, 又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那个想要悔棋的老手, 一直垂死挣扎, 那个不让悔的, 则丝毫不放。 吓到后面, 外人看来胜负已分, 但两人就是一种赌气状态, 非得吓到完。 纪元看看左右, 这回围过来看棋的人也多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趣的一幕就要上演了。 哈哈哈哈, 还是我赢, 要让你悔棋了还了得? 哼哼, 复盘复盘。 两老手斗嘴两句, 收了棋子之后, 开始在棋面上复盘, 居然又恢复到了之前争论悔棋的关口那一步, 只是这次是让悔的状态。 看好了, 如果我刚刚没走身, 下错这一步, 你就死定了。 放屁! 咱走着瞧。 两人劳嗖, 按照这另一种情况开始下棋, 这回棋式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之前的走向, 换成另一个老头气焰高涨, 还有一个则谨慎应对, 情绪转换十分有趣。 而对于棋棋的人来说, 两种可能性的变化也是精彩之处, 甚至能带动观棋者的情绪。 这对于不喜欢围棋的人来说, 可能嫌得无聊, 毕竟有时候老半天不见对方落子, 看着无趣, 可这里的人都喜欢棋, 棋盘上的争夺厮杀就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手弹之道也是精彩分成。 在纪元眼中, 两老手的棋盘则又有不同, 因为旁人观棋棋盘是纵横十九道, 所以, 黑白子相征三百多点, 他眼中则不然。 棋盘无时无刻不与意境重合, 黑白子能扩散的范围也就无限大, 所争的也不再是那小小一块气。 当梁子抗衡的是棋盘本身的时候, 阴阳变化也在其中展现, 两老手黑白相征的过程也在纪元眼中演化出相生的过程。 所以, 纪元体会的是两重境界的玄妙, 一是正规围棋, 二是意境其路, 体验的精彩自然也比旁人多不止一分。 下到最后, 果然是另一个老头赢了, 两老手自然还有一番斗嘴, 边上的棋道爱好者也是平头论足。 不下了不下了, 年三十得早点回家。 是啊, 我还没买春联呢。 找那些赶考的书生去写啊, 挑个字好的。 是急是急。 棋馆中有人聊着离开。 从之前棋道中回过神来的纪元, 看看棋馆内, 不知不觉走了好些人, 才看了几场棋, 时间却已经是下午了, 棋馆伙机正在收拾茶展棋盘等物, 也有伙机在给棋馆贴帘子挂红灯。 纪先生, 要不陪您手谈一局? 棋馆掌柜是个带着顶方官, 过来和和气气地冲击员建议一局。 干一行懂一行, 棋馆掌柜虽然没怎么见过这位纪先生下棋, 却认为他绝对是棋道高手。 因棋人气度不凡, 难免让掌柜多加留意, 无意间几次共同棺局, 看到这位先生观棋之时, 神色微妙变化, 总有种比对一两人更洞悉局势的感觉, 只是这先生棋道高到什么程度就不清楚了, 反正棋馆中似乎无人令棋有兴趣出手, 也就两老手能让他多看棋眼。 不了不了, 在下棋一步惊就不现丑了。 今日年三十, 掌柜不打算早早打烊吗? 纪缘婉拒之后也是客气地随口一问, 棋馆这种场面是真的哑人才能开的, 因为是真的不赚钱, 这掌柜的也是爱棋之人, 哪怕有其他生意, 却在棋馆逗留最长, 有时候遇上棋力强的还附送茶水瓜子, 钱都不收, 就入棋谱。 掌柜的文言看看棋厅中还在下棋的七八处, 留给店内伙计看顾吧, 总得等人下完棋, 我倒是要去文曲街头购置一点新春张贴之物了。 纪某恰巧知道有一位共事书法了得, 也在街上摆摊, 掌柜的可以一起去看看。 纪缘的提议正和掌柜心意, 加上早就想好好认识一下这纪先生, 所以一拍即合一起前往文曲街。 这文曲街其实最开始是市井百姓口头叫法, 后来逐渐变成主流, 但因为赶考书生有很多会在此处摆摊赚取些赢钱。 哪怕会是电视三年一次, 也会有书生常驻经济府, 文曲街也就越来越繁荣。 这一边可不光是个卖字的地方, 也是领略各个共事文才的好去处, 没两把刷子谁敢出来摆摊? 单亲对联书法, 哪个都是要见书生功力的, 所以参考共事哪怕不摆摊也绝对会多逛逛这文曲街, 了解对手实力, 乃至朝廷一些考试体系的官员也偶尔会来这里。 尹赵仙和史玉生虽然暂时并不缺钱, 但这次也出来摆摊, 只是史玉生书法也就一般, 所以就是逛逛, 尹赵仙倒是摆了个书写摊位。 街道不宽, 周围又有茶馆客栈等高屋遮挡, 所以街上也没什么寒风, 纪元和其管陆掌柜过去的时候, 正巧看到尹赵仙的摊位边围着好几人, 之前对弈的两个老手也在那。 陆掌柜, 那处摆摊之人便是纪某所说的共事, 乃鸡舟介缘, 文采了得, 关键是纪元说到这笑了笑。 在下也是鸡舟人, 与这位尹介缘是旧时, 知道其人身具浩然正气, 从他那求春莲则独有清气, 可抵荡家宅晦气。 还有这种事? 那陆某可一定要让他多写几副帘子了。 陆掌柜玩笑一句, 随着纪元一起前往。 走近一些之后, 为了不影响尹夫子, 纪元略微施法下站于外侧, 而陆掌柜则凑近了看。 好字啊! 不错不错, 这字确实好。 白鸟鸣春刊喜人间换岁, 群龙献锐新逢世纪更新, 妙啊! 这书生是谁啊? 反正是厉害的。 先生, 给我也写一副, 价钱不是问题。 引照先收笔后, 吹了吹才写好的帘子, 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 不知不觉, 身旁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 也是把他吓了一跳。 诸位请捎带, 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 到我了到我了, 先生请给我写个几个大字符。 好。 引照先换了一支大号毛笔, 在一张方形红纸上对着棱角, 书写一个大大的符, 字迹婉转, 却不失利道, 写大字更显书法功底。 哎呀, 好字啊! 多谢先生了。 引照先笑了笑, 想起当初和纪元闲聊的一些事, 叮嘱了那囚子老扫一句。 老人家回去贴字, 除了大门处, 内门可将这符字倒着贴。 倒着贴? 哦, 那不就是福道? 人群中不少是聪慧之人, 立刻想到其中寓意, 顿时又有人称赞。 在引照先生意兴隆的时候, 纪元这却遇上了另一个朋友, 只见一身华服的老龙从文区街另一头走来, 老远就开始朝纪元拱手, 并且有细缓声音传来。 我就知晓春为前纪先生肯定还在荆棘府, 找到引照先就能找到你。 纪元也是笑了, 这老龙大年三十的不在通天江待着陪家里人, 跑来找自己算是什么事。 随后纪元视线看看另一头, 正巧那个三公子似乎也来找引照先, 在一个仆人指点引路之下, 直奔着引夫子的摊位而来。 虽然几方算不上相干, 但纪元还是心里吐槽一句, 凑成一桌麻将了。 不过那三公子的事情纪元可不用理会, 交给引夫子自己应对吧。 纪元自顾走开几步, 对着老龙前来的身影拱手相迎, 却没有说话。 老龙走近了之后, 再次冲着纪元还了一礼, 后者则伸手一迎, 双方很有默契地走到街边一角, 视线则转向文曲街上引照先那个被簇拥的摊位。 纪先生可是要等到春围之后, 才会离开荆棘府啊。 和相视贵榜一样, 在大真, 春围也带指京城科举, 原本只对应会事, 如今则只带电视等最终结果。 纪元看看, 已经接近引照先摊位的那个三公子, 也没有利用权势驱赶人群, 而是饶有兴趣地站旁边看引夫子写字。 听到老龙的问题, 纪元指着那三公子答非所问的反问一句, 因老先生可知, 那位新道的男子是何人? 老龙顺着纪元的指向看看, 见那人有些气派, 边上更是在各个方位站着几名气血旺盛的凡人舞者, 在细意观气, 能见到那人身上气色生腾, 有一抹紫色隐藏其中。 看起来似乎是某个皇亲国妻。 不错, 此人出有喜字号三公子, 实则就是晋王, 乃当今大真皇帝第三子。 哦, 大真皇帝的三儿子。 老龙对此兴趣缺缺, 哪怕通天江紧挨荆基府, 大真王朝的兴衰在他眼中也没什么意义。 相比之下, 反而是尹赵仙更受老龙待见。 纪元看看老龙道, 大真虽多立嫡长为太子, 但当今皇帝还年富力强且独有个性, 迟迟不立太子, 对于年龄较大的长子更是觉得碍眼。 老龙稍微来了点兴趣。 纪先生认为, 这个晋王可能会是将来的太子, 甚至下一任大真皇帝。 哼,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但其人锋芒太露, 大争之中, 危机四伏啊。 老龙皱着眉头看看自己这好友, 倒不是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而是觉得, 有时候, 他还真有点看不透纪元, 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 又似乎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 纪先生, 今日是大年三十年观之尾, 对凡人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日子, 对我等而言, 也算有特殊意味。 不如就随老朽回那水府一续如何。 当然, 也可将尹赵仙带上, 这书生还是不错的。 纪元看到老龙一脸认真的样子, 赶忙摇摇头。 如生志在设计, 还是不要让尹夫子 过多接触凡尘之外的事物为好。 况且, 纪某对此件事也有些兴趣, 这竟亡不准备参加皇宫团圆宴, 来此找尹赵仙为何。 哦是啦, 这皇帝不喜欢办宫廷晚宴, 说到这纪元, 也对老龙邀请一番。 回水府吃吃喝喝未免无趣, 不如因老先生, 今日, 就同纪某一同, 观游一下人间节庆如何。 尤其是这皇城气象, 在新年交替之际, 想必有些可看之处。 老龙一听, 也是露出笑容, 做什么事, 得看和什么人一起。 以往他对这些自然没感觉, 但纪元既然有意, 他就也起了点兴趣。 既然纪先生由此雅兴, 老朽陪同便是。 既如此, 纪元也不打算在尹赵仙面前现身了, 微笑着伸手一饮, 同老龙一起靠近尹赵仙摊位, 只是两人的身形却逐渐虚化, 在常人眼中已然被忽略过去。 这一回, 就连文区街上其他的书生 也有不少围在尹赵仙摊位上看的。 尹赵仙也确实才情卓绝, 所写春联诗词不但书法出众, 而且都对仗工整寓意也好, 和其他书生明显拉开了档次, 一边的史玉生倒成了专门帮收铜钱的人了。 只是写得多了, 难免手酸了, 这回尹赵仙已经揉了好几次手腕了, 索性围观之人虽然还多, 但真正买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冰霄雪化江山又呈五光十色, 冬去春来神州再现百态千姿。 写得真好啊。 是啊, 听说这人是激州戒员, 叫尹赵仙。 是吗? 怪不得。 也不知是谁传出去的。 尹赵仙才在这边摆摊两天, 就开始为人熟知了, 尤其今天人气爆棚。 等到写完这一副帘子, 暂时无人上前求字, 那在边上看了好一会的三公子, 这才开口说话。 尹介员可还记得我呀。 说话间, 边上的仆人已经悄悄隔开人群, 将围观的书生等人往外驱赶了。 旁人一看, 这架势也不敢多说什么。 怎么感人啊? 就是, 我还想买字呢。 嘘, 别说了。 走了走了, 惹不起的。 尹赵仙转头望向静王, 愣了一下。 他当然认识这人, 但不知道名字, 只能说一句。 记得。 哈哈, 记得就好。 你那, 群鸟论, 未知义, 我都看完了。 写得很是精彩啊。 此前家师, 来我府上时, 也瞥见, 群鸟论。 翻阅之下, 亦觉得甚是有趣。 今日家中举办宴席, 想到尹介员离家数千里, 定是寂寞的, 希望尹介员赏脸随我敷验如何。 尹某, 尹赵仙看看周围这架势, 似乎也不敢说个不字。 恭敬不如从命。 说话的时候, 尹赵仙四处找寻史玉生, 最后发现, 对方也被这三公子的仆人赶到了一边, 并无通融地打算。 那现在就走吧。 你的摊位就让那个史姓书生, 帮你收拾好了。 晋王直接替两人做了决定, 然后转身离开, 尹赵仙无法, 也只好放下笔, 向史玉生告罪一声后, 随着两个护卫一起离开。 史玉生则越想越不对, 这不是绑人吗? 咬咬牙, 拜托旁人看顾下摊位, 随后快步跑开, 准备去报关。 尹赵仙从没想过, 所谓团圆宴居然在王府, 更没想过, 这位三公子居然是晋王。 如今的大征皇帝, 有个奇怪的习惯, 喜欢中午在宫中办一场团圆宴, 晚上则宫中无事, 有时候会带着嫔妃, 四处往清静的儿子家里头串门, 认为宫中殿高原身少亲情, 不如几个儿子的王府有意思。 今年皇帝去了吴王府, 晋王则自己在家中举办规模不大的宴席, 与会者没什么王公大臣, 全是亲信。 王府的富力堂皇还是让尹赵仙有些目不暇接的, 他也想不通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激州戒园, 何德何能可以参加这种聚会。 倒是和老龙一起跟来的纪园有过一丝想法, 一路在下人们, 王爷好, 王爷好。 德问候声中进来, 尹赵仙和刘姥劳入大官员一样, 也不敢说话, 就是跟着。 这位想必就是尹戒园吧? 一声高呼从王府内传来, 吓了尹赵仙一跳, 晋王则已经先行朝来人拱手。 老师, 这就是尹赵仙尹介园, 激州这一带的文学魁首。 不敢当不敢当。 尹赵仙听着夸奖, 汗都来了。 尹介园, 这位是我的老师, 乃皇子少师李牧书。 一名老者如山老者已经到了近处, 晋王也向着尹赵仙介手, 后者赶忙行礼。 见过李公? 哈哈, 不必客套, 李某以败独群鸟论, 和, 魏之意, 尹介园之才令李某钦佩啊。 当时我就对晋王说, 此等大财必须抓在手中, 否则可被别人抢了先了。 这话听得尹赵仙又是一阵背部发热, 皇子派系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现在骑虎难下啊。 李公过誉了, 过誉了。 晋王见自己老师和尹赵仙聊上了, 就又要离去, 惯例要象征性地在傍晚前入宫, 请一请自己父皇。 老师和尹介园多聊聊, 我先去一趟宫中。 王爷自去便是, 尹介园交由老夫代为招待, 定跑不了的。 哈哈哈哈, 晋王也笑着离去, 尹赵仙则尴尬地陪笑。 哈哈, 尹介园不必紧张, 今日乃是晋王家宴, 并无什么朝廷大员, 晋王也是欣赏介园之才, 方请你前来, 一会就做李某身旁好了。 多谢李公, 实不相瞒, 尹某可是被多试汗了。 尹赵仙这诚恳又有趣地回答, 也逗乐了李牧书。 哈哈, 请吧, 我们先去偏听聊聊, 取鸟论。 李公先请。 事已至此, 尹赵仙也只好看开些了。 纪元和老龙就站在晋王府, 从头到尾看着尹赵仙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却并未现身解救, 老龙也是笑道。 这尹夫子倒是颇受欢迎啊。 浩然正气, 在这种客套场合可不太管用了。 李牧书不以官场身份压人, 平心静气地交流文学方面的内容, 也上尹赵仙的紧张感减去不少, 多少也吐露出一些心中抱负理想。 有的东西在李牧书听来确实有些天真, 但尹赵仙却不是如同其他年轻人一样空想, 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方针和准则, 只是现在没什么交情, 所以浅谈折止, 可还是能令李牧书亏得一般。 尹介元的心中抱负, 想要舒展, 非繁荣盛事不可行啊。 李牧书感叹一声, 尹某觉得, 当今大臣虽未必及得上圣氏二字, 却也繁荣, 明强则国父, 国父慧明则明安, 乃相辅相成之道。 尹赵仙礼貌地解释一句, 但也不深入。 两人就是在偏听雅座看察而谈, 王府宴席的事情, 游下人忙碌, 也碍不着他们, 大约到了天色也开始变暗, 陆续就有一些晋王的其他亲信, 或有人到来, 有时候, 李牧书也会带着尹赵仙去寒暄一番。 随着天色暗下来, 温度也持续降低, 李牧书到底年纪大了, 在偏听也显得哆嗦, 就提议尹赵仙一起挪步了。 尹介员, 不如我们去雁庭如何? 那边有暖炉热水, 又有熔毯铺地, 比这边可暖和多了。 这, 王爷还没回来, 我们就去雁庭。 尹赵仙犹豫了一句。 呵呵, 尹介员放宽心, 我们又不是提前开宴, 况且很多宾客说不准已经去了, 都是金贵人。 这天寒地冻的, 谁愿意多受罪啊? 我可不是金贵人。 尹赵仙父匪一句, 随着李牧书前往宴厅。 这也确实算是王府家宴, 一些晋王友人来的时候, 还拖家带口, 也没有多少严肃。 宴席场所就在晋王府中庭后的, 一间大屋厅内, 里头摆了四五张圆桌, 而非个人桌案, 更像是百姓家中的除夕宴。 除了圆桌外, 屋内还在四角被有专人看过的暖炉, 关上门只保持一点点通风口, 使得屋内非常温暖。 除此之外, 留在宴席前方处的空间并不算多, 至少是不够大型歌舞表演的, 但也足够几名侍女, 琴瑟琵琶和弦而唱。 李牧书和尹赵仙从 带着后面帘子的侧门进入宴厅的时候, 顿时感觉一阵热气涌来, 浑身的寒意都被冲散了。 哈哈, 李少师! 李公来了呀! 我等早已在此享受了。 方才还想着, 李公这么怕冷, 为何还不治呢? 呵呵, 老了老了, 受不得动, 要不是和尹介缘找了个亲近地方, 交流诗词文学的话, 我早就来了, 来来来, 我向大家介绍一人, 乃是鸡州介缘当事大才。 见到李牧书来了, 听内早已在此避寒的宾客纷纷问候, 尹赵仙本来只想做个隐形人, 但李牧书显然不放过他, 一番介绍, 让他备受瞩目。 纪元和老龙这会也已经跨入这篇厅, 就站在角落观察这里的布置。 英老先生, 你那水府虽然华丽非凡璀璨明亮, 但到底是水底宫殿, 大冷天地泡在水里, 可不如这地方舒适啊。 纪元嘿嘿嘿地开个玩笑, 老龙撇撇嘴。 水府之中四季横温, 珊瑚珍珠点缀如星, 又有妖姬起舞鲜月和弦, 这里, 哼哼, 差远了。 温馨感, 温馨感, 你不懂啊, 老哥。 老龙说话间伸手一勾, 就有一壶桌上酒, 连同两个杯子, 一起飞向他和纪元所在角落, 而其他人却毫无所觉。 到了两杯酒, 酒夜呈现明黄色, 酒香也十分好闻。 这便是荆棘府的金玉酒。 纪元接过老龙递来的杯子, 两人共饮一杯, 品鉴了一下滋味道。 还是不如千日春, 更不用说龙咸香了。 在凡酒中, 算是尚渴了。 老龙尝着滋味, 将酒壶放在一边。 而那头终于有仆人发现酒桌少酒。 哎呀, 这里还少一壶。 赶紧补上。 那边尹兆仙也没刚才那么拘谨了。 毕竟谈论的都是各自建文和一些诗词歌府。 圣上驾到外头突然传来宫廷太监的高音嗓门, 让原本热闹的宴厅骤然安静。 尹兆仙更是生理性地升起一阵鸡皮疙瘩。 皇上? 皇上来这进王府了? 圣上今晚不是在吴王那边吗? 这,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李牧书这会更像的管事, 让大家保持镇定, 随后对着一旁尹兆仙叮嘱道, 建军不比寻常, 便是家宴场合也不可逾越礼数。 一会除了行礼, 尹兆仙尔尽量保持安静就好。 在下省的, 尹兆仙巴不得当透明人。 纪元和老龙也是面面相去。 这倒是有意思, 这皇帝突然来三儿子家了。 走, 我们开门迎接圣上。 宴厅大门敞开, 一股寒风瞬间灌入, 宾客和下人纷纷出去, 在门两边站定迎接。 随着外面一阵脚步声接近, 宴会厅内从宾客到下人都明显略显紧张, 乃至局促不安。 这也是纪元第一次看到当今的大真皇帝, 大约五十岁的面容, 身材略有发福, 身穿黄袍, 头戴卷云冠, 身旁还跟随着两名妃子, 一名是当今皇后, 另一名是晋王生母人贵妃, 而晋王则落后几个身位, 一步一驱跟随在旁。 以纪元的角度看来, 这晋王脸色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坏, 就是有些古怪别扭。 恭迎圣上! 一众人异口同声地行礼欢迎, 若非触怒圣言, 正常情况下, 大真见天子也不用下跪。 行了, 都进去吧, 我也就是来吃个饭。 皇帝挥退边上诸多侍从, 众人也随着圣驾一同入内, 随后关上厅门, 因为人多加上暖炉, 没一会, 宴厅内就再次暖和起来。 大真皇帝坐在主座上, 刚刚还搓手呢, 这回就脱去了外套。 还是老三这里舒服啊, 看看这布置的, 挺像在家的。 宴厅是有绒皮铺地铺墙的, 不说呆着, 就是看着都暖和。 都站着干什么? 坐下坐下, 不是要吃饭吗? 老三, 什么时候开宴? 父皇来了, 自然是马上就开宴。 那还不赶快。 为父和你这两个娘亲, 可是都饿了。 贵妇也朝着晋王使个眼色, 后者赶忙四项伸手招呼一下, 吩咐左右。 大家都入座, 这是家宴, 父皇现在就是家长身份入席, 别拘谨, 吩咐后厨可以开宴了。 晋王这几句话, 说得皇帝也是露出笑容。 对了父皇, 我这可没有太多英格厌武, 咱听说, 我特地请了荆棘有名的说书先生来讲书, 此人父内故事多, 又擅长口技, 说起书来生情并茂, 可有趣了。 哦? 不错不错, 有心意, 我就说来老三这准有趣, 哈哈哈哈, 两个嫔妃也是陪笑, 一众宾客也放松不少。 随后宴席开始,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佳肴被从侧门送入, 那边其实有一个缓冲隔间, 两侧都有棉帘, 不至于让寒风直接灌入宴会厅。 很快桌上就满是佳肴美酒, 前方不大的空间内, 有侍女抱着琴瑟琵琶, 而入, 又有下人抬来屏风桌案瞪椅。 侍女缓缓弹奏, 而屏风后的桌案前, 说书先生也已落座。 和寻常说书不同, 用屏风挡着, 可以让他发挥更自由, 也让口技更传神。 皇帝显然对尹兆仙这种无名小卒不感兴趣, 或者说, 对在场不认识的人都不感兴趣。 热汤热饭和美酒, 加上说书先生开讲, 饭桌气氛也起来了, 只是比起其他地方, 这里少了喧闹, 多了一分听书的入神。 口技这门记忆, 算是纪元两辈子以来头一次听到, 屏风后面明明就一个人, 但迸发出的声响千奇百怪, 音响都极为逼真, 使得所讲故事也极为写实。 纪元甚至和老龙一起走进了屏风后看了看, 确认了就一个人在那。 而那头从皇帝到尹兆仙, 再到陪侍的下人, 也一个个都听得入神, 便是配合着说书人情节和弦奏乐的侍女, 音色中也掺入了被故事吸引的情绪。 除夕也不适合讲打打杀杀恩怨情仇, 说书人准备的故事是, 神仙转之龙宫游, 奇力古怪的故事, 尤为引人入胜。 讲到其中一段, 行目猛然在转上一拍趴。 那才子终究是耐不住贪念, 在起身如厕途中偷拿了龙宫一枚宝珠, 龙王自然是知晓的, 虽未说什么, 却也看清了他, 不再如之前那般热情, 天明之后就将其送回县中, 此后再无邀请过这钱书生。 这书生虽用宝珠换得一时富贵, 却在享乐中逐渐败尽家财, 且疏于学问后, 财情不在, 晚年好生落魄了, 侍女奏乐也在此时变得稀晚一些。 这故事讲完, 或许是说书人技巧太高超, 没想到皇帝听得有些痴迷了, 提着酒壶就到了屏风前, 命人撤去屏风又摆了椅子在旁, 连连追问神仙事。 说书人不敢违逆圣意, 只能尽量满足皇帝好奇心, 从仙山名圣到江河龙宫都绞尽脑汁回答, 也将一些民间神殴传说尽量到来。 纪元和老龙就站在最靠边缘的那桌宴席边, 时不时就会拿筷子夹口菜吃, 看着老皇帝切而不舍地追问这个, 也算才华横溢的说书人, 回想关于这皇帝近几年的听闻, 纪元笑道, 夜半情色宴前座, 不迷金玉醉鬼神。 宴席上其他人还在推杯换盏, 靖王则悄悄走到了自己老师李牧书的身边。 老师, 今晚大哥那边好像是惹到父皇不高兴了, 所以临时来我这儿。 靖王殿下不要说了, 你就当不知道。 李牧书视线看着那边皇帝方向, 嘴上话音轻但分量重, 靖王十分相信他。 对了, 尹戒园在本王的家宴上吃得可还习惯。 靖王面向李牧书另一侧的尹兆仙, 至少表面上看, 这回他并不算很拘谨, 连忙放下筷子朝靖王拱手。 多谢殿下香妖, 巨氏佳肴和美酒, 就是这凳子依然烫得慌啊。 见尹兆仙居然还开得出玩笑, 靖王也是带着笑一点头。 尹戒园勿要拘谨, 京城朝也都知我脾性。 我请得有人都没什么要紧官职, 算不上结党营私。 你目前一介白身自然更算不上。 这话就这么从靖王嘴里说出来, 尹兆仙听着都几倍发烫, 但多少心安一些。 呵呵, 说到凳子烫, 那边的说书先生可比你更善。 尹兆仙顺势也望望不过七八丈外的桌案。 那说书先生明显是连茶都不敢喝。 皇帝这回根本不知道, 若按照常人的思维定势, 这宴厅内部就有两个神仙, 这回正问到说书先生凡人死后的事情。 王先生可知人死后, 是否真的会去殷私啊? 这殷私又是位于何方? 说书人叫王力, 面对皇帝的这么一段时间, 比表演着口迹说好几场书都累, 关键是心中慌啊, 不敢有半分说错的地方。 回圣上的话, 在下曾听闻因此是魂魄居所, 人死前会有阴差来带路, 具体在哪? 在下一届凡人也不清楚, 也听说似乎和各地城隍也有些关系。 民间故事中, 城隍庙各司大神都会评判一个人生前供过来定死后结果, 毕竟庙里头有判官吗? 皇帝抚须喝下杯中酒, 心中也在东想西想, 带着笑颜又问说书先生。 寡人也看过不少书册史料, 各地城隍也多为乡人推举立庙, 也有皇朝有德有才之官员死后追赤, 当年先祖正元帝也曾下诏命城隍现身, 但庙中不过都是尼宿, 哪有什么正神会出现? 说书先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这人游荡四方搜罗故事, 也是有些特殊见识的, 这回既不敢评判皇帝的话, 也不敢评论城隍。 皇帝又问了那些传闻中有名的仙山是否有真仙, 江河大海中是否真有龙宫, 有没有办法招来一些神人仙长一剑, 但说书先生见识在广说的在生动, 毕竟也是凡人, 后面的对话令皇帝也不太满意了。 又过去一会, 皇帝终于放过说书人, 命人重新把屏风挪回原位, 让说书人继续讲故事。 纪元和老龙倒是已经从圆桌旁到了那屏风后, 看看这说书人的背部明明大冷天, 却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老龙笑道, 在凡人中, 此人也算得上见多识广, 某些鬼神惊妖之事都达到了点上。 老皇帝对说书人的有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满意, 但纪元和老龙却对说书人另眼相看, 比如有一处是野鬼馋人要水饭的, 那稀饭粒筷子被身往屋外泼出去的土法, 这说书人讲的很有那么点意思。 纪元也是一笑, 可惜皇帝想知道的不是这种民间小道, 想的是得道成仙, 想的是长生不老。 嘿嘿, 人世间所有好处都让他得了去, 却还不满足, 这就是人间君王。 老龙接口这么说了一句, 倒也没有什么讽刺, 不过是陈述事实。 皇帝回席吃菜喝酒, 后厨又有热腾的新菜不断送上。 大臣历来有手碎的习惯, 如这进王府, 有酒有菜有节目, 宴席需要持续到子时, 后厨也会忙碌到子时之后, 反正王爷和圣上下快的时候必须是热菜。 待到亥时尾端, 纪元已经感受到天地间气息翻腾, 显然新旧交替之际确实有不同变化。 时辰将至, 敬礼。 有仆人在门口高声喊道, 听到这声音, 哪怕是皇帝, 也放下筷子, 屋内的琴瑟琵琶也纷纷停止, 等待新年到来。 纪元和老龙更是已经出了屋外, 前者睁大双目望向天地间, 灰蒙之中有氢气积蓄着上升。 而浊气下降中则消散, 好似在天地间撕开一片星空间, 又好似氢气挂云升天拉开帷幕。 整个荆棘府人道气息也不断攀升, 好似在空中冲击灰蒙, 令轻灼二气翻卷。 原来这就是辞旧阴心。 纪元一声感叹中饱含情愫。 老龙同样睁大了眼睛看天看地, 但顶多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悸动。 他明显感受到纪元所见和自己所见绝对不同, 却不好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京城中开始响起鞭炮声, 并且越来越密集, 就连晋王府门口也有下人点燃长长鞭炮。 这时代或许是还无烟花, 否则荆棘府上空定也是璀璨非凡。 观望那一年一次的天地变化, 纪元体内五行之气也被带动得愈发活跃, 呼吸间甚至有五色在眼口鼻等翘显现, 一进丹炉中三昧真火也是有热力一出, 让晋王中庭这一块温暖如春。 老龙走开两步, 脸上表情古怪。 难怪这纪元死活不愿去水府, 原来这一年交替的变化居然也能修炼, 果然是奇人妙法, 听都没听过。 并且, 这一阵热力虽然仅仅是温暖, 却隐含某种令真龙之躯都忌惮的感觉, 似乎又是一种厉害的艺术。 一把青藤剑早已自行飞天, 与纪元心意相通之下, 好似能见其所见, 在天空中窜来窜去, 替纪元捕捉亲戚, 随着仙剑在天际搅动一下, 即刻有一片云气扫落下来。 虽然在整片天地中微不足道, 却独有气息韵律翻卷其中。 树梅棋子早已浮现, 云气受其吸引之下, 迅速引导入纪元身中, 并且直观一进山河, 为丹炉所牵引。 炉中三昧真火, 就像是反火之炉灌入氧气, 轰的一下从炉身心眼中都溢出来。 这一刻纪元周身热力更甚, 连老龙都下意识在退了半步, 靖王府中庭园内冰雪尽数消融。 春节春节,春之元朔, 清气饮新年,万物生机长。 老龙还在惊骇中, 却听到纪元莫名其妙来了这么一句。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老龙低头看看身边, 发现王府中庭花园中, 一些植被已经在短时间内抽枝生长, 甚至有的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结出花苞, 整含苞待放。 季先生, 你这老龙惊愕的话还没说完, 倒是有王府送菜路过的下人, 突然尖叫起来。 啊, 花园里面开花了, 花园里面的花开了, 花园, 真的, 啊, 这女眷语无伦次, 随后又有下人提着灯笼前来戏桥, 果然见到满园翠绿, 甚至有红花朵朵。 真的, 真的开花了, 天降祥瑞啊, 天降祥瑞。 下人们的尖叫声也隐约传到宴厅内部, 但有些嘈杂, 里头的人听不清楚。 自己府上下人在这种日子大呼小叫, 更是另近王眉头直皱, 生怕自己父皇不快。 不过还没来得及问罪, 就有府上管事小跑着进入宴厅, 诉说了下人们激动的原因。 原德皇帝第一个站起来, 有这等事? 其他人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那管事则是满口保证。 回圣上, 回王爷, 此事千真万确, 打开门出去, 一瞧便知, 若是有假, 就搬走小人的脑袋。 好, 我们去看看。 不论皇帝还是宾客, 纷纷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皇上, 快披上。 皇后从下人手上拿过皇帝的大厂外套, 后者匆匆披上就直奔宴厅大门, 其他人自然不敢走在皇帝前头。 王府下人提着灯笼引光在前, 一众宾客在后尾随, 七八个呼吸间就已经步入中庭花园。 放眼望去, 果然见到中庭中冰雪消融, 翠绿纷纷, 更有红花绽放, 暗自飘香。 真有这种事, 真有这种事。 皇帝经义中激动不已地喃喃自语, 旁人宾客也抑制不住心中震撼。 圣上, 这是天将祥瑞啊。 果是祥瑞之相啊。 今天这宴会真没白来啊。 恭喜圣上, 恭喜晋王殿下呀。 天佑我大真。 恭维声中, 皇帝好似是想到什么, 四处张望后突然放声高呼。 无奈大真原德皇帝, 若有神人在此, 还望献身一剑。 寡人必为你建庙, 赤风赐你永享人间香火。 几乎就与原德皇帝近在咫尺的纪元和老龙听得也是一愣, 后者笑呵呵地望向纪元, 前者则颇为无奈地摇摇头。 走了走了,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纪元这么说了句, 走向也一同从众出来的尹赵仙身边, 屈指一谈, 一朵残余的小小青气灌入其额头, 其人浩然正气大量。 尹赵仙原本也是对花园中变化惊骇不已, 突然间好似被青泉浇灌, 却又不显寒冷, 整个人气清神爽。 浩然正气鼓荡之下, 眼中模糊一下, 隐约见到两人正在远去, 背影有些熟悉。 在定睛一看, 模糊感没了, 眼前依然是王府楼阁, 再无什么背影。 世纪先生, 离得近的李牧书听到泥南生, 侧头看了看尹赵仙, 只觉得其人清晰分明, 唐正不凡。 至于皇帝的连声高呼, 自然没有神人响应了。 纪元和老龙一走, 花园内原本残余的暖意也迅速下降, 冷热气流对冲之下, 短暂形成一种白雾笼罩过来的奇特景象。 看着周围白雾弥漫, 皇帝一时间都有些激动起来, 边上的宾客和仆丛也全都屏住呼吸, 皆以为真有神人应圣上之照药显现真身了。 这会所有人中也就隐照仙心态平常, 知晓所谓神人是不会出现了的。 果然, 那白雾来得快去得也快, 片刻就全部散去了, 一些雾气在绿叶红花上凝结露珠, 又迅速被寒冷的天气所冻结。 在这中庭花园中等了许久, 待到手脚冰凉, 原德帝像是终于承认不会有神人现身, 才叹了口气。 回去吧, 寡人也乏了, 回宫去了。 强烈兴奋过后的失望, 使得皇帝有些疲惫。 而成功送父皇, 晋王赶忙表态相送。 皇帝要走, 一群人哪敢自己回宴厅, 纷纷跟在身后, 晋王府外头早有宫廷宦官和侍卫, 将帝王车年准备好, 里头也已经摆放好暖炉热茶。 王府外, 太监放好踏凳, 让皇帝皇后和贵妃踩着跨上车年。 原德帝上车后, 透过车窗厚厚的皮帘, 看了看站在晋王府外的一堆人。 都回去吧。 恭送圣上回宫。 送圣上。 一群人齐声送别, 又冲着已经行进的车脸行李, 直到车轮声远去之后, 才敢直起身子。 呼, 晋王长出一口气, 其他人也是一下子感觉轻松不少。 走吧, 我们先回宴厅暖暖身子, 在外头站这么久, 可冻坏了。 殿下言之有礼。 走走走, 手脚都冻僵了。 一群人急匆匆回宴厅, 入内又是温暖如春, 对之前的祥瑞也是带着兴奋攀谈, 便是晋王也不能免俗。 比起皇帝想见神人, 他对祥瑞出现在自己王府这件事, 本身更加在意。 李牧书对尹兆仙, 则更加客气了一分, 方才尹兆仙的男男声, 引起他的注意后, 发现所有人中, 居然就是这个尹戒员, 镇定自若毫无所动。 一人气度如斯, 又有精士之才, 兼知下午谈文论学的交流, 发现其为人处事, 也进退有度。 那么尹兆仙将来前途如何, 李牧书已经隐约可测。 荆棘府城中, 鞭炮声依然时有传出, 纪元和老龙走在街道上, 能看到人气滚滚上窜, 在荆棘府上空, 甚至形成泛红气云, 道横道了, 能法眼观气的人, 都难免会被这浩大声势所震撼, 这种时刻怕是等闲一些阴邪之物, 都不敢出来。 纪先生, 这人间王冬的家宴也蹭了, 尹兆仙那书生, 也纷润了点好处, 这下要做什么? 若无事就去通天江水府了吧。 这老龙, 大冬天老让人往水里钻掩室, 让纪元有些无奈, 搞不好也有恶趣味的, 想要下棋虐自己, 但话里话外, 其实还是对自己想干什么更感兴趣。 不过, 纪元其实也没啥明确的目的性, 至少出了晋王府之后, 就是如此了。 尹老先生, 今晚就别惦解, 你那水府了, 就当陪纪某闲逛了。 两人脚步速度, 自然非比寻常, 说话间已经过了之前的文曲街, 又穿过正中东西大道, 沿途路过了租住了最多赶考书生的共识巷, 也走过纪元长区的旗馆和大片百姓人家。 气息收集之下, 也终于将老白礁和土地宫的那枚棋子染成白色, 至于左家那枚和独臂刀刻度横的, 则暂且不动。 到了天明时刻, 老龙自认算是看出纪元这一夜在干什么了, 分明就是在一年一度的某个重要关口修行, 修的哪门子, 妙法他也是好奇的心仰, 却又不方便问。 就这么转了一圈, 到了早上又转回共识巷, 正巧尹赵仙被晋王府的马车送回来, 报关无果的屎玉生则大大松了口气。 共识巷口上, 看到这一幕老龙若有所思的望向身旁纪元。 纪先生对尹赵仙这书生寄予的厚望有些不一般啊。 纪元看看老龙, 这不明摆着的嘛, 也随口答一句。 关心有人是其一, 尹夫子将来所行之事, 关系到大真人到大事, 则是其二。 然后纪元心中还有一句, 甚至能影响到天地大事, 则是其三。 浩然正气确实难得, 尹赵仙当有贤臣之姿, 其人本身才学出众, 此番在京城又有了靠山, 于情于理都不该落榜了。 老龙扫了那边一眼, 看得自然是有些困乏的尹赵仙, 石玉生则完全不入眼, 然后突然转头问了句, 春围之后, 纪先生不会又消失吧? 尹老先生就放过我吧。 江神娘娘那次也不过是侥幸, 若继某一个控制不好, 让其心念崩塌, 当时就该被你追杀出水斧了, 龙子殿下, 那我是真没辙的。 纪元终于将忍了一夜的话吐槽出来, 老龙像是被戳破心事, 难得也有尴尬的时候。 纪先生说笑了, 纪元到底是不敢让老龙太难看, 连忙扯开话题。 确实瞒不过婴老先生, 等京城市过去, 纪某想要找个清静地方好好修行一阵子,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可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老龙饶有兴趣地问了一句, 就见纪元颇有些无奈道。 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是当初游历之时遇上一个凡尘道人, 非要给我算命, 结果一挂下去把自己命折了半条, 纪某向来是个穷光蛋, 除了勉强维系住他半条命,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灵丹妙药, 这不有了龙咸香, 可以帮他补足一下元气。 老龙也是瞪大了眼睛, 勉强维系那道人的生命, 那逆天反噬得严重成什么样子了? 经历了最近一些事后, 纪元的本事已经得到老龙的肯定, 算得上一个能人了。 不对啊, 那道人怎么可能算得到你的事? 老龙找纪元的时候, 可是一点都算不到纪大先生在哪的, 这道人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算得差点丢命? 纪元略显尴尬地呵呵笑笑, 也不再多说老龙摸不着头脑, 以为纪元不方便说也就不再多问。 反正到时候若纪某定下修行之所, 必会告知英老先生的, 省得你找不着我。 那样便好。 老龙笑了, 对他来说, 一个脾性对胃口本事也大得有人, 确实难得, 主要是能看得上眼的太少了。 此时此刻, 五六千里外的宾舟, 某个在城隍庙外刚刚支起 因缘解迁摊位的道人突然鼻子发痒, 使劲揉了几下都不管用。 啊, 九二九二就一连打了三个喷蝶, 洞红的鼻子都喷出了两条精英鼻涕。 怪是, 除了奇闻还能有人想我。 轻松道人一边醒着鼻涕甩着手, 一边喃喃自语。 哎呀, 真恶心, 离他远点。 哎呀, 他甩这边来了。 边上赶着蒸出一头香或者上早香的香客都纷纷绕着摊位走, 只有边上小道士急着找手帕。 半日后, 通天江水府由龙行前盾而来, 在大殿外化为一名老者, 正是真龙英红。 龙子英风赶忙迎出来。 爹, 就您一个人。 纪叔叔呢? 看着儿子东张西望的样子, 老龙冷哼一声。 别看了, 没来。 啊, 您的面子既, 叔叔也不给。 这, 老龙摇了摇头, 直接往宫殿里走。 自己这儿子, 原本了解到妹妹得了好处倒还好, 可后来又听闻了自己的猜测, 了解到那春木江白胶, 似乎也有机遇, 就有些耐不住了。 哼, 有事没事念叨你, 纪叔叔。 你那点心思, 纪元会绝不出来。 省省吧。 美好气地留下这么一句话, 老龙也不再理会自己儿子, 回自己在后方水溝中的沙潭打短去了。 年初一的荆棘府也到处呈现着喜庆, 大冷天的纪元当然不会穿单薄衣服, 至少要把自己弄得看起来还算暖和才行。 老龙回去之后, 纪元也没有打脚引赵仙的打算, 而是先习惯性地去看了看新浦旗馆。 走到旗馆所处的一条窄街街头, 发现这馆子居然真的年初一也开张, 虽然为了郁寒关着门, 但外头挂着银客牌。 纪元进去转悠了一圈, 也就几个伙计守在店里。 旗馆内下棋的人一个野巫, 东家也不在, 只有一个代理掌柜。 和店内伙计相互问候了一声新春好, 纪元就退了出来, 打算回最近自己一直蹭住的那间阁楼补个教去。 那大户人家姓楚, 府邸虽然靠近皇城, 但似乎并非什么朝廷官员。 那个书阁真的好似一个摆设, 纪元蹭了这些日子, 也就见到仆人来打扫过两次。 那楚家人是没谁进来的, 顶多也就是来取书。 当然也可能是书阁太大太凉, 想要看书写字, 还是在前头的屋宅里更舒服。 这倒是便宜了纪元, 那书阁三楼隔离了城中喧闹, 环境清幽, 且藏书众多, 除了休息和修炼, 闲暇之余也可以翻翻书册。 书籍在这个时代虽然算不上太稀罕, 可有价值的书还是比较珍贵的, 普通百姓乃至寒门书生获取知识, 相对较为困难。 这也是那些书院这么吃香的原因之一, 比起个人在家读书人, 书院不但有老夫子教导, 更关键的是书多, 那些县市府市乃至有时候的周解释, 考教基本功的时候若让人默写什么点击内容, 有的书生连那本点击都没看过, 怎么写? 走在永宁街上, 纪元一边吐纳着丝丝灵气, 一边看着沿街百姓相互拜年, 正打算往楚府的方向拐的时候, 还有两个肉包, 别忘了打一盆热水, 谢谢了。 好嘞, 王先生您放心, 一会就给您送来, 正好清晨买了包子呢。 说话的两人, 一个是之前晋王府上的说书先生王历, 这个纪元听过就不会认错, 另一个嗓音清脆, 应该是个孩子。 想了下, 纪元顺着声音记忆的位置, 往左离开永宁街, 进入一条老巷子内。 巷子大约两辆马车的宽度, 沿途左右都是带了围墙的民宅, 但围墙都很矮, 属于不过间的那种, 反倒是院门高一些, 院里头的屋宅, 大多有两三间屋舍相连。 家家户户都贴着类似春联福字等事物, 有个别人家还挂着红灯笼, 不过此世间却无门神造军之说, 自然也无此类神像张贴。 纪元寻生而至, 在其中一户人家院外停下, 能听到里头活动的大约有四人, 其中三个在右侧两间屋子里有说有笑, 还有热气香气传出, 而另一个则在左侧的独间内, 正是说书人王丽。 这说书人昨晚还是引起了纪元一些兴趣的, 而且, 如今的纪某人很相信缘分这东西, 既然碰上了, 就打算去瞧瞧。 掐起障眼法, 轻轻一跃跳入院内, 虽然房门紧闭, 但听过里头磨磨声和略带激动的男男声, 让纪元确信这人亢奋得很, 一点都没睡意。 这人昨晚连口计带说书讲了大半夜, 照理是整个进王府家宴中最累的人了, 连隐夫子都困乏地回去就睡, 这家伙为什么这么精神? 王丽当然睡不着, 一夜的疲惫算什么, 和昨晚见闻带来的冲击一笔, 简直小屋见大屋。 这间屋是并不大, 里头有一张充当书桌的四仙桌, 靠着床榻放着, 王丽正坐在床边磨磨。 宴台中磨枝磨好了, 又饿又冷的王丽哆嗦一下, 用正纸压好桌上的纸张, 提起毛笔沾沾墨水后, 就开始在纸面上书写, 看得是帝王家, 王丽思路极为清晰, 写得很快, 字迹也比较潦草。 帝王旁作问一刻, 先生背后汗三声, 鬼神之事无从说, 绞尽思绪免作答, 时辰已至此时前, 王府家雍轩敬礼, 护文厅外惊呼起, 喜声不觉盖春响, 宾客纷纷随地去, 中庭之内献祥瑞, 写到这, 王丽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兴奋的, 手中之笔都略微颤抖, 连连沾默再次书写, 园中百目逢春绿, 亭花会议放千红, 帝王高呼请神人, 白雾生化无人音, 说书先生写到这边暂且放下笔, 搓着手哈着气, 干脆将背后床榻上的被子 也扯过来劈在身上。 东东东王先生, 您的吃食好了, 我给您送来了。 哦, 好好好, 来了来了。 王丽赶忙从床上边站起来, 到门口帮前来送吃食的孩子一起拿东西。 打开门, 一阵寒风扑面, 让王丽更是缩了缩身子。 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 搬着托盘站在外面, 托盘上是热气腾腾的米粥小菜和包子。 男孩也不让王丽端托盘, 看这先生一副缩着身子的样, 还担心把盘子打了, 主动端到屋内将托盘上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 纪元也随着男孩一起入了屋内, 王丽则赶忙降门关上, 虽然关门难免昏暗一些, 但门窗油纸的透光也不算影响室内采光。 王先生, 您在写字啊, 是写什么故事吗? 王丽回到床边, 双手托起红花粥碗暖了一会冰凉的手, 才拿起筷子, 开始搅动碗内的米粥, 边吹边回答。 是啊, 昨晚, 被一个大户人家请去说书, 报酬不菲是其次, 更是见证一场祥瑞之计, 不须此行啊。 呼, 呼, 滋溜, 滋溜, 哈着热气, 吃着略微烫嘴的米粥, 咽下几口后, 身子就暖了起来。 王先生, 您这字写的可不如文区街上的那些大先生。 男孩好奇地看着纸面上潦草的字迹, 纪元则看看王丽的气象, 望向其谈到昨夜之事, 倒也算得上气象清明, 也有几分才气, 虽然字写的确实不咋样。 嘿嘿, 那都是正统读书人, 我哪能比啊? 而且, 我习惯写得快些, 自己能看懂就行了。 王丽这么说一句, 拿起一个包子撕开, 就这么在粥碗里哗啦两下, 像是江粥荡成蘸料, 这么往嘴里送, 吃得很香。 王先生昨晚去了什么大户人家,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和我说说吗? 这大先生租住这边也已经半年了, 男孩早就和他混熟了。 说出来怕你不信, 我昨天可是被请去了王府。 王府你知道不? 王府? 皇上儿子住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皇上儿子住的地方。 王丽刚加起一块咸菜送嘴里, 踢着筷子, 朝着男孩连连空点表示正确。 我还见到当今皇上了呢。 男孩立刻瞪大了眼睛。 皇上长什么样? 是不是特别高特别壮? 是不是真的像老虎一样可怕? 这话问得王丽一愣, 就是纪元也笑着侧目, 看了看这男孩。 嗯, 特别高特别壮, 做他边上先生, 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在后头, 时辰到了子时之后, 王府花园里居然冰雪消融百花绽放, 好多人都说是天降祥瑞。 男孩挠了挠头, 有些想象不到那场面, 但听着先生说的那些辞早, 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像是察觉到男孩没听明白, 王丽换那种说辞, 就是有神仙在昨晚施法, 让王府花园的花草树木全都抽芽, 春天夏天秋天才开的花, 全都在那一刻盛开, 那可好看了。 哇, 这一下男孩懂了, 惊呼一声之后又有些不幸。 真的假的啊, 王先生您没骗我吧? 我爹说, 您是个说书先生, 最会编了, 王丽一阵气闷。 你爹, 小冬, 说书人的故事也不是空穴来风, 都是照着原形改的, 有些是夸张, 但有些其实就是真实。 比如先生, 我刚刚讲的那件, 我还没编排成故事呢, 所以还是亲身经历, 是真的。 哦, 对了, 我去给先生端, 热水泡脚。 男孩挠挠头, 想起来还差东西没送, 就匆匆开门出去了。 纪元也正好随着一起出门, 刘王丽一人在室内边吃边思考细节。 临走回头看看, 这说书人, 又看看纸面, 这人应该比尹夫子更合适些。 也就男孩离开片刻之后, 周吃到一半, 无意间瞥见桌上纸面的王丽, 突然愣住了。 啪哒, 筷子滑落在地。 王丽放下周晚, 小心地凑近纸面, 只见上头居然出现了三个陌生的字。 神经质地左右看看, 室内除了自己, 并无第二个人。 这字迹内蕴气势灵动非凡, 一看就是书法大家之作, 关键并不是字多好, 而是他凭空出现了。 白鹿圆。 王丽手指微颤, 下意识触摸纸面, 在指尖触碰纸面的一刹那, 头脑就是一昏沉, 整个人恍恍惚惚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以物传神之下, 以凡人能承受的方式, 王丽正在做一个奇特的梦。 门外又响起敲门声, 小男孩等了一会, 不见王丽回应, 便自己推开门端着热水进去, 发现王丽已经睡着了。 这大先生粥也没喝完, 说睡就睡。 嘀咕一句, 男孩巧声接近, 捡起筷子在衣服上擦了擦放回桌上, 再帮王丽把鞋子脱了, 又将被子盖好一些, 才捏手捏脚地端起热水盆出去, 然后小心地关上门。 屋舍内, 裹着被子的王丽正在做一个既神奇又荒诞的梦。 梦中的王丽, 有时如同旁观者, 有时如同参与者, 一梦跨度数十载, 见证了一段非同一般的故事。 梦中有鬼, 有神有妖也有仙, 有人间景致, 也有恐怖阴丝, 有时如同美梦, 有时如同噩梦。 通常意义上, 常人便是接触到以物传神的媒介, 也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一方面是本身精神较弱, 更关键的是, 精神比较散漫, 也无灵器或法力撬动。 但纪元身为师数者, 稍稍动了动手脚, 自然能让王丽处止即可见, 只是常人精神不足以一瞬间承受太多信息, 所以, 会自我保护性地进入睡眠状态, 以做梦的形式来消化。 这一点是早已在通明册上看过的, 并非纪元又专门用了什么梦境艺术, 入梦之术纪元可还没学会呢? 当然中间的杜纪元控制得很好, 不至于让王丽难受。 这过程不会对王丽本身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因为并非强塞且方式柔和, 所以唯一问题在于王丽这人的记忆力, 若他记忆力很差, 梦醒了, 说不定还没来得及写字, 就忘掉了一些关键了。 纪元的以物传神也是才学, 远没修炼到家又是以普通纸张为媒介, 触发一次也就会散了神髓。 但这同样是原法, 属于这说书人的原法, 若忘得一干二净, 白鹿元的故事还有纪元之道, 自然是不会断, 可却也不会再找王丽了。 在院外站了一会, 纪元听着王丽在屋内呼吸均匀地沉睡, 巷子里有孩子兴冲冲地跑到这户人家院落前敲门。 碰碰碰, 小冬, 三个孩子在外头冲着里头呼喊, 去去去, 我来了我来了, 等我一会我马上来。 院中传来男孩兴奋的声音的, 叼着个包子, 匆匆忙忙就跑了出来, 戴上围巾别着凉了。 后面男孩的母亲追出来, 将棉布围巾缠在儿子身上, 才放儿子走。 一共四个孩子在院外会合, 嘻嘻哈哈间脚步飞快地穿出巷子, 朝外头冲去。 鞭炮是个稀罕玩意, 大户人家逢年过节才会放。 不过乘串的鞭炮不是每一个都有机会乍响的, 有一些会在其他鞭炮爆开的时候被弹出去。 这些沧海一珠一般的漏网之鱼就是孩子们的宝藏。 过年这几天, 许多孩子都会到处寻找放过鞭炮的地方, 翻找环没想的小炮帐。 目送孩子们欢声笑语的远去, 纪元也被这种气氛感染, 带着笑颜迈步离开。 还记得他小时候好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回到永宁街的时候, 障眼法自然而然地散去, 纪元如同常人一样在街上漫步前行。 虽然是要回楚府书阁, 但也不是什么急事。 如今的他虽然保持着正常作息, 但十天半个月不睡觉还不至于有什么影响。 青藤剑悬浮在背后, 自昨晚扫动清气之后就一直很安静, 本身也是青藤缠绕灵运非常的先见, 那新春之意对于青藤剑也意义非凡, 所以昨夜纪元才会让先见升空。 问,这一刻, 背后先见一阵细微风鸣, 纪元侧头看看。 醒了? 问,青藤剑又是一阵清明回应, 剑身悬浮在纪元背后明明没动, 也没有出窍, 却有股微不可查的剑意扫尸八方, 令一切义务都不能在先见契机范围内隐藏。 顺着永宁街大道一直往前就是皇城方向, 越是向前走, 人家就越是富贵, 开始出现那种大员大腐。 这里也是一些孩童的主要战场。 这边我们先来的, 你们去那边捡, 那边也没人呢。 胡说, 我们刚刚就在这边捡的, 你们明明才来。 有两群孩子在一个府邸边吵闹着, 前一刻还剑拔弩张, 后一刻两边冲突没起来, 反倒两军汇聚成一处, 共同杀向其他府邸门口。 给我看看, 你们捡了多少啊? 哎呀, 你有十几个了? 我有二十个了? 我才七个啊, 一会一起放的呀。 纪元走过的时候, 这样的孩子可不止一两波, 顾不上动红手指的四处翻找, 要抢在那些门房下人将门口清扫干净前, 收获宝贝。 很多府邸门房拿着扫把出来的时候会把孩子赶开, 倒不一定是人人都凶, 而是职责所在。 纪元走着走着, 走到厨府外, 街对头还有一个他常光顾的包子铺, 准备先买点包子, 再去书阁。 厨府的门房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官, 这回正义靠在大门边上, 处着扫把, 看着两个穿着大花袄的孩子翻找鞭炮, 还笑着问一问两孩子。 找多少个了? 我十一个, 他有夸二十个了。 厉害厉害, 我这还有几块糖, 你们帮我把鞭炮递扫了, 糖就给你们了, 怎么样? 好啊好啊, 你可不准骗我们。 两个孩子兴冲冲从老官处拿了扫把和破解, 在那十分起劲地扫着, 扫地这种事对于百姓家的孩子来说自然不费劲。 纪元也在边上驻足看看, 这楚家老官他见过几次, 其实并不算是门房, 更类似一个管事, 活跃在楚家各处, 有时候打杂, 有时候指挥, 很适得楚家信任。 就凡尘而言, 这人其实挺了不得的, 至少看似枯老的样子, 却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纪元也算当事武学, 大家了, 他心中的不俗已经有相当分量了。 见一个斯文先生, 韩孝站在边上, 门房老官也冲着纪元略意拱手, 算是同陌生人喝了新春之喜。 纪元也礼貌地回敬, 等两个孩子扫完地拿到堂之后, 方才离开, 走向那边的包子铺。 之后, 一盏茶功夫不到, 纪元已经出现在了 楚府后院书阁三层。 这书阁第三层没几个书架, 还有两张桌案和椅子, 剩下的地方就没什么摆件了, 看似空旷, 可在秋夏时节, 把三楼两侧隔门一开, 就绝对是一个通透舒适的环境。 到底是大户人家的书阁, 三楼其中一个书架上整齐放着配套的文房四宝, 笔墨指研无异不是上品。 纪元坐在其中一张桌案前, 边吃咸菜包子边翻阅一套 从二楼找来的白府通鉴, 总共有六册。 这书不是手抄本, 而是刊印本, 有很重的模具印子压痕, 纪元无需将脸凑近书页, 靠着触摸也能轻松阅读。 大真十三周, 总计有近百余府广阔国土, 这套书大致讲了各府的一些名胜和风俗情况, 虽然成书时间是七八十年前了, 但依然算得上生动有趣, 也有借鉴意义。 五个咸菜包子还没吃完, 纪元就听到有说话声逐渐接近书阁, 抬头侧耳一翻之后, 纪元动也不动, 继续在三楼边吃边看书, 而下面已经有人打开了书阁大门。 楚兄, 听说昨夜禁王府天降降祥瑞啊, 是不是真的啊? 这是连你也知道了? 那哪能不知道啊? 我还知道吴王早上都摔杯子了。 哎哟喂, 这话你也敢说? 这不是在楚兄面前吗? 对了, 禁王府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下面两个年轻人聊得起敬, 一个身着浅绿云衬棉衫马甲, 围着球皮围巾, 一个穿着墨色颈袍, 随形的还有那个方才还客串门房的老者。 听到另一个年轻人好奇地连声询问, 楚府的那位公子也就实话实说了。 嘿嘿, 昨晚我爹也受邀在禁王府, 那祥瑞可是禁王府上下都亲眼所见, 而且啊, 到这里, 这个楚家公子下意识压低声音, 而且圣上还宣召请神人献身, 听说有白雾显化, 但是神人最终没有来。 这两句话倒是让三楼的纪元愣了下, 他还真没想到楚府有人昨晚也在禁王府, 像是才意识到来干嘛, 楚家公子冲老官问道, 许伯, 那套之前我爹派人从禁王府抄来的群鸟论, 放在哪了? 我给师兄瞧瞧。 哦, 在二楼, 我给公子去找来。 老官应声之后, 迈着小碎步一路上了二楼, 轻车熟路地就找到一个书架, 翻出一盒硬指会策的群鸟论, 只是正要下楼的时候鼻子一动。 嗯? 这一声疑惑得鼻音很低, 却让三楼的纪元一下顿住了, 看看手上的咸菜包。 失策失策。 果然仅仅仅几夕之后, 那老官伸手脚尖的脚尖几下点上三楼, 整个过程翘无声息。 上了三楼之后, 老官左右查看, 又细细嗅了嗅, 眉头皱起, 打开阁楼门, 在房廊上转了转, 也没见着什么人。 索性如猿猴挂树般翻上阁楼屋顶, 轻轻落于屋顶雪面。 细心扫尸, 发现屋顶的白雪十分整齐, 除了自己脚下并无任何脚印, 再探头看看下面几层的悬条眼口, 上头白雪, 同样无彩踏痕迹。 难不成是我多心了? 老官疑惑的时候, 楼下传来楚家公子的催促声。 许伯, 找到没? 老官连忙翻回阁楼, 冲着楼梯下面回应一声。 找到了找到了, 马上下来。 等老官一走, 纪元才从一处书桌的阴影后面走出来, 重新坐到桌岸边。 这老头, 还挺敏锐。 倒是尹夫子, 看起来名气已经传出去一些了。 这楚家虽然看似没什么人再朝为官, 但还真不能小觑这家人在京城的能耐。 不过倒也没能引起纪元多大兴趣, 依然坐于阁楼上边看书边吃包子。 纪元看书的时候, 吃东西就会很慢。 五个包子, 就是常人壮汉, 也不过七八口就能吃完。 到了他手里, 越是看书入神, 吃得就越慢。 一直看到日头西斜, 纪元已经将整套白斧通剑都翻阅得差不多了, 可手中的包子愣是还有一点边角。 好似就是等得一套书看完才吃完。 读完最后一句, 翻上第六册白斧通剑的备页, 纪元才将左手中的一点包子边角丢进嘴里。 神态也不知是在品味包子, 还是在品味书的内容。 纪元如今的心态, 比起上辈子而言, 不能说大象停静, 但至少平和得多耐心也好得多。 即便如此, 有时候还是会追忆一下手机网络等东西。 各地民俗之类的事情, 网上点两下就都出来了。 到楼下将白斧通剑放回原处, 纪元再次回到三楼的时候已经准备睡觉了, 不过他睡觉并不是真睡, 而是借着睡眠的时刻领悟老龙那借来的艺术。 老龙那边的东西虽然不是仙府正宗, 但毕竟是真龙, 只要是老龙真的有兴致, 有的是时间研究, 再不济也会有个似是而非的产物。 如之前白鹿的先兽法掘前身, 纪元给完善一下之后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出彩的。 这所借遇迁遇检众纪元最感兴趣的, 自然是以物传神和腾云驾物, 前者练习起来比较方便, 后者则是著名的非举术之一, 需要细细推敲, 反复在意境乃至梦境中练习模拟。 正常的修仙之辈在学习腾空类术法的时候, 都是由长辈随行保护的, 他就怕一不小心给摔死了。 不过纪元并不是因为怕摔死, 真要觉得不保险, 他也不会拉不下脸来请老龙看护, 大不了会令老龙大大吃惊一下, 甚至被调笑一番, 但对方也绝对会帮忙的, 这点纪元看人, 龙, 还是很准的, 当初老龙要交朋友, 也不是冲着纪元的本事。 老龙艺术很特别, 一些描述简直是细致毫厘, 与其说纯粹的驾云, 不如说还有遇水遇风, 和一些特殊显化的因素在里头, 同通名册上记载的那些腾云之术, 差别有些大。 俗话说, 风从虎云从龙, 龙鼠的腾云驾物是天赋神通, 真龙更是其中佼佼者, 本不需要怎么学习, 老龙竟然鼓到个英式艺术, 不管他当初是不是闲得发慌, 但肯定非同凡响。 纪元睡觉导也简单, 取过藏挂在阁楼帘部上端的那只灰部包袱, 放地上做枕头, 然后就地侧躺, 一根玉牵垫于手下, 几个呼吸之间就进入了梦乡, 于修气的梦中修行艺术。 不似寻常修仙之人入定入境的前修, 如纪元这般细润手段, 纪元这边才入梦, 永安街边的宴回巷里, 却有人才从长梦中醒来。 王力睡得有些迷糊, 边揉边睁开眼睛, 入墓地是租住房室的天花板, 略显呆滞地坐起身来, 伸个懒腰打得哈欠。 嘿啊, 哈欠中眼角有眼泪一出, 也让整个人清醒了不少。 看看室内有些昏暗的样子, 天色应该不早了。 床边桌上的碗筷等物已经不见, 或许是房东家里有人又来收拾过了。 现在王力还有些发猛恍惚。 我怎么就突然睡着了, 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视线扫过桌面, 看到了最上端一泛黄纸张上写着白鹿园三个字。 刹那间, 脑中如过电, 白日常常梦境中的一切都被回想起来。 王力整个人从发猛到一抖, 再到逐渐亢奋起来, 掀开被子就扒到书桌前。 白鹿园? 白鹿园? 我得记下来, 这是有神仙在传授故事, 我得马上记下来。 心情激荡之下, 王力赶紧又点了血清水在艳态里, 开始重新磨磨。 要写的故事可不短, 但作为一个说书人的本能, 他的脑海里已经将故事脉络编排得更加精彩分成。 这书得有五回, 不不, 得有六回, 必须要六回以上才能讲完, 喃喃自语的时候, 手上更是激动, 手上磨磨的动作都像是在打摆子。 刚刚起床没多久, 一阵寒一袭来, 王力又是一哆嗦, 赶忙脱过被子, 把自己裹起来。 看看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 拿起桌上火折子, 想要点亮油灯, 打开盖帽却发现, 这火折子里头新火已经燃尽。 小冬, 小冬在马王力从放开被子, 从床上起身, 走到门口吆喝几句, 但是却不敢开门, 知道外头一定更冷。 来来来, 爹, 娘, 王先生醒了, 在叫我呢? 睡一天了, 准是饿了。 旁边屋子里的笑声和对话声传来, 随后男孩小跑着, 到了王力屋前打开门。 屋, 屋, 一阵傍晚的寒风吹进来, 王力忍不住哆嗦一下。 王先生醒了? 点您背着呢? 今天初一, 有扣肉和白斩鸭, 嘿嘿嘿, 可好吃了。 哦, 好的好的, 正饿得慌, 对了, 给我取个新的火折子过来, 要引着的, 屋里的灭了男孩看了看, 屋里屋起码黑的还没外头亮, 清脆地答应一声, 好的, 就小跑着离开了。 半个钟后, 王力屋内点起油灯和上灯罩, 四仙桌一侧摆着文房四宝, 另一侧摆着新年饭菜, 中间则里顺了一摞白纸。 白纸最上方的一张, 只有三个大字, 正是纪元所写的白鹿元, 这也是王力打算作为书封的纸。 介于神仙留书的精妙书法, 这次说书人王力写字也格外小心, 虽然依旧不算好字, 但尽量做到工整, 否则总有种玷污神人书法的感觉。 此时此刻, 睡梦中的纪元好似也心有所感, 梦中还在云雾上飞走, 外界书阁上的身躯却露出笑容。 天桥暗桌灰指扇, 屏风醒目到传说。 科举在大真经过几次变革, 如今的会试电视每三年一次。 周解释以前的各周, 考举相对自由, 根据题目不同, 考试时间也不同。 有的几个时辰, 有的考一天, 但会试内容有所不同。 考基本功, 需要背诵的内容, 人人都知道准备, 诗词歌赋之类的考生也大多会在事先有预备, 但是一些论测和解一题目会比较多, 因为这已经是真正筛选为官之财的时候了, 所需时间也会长不少。 会试一般有礼部牵头朝廷各部都会出题, 自二月初九开始, 分别在初九, 十二, 十五这三天开始, 举行三场考试, 每场持续三天之久。 大约在信花盛开时节, 会张榜告知会试成绩, 故也叫信榜, 这阶段榜上有名的, 其实都已经算是人才。 而信榜揭晓之后, 休息五日, 就会开始最终的电视, 角逐出整个大真书生这一代的名次, 虽然状元未必就能当多大官, 至少确实是光宗耀祖的荣誉。 时间过得飞快, 即便依旧寒冷, 但各方共识的心却是火热的。 今天是二月三十, 信榜揭晓之日, 大真各州的书生才子, 全都集中在京城贡院榜墙外, 带着各种复杂情绪, 焦急等待着官差张榜。 纪元便是, 原本不知道贡院在哪个方位, 可站在厨府的书阁一眺望, 就知道确切位置了, 因为那边真当是文器群集浓密成云, 想忽视都难。 尹夫子本就财情卓绝, 过年得了天地亲戚, 如今浩然之气正盛, 灵台思绪清零无比, 成绩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带着这种对有人的信心, 纪元根本就没去贡院外凑热闹。 尹赵仙和史玉生挤不过别人, 也没有家谱开道, 就被一众书生压缩到了角落。 哎呀, 尹兄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 我这心里和猫爪一样的。 越是接近放榜时辰, 史玉生越是紧张, 这回汗都要下来了, 可看看边上的尹赵仙 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尹赵仙听史玉生这话, 忍不住反驳一句。 谁说我不急? 我急得很, 但急也没用啊, 凑前头你成绩就能变好。 你说的是有理, 但咱这么后面连榜单都看不到啊。 尹赵仙也苦笑一下, 这不是不可抗力吗? 刚想说点什么, 朝廷差役魂后的嗓门就响了起来。 塑进整个贡院榜墙外的原本喧闹的环境, 一下安静下来。 张榜, 官差吼声落下, 有四名冒烟营边的差役从贡院中出来, 其中一人抱着一张成卷的黄布, 比这差役身高还长。 外头有差役持棍将一众书生挡开, 在武艺不俗的差役面前, 这些书生再挤也过不了线, 又有差役在墙上提前刷僵。 随后四名差役合力将之展开, 之后一起攻身起跳, 轻弓展开之下, 在空中提起动作, 纷纷抓住黄布一脚往榜墙拍去。 砰砰, 砰砰四声掌墙交击。 等差役落下, 巨大的杏榜已然张贴。 片刻后, 尹赵仙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氛围, 一如当初在鸡州春会府那般。 人群中众多书生纷纷在传。 尹赵仙是谁啊? 这人在哪? 我上榜了, 我上榜了, 我也是。 恭喜恭喜啊, 认识尹赵仙吗? 不知道啊, 我知道我知道, 文区街上听过名头, 是鸡州界员。 哎呀, 才高八斗, 才高八斗啊。 声音从道后传来, 滚滚嘈杂中尹赵仙三个字被反复提及, 石玉生表情有些不可置信, 尹赵仙自己也心跳加速。 在到达荆棘府之后, 尹赵仙也同大臣诸多学子接触过, 更和少师李牧书这样的人物序聊过, 几个月来, 对于自己的学识也是颇有自信的。 可尹赵仙本身不是狂妄之人, 性子上其实和纪元挺像的, 有自信的是一回事, 但也仅仅是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落榜。 说到底, 荆棘府如今才子云及卧虎藏龙, 厉害角色绝对不止他尹赵仙一人, 有权有势有关系有学识, 几样都占权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虽然尹赵仙也如其他考生一样, 渴望拔得头筹, 却也仅仅存一个念想, 不敢说势在必得, 但人群中的声响无一步证明了他尹赵仙拿到了惠元。 尹惠元在不在啊? 谁认识尹赵仙啊? 知道名头, 但没见过呀。 让让让让, 让我们过去了。 别急啊啊。 史玉生和尹赵仙现在都激动了, 就连尹赵仙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一起往前挤, 不用太靠前, 仅仅是从最边往往中间挤了几步就能看清姓榜了。 果然, 姓榜最高处那醒目的大字就写着 会员姬周尹赵仙。 确认成绩的那一刻, 尹赵仙都有微微的晕眩感。 靖王府中, 靖王赵严正和自己的老师在暖炉前茶聊, 谈论的也是会事的事情。 李师, 您不去凑凑公园的热闹吗? 有什么好凑的, 这次我也没什么学生参考, 倒是王爷你没去, 挺令老朽意外的。 从小教到大的, 李牧书在了解自己这个学生不过, 这靖王其实是个挺爱凑热闹的人, 但这么问并不是疑惑, 而是有调侃的意思。 不去了不去了, 上次祥瑞的事情, 令大哥现在处处看我不顺眼, 反正现在和朝野有关的大场面, 如非必要, 我都不去了。 李牧书抓起茶盏喝了口茶后, 笑道, 这对王爷来说, 未必是好事, 可对吴王殿下来说, 就肯定是坏事了, 什么人容易做出格的事, 自然是气急败坏的人。 如今吴王的状态就比较类似, 本身在一众皇子中年纪最大, 羽翼最丰, 从力敌力长来看, 气氛微妙, 吴王就越来越感觉不自在了, 尤其几次有大臣提出立太子, 皇帝都没给好脸色, 这时候, 出来个晋王府天将祥瑞, 就很扎眼了。 得亏了, 当时有皇帝在场, 还可以说是圣上降临, 引得祥瑞县, 可便是如此, 晋王这三弟, 也成了吴王眼中钉, 找茬那是难免的, 不过这些事情, 朝野中和朝野之上的眼睛, 也都是能看到的。 可话说回来, 吴王就不清楚这点吗? 便是他不清楚, 就没有清楚的人提点吗? 想必不是的, 但清楚是一回事, 气不气得过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在这时, 有下人急匆匆地 从外头跑到这处王府偏听。 王爷, 李少师, 姓绑出来了, 会员是鸡州尹赵仙? 即便对尹赵仙寄予厚望, 可真听到这消息, 还是让师徒两面面相去, 李穆书放下茶展感慨。 尹赵仙果非, 池中之物也。 晋王也是自得地笑了起来, 不知是从哪传出来的, 说这尹赵仙深具浩然正气, 乃是当时不可多得的贤臣之才, 但不可否认, 其人才学确实出众, 这可已经是连中两缘了。 李穆书听晋王这话, 转头望向自己这个学生, 眼神极为认真。 若中途不妖, 再加上王爷相助, 十几二十年后, 朝野全臣定有此子一席之地。 而此番, 说不准就会出现 我大臣开国以来第二个三缘吉地。 李诗的评价让晋王赵妍收敛笑容, 这可比上次的评价分量又中了不少。 晋王本来想说一句, 书生文章写得再好, 未必治国就行, 可以想到群鸟论和未知义这话也就没说出口, 而是换成了另一句话。 三缘吉地。 李诗认为这尹赵仙可以。 呵呵, 会师就已经是同考了, 等于尹介缘。 是尹会员已经胜了一局, 有些人在知晓会师大致方向的情况下, 尚且不能胜他, 电视友圣上亲自介入。 呵呵, 李慕书一声笑, 让晋王思考片刻, 又接着说下去。 况且, 当今圣上心思太重, 若有选择, 让一个真正的寒门子弟当这个状元, 也符合圣意。 尹赵仙不论财情还是背景, 都是上上之选。 这就是李慕书, 即便仅仅是一个少师官职, 却令晋王从小敬重。 有时候, 他真的很庆幸自己小时候的老师, 就是李慕书。 此刻晋王文言微微点头, 即便将来有有心人真的查到尹赵仙来王府参国宴, 但毕竟在会试之前, 只要之后自己避嫌少, 和尹赵仙接触就好。 尹赵仙本身的背景还是做不得假的。 信榜已经揭晓, 有人欢喜有人愁, 在剩下五天时间内, 怀揣着各自的心情, 准备着即将到来的电视。 大真电视几经变化, 从三月初一变到三月十五, 最后到了如今固定为三月初五, 考试题目有朝中各部列出众多表单, 由当今圣上亲自选题, 理论上还要亲自主持考试。 考试的地点也不再是贡源, 而是皇宫大殿之中, 所以名为电视。 对于寒门考生来说, 重大的心理压力也是其中一关。 为讹的皇宫、森严的守备, 一道道关卡进去, 经历官文检查和多次搜身等步骤之后, 才到达考试的最终宫殿。 这次和前头的单间隔开都不同, 电视只考一天, 宽敞的宫殿里摆上桌案, 考生间近一些的, 甚至能看到对方脖子上脸颊上的汗。 周围都是监察, 有时候当今圣上也会来巡视一番, 以显主考威仪。 一天下来, 所有考生在巨大压力下, 使劲浑身才学, 理拼的不但是签略和记忆力, 也比一手书法。 当恐怖的电视终于结束, 所有考生全都入住, 由朝廷安排的驿馆客栈等处, 等候电视结果揭晓, 而各部臣子则处于紧张的乐卷之中。 参考人数虽然比之前少了一大截, 但质量高的那批都在, 更是需要费心费力, 况且, 上头还有皇上盯着。 十几天后, 皇宫的御书房中, 原德帝正在翻阅一本书, 正是尹赵仙的《群鸟论》, 奉名无同。 好一个, 天下群鸟皆嘲讽, 千岛之冠不可余。 在原德帝看来, 这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底下的大臣不能有冠鸟那般天高皇帝远的思想来胡搞乱搞。 早在知道尹赵仙连众两元之后, 其缘的一些事情就已经引起了原德帝的兴趣, 自然也就不难得到所写的书册, 为之意, 还没来得及看, 且先不说, 群鸟论不但写得妙趣横生, 内容也符合圣意。 每个皇帝都希望如同书中凤凰那样盛名, 那样至高无上的。 这回有太监慢慢走进皇帝书桌前, 低声禀告。 皇上, 礼部几位大人来了。 原德帝抬起头, 合上手中书册, 让他们进来。 是。 太监退出去不久, 几位朝官就举着几个托盘来到御书房, 在皇帝诸案面前攻身。 启奏圣上, 殿氏批阅已然结束, 各部司官尽以乐卷, 这是各部推举一甲候选, 请圣上过目。 一甲一共就三人, 定名次的事情只有皇帝有资格, 定下之后, 一甲三人算是天子门生。 呈上来。 是。 一共三个托盘, 里头有七个人的卷子, 都是慎之又慎选择的结果。 有时候, 皇帝还会亲自参与乐卷, 那回基本乐完卷就能定名次。 即便圆德帝没有参与乐卷, 但这方面, 手脚是没人敢做的。 圆德帝翻了翻托盘, 果然看到了尹兆仙的名字, 和另外两份试卷一样盖着红布,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分伯仲。 你们下去吧。 今晚我好好看看这些卷子, 明早定下一甲。 遵旨。 礼部众人行礼退下之后, 圆德帝就独自坐在书房中, 细细翻阅这七份卷子, 其他几分也就粗翻, 着重看了那三份红卷。 不错不错, 这么称赞一句之后, 圆德帝才取笔题字。 几日后, 尹兆仙连取借缘、 会员、 状元, 成为大真开国以来第二位三元吉地之人的事情, 在整个荆棘府传开, 传闻穷林宴上还有圣上亲自赐酒, 成为不论官场, 还是百姓人家茶余饭后的美谈。 作为状元郎的尹兆仙, 既有疲于应酬的无奈, 也有三元吉地的兴奋与喜悦, 便是尚无官职, 在此刻的京城中, 齐元也是风头无两。 这消息, 很快就会快马加鞭传向激州, 再马不停蹄地传到德圣府宁安县。 站在楚府书阁上, 纪元望着手中属于尹兆仙的凝实白子上文器璀璨正气翻腾, 也是难难道。 十年苦读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说完, 纪元从书阁三楼的珠岸上站起来, 伸手从帘部上摄取来自己的包袱, 随后缓步到阁楼门前将之轻轻推开。 桌旁倾腾剑悬浮而起, 跟随在纪元身后。 尹夫子, 好自为之啊。 自语中看了看城中驿馆方向, 关上书阁之门, 纪元脚下生物, 缓缓飘浮而起, 由夜至京城上空之后, 朝着东方飘然而去。 而在楚府书阁三层的桌岸上, 有刘子宣旨一张, 至于楚家人什么时候发现, 就不清楚了。 驾吾而去的纪元并没有飞太高, 更没有飞太远, 不过是才出荆棘府府城外十余里, 就缓缓落下地面。 离地十树杖, 雾气随风如烟续飘荡, 到城外落地的时候, 用去了小半个时辰。 这算是纪元首次尝试飞举之术, 所以未免有些谨慎, 这点高度速度, 就算出个什么特大意外都没事, 光凭轻弓就能安稳落地。 不过整个过程比纪元想象中的, 要轻松得多, 或许是老龙的腾云驾雾之术神异, 也或许有他手中老白胶这颗白子的因素在里头。 尽管飞得不高, 但那种飞行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落地之后也令纪元信心大增。 不过, 若是套用西游记里菩提祖师的评价, 我这连爬云都算不上马。 带着些许恶趣味的想法, 纪元也快步朝着不远处通天江行去。 毕竟十至三月已是春, 即便现在不过是天明之后的清晨, 但通天江畔码头到荆棘府之间却已经异常繁忙, 来往车马络绎不绝, 没了严冬时节的寂静。 纪元一个背包带伞行单影支的路人, 看起来倒像是个落榜返乡的书生, 没人会多看他一眼。 行进途中, 偶尔还能听到有人议论, 今年科举三元吉地的状元郎。 到达江边, 纪元没有往靠左的大码头方向走, 而是靠右往南侧江畔道路前行, 那边已经有一个老者在等候, 正是早对纪元形成有预料的老龙。 老龙府须看着远处的友人, 游远极近, 到合适距离差不多, 和纪元同时攻守。 纪先生! 英老先生! 两人相互问候之后, 与江边同行。 老龙看看纪元背着的包袱, 和那把黄油直散。 有时候, 老朽道也挺羡慕纪先生的, 有着耐心和闲情嬉戏凡尘。 纪元也看看老龙, 每次见他几乎都是同样的打扮。 英老先生也可以啊, 以老先生的道行, 在凡尘中行走, 又有什么神灵能看穿你龙身, 便是看穿了, 也不会说你什么吧? 嘿嘿, 没那份耐心, 有些事便是有趣, 可还不如打个蹲来的舒适。 老龙半开玩笑地说着, 不过在纪元看来, 说到底, 还是老龙中就对人间是兴致不高, 真要说耐心, 这真龙其实不算差。 一人一龙, 就这么沿着江畔, 慢慢走了树里地。 到真正分别之时, 老龙提醒纪元不要忘了 到时候告知清修之地后, 相互间简单寒暄一句便算是到了别。 一龙入水前江而去, 一人则踏云而走。 宾州地处大真中原偏东南, 在大真十三州中算是面积比较小的那个, 州内总共只有五府。 可宾州却是大真重要的产粮地, 适宜的气候环境和广阔的平原农田, 使得宾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真粮仓, 历史上有多次国内出现灾情从宾州掉粮的记载。 长川府是宾州首府, 除府城外下辖十二个大县, 东乐县就是其中之一。 纪元一路熟悉藤云驾雾, 也一路就图问路, 有惊无险地在四月底到达了东乐县, 也就是清松道人的老家。 实话说, 当初得知清松道人和其徒弟齐温家住宾州的时候, 纪元还是挺吃惊的。 宾州距离基州距离可不算近, 当时纪元本以为这一大一小两道市, 也就是在基州乃至德胜府境内瞎转, 没想到云游这么远。 以常人的角力, 加上这师徒两十长囊中羞涩, 两人又没啥明确目的性。 据当时小道童齐文的说法, 两人出来游历了两年半。 宾州绍山, 东乐县也是如此, 县中云山, 还是很好找的。 纪元随便问了问, 就找到了清松道人的云山观。 这云山的规模, 差不多就相当于当初基州德胜府九道口县外的老华山, 在长川府, 算是不小了。 此刻纪元, 站在烟霞丰云山观外, 绕着这云山观转悠了一圈。 这座道馆的规模看似不大, 但五脏俱全, 除了供奉新秀的主殿, 从偏房聚设到厨房后院都不少。 后院种植了一些蔬菜, 因为是在山峰上妖处, 所以并没有水井, 水还得下山到云山山剑之处去挑。 整个道馆战地约一模有余, 只住了清松道人和徒弟齐文两人。 从道馆气象上看, 清松道人和齐文应该早已经回来了。 现在道馆里一个人也没有, 显然两人应该是出去了, 这山上估计是不太会有贼的了, 所以从内到外都没有上锁。 则则则, 这清松道人不会又出去给人算命了吧? 纪元推开道馆院门进去, 没有去看两人巫舍什么样的癖好, 而是只往罐中主殿走去。 殿堂中供奉的并不是纪元上辈子印象中的道家三清, 而是周天星斗星秀, 殿中也无泥塑神像, 而是挂着一张黑布星秀图, 不知是不是星斗稍显特殊的原因。 明明视线看着模糊, 但纪元却能轻松辨别。 最显眼的就是九星七线二影的北斗和南斗六星, 此外还有东西中斗和其他诸多星秀秀会其上。 嗯, 凤星不共神, 这里的道家有点意思。 实际上, 不论是外道传, 通名册, 还是纪元之后从老龙处得来的一些书籍, 佛家明王倒是时有提到, 但道家之事却并不多。 那些在凡尘中百姓常请的法师, 大多也是和尚, 或者穿着似是而非法袍的人, 倒是却是不多。 纪元看了一会, 那星秀图就出来了。 殿外也有香炉, 上头的香火并不算鼎盛, 不过看看这香火散去的样子, 罐中星秀图既用不着, 也用不了。 也难怪百姓不爱来这道馆上香, 连个神像都没有, 求个啥呀。 云山下往南二三十里, 就是东乐县城, 纪元不想在道馆里一直等着, 打算去那看看青松道人是不是在那, 顺便买点吃食。 云飘至县外, 入内直奔县城庙四方所在, 果然, 在城隍庙外的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一张小桌板, 一脸晦气象的青松道人, 正坐在那里, 而边上是已经长大了的奇闻。 虽然那小摊位的招牌纪元没看清, 但青松道人偶尔冲着香客, 热情招呼一声的话, 还是一字不差地落入了纪元耳中。 哎, 这位公子可是来求婚配。 哎, 这位姑娘可是来求姻缘? 求姻缘签的话来频道这里解签啊, 便宜的。 纪元暗自点头, 看来自己的话齐轩这人还是听进去了的。 结果才在心里夸完没意会, 由于穿着灰色直居身衣带头着方官的中年香客, 到摊位前问了一句。 道长, 家宅千平安千姐不解? 青松道人顿时精神头都变了, 边上的齐温一句话才说出一个不, 齐轩的嗓门就盖过了她。 姐呀? 怎么不解? 要是签上讲得不细讲得不准, 我还可以给你补上一挂, 不多收你赢钱。 哦? 那好那好, 请道长给我解签。 哼, 坐坐坐, 其实刚才我就在观你面向了, 只是你不来我憋着不问。 青松道长十分和善热情地招呼香客坐下。 那边齐温和远处纪元同时叹了口气。 实际上, 青松道人的小摊位上也能抽签, 不过来城隍庙的香客, 大多还是喜欢在城隍爷神像前求签, 然后在自己琢磨签文或者找人解签。 庙中求签这一模式算是一种特殊的神道回应, 正统城隍坐签的竹签还是有点讲究的, 多少和阴丝中神道不测有点牵扯, 所求者心诚之下还是能得到一个大概方向, 只是看得清的不多。 而算命先生让人抽签的那种签文之类的事物, 则又有不同, 算是一种特殊的奇怪手段, 也是补算的一种。 在青松道人的热情招呼之下, 那中年相克也在摊位前的小凳上坐下, 听到青松道人说刚刚就在观察自己面相, 也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道长说在观察我的面相, 那有什么可说到的吗? 青松道人摇了摇头, 还没说话, 边上齐轩小道士就阿咳了一声。 先解签,先解签, 我对照一下签文看看, 还记得签文吧? 中年男子也没多想, 就如实相告了。 我见那妙中签文上写了, 穆冰斗之以不休, 明假。 纪元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青松道人摊位的树旁, 也没用什么艺术障眼法, 就是几人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上, 所以没发现他。 从中年男子的话中, 纪元得到的信息首先是这人可能识字, 话语形容中说的是自己所见, 而非妙著告知签文内容, 至于解签的事情就要看轻松道人的了。 反正纪元乍一听这签文感觉不是很好, 纪元也不刻意观气, 只不过撇了撇其人命火, 还算旺盛, 再看这相克的样子, 应该不是会随便动手打人的那种。 青松道人一听这签文, 眉头就是一皱, 再看看这相克。 下下签啊, 到这里, 青松道人也算是一副高人像, 表情也明显是在细细思索, 引得相克也略微紧张。 看来, 你这一脸摔向也不是生来就有的。 青松道人表情很认真地补上一句, 这男子当即就是一阵胸中气闷, 索性涵养还不错, 只是语气重了一些。 请道长解签。 齐文在边上很是尴尬, 连忙冲着这男子解释一句, 这位先生请不要误会, 我师父那是看出了你面相是近期变差的, 不是在骂你。 青松道人好似也意识到自己刚刚多嘴了一句, 也是一脸陪笑, 马上开始解签。 这位先生, 你在庙中所求之事, 是家宅还是平安又或是誓言? 都有。 青松道人点点头, 再次看了看男子面相。 照理说, 先生你相貌唐正五官鼻挺, 面相是不错的, 只是如今情况有意, 当时印在低谷。 照你这千文上的意思, 你最近不是就有夙冤缠身, 便是有心机之人在谋算你, 并且不论哪种情况, 你自己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什么, 是也不是。 中年身一男子, 文言明显一惊, 表情也慎重不少。 道长在细细说道说道, 能否讲讲有什么应对之法? 青松道人喜欢算命的其中一个小原因, 就是喜欢看那些人被算重时的表情和反应, 见男子这反应, 自己也显得更认真一些。 先生可知, 这穆兵乃多代纸军中大将手下参与军机幕僚, 穆兵之斗看似有点斯文义, 却是实打实的军阵惨烈, 在刀光剑影中要见血的。 中年男子听得有些头皮发麻, 脸色都变了, 不过青松道人的话还没结束, 若是寻常签文也就罢了, 但先生, 你的签文上有不修二字, 预示着其中凶险啊。 这话就是没什么文化的人听来都已经够明白了, 更何况中年男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一些。 这回边上的奇闻也听得十分认真, 就是几步开外的纪元同样皱起眉头, 但忍住了开眼戏乔这中年男子的念头, 打算等轻松道人解完签, 或者说算完再以法眼观器。 道长的意思是, 这是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哎, 事事无绝对, 签文这也算是加重程度, 但未必就真的无解, 还是得具体的就事论事, 反正少些恶念多行善积德, 肯定是没错的。 轻松道人难得还会宽慰一句, 看来多少也是忌达的, 只是所说的办法大概在九成签文中都适用, 虽是治理, 可于旁人耳中多少觉得没什么营养。 我看这位先生, 你心中也有些方向了, 否则签文就不是木兵做头, 而是愚公了, 不如你把八字给我, 让我好好替你算上一挂。 这话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轻松道人语气明显已经是很感兴趣的状态了。 按照纪元的理解, 齐轩这人大概就是会在心中想算普通的命, 有啥意思啊? 当然是越波折的越带劲了。 之类的人, 感觉可能就和一些大夫对疑难其正的兴趣一个样。 不过中年男子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是觉得轻松道人刚才解签的话已经差不多, 又或者已经算过很多次命了, 并无告知八字的想法。 多谢道长替我解签了。 男子看了一眼小摊的招牌, 从钱袋中里出五个一文铜钱放在桌上。 这是自费, 告辞了。 说完, 男子就站了起来, 拱了拱手打算离开。 这么一来, 反倒是轻松道人有些着急了。 哎哎哎, 这位先生别急着走啊, 我看你现在面向灰暗, 你让我算算你命数, 看看你扶寿啊, 是死是活, 也得有个明白不是? 那男子转头看了看轻松道人, 又看了看边上一脸紧张, 正拉扯自己师父的齐文, 深呼吸一口气, 才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位先生, 我和别的算命都不一样, 他们看不出来的, 我能看出来。 哎, 齐文你拉着我干嘛, 师父您别说了, 算徒弟我求你了, 那先生不想算? 他怎么不想算? 他那是怕算, 我多劝劝他就算了。 哎, 看那相客已经走远, 轻松道人也泄了气, 叹了一句。 难得这人脾气好, 纪元正张大一些眼睛, 看着远远离开的那个中年男子, 听到轻松道人这话, 也是哭笑不得。 感情你齐道长也是知道的啊, 要是那人脾气差点, 是不是又该挨打了? 纪元中正清朗的嗓音一开口, 顿时就将轻松道人和齐文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两人一回头, 就看到纪元正站在树旁。 是纪先生? 哈哈, 真的是纪先生? 纪先生一点都没变。 齐文开心的神色流于眼表, 就是轻松道人齐轩也是十分兴奋, 但想到刚刚的情况, 突然就有些尴尬, 只是赶忙站起来拱手作音。 纪元也笑着拱了拱手, 对齐文道。 齐文小道长倒是已经长成大人了, 当初你才到你师父下巴那呢, 现在都差不多高了。 呃, 纪先生您什么时候来的? 轻松道长稍稍有些局促不安, 这一位可真的不是凡人。 来了有一会了, 还去你们那云山光逛了逛, 才来找你们的, 不知道长什么时候收他。 收收收, 马上收, 齐文别愣着, 我们收摊了。 轻松道人看出纪先生是专程来找自己师徒的。 哪还坐得住, 赶紧和齐文一起收拾东西, 还敢让神仙等自己到傍晚。 这小摊位, 其实也就两个木枝摆上一块木板, 再罩上一块黄麻布, 三两下就被师徒两拆解, 连带千筒挂盘等物一起装进一个箩筐里, 由齐文背在背上。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纪先生和我们一起, 回云山关吃顿便饭吧。 是啊纪先生, 我师父做的菜可好吃了。 只要你们不嫌我, 打搅你们清静就好。 纪元玩笑一句, 就随着师徒两一起迈开了脚步。 哪能啊? 纪先生, 能来我们那小破罐? 那可真是棚壁生辉。 今天我就露两手给先生瞧瞧, 让您品鉴一下, 我这凡人手艺比仙人狭路如何。 口气倒是不小, 不过纪元之前, 可是去云山关厨房看过一眼, 你倒是不缺, 可油盐酱醋什么的, 就不是很充裕了。 那可真要见识一下道长手艺了, 餐侠引路什么可没什么滋味, 但龙宫盛宴我还是吃过的。 轻松道长文言顿时紧张兮兮的, 他不过是句客气话吗? 纪先生别当真啊。 纪元干脆就带着师徒两一起去县市场, 将该买的东西都买上一点, 还不忘购置一点鱼盒肉。 只不过在离开东乐县的时候, 纪元还是回头看了看, 龙咸香肯定是要让齐轩喝上几杯了的, 估计会令这道人睡上数日。 这几日, 会回去找到人算命解救了。 云山因山中云雾而得名, 当日头合适的时候, 云山雾气弥漫, 尤其是站在一些高处山峰上的时候, 观山雾如观海, 风景美不胜收。 山中最著名的地方就是云山观雾峰, 但其实, 云山观所在的烟霞峰也不错, 只是位置靠外烧训,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若有人想登山观雾, 肯定不会选择。 而且, 云山毕竟也是有野兽的, 虽然没传出来过有大虫, 可实际上, 真正危险的豺狼和豹子也是有的。 在宾州这块种田足以过活的地方, 冒着风险靠山吃饭的, 就真不多了。 以至于云山这么一座放在激州来说, 并不算多深的大山, 居然有种人烟罕至之感。 轻松道仁和齐文带着纪元出县城的时候, 天色上早。 不过纪元和他们进山, 没用任何术法神通, 所以, 哪怕不算登山的路, 到云山脚下, 也有看似漫长的二十多里。 索性齐轩和齐文两人, 虽然并不会什么正统武功, 却也常年练到家断身法, 有些类似于纪元上辈子所知的八断颈, 拥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所以, 两人角力都不错, 没用多少时间就进山了。 在过程中, 东拉西扯地聊了一路, 既聊到了激州那位秦子州秦神医, 也聊到了, 当初轻松道仁如何养病养了多久病, 又是怎么回到的滨州。 进山的时候, 明显日头已经西斜, 手中提着肉条和一条大鱼走在云山山道上的纪元, 也开玩笑地问师徒梁。 你们平常都什么时候回来, 从东乐县到这么长路, 不至于回来的时候都天黑了吧? 这一路下来都一起不行, 加上纪元的随和, 师徒梁说话也不至于像刚才那么拘谨。 听到纪元这话, 齐文顿时抱怨起来。 纪先生, 您可是说到点子上了, 有时候和师父回道观, 山还没爬呢, 天都黑了。 你看我贝楼里头, 可是准备了两把柴刀的, 防野兽。 纪元从未在两人面前展露过什么仙术妙法, 其实在齐文心中就把这位纪先生当成一个武功高薪地好的斯文大先生多一些。 但轻松道人就不同了, 他心中一直就认定纪元不是凡人, 听到徒弟在纪先生面前数落自己也是, 尴尬得很。 只是偶尔, 偶尔会这样, 大多数时候天都没黑, 再说, 我现在也就隔三差五地去摆一次摊, 有时候也去周边村落里, 多数时间还是在山中修行的。 哦, 修行? 这我倒是有些好奇, 不知你们道人是如何修行的? 纪元问这问题的时候是真好奇, 就所了解的江湖知识而言, 有些道观本身也是武林中的门派之一, 修行多少, 还有练武的过程, 云山观这种看起来很咸鱼的道观, 两道是平常都修什么, 不至于光学算卦吧。 修道吗? 自然是想要得到成仙。 轻松道人这话突然说不下去, 下意识看看, 和两人一起登山的纪元, 虽然几年前到现在, 都没见过这位纪先生施展什么神仙手段, 但他可是无比确信这人就是个神仙的。 在神仙面前说修仙, 颇有种扳门弄斧的济氏感。 哼, 得到成仙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接着说吗? 纪元倒是笑笑无所谓, 站他自己的角度, 并不认为自己是真神仙, 不过就是一个修仙之人而已。 那些仙府仙门仙山仙岛, 也大多如此。 轻松道人这回说话就谨慎不少了, 深思熟虑了一番财道。 其实道人修行, 所修的不过是一个清净心, 山中不共神, 也不求财, 周天心斗天地万物, 便是我被道人所尽所为。 所谓身心清净化入自然, 于天地万物就能达成一个平衡, 即是我被心安心静之乡。 既远脚步放缓, 细细思索轻松道人的话, 两道士也就下意识地跟着一起慢走。 轻松道人心中还略有忐忑, 以为自己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刚刚有些出神, 细想, 很多修仙之辈所追求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并不如你的理解。 轻松道长说得很好啊,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纪元说了两句, 脚步就又再次加快, 而轻松道人师徒则赶忙跟上。 轻松道人口中还不断喃喃,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云山观中轻松道人 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做这顿晚餐, 肉食是县里买的, 蔬菜是后院自己种的, 柴火是山里捡的, 厨艺麻是日积月累练的。 一共五个菜一个鱼汤, 闻着看着都还不错, 吃起来滋味自然不如龙君酒宴, 但也新鲜味美。 纪元不和两人客套, 两道士也不在餐桌上矜持, 道观厨房的一张八仙桌上三人吃得酣畅, 从天色环明吃到点亮油灯。 等看到轻松道人已经吃了不少, 纪元这才神秘兮兮地提过自己的包袱, 从里头拿出一个酒壶。 来来来, 道长先不忙吃, 看看这是什么。 嗯, 奇闻你吃你的。 哦, 本来看师傅和纪先生都放下了筷子, 奇闻也有样学样, 这回听到纪先生的话, 就又吃了起来, 咬着汤浇饭, 眼睛则和自己师傅齐轩一样, 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纪元手中的东西上。 轻松道人上下瞧了瞧, 这个下口粗上口窄的桃瓶, 顶部用裹着红布的筛子塞紧了。 纪先生, 这是个酒瓶? 哈哈, 这是个装了酒的酒瓶, 重点不是这个瓶子, 而是瓶中之酒。 奇闻用筷子扒拉着泡鱼汤的米饭, 愣愣问了一句, 这酒很贵吗? 纪元笑着看看他在看看, 同样一脸好奇, 却若有所思的齐轩。 贵。 此酒名不传量不消, 天底下只有一个人会做这酒, 没缘分的人就算再厉害都喝不到的。 纪元心中则补上一句应该说只有一条龙会做。 当然了, 这酒挺难做的, 度数也比较大, 喝得非常容易醉。 我手头上也就几杯的量, 奇闻还得收拾碗筷就别喝了, 齐轩道长, 你来两杯怎么样? 奇闻当真了, 可轻松道人却有些回顾未来了。 这纪先生话里话外的内容, 细推之下可不轻啊。 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 纪先生也一起喝。 果然就见到纪元笑着摇了摇头。 我就不喝了, 这是专门带来给道长你喝的, 别推辞了。 在这云山关, 纪元也没必要维持障眼法, 一双眼睛苍涩净险, 此刻望向轻松道人, 令后者说不出拒绝的话, 也隐约有了某种猜测。 而这块纪元已经从灶台边 取过一只空碗后重新坐到了桌边, 反正是给轻松道人续命的, 不用什么情调酒杯小酌了, 一口闷了算术。 拔开酒瓶封口的时候, 纪元手指还在酒瓶口子上 莫名其妙地抹了两圈, 才一把将塞子拔掉。 倾斜平身在碗中倒酒, 酒叶居然呈现一种青绿色, 一股极为清淡的酒香飘荡开来。 呵呵, 来来来, 轻松道长尝尝这酒的滋味, 我那朋友年纪一大把, 酿起这酒来, 可比你做菜的手艺强不少呢。 轻松道人看看纪元, 又看看面前碗中的酒, 酒叶还在轻微晃荡, 时不时反射桌前油灯的灯光, 恍惚间又眼花似的能看到 酒面有浅浅的雾气弥漫。 那我就听纪先生的, 尝尝。 齐轩试探着问的时候, 齐文也插了句嘴。 师父, 您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吗? 齐文小道长此言诧异, 并非让轻松道长酗酒, 不过是尝尝而已, 尝尝没事的, 纪某还是有分寸的, 轻松道长请吧。 哎, 好。 齐轩小心地端起碗, 鼻子嗅了嗅酒香, 淡淡的雾气流入鼻孔, 顿时就是一阵轻微的恍惚, 脑海中好似有浪涛声响, 又犹如鲜月奏鸣。 纪某看他有些泛昏的样子, 赶忙一只手搭在其背部, 一丝法力带着一缕灵气, 汇入齐轩体内。 别闻, 直接喝。 齐轩清醒一下, 把酒碗往嘴中倾斜, 顿时舌尖就碰到了酒夜, 无穷滋味在其中绽放, 眼睛都眯了起来。 不过还没等他想在细品, 突然赶到碗面上大力传来。 呜, 纪元直接右手抓住碗往上翻, 左手在齐轩背后轻轻一拍。 咕噜咕噜咕噜, 小半碗酒, 直接好似倾倒一般被倒入了轻松到人口中, 后者放下碗, 转头愣愣看了看纪元, 一个呼吸不到的时间身子摇晃一下就软倒下来, 趴在桌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一边的齐文被纪元这番操作给惊呆了, 怎么看都觉着刚才纪先生硬给自家师傅灌酒了。 哦啊, 这酒很容易醉, 你师傅喝得太慢, 不这么做他没喝光就倒下了。 纪元笑容灿烂地冲着齐文解释一句, 吃饭吃饭, 我们接着吃。 啊, 好, 齐文小心地看看自己师傅安详的睡姿, 屁也不敢放一个。 纪元和齐文一起将桌上剩下的菜全都吃了个干净, 主要是纪元吃得多一些, 齐文到后面也就只有看看的份了。 这回齐文一边和纪元收拾桌上的残渣, 一边询问他。 纪先生, 师傅他没事吧? 你给他喝的是什么酒啊? 也就在这人的是纪元, 齐文才不至于着急, 换个性不过的都该怀疑是不是对方给自己师傅下药了。 纪元用汤盆作为收纳, 将一些菜渣骨头之类的东西全都扫进去, 尽量避开轻松到人的头。 帮我把油灯拿起来, 我擦擦这边。 哦, 一只只菜碗都叠了起来, 桌上被粗略清理一遍, 纪元才冲着正准备将碗都放到木盆里清洗的齐文道。 你师傅喝的酒里头有很多名贵药材, 药力强酒精也大, 但是喝了对身体很有好处, 只是一下子喝太多, 估计得睡个三五天了。 一下喝太多? 齐文缩了缩脖子, 虽然厨房油灯不算太亮堂, 可还是看得清的。 那不是纪先生您惯进去的吗? 不过听到纪元后面的话, 齐文马上反应过来。 睡三五天? 这么久啊? 是啊, 酒中的药力会渗入你师傅的身体各处, 以他的个性, 这些年没少挨打吧, 一些就急老伤什么的都会好的, 身体也会比以前更结实。 轻松道人当初一挂去了半条命的事情, 其实只有他自己和纪元知道。 齐文虽然了解师傅那次算命出了大问题, 可对于齐轩受命的事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所以现在纪元也只说身体好之类的事。 不过齐文的脑回路却拐到了另外的地方, 脸上忽然有些兴奋。 纪先生, 您带的是不是那种传言中的武林神药什么的, 是了能让人功力大涨或者打通什么经脉, 成为江湖高手? 纪元也是饿了, 齐文这是说书先生的故事听多了, 差不多就是那种了, 只不过你师父本身不练武, 成不了武林高手的。 两人闲聊着, 将厨房都收拾好, 最后才一左一右扛着江青松道人送回房室。 别看青松道人看起来不胖, 可实际上纪元扛人的时候, 觉得他还是挺重的, 说明皮肉扎实, 嗯, 比较抗揍。 道冠里的床不是外头普遍的那种木床, 而是砖头器的, 有些像炕头, 但却没有加热功能, 中间垫了几层稻草又铺上铺盖, 长长的一条足够四五个人睡的, 现在则是师徒两共同的寝室。 道冠里另外还有一间寝室, 也是差不多的风格, 算是让纪元暂住的房间。 安顿好轻松道人, 齐文就带着纪元到了另一个房间, 因为时常保持清洁, 所以没什么灰尘。 齐文抱来稻草, 和纪元一起铺窗底, 随后又抱来一床铺盖。 山下人烧火主要靠稻草, 冰州各家各户都会有一个个稻草棚, 足够烧到稻米成熟新草补充。 而云山关这里烧火靠柴, 稻草背着倒是一种扑扑垫垫的资源了。 两人一起稀稀索索一阵忙活, 算是帮纪元这个道观中稀有的来客 准备好了的休息场所。 齐先生, 我们云山关比较简陋, 只能让您将就这住了。 齐文整理好床铺, 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这条件是差了些, 至少是远比不上当初纪元为他们师徒 两开的客栈房间的。 嘿嘿, 不差了不差了, 再差的地方我都住过, 这好歹还有张床。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嗯, 我得去照看我师父, 听说醉酒的人晚上会很难受。 纪元挥挥手。 去吧, 不过你师父这情况其实也不用理会, 几天后自己就醒了, 给他备着点凉水就行。 哎, 对了纪先生, 晚上门窗一定要关好啊, 虽然很少见, 但有时候会有豺狼之类的动物上烟霞锋来转悠的。 知道了知道了, 纪元不以为意地回答一句, 纪先生您武功高, 可还是要小心点的, 别不当回事。 见齐文都拿出教育的口吻了, 纪元只好拱手郑重道。 好好, 多谢小道长告知, 纪某一定注意。 等齐文颇觉不好意思地挠头离开, 纪元也脱了鞋子坐到床上, 隐约能听到对面屋子里的动静, 这么做了有一刻多钟, 云山观就安静了下来。 算算时间, 现在也不过是虚实, 上辈子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房室内有木窗, 以木杆支起窗户, 能看到星空。 纪元望着窗外, 心中想的则是云山观的事情。 刚才饭桌上和师徒两闲聊, 得知这道观修建年月也挺久远了, 大约是四五十年前, 齐轩道长师祖辈的几个道人, 齐心协力修建, 自己晒砖自己搬运, 后来又得到香绳帮助, 才建起的道观。 道人普遍喜欢将道观修在高山上, 因为离心斗更近。 云山观道人修行, 除了求清境外, 还有强身健体的那套养生功夫, 以及捕蒜之道和一些粗浅的驱邪法则, 捕蒜之道一直在用, 驱邪的那些伎俩其实也有些用处。 鼎盛时期的云山观, 曾经有八个道人在这里修行, 到如今, 只有轻松道人和徒弟齐文了。 道不是说道人们都过世了, 实际上真的在灌中过世的, 也就轻松道人的师父和师叔两人, 其他道人大多出去了, 就没再回来。 有的是下山娶妻生子过日子了, 有的则是没了音讯。 这里的道士是可以娶亲, 也不用一直吃素的, 也就特定的日子需要摘戒五星, 只是并无道人娶妻上山, 那些下山成家的也不再以道人自居。 清静是难求呢, 还是难耐啊? 纪元索性又从床上下来, 穿上鞋子打开门来到外面, 对面屋舍已经熄灯, 整个云山观里静悄悄的。 纪元抬头望天, 星辰的距离如此之近, 仿佛触手可及。 这世界天上也有北斗七星这种两辈子都熟悉的星斗, 太阳照样是东升西落, 时辰也差不多, 可山穿地里之类的情况, 却同上辈子大象停静, 甚至天地也更加厚妙。 不得多说, 是一件令纪元偶尔想到, 也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哦哦哦哦哦 山下, 有动物的叫声响起, 在山中透着一种悠然感。 纪元遥看东边, 挡在前面的山峰都没烟霞峰高, 比烟霞峰高的, 日出时刻的风光在此峰一览无余, 再看西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看天看地看山探风, 扫视感受一周之后, 纪元也不由心中感叹。 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就这了。 纪元在罐中看了一会星空之后, 也就回到屋内睡觉去了。 室内的床榻垫上了稻草和棉铺,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尤其是这稻草铺的均匀还是新的, 不过这种床最好要定期换稻草。 拖鞋宽衣, 侧着身躺下, 枕头上方的御签已经换了一个, 现在是御水诀, 绝对是比正统仙门御水诀还正统的御水之术。 大约半夜的时候, 睡梦中的纪元睁开了眼睛, 他听到道观院外有点动静。 对面的两个道掌睡得正香, 纪元则只起身来披上外衣, 下了床打开门走了出去。 室外山风微凉, 纪元轻轻一跃就跳到了道观厨房屋顶, 整个过程一丝声响也没发出来。 道观厨房墙壁同院墙相连, 厨房两扇门一扇朝着院内, 一扇则朝着外头, 有两只大小如同小猫的动物正在厨房外门的那头翻找, 咀嚼着暂放于那边的骨头残渣之类的东西。 咯啦啦,咯啦啦,咔嚓,恶吼, 两只野兽偶尔还会争抢一下, 发出那种威胁的嘶吼。 纪元饶有兴趣地在厨房屋顶缓缓坐下, 它身上无垢无瑕, 根本不会有什么气味传出去, 也刻意不发出声响, 所以不会吓到两只禁食中的动物。 看看它们那小小的身段和还算锋利的牙齿, 头小身修长, 尾巴略大, 至少不太像是猫客。 这是黄鼠狼, 某种山里的幼, 应该是某种雕吧。 豺狼虎豹狐狸猴子之类的动物辨识度高, 哪怕纪元眼神不好也能轻松辨别, 但眼下这两只小东西对于纪元来说要分辨清楚就稍显困难了, 反正肯定不是猫或者松鼠就对了。 能被两只小动物争抢的也就一些鱼骨头和泡了点鱼汤的菜渣了。 纪元和奇温吃得比较干净, 想有多少肉是不可能的。 这两只小动物虽然看起来很聪明, 不过目前而言纪元还看不出来什么特殊之处, 毕竟聪明的动物两辈子都见过不守, 此刻在屋顶观察也不过视心之所致。 骨头和残渣毕竟不多, 两只小动物争抢着吃了一些小骨, 舔尸了一些鱼骨脊柱上的骨髓, 剩下的就只是不能吃的大骨头了。 可即便如此, 两只小动物到最后依然各自叼着一块骨头走的, 估计吃不了甜甜味道也好。 只是才走出道观外七八丈, 一棵山树上有叶霄猛然间拍打着翅膀扑下来。 哥哥,哥哥哥哥, 地上的两只小动物感受到危险, 发出一阵急促的叫声, 而叶霄也亮出利爪。 喽,一声动物尖叫之下, 其中一只小动物被叶霄抓住。 那边翅膀拍打的声音, 动物的嘶吼声,叶霄的鸣叫声一阵嘈杂。 纪元始终坐在道观厨房屋顶听着看着, 听得很清晰, 看得不算真切, 对所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 这本就是万物生存之道。 只是这种情况下, 另一只疑似雕的动物本该立即逃离的, 此时却张牙舞爪地扑向嘴沟如连抓力四刀, 同其殊死搏斗。 叶霄拍打着翅膀想要飞起来, 找下的另一只动物也不断挣扎着, 甚至回头一口咬到了叶霄的腿上。 嘟,叶霄吃痛之下, 疯狂拍打翅膀, 甩动力爪, 同时用尖锐的鸟会聚着脚下的雕兽, 三两下就让那只雕兽皮开肉绽。 另一只雕兽则疯狂斑扑到叶霄身上, 一口咬住了叶霄的翅膀。 嘟,啪哒啪哒,啪哒啪哒。 叶霄终于放开了猎物, 拍打着翅膀飞走。 而两只小动物也各自负伤, 最开始被抓的那只更是看起来奄奄一息, 即便如此也依然挣扎着移动身体, 奋力躲到边上一处灌木中, 纪元知道它们并未离开, 或者说暂时没能力离开也不敢离开。 刚刚那反应并不能说明这两只小动物就是开了灵质了。 动物开灵质和本身的聪明以及情感还是有所不同的。 灵质灵质, 灵质始终在前代表着一种本质蜕变的开始。 但不可否认, 开启灵质的动物在之前都是从类似更聪明、 情感更丰富地野兽过来的。 纪元站起来, 准备转身离开, 只是在走之前想了下, 伸手一招, 厨房内还剩下的一块新鲜鱼尾就飞了出来, 大约能有个两三斤。 往鱼肉上一点, 夺入一丝丝极其微弱的灵气, 随后用地面射来的几根草干做绳, 在鱼尾中穿了个洞, 再往屋檐下一抛。 鱼尾下落中, 顺势就挂在了厨房外门原本一处木边的窗檐上, 在那里一荡一荡, 总感觉马上就会掉到地上, 却又始终不落, 大约七八个呼吸之后, 摆动幅度逐渐减弱, 随后稳定在那里。 那鱼尾离地高度不过一尺左右, 其中灵气也不过细微一缕, 吃到这肉对伤势略有好处, 外加能填饱肚子, 此外就别无作用了。 在鱼尾稳定住的时候, 厨房屋顶上的人已经消失不见, 至于那两只小兽会不会有胆子再来叼走鱼尾, 就不清楚了, 甚至是那只夜宵或者其他野兽来抓走鱼肉也说不定。 若第二天一早鱼尾还在, 就拿来做菜吧。 带着这种想法, 纪元回到屋内, 没重新躺下就突然又有了想法, 于是从床榻边的包袱内摸了一张皱巴巴的白纸, 又再一次出屋。 随后, 纪元直接跨步如烟绪轻飘, 在山石上踏步连点, 好似在山西中渐月一般朝着烟霞峡山顶而去。 原本还靠在屋内床榻边的青藤剑感应到纪元离开道观攀登网上, 立刻悬浮而起, 穿出室内窗户, 追向自己主人。 云山关本身位于烟霞峰腰线以上, 并不在山顶, 可云山关位置足够高, 纪元登顶不过用去了十几个呼吸。 烟霞峰顶端大约六七丈见方的空间, 没什么山石树木遮挡, 加上前后通透, 山峰也比下头大了很多。 盘腿在一块平整的大岩石上坐下, 纪元从怀中取出白纸, 双手按在两边纸面上一搓, 白纸就重新归于平整。 左手为托, 右手食指为笔, 纪元就这么在这张白纸上写起字来, 虽无莫知, 却有法力边就齐上, 算是斥令和乙物传神的结合运用, 对于这种小发明纪元还是挺在行的。 写完了感受一下, 为求保险的纪元又多度入了一些细润法力, 使之铺满整张纸面。 嗯, 接下来就要考教我的手工水平有没有推步了, 应该是这么折的吧? 纪元嘀咕一句, 开始对这张白纸动起手来, 反复折叠尝试, 纸张也便咒又平整, 数次之后, 一只精美的千纸鹤出现在他手中。 呼, 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 左右细看这只千纸鹤, 反复确认其精美程度后才安心一些, 随后纪元用食指沾了点自己的舌头上的口水, 对着纸鹤两只翅膀分别须须写了下一个字, 左边是扇, 右边是动。 差不多就这样吧, 麻烦你走一趟了。 纪元这句话可不是对纸鹤说的, 而是对背后青藤剑说的, 这小纸鹤根本不可能有能力飞越千山万水的。 纪元又取了一根自己的长发, 在纸鹤脖子上缠绕树周, 随后寄于青藤剑剑柄上。 去吧。 主人话音一落, 青藤剑即刻牵引着纸鹤, 升向高空刚风, 以剑意护助纸鹤身躯, 随后化为流光, 朝着荆棘府方向远去。 目送青藤剑离去, 纪元却并未下山, 因为灯顶也并非是为了传书, 否则在云山观也能做, 更多原因则是来看看日出。 就连纸鹤也是临时起义, 做个小实验。 在夜风中等待了小半夜, 天边已经翻起白肚皮, 随后引现金光, 片刻之后, 整个云山这一片则犹如云海生日。 不提自有云霞灵气汇聚而来, 纪元此时也不由睁大的眼睛, 云海日出的美景也是这辈子头一遭。 云山之处已是日出时分, 而在荆棘府, 天色依然灰蒙。 青藤剑跨越数千里之遥, 在鸡州通天江之上的高空中, 破开刚风落下, 位置精准地悬于状元度旁的江神娘娘庙顶端。 剑身一阵细微风鸣, 剑柄处纪元的长发脱落, 整根缠绕在纸鹤的脖子上。 在纸鹤自由落体后, 被风吹拂几下,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纸鹤居然开始扇动翅膀, 稳定住随风飘荡的身形, 随后拍打着纸翅朝着江神娘娘庙落去。 青藤剑于空中等待片刻, 剑纸鹤落入庙中, 方才重新升空而去。 通天江江神庙内, 一只千纸鹤好似无声飞鸟, 一直穿过庙廊飞过屋舍, 最后通过气窗钻入了主殿。 绕着江神娘娘的神像飞了几圈后, 纸鹤落在神像一只右手上, 微光一闪归于寂静。 大约一刻钟之后, 有一名身着华服的温婉女子匆匆而来, 还为开门的妙宇并不能阻拦她的脚步, 最后推开主殿大门走入其中。 进了主殿的龙女一抬头, 视线就集中到了自己神像的右手上。 她伸手一招, 一只纸鹤飞来落于手心。 纸鹤刚落到龙女手心, 还拍打了两一下翅膀, 引得龙女好奇之下, 戳弄了两下, 但纸鹤却再无声息。 这是什么术法? 挺好玩的, 这头发是纪叔叔的? 下意识抽掉纸鹤的头发, 龙女手中的纸鹤就展现了乙物传神的功效, 将纪元刘叔纷纷传达给龙女英若离。 两久, 信息传达完毕, 可龙女则愣愣地看着纸鹤一脸不可置信, 上下戏桥多次怎么看都是一张普通宣纸。 不会吧, 这么一张纸, 飞了六千连。 这, 不管多么难以置信, 可来这庙里的, 终归只是这么一只小纸鹤, 龙女想了下, 将纪元的头发重新缠绕到纸鹤身上。 等龙女离开庙宇主殿, 殿外大门也自动在龙女出去后轻轻关上, 整个江神庙的庙中庙宫无一人发现。 龙女是直接从庙宇边走入水中的, 并未以龙身前游, 而是用人身在江底快速顺流游动。 期间, 她还在仔细观察这只被自己用气泡包裹的纸鹤。 当然, 龙女不知道正确名字, 只认为是只好看的小纸鸟。 她甚至有过试试这只纸鸟会不会被水沾湿的冲动, 但还是克制住了。 作为通天江正神, 她在水中游动速度极快, 没一会就已经回到了水浦之中。 江纸鹤收在袖中, 龙女快步朝着水浦宫殿的后方走去, 穿过树道院门, 来到了一处显得有些幽暗的水下石窟门前。 那里正有两名青面夜叉持己站立, 见到龙女过来, 立刻躬身抱拳, 异口同声地问礼。 江神娘娘。 嗯, 我要去见见父亲。 是, 江神娘娘请自便。 阴若璃冲两名夜叉点点头后, 就自己走入了石窟门前。 穿过幽深的洞窟, 期间地势一直往下, 走了大约八九里路, 眼前才终于开朗明亮起来。 这是一个宽敞的水下洞窟沙坛, 周围有些本身法光的, 类似水母一样的东西在游液, 有一条体型庞大的真龙趴握在沙坛上, 龙须时不时还会摆动一下。 爹, 记叔叔来信了。 龙手部泛起琥珀光色的弧度, 老龙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拿过来。 是。 龙女从袖中取出纸盒, 这纸盒安静地悬浮在气泡中朝老龙飘去。 嗯? 本以为是性, 没想到是这种性, 老龙顿时觉得有趣起来, 整个龙身都微微抬起, 一双琥珀色的龙目为昏暗中的沙坛带来更多光亮。 似乎是受到龙目的刺激, 沙坛中挤出大蚌壳也缓缓打开, 露出其中的明珠, 顿时整个深坛就像开了灯一样, 变得更加清晰明亮。 老龙两颗巨大眼睛视线汇聚到这个小小的纸盒上, 一边观察一边口中询问着自己女儿。 这是纪元的信? 他折一只纸鸟。 还有别的东西吗? 回叠的话, 这只纸鸟飞到了我庙里神像的手上,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东西。 而且, 这只鸟真的会飞。 龙女说这话的时候, 还伸出双手在自己两边做出扇翅膀的样子。 是一只鸟并不是那种法力摄取之类的悬浮飞行, 而是能自己扇动翅膀飞起来, 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意思, 纪元这人总是能带来惊喜。 龙女也是笑笑, 提醒自己父亲。 爹, 纸鸟脖子上的头发是某种应激术法, 抽掉头发就能读到信了。 女儿之前不知情, 不小心先读了, 爹不会怪罪吧。 真龙看了一眼龙女, 随后庞大的龙身亮起白光, 在虚幻中收缩化身为一个老者, 正是英红的人形。 看了就看了吧。 说话间, 老龙轻巧地伸手一勾, 纸鹤脖子上的发丝就自动飘离到一边。 这一刻, 这纸鹤居然又扇动了两下翅膀, 带着气泡靠近老龙。 哟, 还真的能自己飞? 老龙笑着伸出手, 让奸男在水流中一动纸鹤落到手心。 纸鹤上残存的法力将以误传神技术的内容 全都汇入老龙的思绪中。 龙女这回全神贯注地 观察自己父亲的表情, 果然没一会看到了自己想看的。 老龙胡子左侧的那一撇胡子, 微微一翘, 一脸差一刀。 冰州长穿服? 这小玩意, 飞这么远。 别的龙骄之属怎么样不清楚, 但鹰家这边是常常会出去行云不语的, 对大臣的山穿地理了解得比较透彻, 很清楚两地之间的距离。 不过诧异一句之后, 老龙也是对龙女笑了笑。 好, 信我收到了, 你退下吧。 是, 女儿告退。 龙女浅浅地湿了个万府里, 就离开了父亲打短的沙坛。 在龙女离开后, 老龙立刻低下头, 细细研究掌中止喝, 忍不住戳了几下, 然后拿起来上下翻动着看看, 还摇晃了两下, 仿佛想发现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宝珠之类的。 怪哉怪哉? 难道是这根头发的原因? 老龙牵过纪圆的头发细细端倪, 依然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只是在一松手, 发丝却顺着流水, 自行向着洞窟外飘荡而出, 看似随波逐流, 无任何特殊力量的因素, 却有一种奇特的游液感, 很快消失在了水底黑暗中。 老龙皱起眉头, 犹豫了一下, 并未出手留下发丝, 继续研究手中止喝。 其上以物传神的力量已经消失, 好似妇女前后两次毒性已经耗尽了止喝的力量。 不过老龙觉得这止喝, 应该还不至于就这么变回了一张普通的纸。 小心控制着, 往止喝上堵入一些法力, 果然见到止喝, 又开始煽动起翅膀来, 顺着自身法力的纽带, 终于发现了止喝翅膀上两个隐藏的文字, 也了解了这只鸟是怎么折的了。 老龙咧嘴露出笑容, 好似发现这几点门道是挺了不起的成就一样。 云山烟霞封顶, 纪元在赏玩日出并迎着朝霞修炼完毕之后, 就下了风头回到了云山关中。 齐文已经穿戴好衣服洗漱完毕, 正在院内厨房门口整理扁单和水桶, 准备下山单水, 您也起来了呀, 我都没听到你的开门声。 齐文小道长早, 其实我起的比你还早一些, 已经出去转过一圈了。 齐文恍然大悟, 对了纪先生, 厨房锅里煮着粥, 等我挑水上山应该就能吃了, 我先下山去挑水去了呀。 要我帮忙吗? 纪元看看这两水桶, 比当初自己在天牛方小阁中的桶子还要大一些, 挑着登山很吃力的吧, 尤其云山关下去, 有好长一段山路是没什么台阶的。 不用不用, 您坐着就行了, 妈,我跑习惯了, 很快就一个来回。 齐文赶忙回绝, 挑着空水桶就匆匆出了院子。 纪元过去将院门轻轻闭合, 随后走入厨房, 灶内柴炭细细烧着, 火不是很猛, 打开厨房外门, 瞅了瞅昨夜悬挂鱼尾的地方, 只剩下了一节草绳, 看看口子应该是咬开的。 望了望外头风光, 云山关刚好位于山中云雾线之上, 从纪元此刻的视线往下望去, 石树杖之下就是一片白色云海, 使得云山关好似天上仙境, 建立云山关的那些道人真会选地方。 这个世界普通百姓的生活节奏很慢, 云山关中就更是如此了, 尤其是在青松道长醉酒沉睡的这几天, 都不用下山去算命。 不过齐文还是挺担心自家师傅的身体的, 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有事没事, 问纪元青松道人什么时候醒。 索性第五日清晨, 齐轩就自己醒了过来。 这回, 齐文正巧下山挑水去了, 而纪元座正在灌内煮电星斗图下的蒲团上, 手中拿着玉论观看, 山中灵气犹如肉眼不可见的飘渺雾气, 汇聚在整个云山关周围, 在这一刻也察觉到了青松道人的清醒。 青松道人感觉做了很长的梦, 内容乱七八糟地记不清了, 睁开眼首先入目的是房氏的天花板。 天都亮了, 我真喝醉了。 齐轩睡了快五天, 但却毫无昏尘之感, 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掀开被子从床上直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身上的筋骨噼里啪啦作响, 感觉浑身舒坦, 只是BIA记着嘴, 觉得口干得很。 走到室内桌前, 颠了颠那个大号陶制茶壶, 里头是满的。 齐轩给自己倒了一碗茶水, 一饮而尽, 觉得还是口渴, 便又倒了一碗, 最后索性胡嘴对着人口, 咕噜咕噜一口气, 喝干了茶壶中的水。 呼, 更舒坦了。 季先生给我喝的是什么酒? 正自语着, 轻松道人好似骤然想到什么, 伸出自己的左掌细细端倪, 脸色从呆滞到骇然。 难道, 仙人真有长生不老药? 更令齐轩觉得玄奇不已的是, 他能看出自己寿数已然不妖, 却无法看清其他, 但也很是有种物理看花虽不明, 却知眉景在眼前的奇特感觉。 呵呵, 据计谋所知, 世上并无长生不老药, 轻松道长早啊。 门口传来纪圆中正清朗的平和话语, 让发呆中的轻松道人回过神来, 转头望向门口露出感激的笑容。 纪先生早, 频道昨晚不胜酒力, 叫您看笑话了。 您昨晚在罐中休息得还好吧? 挺好的。 纪圆嘿嘿一笑, 我还想借宝地修行一阵子, 不知道长同意否。 那有什么不行的,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您只管住, 哈哈哈哈, 不用早死, 任谁都会心情极佳, 轻松道人只觉得山里的空气呼吸起来都更加清新宜人, 好似每一口都在润泽五脏。 等齐文从山下挑了水上来, 见到轻松道人醒了, 也是一阵惊喜, 只言他睡了, 都快五天了, 再不行, 就算纪先生拦着, 也要被师父下山去找大夫了。 这话听的轻松道人是惊恶不已, 听德纪员也是好笑, 也得亏了齐文还算相信自己, 估计底线也就是当日, 他纪某人说的三五天。 不过令师徒两纳闷的是, 轻松道人睡了这几天, 除了口渴, 肚子居然也不是很饿, 虽然当天中午吃饭, 道罐中打着那套养生宫, 纪员将道罐主店的蒲团拖出一块, 盘坐在店门口看着郁论。 齐文则带着几十文铜钱, 背着箩筐下山去了, 他要去山下近些的村庄中, 买一些肉食回来, 道罐中的存货已经全都消耗完了。 主要是以于山上保存的腊肉酱货, 当然也会带点新鲜的肉食, 至于蔬菜罐中是不缺的, 米粮更是还有不少。 纪员虽然在看书, 但也留心观察着轻松道人, 他一句。 轻松道长, 你们这云山关香火可不太行啊, 我来这几天了, 除了见齐文早上起来会点三炷香之外, 没见过一个从外头来的香客。 轻松道人做完收工姿势之后才回答纪员。 纪先生您可说笑了, 我们这道罐也不供神像, 山下百姓来求啥呢? 偶尔有个大户人家来求个子孙名字, 来这里祭祀一下天地, 就算是道罐香火鼎盛了。 齐轩说完又补充一句, 要不然我为什么老下山算命呢? 这不也是为了赚点挂钱维持道罐吗? 哦, 道长用心良苦啊。 纪员意味深长地嗷了一声, 让轻松道长略显尴尬。 偶尔也是心痒, 偶尔, 纪员也没在这上面深究, 而是继续很认真的和齐轩探讨起来。 道长, 你们庙中无神像, 照理来说没必要实施敬香吧? 香火给谁呢? 这檀香也是要钱的呀。 给谁啊? 自然是给周天星斗给天地的。 轻松道长思索了一下, 他打小就齐温一样一直跟着师父出去游历, 什么神妙佛寺都是要上香的, 遇上的有些道观甚至再也供奉着神像。 真要说无神像的云山观香火给谁, 便是天地了。 可这天地也不收你们的香火呀。 纪员抬头望望, 相较于齐轩的肉眼凡胎, 他可是能看到真正香火的。 啊? 天地不收? 轻松道人愣了一下, 想说什么却不知道从何开口。 毕竟坐在殿前的人可是纪先生, 不过他也就是短暂诧异了一下。 不收便不收吧。 天地不收, 咱也不能不进吧。 道长说得有脸。 纪员抱着书朝着轻松道人拱了拱手, 齐轩也黑黑笑着赶忙回礼。 齐文背着箩筐下山, 在云山中沿着师徒两长走的山道穿行, 一路跨过山西走过山脊, 脚步轻快之下, 不过半个时辰就走出了云山。 山下最近的村落叫云口村, 是云山观道人常去的村落。 有时候, 村中有个结清病葬之类的事, 或者需要算命和法师帮忙的, 也会请一下云山观的道人, 两边还算熟络。 才到村口, 就有人招呼齐文。 齐文小道长, 下山来了? 今天清松道长不在啊? 是啊, 师父在山上呢, 我来村里买些吃食。 哦, 改天我家婆娘生娃了, 请清松道长给算算啊。 好好。 齐文同志人寒暄着, 进入鸡犬香文的村内, 一些熟悉的老人也会同齐文打个招呼。 有些年轻人小时候还和齐文一起玩过, 也都很热情。 赵丽还是去了村长家和相熟的几个村人家, 几十文钱也能买不少东西。 在一个老农家里, 更有正值妙龄的村中姑娘过来送齐文几个鸡蛋什么的, 搞得齐文面上通红, 很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齐文小道长, 听说你们道人是可以成婚的。 正当齐文宰杀一只鸡的老农, 笑哈哈地询问着这个小道士。 齐文如今长大了, 一张脸着实算得上俊朗, 练习养生功的同时, 常年跟随自己师父走南闯北不说, 还时不时挨打, 身体也很结实, 算是挺受乡下女子欢迎的。 大, 大带是的, 嘿嘿嘿, 小道长你, 要是能还俗入坠, 就你那把子力气和模样, 村里有的是好姑娘呢。 还有几个姑娘就在老农家的篱笆外, 偷瞄齐文嬉笑, 让齐文感觉有些热。 梦好了, 经历过拔毛去脏等工序, 老农将这只鸡裹了丢入了地上齐文的箩筐内。 谢谢沈伯, 这是铜钱。 齐文递过去食文前, 在这里村里买鸡肉比县城里可便宜多了, 而且鸡鸭之类的在大珍很多地方只能算小婚, 牛羊猪才是大婚。 当然, 除非耕牛老死或者意外, 否则牛肉可育而不可求。 老人接过铜钱还要和齐文说几句呢, 外头就有声音传来。 那那那, 那就是了, 云山关的齐文道长。 哦, 多谢多谢。 客气了客气了。 外头的声音将齐文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看到两个男子带着四个明显是蒲丛模样的人匆匆从外头走入老浓的黎月内。 其中一个男的齐文认识, 正是那天找师父解迁被气得不清的那个。 乖乖, 找上门来打。 齐文头皮发麻, 左右看看, 这是在云口村, 自己要是被打边上的乡亲应该会帮忙的吧。 索性来人立刻就到明了来意。 小道长, 别人黄兴叶, 这是有人利免, 这些天都没见你们在县中摆摊, 这才特地找了过来询问云山关的位置, 看到你再好不过了, 你家师父可在山上。 当日多亏了你师父的提醒, 这才让我过了一关。 我问了城坊庙前的一些摊贩, 兜言, 你们是云山上的道士, 却不知道在山中何处。 我来这山脚村落碰碰运气, 来人一口气说了一串, 齐文一听, 微微松了一口气, 不是来找茬的就好。 师父自然在云山关内。 呃, 这位姓氏, 需要我叫师父下山来见你吗? 不用不用, 我们去桂冠拜访就行了, 怎么能劳烦道长下山呢? 在下还带了些许薄脸, 正好一起带上山去。 这回齐文才发现, 对方一群人还挑着两副担子, 里头有不少东西呢, 也是刚才自己一时紧张所以没发现。 那, 几位姓氏, 就请随我一起上山吧。 齐文只好向村人告辞, 然后带着几人一起上山, 这种香绳带着东西上山的日子, 在云山关可不多。 在途中, 男子就大致和齐文聊了聊, 此番前来的具体原因。 原来这黄老板在整个东乐县范围也算数得上的富户, 在最近经历了一场波折, 差点就把自己小命给赔了进去, 但也幸亏了当日东乐县城隍庙前找了轻松道人解签。 那次虽然被气得不轻, 但至少轻松道人成功让这男子对自己周围的事提高到了一个相当警惕的程度, 尤其是当时道人提点过心中方向一事, 结合签文至少能证明男子心中猜疑方向的准确性。 加上提醒他行善化结之类的看似敷衍的话, 男子自己镇上之后干脆就做了一次好事, 镇上正在修的土地庙缺少的款项他一次性就给补权了, 还亲自采购了一个香炉送去。 要知道香炉大多参铜,铜可就是钱啊, 价值不菲的, 两笔钱财能让土地庙的进度提升一大截。 那段时间男子凡事都比之前更小心谨慎, 即便如此, 在灾祸临门的时候也差点没能挺过来。 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绝, 敢在他留宿有人家中之时意图放火来个绝户。 说来也怪, 那一晚留宿有人庄中, 黄兴叶和那个会武功的有人同宿一室, 家仆看顾在外, 半夜的时候, 室内桌上的茶壶突然就摔在了地上, 一下把黄兴叶和友人一起惊醒了。 当时外头已经闻到烟味, 两人冲出去的时候, 发现火势一起, 黄家两个仆人一个昏迷在屋外一个不知所踪。 两人当时将友人家小纷纷叫醒, 又一起抬走黄家仆人, 才找人灭火。 最后, 虽然火没扑灭, 但人至少没事。 此后, 黄兴叶和友人一起报官, 又因为心中有方向加上家中钱财助攻, 县衙也是下了大力气侦破案件, 弄得东乐陷到冒钱镇都热闹了一阵子。 那场火灾之后, 黄兴叶出事不绝, 后来越来越觉得, 那个茶壶摔碎才是救命的信号, 回顾未来越想越玄乎, 有人家也不穷, 室内地面和桌椅都四平八稳, 茶壶不至于无缘无故摔了, 所以认为有鬼神相助。 这就正好应了那场土地庙捐赠。 今日黄兴叶来答谢, 并非事情已经解决了, 相反还有的地方比较诡异棘手, 这才想到来找的当日算卦的道人。 黄兴叶来前, 可是在东乐县好好打听过算命道人的事情的, 最后发现, 这道人虽然因为算命的事, 有时候不招人待见, 甚至挨打, 可算的是真的准, 便是打过他的人家, 也不得不最后承认这一点。 奇怪的是, 这道人几次挨打, 却依然乐此不疲的摆摊, 这在黄兴叶这种聪明人看来, 就有些不同寻常了, 有本事的山中道人, 行为还这般怪异, 这不就是影视高人吗? 时间过去了快一个时辰, 一行人却还没有走到烟霞峰脚下, 依然在云山中行走, 比奇温来时可要慢了不止一筹。 云山对于奇温来说, 早已经走惯了, 但对于黄兴叶来说, 就是山路坎坷了, 对其那四个家谱来说, 也不太友好, 尤其是挑着东西的时候, 也就利免好一些。 利免好歹是也是个舞者, 虽然不算什么江湖高手, 但在东乐县这块也能算一算了, 县衙那头也就县位比例勉强, 其他捕头不快什么不拼命的话, 耽搁挤不上利免的。 望着前头剑步如飞的奇闻, 再看看其背后那一箩筐东西, 利免不由感叹一句, 这小道长真不会武功。 这体魄说是走山路习惯了, 也有些夸张嘛。 黄兴叶看看几个仆人挑的担子, 四个人挑两副担子, 扁担下的框不大, 有不有紧, 有久有高。 装的东西从重量上来说, 应该集不上奇闻的箩筐, 毕竟奇闻箩筐里塞的是腊肉鸡蛋, 还有农人送的南瓜芋头之类的东西, 都是分量货。 呼,呼, 不奇怪不奇怪, 越是这样。 这云山观, 越,越说明来对了, 黄兴叶年纪也上来了, 虽然没怎么发福, 但到底体力差些, 爬了这么久山, 这会已经气喘吁吁。 奇闻此刻依然感觉挺轻松的, 其实若换成以前他背着重物走这么久, 也会很累, 但最近就是感觉体力好了很多, 下山挑水都不乏轻快得很。 这会爬上这处平缓山坡, 终于到了烟霞峰脚下, 奇闻略带兴奋地回过身, 冲着后面几丈开完的众人吆喝。 大家家把劲, 已经到烟霞峰了, 可以开始爬山了? 啊? 可以开始爬山? 那我们刚刚在干嘛? 黄兴叶等人都有些发愣, 本以为已经快到云山关了的, 没想到等来这么一句话, 在抬头看了看高耸的烟霞峰, 下意识咽了口口水。 不算这处山坡的高度, 也不理什么海拔之类的计算, 但从此刻奇闻脚下开始, 烟霞峰总高约150丈, 云山关大约在100丈高的位置。 虽然实际上也算不得多高, 可坡度就大了很多, 在登山过程中走走停停歇了又歇, 等到达云山关外不远处时候, 黄兴叶和几个家仆已经累得不行, 就是一直搀扶黄兴叶的利免都出了一身大汗。 奇闻用袖口擦擦自己额头的汗水, 兴奋地冲着道观中大汗。 师父, 季先生来客人了几声吆喝之下, 轻松道人和早已听到动静的季元才一同出来。 哼哼, 几位姓氏远道而来, 有试远迎, 有试远迎啊。 请请请, 快请到云山关中休息。 轻松道人寒暄着, 和季元一起上前, 一人一副就从几个仆人手上接过的担子, 帮他们挑向罐中, 这块也不是相互推辞着不收礼的地方。 罐内, 季元和两个道人分别从厨房和两间房室内将几个凳子椅子搬出来, 让几人在厨房边坐下休息。 除了道观的茶水, 黄兴叶等人带来的一些点心, 也直接拿出来, 大家一起吃。 这会体力消耗巨大, 就算是自己带来的礼品, 几人也顾不上客气了。 等到这些来客休息了一阵, 尤其是黄兴叶也缓过气来, 轻松道人才, 询问对方来意。 不知几位姓氏来我云山观中所为何事啊? 听齐文说是为了来道谢。 这礼品未免有些重了。 黄兴叶整理了一下思绪, 这次的说辞和之前童齐文的说法又有不同, 张嘴就是求救。 轻松道长, 您一定要救救我啊。 我遇上大麻烦了。 黄兴叶一边恳求, 站起来躬身作衣, 连连拱手。 黄老板, 您这出了什么事啊? 赶忙起身, 扶住黄兴叶的轻松道人也是一脸诧异, 便是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妓员也皱起眉头。 道长, 此事黄某先得向您道谢。 当日您替我解签也是, 救了我一命, 黄兴叶先是一五一十地将之前在路上和气温说过的事情再说了一次, 只是这位细致了很多, 甚至包括怀疑土地公救命的事情也一并说了出来。 既然黄老板已经报关, 县衙也在全力追查。 那即便主犯暂且逃脱, 也应当是威胁不到你了才对啊。 轻松道人有些疑惑。 哎呀道长啊, 若真是如此就好了。 可是前段时间在下有感土地公救助, 便去镇上庙宇感谢。 我们镇土地庙虽然还未修缮完成, 但土地公神像以利, 我就大鱼大肉去上供了, 这本是好事。 旁边不知情的人都听着纳闷, 黄兴叶顿了一下, 继续说下去。 黄某上供之后, 以悲询问土地神此次是否已经转位为安, 可是悲衰第三次, 没有一次圣鸟, 黄某心慌之下, 连幼连摔六次, 九次下来, 次次无圣鸟, 第十次, 更是连杯都碎了一块。 这听得轻松道人倒戏一口凉气, 他本身身安补算之道, 比那黄兴叶更清楚, 此间挂象凶险, 若非纪元就坐在旁边, 这回他或许已经镇定不了了。 杯和铅筒一样, 是一种庙宇中常备的补算用具, 一般由金竹的竹根制作, 铺成两半, 有的也用某种小磅的两扇壳代替, 基本大小, 大约一指长两指宽, 用来配合铅筒球签, 或者单问吉凶, 是香克同神灵的一种简单交流途径, 有的灵有的不灵, 和神灵本身和香克前程都有些关系, 杯从吉尺高处由香克自己衰落, 一正一反, 则代表阴阳相和, 是圣鸟也就是吉, 其他不论是两面正, 还是两面反都是凶。 黄兴叶的情况, 明显不可能是土地公不回应, 所以, 因为土地公回应你尚且凶险, 黄老板就来找我了, 想让我帮你细细算算。 轻松道人分析了一下, 却见黄兴叶神色不安地摇摇头, 不止如此, 不止如此啊, 那土地公, 说到这里, 黄兴叶像是心有余悸, 带着更为紧张的语气开口。 第二日, 我心绪不宁之下, 再去土地庙上香, 结果发现, 庙前围着不少镇上的人, 询问之下才知, 土地像昨夜被人破坏, 我静妙一看, 土地爷的左手被人撕下来了, 黄兴叶说到这里, 脸色已经难看至极, 当时他忽然就清楚了, 土地爷的神像绝对不是乡人议论中那样有贼匪破坏, 很可能是被某种可怕的东西给毁了。 在场诸人听着黄兴叶的话, 纷纷觉得有寒气从脚底升起直窜头顶, 就是如利免这般知道些情况的人也是如此。 轻松道人更是脸色有些苍白, 哪怕他平常在做死, 也知道这是绝对超出自己能力范畴了。 黄, 黄老板, 这个云山关不过是闲野小关, 我也不过是个给人算算命的穷道士。 你这是我哪管得了啊? 黄兴叶一张脸比哭还难看, 不断作意哀求。 轻松道长, 我知晓是我当初有眼不识珠, 您当日在庙前其实已经想管了, 是我不知好歹态度差, 几次不听劝自己走了,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黄某必定不忘道长之恩啊。 轻松道长也慌了, 这种事太诡异, 甚至都忘了纪元这尊大神就在边上。 黄老板, 你误会了啊? 我这, 不过不等齐轩说完, 脸色严肃的纪元第一次宣兵夺主的开口。 敢问黄老板, 可否去求过东乐县城隍庙庙的城隍眼? 纪元声音中正清朗中带着浑厚, 好似有某种平复心绪的力量, 令场中的人都平静下来。 这是处处透着诡异, 有能耐对土地攻下手, 黄兴叶一个凡人, 却到现在还活奔乱跳。 纪元起先从气温处得知黄兴叶的事情解决, 此番时来答谢之后, 开始也就听个热闹。 但听到了土地爷之事后, 纪元便知晓, 事情特殊了, 从简单的人祸偏向要挟之事。 此刻纪元法眼张开, 双目睁开足有四分之三, 细观着黄兴叶以及随行几人, 异行人原本在他眼中略显虚幻的气和火, 一下子变得更加凝实起来, 色彩也丰富起来。 纪元发现, 黄兴叶本人还好, 几名仆丛虽然命火气象的规模没有变化, 却已经有血光和死气隐藏在命火生腾之中。 而听到纪元突然开口, 心绪定了一下之后的黄兴叶也看看清松道长询问道。 清松道长, 这位是? 这是纪先生, 是我和师父的大恩, 齐文赶紧想回答一句, 不过纪元马上断了他的话, 自己的事没必要在外人面前添加太多色彩。 我是清松道长的朋友, 几年前道长游历他周知地的时候认识的, 如今在云山关小柱。 对对对, 纪先生是我贯中贵客, 刚刚他问的话也正是频道想问的, 黄老板是否去东乐县城黄庙求拜过? 这个时代, 百姓即便没见过鬼神, 也普遍信神乃至迷信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黄兴叶都这样了, 不至于没反应吧。 黄兴叶这会情绪也稳定了不少, 呼吸也不像刚才那样激动急促, 定了定神才回答道。 在下当然去了东乐县城的城黄庙, 也是在那里打听到清松道长您是云山道士, 我一面, 出资命人将家乡镇上的土地向修缮, 也带了足够丰盛的贡品敬献给城黄爷, 然后才一路找来云山脚下。 纪元看看这黄兴叶, 这人还真算是有头脑的, 面面俱到, 然后面对清松道人很自然地开口。 清松道长, 我听你说过, 土地也还没立庙, 那本身神道道横应该还不算高, 至少还没接受香火, 成就正神。 纪元心中也在思量, 那土地宫应当不是石修勾连地脉以立成神的, 否则也不会因为黄兴叶对庙宇贡献巨大而几次向, 不过土地宫显然也没想到后面的事。 清松道长愣了一下, 我说过这种事, 不过剑纪元这么认真地问自己, 齐轩马上反应了过来。 可, 确实如此, 纪先生所说不差。 纪元点点头, 看来我没记错, 以纪某的角度思考, 土地爷的神像, 若是人为破坏, 那自然是加大追查力度, 若是真有邪恶在侧, 冒前阵也是东乐县辖境, 即便黄老板没有尽献贡品, 只要知道了这事, 城隍大人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道长我说的对吧。 清松道人连连点头, 对对对, 纪先生说的对,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黄兴叶听闻也是心下烧安, 寻常百姓虽然姓城隍信土地之类的神灵, 但毕竟基本谁也没见过, 一些所谓灵念的传闻, 也不过是百姓口口相传, 真遇上事了, 心里都没底, 还是如清松道人这种, 看得见摸得着的高人, 更令人安心。 对了黄老板, 方才听闻你所言, 前半段的凶险几乎都是人为, 到后面被你识破, 并掌握证据报关之后, 也无什么异常发生, 只是在你得了土地爷挂摇之后, 才意识到不对。 黄兴叶冲着纪元拱了拱手才回答, 却如这位纪先生所言, 此前我还以为劫难已过, 是送了贡品去泄土地爷的。 能和清松道长这样的高人为有, 想必这位纪先生也有过人之处, 至少单凭这份镇定和气度就不简单。 纪元看看清松道人, 后者也下意识地和他对视一眼。 道长, 你也觉得此事颇为蹊跷吧? 对, 如纪先生所言, 频道也是如此想的。 而且, 黄老板还能活生生走到这也真是运道不错呀。 清松道人不只是附和纪元, 此时也开始戏观黄兴叶如今的面相面色, 加上以此前所描述的事情起挂, 算出一些怪异来。 黄老板, 你的生辰八字方便告诉频道吗? 有纪元在一旁, 清松道人胆气也足了起来。 这回听到清松道长要给自己算命, 黄兴叶自然不会再推脱, 赶忙将自己生辰八字, 小声告诉清松道人。 后者听闻对方八字, 在心中细细思量, 手上也时不时掐一掐指节, 来配合心中计算天干地支和心念规律。 纪元好奇地看着, 黄兴叶等人则是紧张地候着。 实际上, 黄兴叶加大叶大, 从小到大算命也算过很多回了, 结果基本大同小异, 不外乎命好福后之类的。 两九, 清松道人才结合者黄兴叶此刻面相开口。 黄老板命中浮元身后, 又有祖宗祖英庇佑, 只要自身敢打敢拼不懒散, 前半生顺风顺水, 后半生也当无甚忧愁。 只是, 黄老板如今嫉妒心照命, 本来浮元身后也不会出大事, 可如今遇上此事, 人或转妖邪, 乃是死劫。 黄兴叶脸色又难看了一些, 等候清松道人下文。 你命格虽好, 待人的命述并非一成不变, 学识阅历所行善恶和外力因素都有影响, 如今似乎你命述中藏有义气, 竟然好似活物。 我上次观你面相, 同这次又有不同, 也就是此刻结合八字, 才算到一些轻松道人的话, 其他人紧张至于听不太懂, 纪元却听得认真, 法眼同时也在细细观察黄兴叶。 结合黄兴叶, 听闻轻松道人说话时表现的情绪, 气象也开始转变, 居然有一种好似泥丘鱿鱼的奇特气息藏在奇人气象之中, 不仔细观察, 很容易忽略。 轻松道人只是算命, 自然把要说的都说完。 黄老板只要挨过今年这一劫, 明年你就是太阴心照命, 加上今年的压抑形成反冲, 进取心不变的前提下, 则大急禁运, 事事可成。 黄兴叶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可也得过得了这一关才行啊。 纪元文言又故作询问一句。 轻松道长, 你曾经和我聊起过一些妖邪意识, 说有些妖邪亏似运胜之人的特殊气数, 又怕气数散逃, 会引导布置一些局来令人入套, 此时是不是有些像? 听纪元都这么说了, 轻松道人也直观点头。 纪先生说得对, 像, 挺像的。 纪元点头继续道, 此前那火贼人估计也未必是真要烧死黄老板, 不过是想弄得半死, 再来谋求什么, 否则生死灯灭气数散尽也不行, 是吧道长? 不错, 正如纪先生所言, 但弄得半死可就更惨, 轻松道人附和着也不忘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而纪元则继续补充。 人世间有些折服的邪门妖魔之辈, 确实有些诡异, 道横身一些狡猾一些的也不是不能钻神灵的空子, 此次看来他们依然不会放过黄老板。 见黄兴叶缩了缩脖子, 脸色更不好, 纪元也宽慰他一句。 不过黄老板请放心, 此时就是成皇爷最终管不出什么结果, 轻松道长丁也不会坐视不理, 是吧道长? 对对, 纪仙, 呃, 齐轩头点到一半, 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愣愣地望着纪元, 见到后者点头让他安心, 这才硬着头继续说。 不错, 频道虽然道横浅薄, 可黄兴叶竟然求上门了, 也不会不管的。 黄兴叶露出惊喜, 他这次上山苦苦哀求, 等的就是这句话, 赶忙再次站起来作以感谢, 身后家仆和友人立免也是一同行礼。 多谢轻松道长相助, 多谢轻松道长相助。 黄某这次, 若是能度过此节, 必有后报。 天色已经逐渐变暗, 这时候让黄兴叶他们下山, 是不现实了。 轻松道人再次下厨做菜, 利用齐文买回来的食材, 和黄兴叶带来的一些东西为原料, 做出一顿足够众人一起吃的晚餐。 可能是因为找到了轻松道长吧, 黄兴叶在这云山观中拥有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尤其是下午清宿完之后, 心情都变得舒畅了一些。 近日来, 都食不知味的黄兴叶淡碗吃了不少, 还小酌了几杯。 至于住宿问题也好解决, 纪元直接将自己的屋子让出来, 里头铺上稻草铺盖, 睡六个人是够的, 黄兴叶也不是那种纠结主步与铺通踏的人。 而纪元自然是跑到两个道人屋内, 与他们同踏了。 等大家都睡下了, 室内齐文也已经睡着, 发出了均匀呼吸声。 所有人中最不安的轻松道人, 终于憋不住, 开始小声询问纪元。 纪先生, 我知道您还没睡着, 您一定是想到对策来帮助那黄兴叶了吧? 纪元当然没有睡, 也知道轻松道人会睡不着, 这回听到齐轩略显不安的询问, 他也玩笑一句。 自然是有对策的, 这对策就是轻松道人随着黄兴叶一起下山, 若有什么变数, 也好帮助他斩妖除魔。 轻松道人听得心甘直颤。 哎哟, 纪先生啊, 您知道我有几斤几两, 给人算算命还成, 斩妖除魔, 我连鬼都没见过, 这难度是不是大了点, 我授数才补权, 这么折腾, 万一直接没命了呢? 纪元也不吓唬他了, 他让轻松道人答应, 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哼哼, 轻松道长是必定会随着黄兴叶下山的, 可未必就是真的轻松道长啊。 高深莫测地说完这句话, 纪元法力微微流转, 身上开始产生某种变化, 鼻子变宽少许, 也变他少许, 眉毛边角边长一些角度, 也改变了一些, 额头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 乃至脸上的肤色肌肉和质都在变化。 两个呼吸的时间之后, 两张轻松道人的脸面对面, 今夜星空璀璨明月高悬, 在窗户处有星光透露的情况下, 人眼适应了之后, 还是能保证一定能见度的。 此刻轻松道人把眼睛瞪得滚圆, 凭住呼吸, 说不出话来。 真正的变形纪元还没学, 实际上老龙的预检里那种变形也十分反人类, 纪元得好好参悟之后, 再想办法修改一下才能学。 本质上这种变形和孙悟空的72遍美法笔, 有点障眼法的影子在里头, 目前借鉴一点还是可以的。 加上纪元和轻松道人体型差不多, 利用自己那出神入化的障眼法, 实现一种变脸。 他本身的法力特性相当神异, 不频繁调用时几乎毫无波动, 加上一点变形技巧的借鉴, 这使得变脸极难被看穿, 倒袍,换个发型。 到时候, 这世上估计只有和轻松道长朝夕相处的齐文能看出问题来, 其他人是看不出来的, 黄兴叶和外头的人买着寻常鬼神, 估计都不行。 严格来说, 此刻的变形类似于竖法和江湖易容化妆的结合, 但两种痕迹都极淡。 第二一早, 不提齐文最开始一脸见鬼的表情, 反正是道观中的两位齐道长送得宾客下山, 最后, 轻松道长更是跟着黄兴叶等人一起离山而去。 而昨天那位纪先生则据说染了风寒没有起床, 云山关中躲在屋内的轻松道长一直等着众人下山, 在许久之后才等到齐文回来。 师父, 我回来了。 齐文兴冲冲地跑回来, 进了屋正看到松口气在喝茶的齐轩。 师父, 纪先生的脸怎么和您一个样? 这是不是江湖高手的易容术啊? 能不能也教教我啊? 轻松道人轻轻给了齐文一脑瓜子。 什么易容术? 那是仙法, 跟你说多少次了, 纪先生是神仙? 齐文下意识揉着额头嘀咕一句。 纪先生自己都说他不是了。 出了云山范围, 道路就一下子好走起来, 或者说一下子脚底下就有路了, 至少是平整的。 黄兴冶等人在云口村是留有马车的, 昨日上山用不上, 今日回去了, 自然不用再用双脚走路。 一共两辆马车, 一辆带棚一辆则是板车, 没有再回东了县城, 而是直接去冒前阵。 马车上, 黄兴冶又开始忐忑起来。 轻松道长, 我们是不是先去一趟城隍庙和视线啊? 不用, 你既然祭祀过城隍了, 此时东乐县城隍也肯定也知道了, 说不定已经派鬼神去过冒前镇土地庙视察。 纪元说话的时候, 视线一直通过马车不连看着外头, 不过并未见到什么异常。 可是轻松道长, 若我们躲在县城里, 是不是会更安全一些啊? 我夫人娘家就在城内, 几个孩子都和她一起在城中站住呢。 黄老板做得很对, 不过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此事还是需要面对的, 鬼神上有松懈的时候, 常人更是如此, 便是一直在东乐县也难保无恙, 还是把事情彻底解决得好。 哎哎, 道长说得是。 说完这几句, 纪元也只是闭目养神, 做出一副不想再多说的样子, 黄兴叶就算紧张, 也只好和边上的立面, 细声细语地说话。 大约到中午的时候, 车马抵达了冒前镇外, 赶车的仆人提醒车内人一句。 老爷, 快到家了。 黄兴叶还没说话, 走, 先去看看土地庙。 哎, 阿福, 赶车, 去土地庙。 好的老爷。 蒲从回答一声, 调整马车方向, 又过去一会, 车马停在了土地庙外, 纪元和黄兴叶等人依次下车, 仆人没上前, 就立免, 黄兴叶和青松道长三人走了过去。 土地庙在冒前镇南边靠外的位置, 这会除了黄家找的匠人师傅, 和镇上以为筹备庙宇建设的老人, 并无其他为观的乡人。 在庙外十几步的位置纪元就率先停下, 小声冲着黄兴叶和立免道。 庙前有日巡游在? 你们不要说多余的话。 日巡游? 黄兴叶小心地疑惑一句, 就是常说的日游神, 应该是东乐县城皇爷派遣来的。 哦, 知道了知道了。 黄兴叶心下大定, 边上的立免则是满心疑惑, 定睛望望庙那头, 看不到什么特殊之处。 三人一同来到土地庙前, 将人和那广庙老头赶忙冲黄兴叶寒暄, 自然也就引起了两个日巡游的注意力, 一同看向黄兴叶。 此人就是黄兴叶。 不错, 正是他去城隍庙中祭祀, 禀告这里的情形。 那这个道人又是谁? 好似是云山关的青松道人, 常在庙前摆摊的那个。 两名日巡游交谈间, 在黄兴叶边上细细打量他。 纪元就算看到了, 也没提醒黄兴叶, 省得他大惊小怪。 仔细观察庙中神像, 纪元发现神像有很多不似人的特征, 目前香火很淡, 神像残留的神道气息也不强, 明显这两天没来过土地庙。 再看看放在角落的神像手臂, 那名匠人老师傅正在填土启称, 但还没接回神像上, 其上也并无任何邪气残留, 更像是被人为敲下来的。 难道只是人祸? 看了一会, 纪元就和黄兴叶等人一起, 回了镇上的黄府, 两名日巡游也一起跟了回来。 黄府自然比不上荆棘府那边的王府和厨府, 但在东乐县这块绝对算高门大宅。 因为轻松道人的到来, 黄兴叶准备要好酒好菜招待一番。 不过五间用餐前, 纪元却让黄家仆人准备了两块小木牌, 又让人将一些韭菜送到黄家准备的客舍内, 随后就独自进屋了, 还特别叮嘱了黄家人暂时不要打扰。 黄兴叶无法, 只好和立免以及剩下的家里人自己去吃饭。 客舍内, 纪元提笔在两幕牌上分别写下了东乐县日寻右使和东乐县日寻左使, 然后在一只盛满生米粒的大碗上插三只檀香点燃。 没过一会, 两个日游神就被引了过来, 一看这情形就明白了什么。 轻松道人, 原来你能看到我吗? 见其中一名日寻发问, 纪元冲他们拱手。 此前凡人太多, 我知晓因私规矩, 虽并无与两位使官接触, 还望见谅。 两名日寻上下打量这道人后才开口。 嗯, 我等不怪你, 这桌韭菜倒是丰盛啊。 正要请两位一同享用。 嘿嘿, 妙吉妙吉。 两个日寻也露出笑颜, 在小县城黄庙, 日寻夜寻其实是没有素身的, 日常供奉也很难轮到他们, 少有丰盛韭菜可想。 纪元冲两个寻游边吃边说, 鬼神石器和他吃菜并不冲突, 只不过吃完会有部分菜, 看似没动过而已。 攀谈中了解到, 这两天日夜都有寻游来冒前阵查看, 但主要是为了找土地宫, 似乎这土地宫躲了起来, 连殷私的人都找不见他。 竟有这等事? 纪元听到这也是诧异, 土地宫把自己藏起来了? 千真万确, 正因此事蹊跷, 殷私虽然未曾查到要挟痕迹, 却一直派人前来。 这回韭菜已经吃光, 纪元皱眉思索了一阵, 才对两位殷差道。 两位日寻使, 评到觉得此事不简单, 还望两位现在就回去禀告一下城隍大人, 就说黄兴叶此人命格特殊, 似是有了不得的邪恶, 在图谋什么, 望殷私家派人手前来调查。 两名日寻对视一眼, 我等会回去禀告, 带城隍大人断绝。 劳烦两位了。 纪元拱手送别两名日寻离开, 等待了一会之后, 这才目光一闪, 抬脚就在客舍中轻轻一踩, 地面犹如水波一般荡漾湖光。 有请冒前镇土地神来见。 只要你是勾连了这片地脉, 欲当土地神的存在, 再躲也躲不过居神。 室内一阵青烟自地面旋转上, 一名身材勾搂, 穿着黄土色袍子的人出现在在纪元眼前, 一张脸上满是黄毛, 却有人的五官。 一看到纪元, 这土地神就赶忙不断躬身作医。 冒前镇土地, 拜见上仙, 拜见上仙, 上仙乃道妙高人, 您来了就好了, 您来了就好了, 定要为小神做主啊。 这土地的样子和昨日上山求救的黄兴叶和其相似, 让纪元再一次眉头紧皱。 土地公, 请坐下说话, 为何因私找你, 却不现身? 这土地神似乎知道居神这一艺术, 此刻信心大定却执意要站着。 回上仙的话, 这黄兴叶惹到了厉害的东西, 东乐县城隍也未必压得住。 我此前不知情帮了黄家, 这回若非您来了, 我哪敢现身? 看着土地公笃定的样子, 似乎很有些见识, 纪元疑惑更重。 什么厉害的东西啊? 土地公压低声音道, 与人结合无妖邪气, 看似是人实为异类, 同内隐忧长蛇入腹, 非鬼非人非神, 小神也不敢确定是什么, 但着实恐怖, 说话间, 土地公还下意识摸摸左臂, 好似那神像被撕扯自己, 也能感同身受。 那日黄兴叶来我庙中求挂摇时, 其实我并未看出什么, 但因皇家对我见庙有恩, 我便再度了灵气到黄兴叶身上, 让他挂摇更准, 衰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类似城隍这样的神灵, 本身和求问者息息相关, 知道一些情况, 某些是可以直接这样传达。 还有一种情况, 则是人身自灵, 如外地人来城隍庙, 或者其他不问凡人所事的神灵, 就多会用这种方式。 人身自有灵运, 即便是常人也是如此, 不论是民间传闻, 还是一些修仙典籍中都有记载, 人身也孕育各种神识, 身内私职周身脏腑等一切事物, 不过常被意识所压碎神识不显。 土地公祝黄兴叶摔杯, 就是祝他自灵, 自侧, 身内, 灵时冥冥之中自由感应, 这种情况在大起大落的时候尤为清晰, 如黄兴叶这等命格特殊的人也会更准。 也就是说, 那次挂摇其实并非你帮黄兴叶算的, 而是他自身灵运所感。 正如上先所言, 小神我哪有那般法力, 算到那诡异妖邪, 但其人连摔九次都是凶, 我也看出事情不对了, 甚至察觉到黄兴叶身上有一股特殊神气, 已然不闻。 我见识不妙在其第十次摔杯之时, 碎去其中一半。 土地公叹了口气, 继续说下去。 那黄兴叶走后, 我坠坠不安, 明明什么都没看出来, 可挂摇和黄兴叶本身之气都如此诡异, 隐约察觉我可能惹上大事了, 果不其然, 当夜子时就有麻烦来了, 纪圆眼睛一眯, 神像断壁之时, 土地公点点头, 我那庙宇还没见好, 所以晚上并不闭门, 当夜来了一个带着斗笠的怪人, 我只当是个想要在庙中留宿的凡人, 那人静庙就盯着我的神像, 原本正常的眼中隐约现出忧色, 其人腹内也有怪异之声, 光听那声音就让我仿若身陷利恶, 随后骂了一句多管闲事, 就朝我神像冲来, 我当时惊觉不妙, 立刻顿去, 走慢一步, 被撕掉的就不只是神像了, 对了, 发声古怪, 蛇音厚重, 加上腹内响动, 小神当年遇上过一次长蛇鬼, 知晓这是将长长的蛇头藏于腹中的声响, 但此人绝非是鬼, 这土地公一五一时地将自己所知所想说给纪元厅, 也直言不会讲明这种东西给他的感觉极为诡异危险, 本能觉得东乐县城隍也不行, 加上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所以干脆就躲了起来, 反正土地要躲藏是很难被找到的, 童内隐忧长蛇入腹, 土地身居神像, 却也完全看不出来, 从土地公的描述来看, 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棘手啊, 越是这种几乎什么都不显, 却似乎也并不惧怕鬼神的玩意, 也是诡异危险, 纪元这回多少能理解到一点, 很多神妖之辈, 看待他继某人时的感觉了, 土地公, 你口中的那个东西, 是否还在冒前阵范围, 你能否找到他? 听闻这位仙长的话, 土地公摇摇头, 他现在应该不再冒前阵, 在躲藏期间, 小神也根据前后世的情况细思, 令小神不解的是, 那东西更像只是千方百计, 想要令黄兴叶崩溃, 而非真正要杀死或者吞噬这人, 纪元冷笑一声, 哼, 或者说是想要等黄兴叶崩溃神散之时, 才吞噬掉他, 与其说是不想节外生枝, 不如说是不想让黄兴叶气数中, 特殊的那一股察觉逃逸, 土地的话提醒了纪元, 让他联想到了, 黄兴叶身上那股隐晦特殊的气数是什么, 之前观戚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如今看来那是黄兴叶自运之神, 也就是外道传中都只是提到过猜测, 却没实证的人身神, 这种算是天地气灵中的一种, 传闻只在万物之灵的人身上有可能出现, 却少有实力, 与人身神是息息相关, 却又不同, 是人神之精, 换个不算恰当的比喻, 和传闻中人身精同人身的差别类似, 这种身内神灵自然和寻常香火神殴不同, 某种程度上更像极为少见的天地自生神灵, 常言道, 身外大天地身内小天地, 人身神就是身内小天地自运之神, 其中还因五脏精气等影响, 可分类五行阴阳之属, 显山川河流之相, 人身神极为特殊, 虽然见过的没多少, 但外道传提到过, 这种身内神灵甚是机敏, 一旦察觉到不对, 要么自散消行, 要么邪灵顿出人身, 逃入大天地消失, 同时, 这神灵也和人的神识意识息息息相关, 一旦当世人神识意识遭到大起大落的冲击, 显得魂恶之时, 这神灵也会受到抑郁之气影响, 这黄兴页看似仅仅是一个地主和商骨, 竟能孕育出此等神意, 纪元难难自语, 虽然人身神的行程从无什么考据, 但还是很难同上山求救, 怕得要死的黄兴页本人联系起来, 之前在山上虽然窥见到了一丝, 但当时纪元认不出来, 毕竟既没见过, 书上描述也模棱两可, 现在一想才回过未来, 上仙可是察觉出什么? 听闻纪元的自语, 土地公好奇又小心地问了一句, 嗯, 有了一些猜测, 劳烦土地公看顾冒前阵范围, 若能发现那人再次出现, 就立刻来通知我, 领上仙法指, 这个距离完整人身还差老远的土地神, 冲着纪元恭敬的拱手, 在纪元回礼之后, 化为青烟钻入地中, 相较于纪元心中略显不安, 土地公, 这会是底气十足, 纪元有些伤脑筋, 这已经不是寻常妖物骗技之类的把戏了, 对方是想要让黄兴叶精神崩溃, 然后四级抓住人身神, 赤吞还是另有用处先不谈, 本身能发现黄兴叶人身神, 并且认得出来的东西, 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说不准对方对这冒前阵, 乃至东勒县境内的, 一切能产生威胁的事物, 都了如指掌, 除了他纪元, 受到黄兴叶的影响, 最近的黄家上下都比较紧张, 不过因为轻松道长的到来, 黄兴叶镇定了不少, 主人对仆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黄家上下也逐渐安稳下来, 寻田收租的, 拉货收货的, 都是该去就去, 纪元在黄家一住就是半个月, 然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黄家也逐渐安稳下来, 期间, 东勒县殷司那边曾经派出判官和阴阳司大神 都来冒钱镇巡视过, 甚至土地公也主动现身, 将之前说过的一些事, 对殷司描述一番, 只是自那以后, 别说是冒钱镇, 整个东勒县都无事, 好似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不过黄兴叶还是遵守纪元的叮嘱, 一切事物都让下人去办, 自己就是不出黄府, 这一日, 黄府有贵客制, 乃是长川府某个同黄兴叶有生意往来的富贵人家, 长子前来, 黄府上下忙活开了, 黄兴叶正陪同个名叫楚明才的男子一起在客厅中饮茶攀谈, 只是热烈的气氛在纪元走入客厅时就顿住了, 在纪元进来的那一刻, 原本健谈的楚明才话音戛然而止, 转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走入客厅的纪元, 哦哈, 我来介绍一下, 楚贤直, 这位是清松道长, 也是府上贵客, 前阵子黄某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 请道长来驱邪的, 清松道长, 这位是, 纪元抬手制止了黄兴叶说话, 一双法眼已经开到最大, 而楚明才也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死死盯着纪元, 阁下之士又换了一个人参肉壳, 纪元一双眼睛已经撤去障眼法, 苍白无搏好似身弹, 法眼完全张开的情况下, 这楚明才身内隐晦的魔气与身魂结合翻滚, 却不透出体外, 仅有贪婪欲念显化明显, 这绝非一缕魔气, 而是人参真魔, 修行界一个真字用之极慎, 真魔亦如是, 人魔虽然不显, 但欲念却被放大, 若非感受到一股股夹杂着贪念杀意, 纪元甚至没发现正主道了, 而楚明才也十分忌惮地望着纪元, 他听说过皇甫请了个别角道人, 来的时候也没感受到什么特殊的, 若非纪元到达门口, 他甚至都感觉不到任何气息, 只是那被玄仙剑和一双吸附神魂般的双目, 可不是开玩笑的, 相互忌惮之下, 纪元和楚明才心中同时闪过念头, 这是何方神圣, 尊下绝对不是轻松道人, 那齐轩的跟脚我清楚得很, 不过是一个算命的别角道士, 楚明才迷着眼开口询问, 对方显然是等着自己上门,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盯上的自己, 反正黄兴叶这种凡人, 是不可能请到眼前人物的, 眼前之人变成了轻松道人的模样,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布局, 说不准很长一段时间在东乐县游荡算命的, 早已经不是真的轻松道人, 而是眼前这一位, 但既然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看来是有话要说的, 纪元也在脑海中盘算着该怎么说话, 尊下也不是楚明才吗, 明摆着的事情就不说了, 若是方便得话不妨一步一续, 楚明才腹中发出轻微的咕噜声, 好似有什么东西在搅动, 眼神有意无意地撇向黄兴叶, 黄兴叶本人开始还有些猛, 但到底还是聪明人, 从纪元和楚明才简单地交流的两句话中, 就意识到不好, 尤其是现在更是感觉一阵恶寒袭身, 纪元父辈在后的左手已经手心剑翰, 右手却还硬气地伸出来朝着黄兴叶的方向, 虚虚地一等, 我知晓这人身神极为难得, 却不想连真魔都窥死, 但既然我在这里, 尊下还是暂时不要打着注意为好, 你我动起手来, 整个冒前阵乃至东乐县靴第三尺都是轻的, 嗡, 背后青藤剑响起风鸣, 剑鞘上灵运青藤藏风万丈几个大字中, 藏字隐约淡去, 风字则显出豪光, 厅内挂起淡淡清风, 黄兴叶和边上随时的几名侍女顿觉呼吸困难, 而楚明才眼中, 纪元背后仿佛又万丈见光亮起, 一甩头却什么都没有, 我倒为何这黄兴叶能孕育人身神, 不成想, 居然背后引着一尊针线, 呵呵, 尊下说得对, 你我动起手来, 对谁都没好处, 不知有何方便你我虚聊的去处, 到现在为止, 双方都极为克制, 甚至于仙魔势不两立的情况下, 都用着竞称, 纪元对真魔忌惮到了极点, 哪怕仙剑在侧, 自己也十分危险, 楚明才对纪元忌惮同样不清, 更有种对方在案自己已经在明的焦虑, 这回必须得装, 这念头在纪元脑海中升起, 就有了想法, 呵, 你我谁都信不过谁, 肯定不希望离这黄兴叶太远, 好去处, 只能问何事的人了, 说到这纪元, 尽量以不刺激对方的动作, 轻轻抬腿, 往地上一踏, 土地速来, 黄运荡漾而过, 地面烟气随之上升, 土地也旋转着就召唤过来, 楚明才眼神又是一宁, 这是货真价实的居神, 并且运用得如此轻描淡写不说, 居然并无多少法力散意, 言出法随的感觉极为强烈, 心中有些打鼓了, 不可抑制地开始思量, 如何安然脱身, 土地宫从燕絮中一出现, 立刻对着纪元, 宫身作依, 小神拜见上先, 那邪乎的东西并无在冒前阵出现, 小神我日, 土地宫话说到一半, 身子突然僵住了, 本来想说日夜监察不懈怠的话被卡死在喉咙里, 他终于发现了站在上先对立面的楚明才, 这种紧张的氛围下, 虽然明知土地宫是被惊吓到的, 可听到他话语结尾音, 还是有属于上辈子的喜感, 令纪元不由一笑, 在这冒前阵中, 找地方问土地再合适不过了, 土地宫, 我们要找一处亲近地方谈一谈, 不知哪里合适啊, 土地宫顺了顺气, 看看楚明才又看看纪元, 很机敏地察觉出那东西不简单, 否则上先哪会和对方废话, 不过有上先在边上, 土地宫也镇定, 至少上先还有说有效, 对面那货连屁都不敢放, 回上先的话, 不如去我那土地庙庙府内, 虽然简陋, 但既不会有凡人出现, 也不会有阴丝鬼差打搅, 庙府不是庙, 而是庙下土地府, 纪元看看楚明才, 尊下意下如何, 楚明才心中不断思索, 眼神微微闪烁, 这土地神是你招来的, 地方与其说是他定的, 未必不是尊下早定好的, 小小土地哪敢在真仙面前说个不字, 我本就是魔, 以恶度人, 那土地府我可不去, 换个地方吧, 这话说的在场量在河里, 但以纪元的角度看, 难掩心虚一词, 也令纪某人胆气顿时宽了不少, 你虚就好, 虽然我也虚, 但是你不知道啊, 那不若尊下定的地方吧, 我反正何处都可, 便是出了这冒前阵, 也是西厅尊便, 那就在这皇府吧, 楚明才又在位置上坐下了, 黄兴叶留着冷汗, 动也不敢动, 求助的望向轻松道长, 虽然刚刚的对话中听出, 这可能不是轻松道长, 但至少是算是自己这边的, 刚刚楚明才这一须, 让纪元更敢发挥了一些, 好, 皇府就皇府, 未避免打扰, 我看就这样吧, 土地公, 将黄兴叶与皇府上下杂役扑从, 全都送走吧, 纪元说完这句, 主动朝着黄兴叶的位置走去, 现在暮色苍白, 无法给他一个心安的眼神, 但冲他微微汗手, 还是林黄兴叶, 心中安定不少, 领法旨, 土地公不敢怠慢, 领命之后, 率先走到黄兴叶身边, 腾胀冲齐一点, 就和黄兴叶一起消失在地面, 皇家丫鬟杂役之类的, 也先后一一消失, 整个过程纪元一直微笑着注视客厅前方, 看也没看楚明才, 对方也眯着眼坐着, 默许了土地公的动作, 直到皇府上下所有人全都消失, 青藤渐渐撬上的字迹, 才纷纷淡化下去, 恢复了平静, 楚明才面上不显, 心中却莫名松了口气, 刚刚有那么一个瞬间他, 已经做好了报起的准备, 很怀疑在场凡人全都被送走之后, 身旁这一位会立刻动手, 索性只是自己多心了, 纪元已经在心中组织了一会语言, 这会也做出善意举动, 坐在黄兴叶原本的位置上, 提起茶壶, 为楚明才酗上一杯茶水, 然后从茶盘上取个新杯子, 也自己倒上一杯, 这才适适开口, 实话说, 除了玉淮山和通天江, 大征国境内看到尊夏, 也是吓了我一跳, 楚明才自然不会认为, 对方为自己倒茶, 就是示弱, 道庙之人修行随性至真, 行事很多时候, 比魔头还古怪, 看到尊夏, 我也被吓得不轻呢, 看起来, 来这大针凑热闹得可真不少, 连针仙都来了, 喝了一口茶水, 楚明才刻意讽刺一句, 都说到妙针仙道义身长, 难为人间动欲念, 可现在还不是来了, 不过楚明才讽刺也只敢浅浅地在字面提一下, 不敢太过, 简单接触下来, 他已经明白, 论修为论道横, 自己很可能都逊色不少, 更别提对方有灵性非比寻常的仙剑悬于背后, 杀伐之力非同小可, 纪元自然听得出他话中讽刺, 可心中更惊异于楚明才话语中另外的信息, 来凑热闹, 大针有什么热闹可凑的? 老龙知不知道什么? 楚先生怕是误会了, 彼人本就是大针国土之人, 当然了, 那会这还不叫大针, 但彼人确实并非从外方之地前来。 嗯? 楚明才转头看了看纪元, 大针境内除了一条真龙, 居然还有尊下这种真邪, 那老龙不知道吗? 纪元做出很是奇怪, 但真情的表情看看他, 因老先生就算知道, 难道就得到处大声嚷嚷, 让别人也知道? 我与那通天江一脉乃是故交, 龙子龙女都得喊我一声叔叔呢? 这是大实话, 纪元说得毫无压力, 却听得楚明才的人身都下意识响咽口水, 完全是这身体以前的生理习惯反应, 还好克制住了。 仙妖也大多相互不待见, 楚明才方才可没想到这两家居然认识, 会不会是假的? 然后纪元又补上了一句, 前些日子我还给通天江传书, 说我准备在这东勒县小座, 以那老龙的性子, 说不准很快就会来找我, 嘿嘿。 纪元这句话阐述的是一个事实, 却是一种隐晦的威胁, 也令他终于在旁边之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反应, 其身内魔气动荡了一下。 虽然比较克制, 换别人未必看得出来, 但纪元现在一直忍着酸痛睁大着眼, 一点破绽都逃不过法眼照见。 不过纪元现在心中如猫爪一般的, 想要知道真魔口中的凑热闹, 到底指的是什么? 听起来像是大真境内会有什么特殊的事。 这回天色开始暗下来, 不过并非天要黑了, 而是边会聚起阴云。 轰隆隆, 昂吼, 雷鸣声中, 隐隐夹杂, 这一阵隐晦的龙吟, 寻常百姓听不到, 可纪元和楚明才的脸色都变了, 纪元是眉宇间展现喜色, 后者则是脸色难看至极, 连妆都装不住。 因老阁好助攻, 纪元忍不住在心中喝彩,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真是巧了, 才说着呢, 这老龙就到了。 见到楚明才难看的脸色, 和透露出来那股阴郁的气息, 便是纪元如今的心境, 心里也有种莫名的畅快感。 别看这老龙都一千岁的年纪了, 其实有时候还是蛮小心眼的, 若我同尊下在这里喝茶, 却不知会他, 定时会一直记着, 上次他受尘, 我就吃了这亏, 还是得叫他一声。 纪元讲的基本全是真话, 却听得边上楚明才差点捏碎茶盏, 偏偏嘴里酝酿了半天动不出一句话来。 并不是想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来阻止纪元叫老龙。 而是楚明才现在已经深刻明白了什么叫做形势比人强。 不过纪元还没想好用什么合适的办法提醒老龙自己在这, 就发现有混杂着湿气的清风吹来, 纪元下意识地伸出右手。 一根长长的发丝飘荡在风中, 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他手中。 纪元面上没什么表情, 但心中却有些诧异地在想, 这头发怎么回事, 在长发飞入皇甫范围他就已经有细微感应, 并且明白这不是老龙施法送来的, 而是长发自己回来的。 楚明才的注意力也全都锁在纪元身上, 甚至短暂忘了有真龙在天空游夜。 比起纪元,楚明才看到了两点, 长发自规只是其一, 哪怕毫无法力痕迹却没纪元感受深切, 重点在于连纪元都没有留意的第二点。 带着一丝丝朦朦朦雨的风卷入室内, 也不免将灰尘带起, 可尘土到了纪元身前却自动滑落, 以真模的视线角度, 有些微小的灰色水珠沾到纪元衣服上, 竟然玄奇地出现了水珠留存而尼垢自离的现象, 这可绝不是必尘术。 这期间,楚明才也细细观察纪元表情, 发现其人主要还是在看那灯头发, 对于自己身上的其他事毫无所觉, 或者说并不在意, 不造不作自然无比, 更不用说用什么术法了。 常言道从细微处见真章, 这种情况乃真模此生仅见, 哪怕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但心中自然而然地冒出无垢真身这么一个恰如其分的心词。 边上这人, 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更了不得, 大真这块土地上, 居然一直藏着这么恐怖的一尊真仙, 各界十方居然都不知道, 这么一回功夫, 纪元已经短暂戏瞧过自己的长发, 带着试试看的心情, 干脆摘了头顶道观, 将长发往头上一送。 头皮微微一痒, 长发居然又长了回去, 连纪元自己的在心中嘖嘖撑起。 呜,呜。 客厅前夹杂着懵懵细语的风越发大了一些, 这回就明显有些不正常了, 也将纪元和心中忐忑的楚明才两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客厅前方。 啪哒,啪哒哒哒, 客厅敞开的门板也在不断摆动, 发出的响声诉说着风向的混乱。 一股子心语气息浓厚起来, 黑云压末般的感觉驾临整个东乐县范围, 茂前镇这边也是天色变暗,视线昏尘。 轰隆隆,天际雷霆作响, 闪电将这一片短暂照得惨白。 在这电光照亮天地的时候, 皇甫客厅前已经站立了两个锦袍之人, 一清一老, 正是通天将阴家父子, 混杂着灰尘和懵懵细语的狂风围绕着他们。 咕噜,楚明才端着茶盏, 重重咽下一口茶水。 我就知晓,顺着那根头发, 准能找到纪先生, 不过倒是没想到还有惊喜, 老龙的声线开始还爽了, 后面就略显压杀了, 因为有龙气不断从嘴角溢出。 龙子英风比自己父亲更现实一些, 扫了一眼楚明才, 然后将视线集中到纪元身上, 恭敬地冲他作一。 小侄见过纪叔叔? 嗯,那条大鸣鱼滋味鲜美, 成殿下的情了。 英风这回这生纪叔叔叫德纪元还是挺舒坦的, 毕竟应景, 平常觉得这笼子太馋人, 现在看就别提多顺眼了。 本来还维持严肃的英风, 伸不住了,满脸喜色就爬上面部, 心中窃喜更深。 嘿嘿嘿, 纪叔叔喜欢就好, 我那其实也就是顺手为之, 不过看到这气氛, 英风也就是卖了乖, 就适可而止地收口。 纪元这会也起身冲着老龙拱手。 英老先生别来无恙啊, 请来喝茶吧。 老龙也拱手回礼。 自然好得很, 洛飞忙中前后, 我奔波多处较为繁忙, 早就来这宾州拜访纪先生了。 不过今日来得倒是很巧, 嘿嘿嘿, 老龙笑起来, 视线余光一直盯着楚明才。 瞧得很, 瞧得很啊, 嘿嘿嘿, 纪元也是附和着一起笑笑。 这双方自顾寒暄对话, 看似完全没有涵盖楚明才这个外人, 可巨大的压力, 却全都会拢在这桌岸边, 独独压向他一人, 令真魔感觉泰山压顶之鱼又如坐针毡, 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于是乎片刻之后, 皇家客厅的座局产生了微妙变化。 纪元和楚明才依然坐在上手左右, 而老龙英红和龙子英风则坐在楚明才这一侧的两个片座上, 这真魔算是正好被夹在中间, 一张脸从刚才开始就一直阴沉难看。 哦, 原来这黄兴叶孕育了人参神? 这倒着实是少见啊。 刚刚听完纪元粗略说了一遍前因后果, 老龙也是惊讶了一声, 然后再一次对楚明才行注目礼。 嗯, 英家父子两双龙目一起。 是啊, 确实少见, 纪某也着实惊讶了一番。 既然之前已经被老龙叫破季先生的身份了, 纪元也就不再比人了。 这会谈完这些基础前提, 接下来就到重头戏了。 纪元放下刚喝了一口的茶盏, 再次提起茶壶主动帮楚明才续上一杯, 嘴角流露着微笑。 看来尊夏倒是个喜欢喝茶的, 饮茶颇快, 琐事过后也该继续谈正事了。 说话间, 纪元也看了看老龙, 再视线回转到楚明才身上。 实不相瞒, 尊夏之前说来凑大针的热闹, 究竟所指何事? 我闲散惯了消息闭塞, 还真不清楚。 楚明才张了张嘴, 一个词, 自才吐到一半, 老龙就带着诧意开口了。 纪先生竟然不知道? 哈哈, 也是也是, 就是我也才知道没多久。 而纪先生就喜欢咸鱼野鹤那种日子, 更不可能去打听什么消息。 老龙手指一勾, 茶壶飞到了身边, 自动给自己的茶盏倒上一杯茶。 传闻天玄洞天内天机阁中, 仓悟到画室的三位长嘘翁, 在数年前油杆而挂, 废石一载而挂成, 得出东土云州南角。 嗯, 差不多就是大针国境所在, 引现气数大胜之相, 无穷道元之机, 隐秘其中。 还有呢? 没了, 听说天玄洞天, 现在已经静止大开完全封闭了, 天机阁谢绝一切拜访, 三位长嘘翁, 貌似都受了重伤, 也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出来的。 楚明才终于找到机会说一句话, 似乎是为了缓和气氛, 语气也尽量轻柔。 这等是能传出来, 本就蹊跷, 所以说真说假的都有, 又无法同天及格求证。 所谓大针的热闹, 就是自此而来, 我也是过来看看, 见到黄兴叶孕育, 人身神, 一时好奇, 多瞧了一段时间, 老龙冷眼看向他。 哦? 那你这句肉身呢? 之前那些事呢? 我这老朋友, 虽无什么妖仙魔的偏执之念, 却最讨厌歪魔邪道作恶, 别看他笑呵呵和你喝茶, 青藤剑中郁郁的万丈剑翼, 说不定都快压不住了。 嘿嘿嘿嘿, 龙子英风很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反正自己老爹和季叔叔都在, 他毫无压力, 看热闹不嫌是大吗? 老龙这话听得楚明, 才颇有种要流冷汗的感觉, 余光瞥向纪元身后仙剑, 明明安安静静, 甚至毫无建议见其流出, 可这回莫名有种, 不动则以移动惊天的感觉。 左有真龙右有真仙, 真龙乃千岁老龙, 真仙更深不可测, 一种这或许是长久以来最危险的一刻了的明雾生起。 老龙的那威胁的句话, 确实吓到了楚明才, 但纪元这回清楚, 眼前的真魔在但凡有一点余地的情况下, 绝对不敢随便报起。 不过即便如此, 在楚明才心中, 认为此刻老龙已经释放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甚至很可能是刻意在会之边上这位真仙, 告诉他, 咱是不是该动手了? 心中若磨念不胜, 即便是我也无法轻易入主, 躯翘如必驱使。 说白了这楚明才和此前亏似黄兴叶家业的黄氏河, 都是一丘之河, 算不上什么好人。 楚明才讽刺意味明显地大声说出这句话, 面上表现得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况且, 纪先生同我在这聊这么久, 不外乎是顾虑东乐县苍生。 难得见到纪先生这等对妖魔人神君无偏见的真仙, 我也卖两位先生一个面子, 答应你们不会在大真境内随意出手, 更不会再动纳黄兴叶。 楚明才这句话说得相当有水平, 隐晦服软的同时也带着威胁, 我是忌惮你们, 但如果你们真撕破脸动手, 这东乐县乃至这大真也得给搅的生灵涂炭不得安宁。 这句话一出, 老龙面露冷笑没有说话, 纪元也双目也略微眯起, 就连阴风都不敢吱声了, 这氛围看起来比刚才还紧张。 整个皇甫范围已经隐约弥漫了一股淡淡的龙气, 家宅范围的蛇虫鼠蚁纷纷仓皇出逃, 小动物的动静为这昏暗的厅室内更增添了一分压抑感。 轰隆隆, 天上雷霆炸裂, 将两条龙的表情照得极其可怖。 咔嚓, 楚明才一直握着的茶盏都裂开一道细纹, 刚刚那句话似乎说得起了反作用了。 龙族大多脾气不好, 老龙的脾气纪元也是清楚一些的, 对于看得顺眼的怎么都顺眼, 对于看不顺眼的怎么都不顺眼。 虽然讲道理, 但绝对是头顺毛驴, 这占据楚明才肉壳的真魔略带挑衅的话可不妙。 应老先生且先消消解。 纪元适时出声开解了一下, 虽然明知老龙是有分寸, 可也架不住这气氛实在太压抑。 尊下所言也有些道理, 我等动手确实动静太大, 不过这楚明才和黄氏和氏和氏和等人也不过是尊下一面之词, 身为真魔, 只要愿意,便是十足的大好人也堵不住你的侵蚀, 这样吧, 找东乐县因私查一查这两人品性, 若如你所言, 今日就放尊下安然离开, 若有所偏差, 尊下好歹也得有所表示。 听到纪元这话, 楚明才心下狠狠松了一口, 这已经算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了, 哪怕黄氏鶴和楚明才也不算多坏, 但那句有所表示, 至少也比刚才剑拔弩张要缓和多了。 如此劣势的情况下, 同时和真龙真先动手, 结果极有可能就是生死盗销, 他可不敢尝试, 哪怕一次, 便听纪先生所言吧。 楚明才赶紧表态, 老龙N了一声也没反对。 纪元缓了口气, 抬起左脚轻踏地面。 土地宫 一声令下, 居神而现, 土地宫再次转着青烟出现在纪元身侧。 老龙和龙子两双龙木, 这一刻全都转过来盯着纪元和土地。 老龙还好, 鹰峰更是忍不住面露惊涩。 居神这种艺术, 听过大明的部首, 见过的真没几个, 但居神的特征又太过鲜明, 只要有点见识地, 看到了就绝对分辨得出来。 鹰家父子也是头一回, 瞧见居神现场。 土地这回出现, 已经做好了抗压准备, 只是即便如此, 一出来就是一阵哆嗦, 这厅内龙气太盛, 太令人难受了。 说白了他不过是个刚刚见妙的, 都没什么香火, 虽然开始勾连地脉, 但本质上更接近精怪, 哪受得了这份压力? 根本不敢回头看一侧的两条龙, 土地公强提着气象纪元问礼, 冒前镇土地, 拜, 拜见上线。 这里的情况, 想必土地公也看到了, 我旁边的字不必多说, 一侧两位乃是通天江真龙和七龙子, 算是彼人之友, 请土地公速去通知东勒县殷司, 就说, 我们想劳烦殷司查一查楚明才和黄世贺身世品性。 纪元简单说明了一下, 不想让土地公在这环境待太久。 小神领法指, 小神告退。 土地公领命之后, 几乎跟陶一样顿入地中。 等土地公一走, 鹰风就率先憋不住了。 纪叔叔, 原来您会居神啊? 哎呀, 以前怎么没见您用过呀? 这艺术难不拿, 小植有没有可能, 阿可? 老龙咳嗽一声, 制止了自己儿子有些丢脸的兴奋进。 自己儿子的前半段话, 着实有些搞笑了, 纪元会居神, 还能在你面前居神玩? 你当这是什么纪数的手段? 不过后半段话吗? 老龙看了看纪元, 又教训龙子一句。 居神乃神异之术, 非道妙真修炎出法随者不能成就。 你还差几百年呢? 可以的, 不知为何纪元有些听出老龙的话外音了, 意思是我就不差那道行了, 但居神不同于藤云御水之类的东西。 老龙也不好意思开口的, 纪元也就装傻了。 先人一句话, 小神泪断腿。 土地神以十万火急的速度, 闪现在自家土地庙前, 要通知, 自然是通知就在镇内的阴差鬼神。 他冒前镇土地, 还是不会随意跨出镇子范围的。 方才皇府的动静土地神, 自然早就告诉了阴丝, 所以这回阴丝已经加派人手严镇以待, 各司大神旗帜, 阴差也来了不少。 之前土地宫前一刻, 还在和他们说明情况, 后一刹那, 突然半句话没讲完, 就窜入地中消失。 一众阴差还纳闷呢, 就见黄运一闪, 土地宫再次出现。 呼,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当的土地神不容易啊。 土地宫心有余悸地这么说一句, 赶紧同阴丝, 各位见礼。 诸位, 这次出大事了。 那边在我们察觉不到的时刻, 又来了真龙。 上先需要, 土地宫到豆子一般加重语气, 将事情简明恶药地说了一遍。 一众阴丝鬼神听完, 下意识抬头看看, 这泼沫一般的乌云, 原来是有龙非智。 土地宫传达完事情可以松口气, 立刻离去的阴丝鬼神, 可就忙活开了。 皇室和还好, 东勒县阴丝里翻番就能找到, 可楚明才本不是东勒县人, 乃是长川府府城之名, 随意东勒县城皇亲自到东勒县某处边界, 摆开招魂铃, 引长川府日游神前来, 随后将情况说明。 不消两颗时间, 长川府阴丝震动, 府城皇亲自邪书前来东勒县, 小小的冒前阵内, 鬼神云集。 又过去片刻, 土地宫从皇府客厅内顿出地面, 手中托着两本凝聚着阴气的布册, 这两本书上还夹着阴木书签, 已经翻好了皇室贺和楚明才的页面。 上先, 这就是包含了皇室贺和楚明才的绅士名录, 分别来自东勒县阴丝和长川府阴丝, 书签已经标好页了。 这次土地宫说话利索了一些, 但视线依旧只敢看纪元, 不敢乱瞥。 好, 这里对你来说太过压抑, 先退去吧。 谢上先体谅小神, 小神告退。 土地宫如蒙大赦, 赶忙退去, 反正这里不会有谁破坏阴丝不测的, 就算有他能阻止得了。 纪元就将书在桌上翻开, 就这么念起阴丝最近一次的批语。 黄世贺, 冒前阵人士, 辛丑年辣月子十二可出生, 其人, 善疾善度, 呲牙必报, 读完黄世贺, 纪元换一本念。 楚明才, 长川府粤安方人士, 两侧的相关内容都读完, 楚明才心中喜忧参半, 年纪大些的黄世贺, 品性恶劣, 确实不是什么好货。 可年纪轻一些的楚明才, 却算不坏得多夸张, 顶多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有些顽固, 以及十分好色, 常去青楼烟花之地, 府上有点滋涩的丫鬟都温存了个便, 偶尔也会调戏下看得上的良家, 但若你轻我不愿, 也无更多愉悦之事。 纪元读完阴丝不测的批诸内容, 厅内就又安静了下来, 只有偶尔天空的电闪雷鸣带来一些吓人的响动。 尊夏觉得此事该如何了结? 我也不妨直言相告, 若非尊夏是真魔在此, 换个小妖邪, 这会早已经生魂俱灭了。 纪元沉默了一会, 以不清不淡的语气, 直接把问题甩给当事人, 魔。 冒前镇上, 常川府城隍和东乐县城隍等鬼神 都等候在皇府百丈以外的距离, 或焦躁或镇定, 但却都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轰隆隆, 天上雷霆再一次响起, 在闪电照亮大地的时候, 皇府客厅轰隆一声也炸开一个天窗大洞, 更有腾腾黑紫色魔气, 四光四烟的急速升起。 昂吼, 有龙银声在皇府中传出, 整个冒前镇上的人和鬼神都仿佛有短暂的身影不稳, 好似大的晃动了一下。 争, 同时刻, 清脆的剑鸣声响起, 天地仿佛在一瞬间亮起。 一只混合着风尘细雨的模糊龙爪探向空中, 一道剑光也一闪而逝。 好似无穷气流, 在细雨中爆开。 轰,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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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前镇这一刻狂风大作, 无数大树东摇西摆, 很有不少百姓人家的防射瓦片都被掀飞, 而天空磨气也已经消散无形。 皇府内, 青藤剑已然归翘, 老龙和纪元已然坐在原处好似没动, 针磨原本的位置坐以粉碎, 楚名才的尸身瘫倒在地上。 蒙蒙细雨从客厅上的孔洞中飘进来, 鹰峰有些亢奋地站着, 看谈那个大洞又看谈自己老爹和纪元。 爹, 纪叔叔, 你们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 不该将这家伙留下吗? 老龙冷哼一声。 啊, 你当那是谁? 才画型的小妖怪。 真动起手来, 是什么后果? 说到这, 老龙又是冷笑一句。 嘿嘿, 你纪叔叔这法子也阴损着呢, 先发天魔雪是不得再入大针, 然后龙他先跑。 我们两不动的情况下, 只出手一次, 可同时中了乾龙探爪和仙剑风锐, 便是真魔也够瘦了, 换成你, 当场就行销鼓励了。 龙子阴风撇撇嘴, 嘀咕一句。 但还不是被他跑了, 老龙放下茶盏, 笑呵呵地望向自己儿子的背影, 让后者感觉身子一凉。 纪元则轻轻闭上眼, 缓和双目早已难耐地酸痛,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结果已经算是很好了。 此刻带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那逃入钢风中, 直直往北方逃窜的真魔, 虽然抑制不住魔气散意和那股钻心的疼痛, 但依然庆幸。 只挨了这两下, 这结果算是很好了, 真魔中了那两下, 也不是单纯让他受伤的, 算得上是留下一个印记, 三者谁都明白, 这种痕迹短时间内很难消去。 往往有时候当事人以为已经痊愈, 但实际上依然有所残留, 等闲上百年内不能磨灭。 这能确保这真魔此刻定是拼命往大真境外逃, 根本不敢停留, 毕竟老龙和纪元没有发誓的, 算是一条不平等条约, 真仙的话还能信, 真龙反复可说不准。 爹, 纪叔叔, 你们说这魔头到时候会不会反悔, 回大真使唤? 龙子鹰风虽然同样对大真心衰兴趣不大, 但不代表喜欢有真魔这种邪乎的东西, 在自家生活的土地范围搞事。 老龙看了看闭目养神的纪元, 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 至少在彻底消去我和你纪叔叔那一首的影响前, 他根本不敢对大真有任何想法, 便是他自行彻底抹出了影响, 再来大真也得千方百计躲着我和你纪叔叔, 一旦被我们再次发现他的存在, 加上血氏影响, 他见我们等于自削九成力, 交手则誓约之力同起, 斩之必死。 听到这, 纪元睁开眼看看龙子, 笑道, 便是你, 他也不敢撞见, 真魔虽诡辩无常, 但历时之刻, 我们三个都是见证者。 那天魔血氏的内容很简单, 不能再入大真, 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大真伸手, 到了真魔真龙这一级数, 并不存在什么纪元上辈子的邪约文字游戏, 一切誓约随乎本心大道, 虽然魔头假话连篇玩弄人心, 可也得分对谁, 这次被逼着立下的誓约可不是玩玩的。 所以, 龙子还要有些疑虑, 纪元这种能感受天地契机的, 和老龙这种本身见多识广道横强的, 都已经安心了。 但皇府里头的两龙一人已经安逸下来, 皇府外头的鬼神土地乃至皇家人可焦虑得不行。 长川府城隍法乡助力三丈高, 目光盯着刚才起过变化的天空, 这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看起来依旧有种山雨欲来的压力。 土地公, 你说上先能压得住那邪物吗? 里头真就只是在喝茶。 有判官再一次询问一边的土地公, 毕竟只有他见过几次实况。 土地公底气倒是足。 肯定没事的, 我虽然道横浅薄, 但也能感觉出来那邪物气势处在下风, 况且不是还有真龙在吗? 龙鼠性格难测, 不好说的, 其实判官还想说一句龙鼠毕竟也是妖泪, 可想到离得这么近, 而且对方是真龙也不敢多说什么。 你们说, 那邪物究竟是什么来头? 定非寻常要挟, 否则上先还需如此。 不错, 我等便是站在这里都无法察觉皇府意啊。 方才像是魔器, 又绝不同。 确实有些像。 刚刚那短促斗法, 是为何事? 不清楚啊, 看起来并无权力相斗的意思。 也只能等结果了。 这边议论中, 皇府那头却有一身着道袍的人影走了出来, 那人并未带着道官, 在蒙蒙细语中也无任何神意之处显现。 但所有鬼神当那道人却全都精神一震, 通过土地宫, 一众鬼神自然知晓那是谁, 纷纷拱手问礼。 见过上先? 拜见上先? 面对几乎可以认定是传说中真仙一击的存在, 便是长川府大城皇也不敢怠慢礼数。 来人正式纪元, 人家一众殷丝鬼神为了今天的事, 怕是鸡犬不宁了, 出来见一见到生谢是基本的礼貌, 至于老龙, 反正懒得见这些鬼神, 就先飞走了。 见鬼神行礼, 纪元赶忙拱手回礼。 诸位不必多礼, 此次是出警级, 也多亏了诸位的相助, 才能妥善解决。 这是两本身世名录, 请两处殷丝收好。 纪元说话间将两本殷丝不测送出, 飞入两方殷丝判官手中。 长川府城皇帝位, 上仙,那通天将的龙君和里头的东西呢? 纪元指了指天上, 龙君肆与繁忙, 先行离去了。 而原本占据楚明才肉壳的, 乃是一位真魔, 其已被迫立下天魔血世, 不再入大针, 在受了我与龙君一击之下, 负伤逃离了大针。 真魔? 听闻者皆是在心中一惊, 又有些庆幸, 这种诡异危险的邪物任谁也不希望遇上。 此事已了, 皇家人就劳烦土地公将他们接回, 那楚明才失身上在皇府, 如何善后我就不便管了, 希望诸位能够妥善处置。 这种琐碎的事情, 在场鬼神也不敢劳烦真贤。 上仙请放心, 我会让长川府楚家殷私中尚有殷寿的长辈托梦给家中之人, 让楚家明白, 儿孙被邪魔所害, 不会迁怒皇家。 有长川府城皇这句话, 自然少了很多顾虑, 届时就算皇楚两家再有纠葛也是人心私事了。 有劳府城皇了, 也有劳各位, 我就先告辞了。 纪元再次拱手行礼, 然后对着土地宫轻轻汗手两下, 这才脚下升起云雾, 有缓之快, 顿入天空乌云之中。 片刻之后, 并未下什么大雨, 天上乌云就尽数散去。 这一天, 对于皇家人而言, 自然忐忑不已, 对于一众鬼神, 尤其是土地宫来说, 更加惊心动魄。 凡人只知妖邪之险, 不知其中细节, 而对于鬼神来说, 真仙、 真龙、 真魔, 哪一个都是如云雾传说一般的存在, 今天一下遇上了三个, 而且差点在这东乐县动手, 一旦有个, 好歹就是地龙翻身般的动静, 说声万幸, 绝对不过分。 云山, 烟霞峰云山关内, 纪元和老龙以及龙子一起回到了这里。 才到到关门口, 正打算出去捡柴火的奇闻, 就见到了三人, 顿时兴奋地大喊起来。 纪先生, 师父纪先生回来了, 纪先生回来了。 什么? 纪先生回来。 轻松道人也从里头跑出来, 惊喜地看着纪元三人。 穿着道袍的纪元, 没胖没瘦, 边上的老者和青年男子一声紧袍精神抖擞, 看起来也不像妖邪。 哟, 这一位就是那个敢自夸厨一笔肩仙斧侠鹿的轻松道人。 龙子见到轻松道人就调侃一句, 然后变戏法一样从身侧提出一条半人高的大雍鱼。 这是通天江的大仙雍? 我看看, 你能做出什么人间美味来? 这么大一条鱼? 我能提一下吗? 齐文眼睛瞪得老大, 好奇地走上来, 龙子于是就将鱼交给了他。 这鱼才一入齐文的手, 刚刚明明和死鱼一样不动弹的大雍鱼, 突然就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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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颠了起来, 让齐文摇来摆去差点抓不住, 也顾不上弄脏衣服了, 赶忙死死抱肿。 这鱼是活的? 你们怎么带着它登山的? 好重啊! 师父, 这鱼得有四十斤不止。 齐文一边说话, 那大鱼一边在其怀里颠簸, 很是喜感。 实话说, 换个寻常男子, 这回已经抱都抱不住了。 啊, 都别站在外头, 快请进快请进, 有这大鱼, 今晚我一定做一顿好菜。 齐轩招呼的时候, 纪元向着老龙迎手做请, 几人随后才一起进了道观。 在店前稍作介绍又看查之后, 轻松道人找准一个空隙, 将纪元请到一边的厨房内, 瞅着那头坐着的两名紧袍者, 老的闭目养神, 年轻的郑和齐文聊天。 齐轩小声询问纪元。 纪先生, 那两位面相看得我云里雾里, 也不是烦人吧? 啊, 老毛病又犯了不是? 三分敬畏, 七分平常就行了。 纪元不以为意地笑了一句, 没说破什么就离开了, 事到如今, 和英家是真的没什么身份的了。 厨房里师徒两忙或者料理大鱼, 倒灌主店前搬出来的小桌边, 纪元和老龙则聊着今天的事, 和天机阁的传闻。 原本天机阁之事, 我只当个笑话, 不成想连真魔都引来了, 只不过他比较倒霉, 正巧碰上了纪先生。 这笑话可不好笑了, 只希望别有太多好事之徒, 因老先生也虚动一动啊, 这大真毕竟是你我生息之所。 老龙品了品道观的猎茶, 有些喝不惯。 那是自然, 话说回来, 玉淮山那些家伙, 虽然不顶什么用, 可这反应也太迟钝了。 老龙这句吐槽, 也提醒了纪元。 大真虽然在东土云州南角这种偏僻地方, 不知道囚风在玉淮山是个啥位置, 也不知道魏家人上山没有, 纪元现在拥有的杂书中, 成书者多为仙道之人, 对于仙府名山圣景的描写有, 但对于仙府内部的一些事, 讳莫如深, 所以他也不清楚仙府中的具体情况。 想到这里, 纪元, 借由最近抽空, 看借自轻松道人的书册所学的精细挂术, 摸出那块魏家玉佩感受契机, 掐指算了片刻。 和纪元之前所绘的一些奇怪能耐一样, 初次尝试掐算又是一种野鹿子, 但效果却不错, 心中生起某种名物, 知晓未家之事尚未进全宫, 更有一个大约在三年的模糊时间契机。 轻松道人仕途两道底, 也不是傻子。 虽然纪先生没明说什么, 可这两位锦袍人是不是凡人, 已经够明显了。 这个时代可不是纪元上辈子那会, 没那么多可靠运输手段的, 一条出自通天江的几十斤重大拥有活着提上山, 加上看不清面相, 怎么着也是神仙中人。 拜这条大鱼所赐, 云山关的厨房里从鲨鱼到蒸煮都一阵鸡飞狗跳般的热闹。 得亏了灶台和锅都够大, 否则要烹制那个大鱼头都有些困难。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除了青菜果蔬和一些腊肉, 重头戏自然全是鱼肉。 山里野生的老江, 配合山下百姓家购买的新鲜酸白菜, 再加上老花椒和一种叫辣子干的佐料, 调和出一种鲜咸带微辣的鱼头汤。 一张八仙桌摆到了道观前院, 除了围成一圈的菜, 最瞩目的就是一口大锅。 没错, 因为没有足够大的碗, 又不想破坏鱼汤的完整, 青松道人师徒两将一口备用锅当成了成菜用具, 垫上四块合适的石头, 直接端上了桌。 这种吃法算是比较新奇, 调味也确实还可以, 加上今天的好心情加成, 老龙还不觉怎么样, 龙子英风倒是吃得酣畅, 觉得青松道人厨艺确实还过得去。 对于两龙来说这顿饭, 其实也就尝尝味道, 想吃饱是不可能的。 菜是家常菜, 酒是那天黄兴叶送上来的地方酒, 算不上什么珍惜, 但气氛却比当初水斧寿宴那回还好一些, 便是听青松道人那些做死算命的故事, 也是令饭桌去一顿生。 待到九族饭堡, 天色也已经完全黑了。 英家父子两同纪元, 在冠中院内谈天说地的, 又是聊到很晚, 主要由纪元和老龙聊, 一个上辈子千奇百怪的知识储备放在那, 加上这辈子的心境和感悟, 谈什么都能说得上几句, 一个本身道横和阅历在那, 讲什么都有自己的见解。 纪元会忍不住问问自己不知道, 却又感兴趣的, 比如, 现今十方各界地狱的情况, 听听老龙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老龙也会本着好奇心, 问问自己想了解的, 比如顺嘴提了一句, 激州春会府边缘的那道剑痕, 纪元也就组织语言, 将当初人在一周飞溅千里斩妖邪的事情说了一下, 言辞虽然简单, 却令龙子和两个道人都心驰神往。 当然, 话题有时候也会乱飞, 比如, 因为纪元顺口提了一下晚餐的鱼肉, 就拐到了如何烹饪银俏子那般水之精的上面, 跳脱性也是有些强的。 纪元聊起了兴致, 不论是他自身的好奇疑问, 还是一些讨论话题, 老龙都能讲上几句,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就很少能聊得如此畅快, 他自觉老龙也是差不多心态。 更难得的是, 他们两个都没什么旁之末节的顾忌之处, 交心之中照见真性情, 想谈什么谈什么, 可以数落线人, 也可比喻其他龙数。 随后从星斗日月到万物生长, 从妖魔奇路到正修正道, 从王朝更替到世家兴衰, 随心所欲无所不谈。 有些道理探讨到最后, 难免会卡壳, 这种时候, 纪元往往扶置心灵的, 会回忆起上辈子一两句皇庭道德之言, 脱口而出, 则其意自见, 这天聊起来, 就越来越有种弹悬论道的感觉。 越是到了后面, 连龙子阴风都不敢随便插嘴, 只是细细倾听。 啊, 困了困了, 纪先生, 你们聊, 我想去睡觉了。 嗯, 我也是, 两道人的哈欠声, 算是让话题暂止。 齐轩和齐文对于很多事, 只能听懂一点点, 大多都是听得云里雾里, 开始还能凭借好奇心陪坐, 现在早就扛不住困意了。 哎哎, 别走啊别走, 听了有好处的, 你们两个道人不知好歹, 知不知道今晚这一场, 世间有多少高来高去的家伙, 求都求不来的。 龙子阴风硬拉着轻松道人和齐文不让走, 两个哈欠连连的人, 只好求助纪元, 他们不是傻子, 当然能分辨其中一些内容奇异之处, 可是开始还好, 到后面, 越听, 头脑越胀, 这会实在是撑不住了。 让他们去睡吧, 两位道长可不比殿下, 你体魄强健。 纪元都这么说了, 龙子只好松开了手, 看向齐轩和齐文的眼神, 带着那种惋惜的意味。 等两道人一走, 满心期待能继续听下去的龙子发现, 自己老爹和纪叔叔都不说了。 老龙慢慢站起来, 冲着纪元拱了拱手。 童纪先生一夜畅谈, 老朽受益匪浅啊。 纪元也是起身很郑重的回礼。 彼此彼此, 纪某也是收获良多。 龙子略有愣神, 望望东方色彩, 虽依旧灰蒙, 却敢黎明将至, 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一夜。 而此刻, 老龙和纪元都已离桌。 时候差不多了, 老朽也该告辞了, 下回新酿龙咸香, 定会第一个来找纪先生供应。 嗯, 下次我也会去园子铺 买些年份酒的千日春, 让老先生频频滋味。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老龙笑竹颜开, 看看还在桌前的笼子。 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 哦, 啊? 爹, 这么急着走干嘛? 童天江那有妹妹呢? 你又不是江神? 老龙摇了摇头, 另抓住笼子, 就话影飞去。 再留下去, 自己儿子估计要厚脸皮球似了。 纪元目送龙影飞走, 心情舒畅至极, 这一夜聊下来, 老龙说自己受益匪浅, 那他纪某人就更是如此了。 打算去看看日出,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事。 纪元轻身一跃, 如飘絮一般, 跨出云山关, 直直落到了灌外厨房边一处灌木前, 弯下腰探手伸到灌木下摸索一下, 就拎出两只毛色灰中带白的小东西。 正是两只旧伤未遇的雕, 这会已经昏睡过去。 则则则, 你们俩也是运到好, 不过若在这昏睡被山猫鸟兽吃了去, 可就未免太惨了, 换个地方睡吧。 再次起身, 一跳跃入云山关中, 纪元甩着柔镜, 将两只小雕搜得一下丢入倒灌厨房, 投到了柴火堆下, 自己则踏云往云山关日风而去。 太阳之力引心火旺盛, 心火引生皮土, 皮土蕴生费精, 费精化生肾水, 肾水滋润干木, 五行往复生生不息。 纪元自觉修行精进无碍, 在云山中修行体悟数法神异, 有时在烟霞风, 有时在观日风, 有时又会在其他风头。 有时在清晨演化云海生腾白雾潮生, 有时也会在傍晚体悟太阴太阳平衡之刻的阴阳事变。 没人打扰也杂念的情况下, 往往试验一个借清风以传神的设想就会用去数日, 甚至纪元还会同孩子一样踏云追逐一股清风, 想要复刻神髓上去。 而不断尝试将三昧真火引出, 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纪元少部分时间会在云山关睡, 大部分时间则直接在山中坐, 不是不想睡床。 而是体悟数法玄妙, 很容易忘了时间, 真就废寝忘食。 有时候一不留神, 时间居然就是一寻一寻地跳。 转瞬过去一年半载, 纪元也不得不感叹, 山中无岁月。 期间也有黄兴叶再次拜访云山关等琐事, 但都和纪元无关。 作为招邪事件的当事人, 黄兴叶依然有一大堆麻烦事, 鬼神之事, 即便没土地宫特别叮嘱, 黄兴叶也不打算宣扬, 但楚明才死在了黄家这件事, 还是得给常川府那边一个交代, 同时也需要处理官府的一应事宜。 即便中间有些麻烦闹心的事情, 但总体来说, 黄兴叶还是心中安定的, 黄兴叶又一次带人拜访云山致县, 即便知晓当初跟他下山的不是轻松道人, 但终归是从云山求来了救星, 礼数不能缺, 并打定竹意逢年过节都往云山送礼。 春去夏至想缠名, 下去秋来金风起。 已是纪元云山清修的第二年秋, 远在鸡州得胜府的宁安县, 这一年居安小阁中枣树又开花, 却不结果。 实际上, 居安小阁的枣树去年就花开茂盛街的果子却很少, 尹青闲着没事爬上树鼠了不知道多少回, 连上还流于枝头的活枣挂果不足百历。 这些枣果全都又大又红十分诱人, 尤其是两年前就留存的最早一批活枣, 更是鲜艳如火。 有时候尹青在晚上都会错觉般以为活枣有微光。 这一天, 尹青坐在居安小阁石桌上看书, 因为在大枣树下, 他觉得精神更容易集中, 呼吸也更畅快, 并且这种夏秋之际, 枣树下却总有微弱清风吹拂, 凉快得很。 李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 尹青放下书, 抬头看看大枣树上那诱人的枣子。 哎, 这快两年了, 你都不让摘一列, 真小姐, 跌跌一个三元吉地的状元, 到头来却没能留在京城, 去晚舟当了一个知府, 我娘是一起去了晚舟了, 可我不能去啊, 我去了, 家里和小哥谁来打扫, 谁来照顾大枣树你啊, 我这么辛苦, 你就不能给我吃个枣子安慰一下吗? 尹青唧哩啦一顿说, 枣树就是随着清风摇摆梅反应, 就如同一棵寻常果树。 哎,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书院了, 不能每天来看你了, 只能半个月一个月地回来一趟了。 哎, 叹了口气, 尹青又悄悄抬头, 枣树依然随风摇曳。 好你个大枣树, 铁石心肠, 不对, 木头脑袋。 正恨恨说着呢, 尹青低头的时候, 忽然发现半开的院门处窜进来一抹火红。 小狐脸。 惊喜的声响从尹青口中蹦出, 还没说下一句话呢, 忽然发现有一粒火红大枣落下, 正中狐狸头顶。 东, 赤狐立刻受到惊吓般跳开, 抱着脑袋抬头, 结果刚好看到又一粒大枣在眼前放大。 东屋, 狐狸肉爪揉着鼻子, 还没缓过一口气, 头顶又是咚咚咚, 三声。 尹青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颤着手指指着大枣树。 你, 你偏心? 你太偏心了。 如今大枣树知道藏桌了, 树上的很多枣子都隐藏在茂盛的树叶之下, 就算仔细看也只能看到其中一小部分, 真实数量也确实不多, 尹青每次都是爬上树去数。 一次落下五粒, 相对于枣子的总量来说可不是小数目了, 更何况其中有两粒枣面上隐约有火色流窜, 根本就是最初的火枣。 不过气愤一句之后, 尹青的心情又马上被喜悦取代, 再次看向在那边用肉爪又揉鼻子又揉头的赤狐。 小狐狸, 这些年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我可想你了。 尹青说话间赶忙帮赤狐把地上还在滚动的一粒粒大枣捡起来, 这要是被哪只路过的老鼠野猫什么的叼走, 可就心疼死了。 赤狐疑惑又茫然地看看头顶的大树, 然后缩在一边仔细打量尹青, 一戏看出了当年那个男孩的样子, 这才放松了不少。 过来过来, 来这边吗?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趴在石桌上吗? 尹青冲着赤狐招手, 将五粒枣子放在桌上, 赤狐犹豫了一下, 就走进了轻轻一跃, 跳上了石桌。 桌上五粒枣子的大小都差不多, 每一粒都好似一个小号苹果那么大, 鲜红鲜红得十分诱人, 尹青盯着枣子咽了好几次口水。 小狐狸也凑近了细细绣绣这几个枣子, 尤其是其中两个更奇特的,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气味流出, 但总有种想要下口吃的冲动。 沙沙沙,沙沙沙沙, 大枣树的枝叶在轻轻摇摆着, 也不只是风带动了叶, 还是叶带起了风。 呜呜,赤狐伸出爪子, 按住其中一个色泽特别的枣子, 将之拨动着滚向尹青的位置。 结果尹青抓住枣子后, 又给放回了原处。 不行不行, 这个我不能吃。 咕噜,必须你吃, 你都好多年没回来了, 一年一粒都差点意思。 尽管还咽着口水, 可尹青到底从小家叫肾炎, 收到尹赵仙和纪元的影响也很深, 年纪不大, 但有些是原则性很强。 快吃啊, 这个果子放久了就不好吃了, 快吃啊, 狐狸不会不吃果子吧。 尹青尽量让自己不去看枣子, 对着赤狐一顿劝。 沙沙沙, 沙沙沙沙, 头顶枣树又是一阵颤动, 好似在笑。 咚的一声, 尹青脑袋上挨了一下, 他敏捷地一伸手, 就接住了一颗从头顶落下的大枣。 尹青根一下子就变得更兴奋了, 本顾不上揉头顶, 拿着枣子在身上使劲擦了擦。 嘿嘿嘿, 这颗我就能吃了, 我吃给你看。 咔嚓, 好吃。 说着, 就抓着枣子啃了一口。 清脆的果肉咀嚼声伴随着一阵奇异的果香 从尹青嘴边传出, 赤狐鼻子抽动几下就再也忍不住, 抱着其中一粒大枣就咯吱咯了起来。 一时间, 居然小个院内果香四溢, 只不过都出不了院墙, 散出的香气基本都被枣汁吸收了回去。 狐狸啃枣吃得很不干净, 主要是时不时就有碎屑掉在石桌上, 好在赤狐也知道手中的东西珍贵, 掉落的碎屑都会舔掉。 五个枣子也顶不住多久, 片刻就被吃完。 啃下最后一口果肉, 小狐狸喉咙深处发出隔的一声, 打了个饱含果香的宝格, 然后就趴在石桌上昏昏欲睡了。 狐狸身体内部现在暖洋洋的, 流转的灵气与这几年她在山中自己侃侃可磕, 日生日落月缺月圆时, 吸纳的效率对比就夸张太多了。 影轻只吃了一个, 精神头好得很。 不过看着赤狐这样子, 也就安静地坐在石桌前, 偶尔也会小心地摸摸胡毛。 小狐狸, 你这毛发真干净, 还这么浓密柔顺, 可别被那些猎狐看到了。 这话说得赤狐下意识抖了抖, 也清醒了不少。 在石桌上以后肢和尾巴支撑, 呈现坐立撞起来。 呜呜, 狐狸爪子点点居安小哥的屋子, 影轻顺着狐狸爪子比划的方向看看, 大致知道他在想什么。 季先生不在家呢, 出去好多年了, 一直没回来。 赤狐的声音明显带着一种失落的情绪, 这些年, 他从才开灵智的灵狐到修行, 逐渐步入正轨, 想要在炼化横骨前再来找一找季先生, 从去年开始犹豫, 到今年, 终于鼓足勇气潜入了宁安县, 却铺了个空。 小狐狸, 你现在是不是也很厉害了? 就像, 就像大枣树一样。 影轻兴致盎然地和赤狐聊了起来, 他十分清楚, 这可不是普通野狐狸。 赤狐自然听得懂影轻的话, 不过这回他看看院中枣树, 庞大的树荫中有灵气缓缓汇聚, 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和大枣树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毕竟, 枣树一直在那大先生身边。 呜, 这一生显得更加失落了。 赤狐趴在石桌上, 身子贴着桌面, 一条毛茸茸的火红大尾在身后甩来甩去, 眼睛盯着石桌前那块空地, 那个武剑的大先生却不在哪。 这尾巴甩着甩着, 赤狐就渐渐睡着了。 睡梦中, 狐狸有种念头无限拉长的感觉, 梦中思绪回到了从前, 身体上石桌的触感犹在, 眼前却仿佛隐约看到了当初居安小阁。 远在数千里外的冰州云山红顶峰巅, 正闭目侧躺的纪元忽然心有所感, 双目睁开少许, 身前右手剑指之上显现一枚虚幻棋子, 隐约可见一只毛发蓬松柔顺的赤狐趴在石桌上酣睡。 笑了几声, 纪元再次闭上了眼睛, 棋子也从手中消失。 一进山河之内, 身体犹如法地向天般伟岸的纪元手持属于赤狐的棋子, 似乎当棋子处于某种极为特殊的关口, 他都能感受到一些联系和变化。 山河中赤令伟音依然不断回荡, 随着风声一起有强有弱地呼啸着。 纪元好似口喊献章, 汇聚玄黄, 却不发声, 心中好似在等待着某一刻。 待到某种熟悉的感觉升起的一刹那, 纪元心中道一声原法已至, 冲着棋子吐露轻声细语。 胡云? 居然小阁内, 十桌前看书的尹青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赤狐正在梦中重温当初的一切。 这梦依稀被纪元看到一丝, 却并不是纪元强加的, 她没那么大能耐, 算是赤狐重回旧境, 有所思, 遂有所梦。 梦中的尹青还是个身子不高的孩子, 在小阁中养上一段时间后, 赤狐渴渴望归回自由自在的大山。 所以, 纪先生就领着尹青带着她去了牛葵山脚下。 梦中赤狐不时跳跃在前, 不时跟着两人慢跑, 好几次想要看清纪元的面貌, 却一直是灰蒙蒙的一片。 带到了入了山, 赤狐蹲在山石上看着两人将要离开, 即便是在梦中赤狐都拼命想要跟上去, 但梦里的自己身子就像浇了铁水, 怎么都动不了了。 梦境外的小阁中, 尹青看看赤狐, 发现小狐狸的身子在不断颤动, 仿佛在挣扎着什么又好似做了噩梦。 狐狸身体内此时灵气运转迅速, 体温也在不断上升, 一股淡淡的妖气开始在体表弥漫。 轰隆隆, 头顶传来一阵不算响亮的雷声, 一直照在树荫下的影青走开几步到合适位置看看天, 不知什么时候天上已经起了阴云。 不会要下雨了吧? 赤狐在梦中不断挣扎, 很想吼叫出声, 可就是什么都做不了, 趴在石桌上的身子, 四肢的爪子都抓死了石面。 只是这时候, 梦中的人突然顿住了身体。 那位记忆中的大先生面貌突然清晰了起来, 回身笑看着山石上的赤狐。 既然相识一场, 纪某再送你件礼物吧。 大先生看了一眼天上的云彩, 才继续对着赤狐道。